第851章 昆蓬 这是什么 读孔雀与古旧经的浑身炸锚 也被垫的炸锚 哪里想到这里还藏了一位高手 而且神通之强大 更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二位 老夫好心好意救治你们 却换来如此结果 当真是佛都有火啊 下面 一身绿袍的帅树闪亮灯场 他此刻双手化为树枝 十根手指分裂出无数粗状藤蔓 构成了空中那这天大网 整个人好像发电机一般爆出了滚滚升机电能 威力之强 竟是堪比强大先王 这些日子 帅叔果然突飞猛进 另一边 林阳一个转身急停 沙江回来 他双目冷酷如冰 冰柱敌球 双手高举黑天重剑 顿时画出两只冰火凤凰 傲笑九天 剑气纵横 正是久违的神剑凤舞黄黎 斩 冰火凤凤凰长笑盘旋 在空中好似两道毁灭一切的长虹 毫不留情地便冲入了那巨大的藤王之内 狠狠地劈斩着两只神情 啊 痛苦的低吼声爆起 林阳一剑配合帅数的藤王闪电 威能爆表 绝对让两只神情酸爽上天 不过 这场激战却不会如此简单地结束 砰 一道浓郁的毒雾声起 便如魔王腾起了盖世的胸威 紫色的毒雾有着可怕的腐蚀效力 腾起之后就听到噼里啪啦一阵暴响 率述的藤蔓大王顿时被侵蚀的四散爆裂 两道狼狈的身影从里面心急火料地飞了出来 搜 出来以后 两人身上都冒着丝丝白烟 模样可谓狼狈 尤其是前面的骨臼 似乎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大部分的攻击 现在双臂胸口的位置全是猙獰的剑痕 其余地方的骨头更是被垫的焦黑一片 就像刚从柴火堆里剪出来的黑炭一样 悲催到了极点 忧毒孔雀 烧好一些 也不咋地 它那漂亮的紫色尾巴现在成了一堆干草 上面的羽毛乌七麻黑 不知是被垫的还是烧的 依然没法入眼 那黑色的面具也总算脱落 露出了里面一张枯瘦干瘪的脸庞 人鬼不像 丑陋至极 多年的独工修炼 毁去了孔雀女的容颜 更是染黑了她的心 此刻她被埋伏的气急败坏 更是显露猙獰 恨不得把林 数二人全部灭杀成渣 但想归想 实力却悲催得不够 林阳与帅树 哪里会给这两人喘息的机会 后者刚刚从大网中挣脱 便迎来了林阳与树神的双重攻击 黑天 斩 林阳甩手将黑天直出 重剑通灵 竟是自行斩向了两名敌人 一是凤舞黄黎剑招被她演绎的淋漓尽致 未能不下于林阳亲自施斩 惊得对手仓皇应对 万灵通天 故我己身 战 帅树则是在旁边念出了一段玄妙咒文 随后双手平摊 便如生机神灵降落凡尘 方才暴碎出去的漫天藤蔓 以及周围方圆千里之内的巨树小草 尽数被她吸引到了半空 在她的身体外面凝成了一道高达千米的唯然巨人 童伟 壮观 此刻的帅树 剿裂大帝 手可摘星 挥舞之间 就是惊天动地的神通 纵然她心地仁慈 也知道此刻的对手是杀人的魔王 杀生为护生 灭魔及成称 二位 为你们所造的杀业忏悔吧 通隆隆 帅树一拳 如山崩 如惊雷 就连林阳都没有想到现在的她竟是神通广大至此 就这一拳头 高阶仙王上来也得好好喝上一壶 这还没完 曹灵师的强大便是本体战力依然爆棚 林阳挥手 单手凝出一柄火焰长剑 不是飞仙 却同样剑气纵横万里 此剑 火光冲天 焚烧天地 林阳一剑刺出 便如在空中横出了一道可怕的火焰神柱 正是凤五剑法中刺激最强的杀招 凤川轮回 黑天一剑 树神一拳 林阳一剑 全是蔑式的杀法 竟为参天的神功 孔雀于古旧心中犹如万只草泥马践踏而过 万万想不到怎么就会得罪了如此难缠的角色 孔雀灵独 战鼓神盾 两人面色凝重地祭出了自己的神兵神通 滚滚毒物与一面巨大的白骨盾牌横在半空 隐生生地去招架对面三天可怕的攻击 光 光光 空中 好像天神敲响了三口红钟 那面绝对登上了神兵至尊榜的白骨大盾 竟是在三人的攻击下分崩离析 漫天的毒物也不能阻拦着惊天的杀法 扑 空中喷出两道血光 划出了凄惨的轨迹 两只神情遭受重创 浑身欲血的飞退千米 眼看着就要被林阳与帅树联合起来绞杀 可就在此千军一法之际 一道虚空之门打开 从里面飞出了一扇巨大的黑色羽翼 轰然拍向了林阳两人 给我滚 一声爆喝 震得整片空间都在战斗 那可怕的黑色翅膀 竟是将整个空间拍得出现了层层叠叠的波纹 仿佛所有的力量都积蓄在了半空 似被大坝拦住了一般 随后惊天一爆 轰然炸裂了整个世界 可怕 此人的仙术神通 与空间法则结合 当真太过可怕 林阳双目猛低一咪 挥手召回了重剑黑天 挡在了身前 哗啦啦 那黑一拍过 林阳便觉得自己仿佛一夜偏周入了海潮 飘然不定好似扶平 可怕到了极致的空间冲击 瞬间将他击飞出了千米之窑 画天战凯 全武仙乡 林阳第一时间召唤出了自己的神兵战甲 再配合玄武仙乡的防御加成 才总算挡住了那可怕的黑色巨翅 依然觉得体内一阵翻腾 另一旁 就听到大地上传来一阵山巒崩塌的碎裂声响 千米高的帅树巨人竟是也被这一翅膀轰得倒退而去 帅树的身躯大的参天立地 双脚划过地面 立刻在地上划出了两道纵冠千米的巨大裂痕 无数碎石乱木崩塌成渣 整个世界仿佛陷入了崩裂末日 林阳 这人好强 隐藏在巨人之中的帅树拼命地鼓动着生机灵能来修复自己受创的身躯 大声向林阳挤呼 林阳 握住了巨剑黑天 将似大仙香的威能尽数催动起来 拿出了自己的最强状态 严阵以待地看着那从虚空之门走出的可怕身影 大哥 两声惊呼 孔雀鱼骨就来到了那人身旁 黑色的斗篷 因为纤维凛冽激荡飞去 露出了里面一道浑身漆黑的霸气身形 那 竟是一只神情中最强的血脉 昆蓬 林阳见过昆蓬 在下界的九重天中 那头昆蓬不过是上古一种 修炼万年 便已经是整片大陆的盖世强者 异云天中 如今更是昆蓬为尊的天下 九大神情 最强当属昆蓬 这那天的神兽立可开天 速度称雄 更有那堪于凤义九天媲美的昆蓬便神功加持 乃是当仁不让的神情皇者 而现在 林阳二人面对的正是这样一只血脉 纯正的至强神情 而且从方才对方的那一集看来 这头昆蓬的战力就算是在本族当中 只怕也是绝对顶尖的存在 神情领袖 为何会要联合一些一种强者 来阴谋颠覆整个异云天 林阳并不知道这些黑暗神情背后的故事 但他知道今天却是遇到了真正强悍的对手 方才一集让他有些狼狈 但此刻的他却没有半点惊恐 神色冷凝地看着那双目喷火爆炸的黑暗 昆蓬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你们 想好怎么死了吗 昆蓬 神情霸主 端帝是霸气无双 他现身 便是仿佛就已经宣判了林阳二人的死刑 那一对可怕的黑色羽翼已经再次凝出了无上的时空法则 要把所有对手包裹碾碎 大哥 杀了他们 旁边 是孔雀女与骨就咬牙切齿的怒吼 林阳 不 不行就撤吧 耳旁 是树神星有惶恐的担忧 对手太强 强得几乎难以抵御 就算是林阳 在众人眼中也难以翻天 但却是林阳 但唯有林阳 此时此刻 无惧无畏 只有长剑向天 直指穷仓 他挥手让帅术后退 独自面对那坤鹏爵士的威压 轻轻扯动了嘴角 死 你说你们三个吗 轻蔑的激巢 挡住了坤鹏的万丈纤维 无尽的怒火 终于化成了对方无情的杀招 给我死来 坤鹏怒 天地变 黑意遮天 浩瀚不尽 他寄出了自己的翅膀 便死在天空中盖上了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 铺天蔽日 掩盖了所有生机 将世界变成了一片漆黑炼狱 可怕 帅树如今也是强大的先王 在这一瞬竟是仿佛失去了武感 陷入了深渊 周围所有的空间都消失不见 唯有一股难以形容的绝望 像毒蛇一般缠绕在了心头 昆蓬的攻击 不仅操控时空 更同时攻击神魂 是全面抹杀武者生机的可怕杀术 格拉拉 与此同时 他耳旁竟是听到了一阵阵如同玻璃碎裂的声音 那是羚羊周身的空间被扭曲成了麻花 不仅锁定了羚羊的身形 更是将羚羊整个人都扭转起来 身形几欲崩塌 扑 羚羊直接吐血 昆蓬一族的时空仙术太过玄奇 出手就在身边 根本无法躲避 他只觉得自己腰身内脏 好像麻绳一般地卷了起来 五内翻腾 疼痛欲裂 但越是如此 他便越是兴奋 口中的鲜血化为滚滚烈焰 喷向了手中的重见黑天 黑天 也让人看看我们的厉害吧 通隆隆 黑天吸收了羚羊的鲜血 在无边黑暗之中 好像一只永不屈服的火把 猛烈无比地燃烧起来 第852章回归一云天 凤舞天静 羚羊终于挥出了自己的最强一剑 烂天火光 好像一道开了闸的大蹄 只是里面涌出的不是无尽的江水 而是滔天的火拳 此剑 是凤凰涅槃的终极 是火舞天地的灿烂 见光出 已经不见火凤起舞 只有无穷的火 无尽的火撒满了整个世界 充斥了敌人的身心灵魂 这 对面 那昆蓬强者猛地瞪爆了自己的眼睛 他身为神情领袖一族 自然了解女帝的无上传承 他万万想不到今天竟然会在这里 见到传说中的凤舞剑法 而且最关键的是 特喵的这一招凤舞剑法 他还没见过 哗啦啦 天 变了 凤舞天静一出 原本漆黑一片的天空 顿时好像一张被烧着的黑纸一样 从天边开始一点一点地被火焰吞噬 短短促习的功夫 整个世界不再是漆黑一片 而是万丈火海 照耀了凡尘 对面的空间扭曲神通 直接被林阳的终极一剑消除殆尽 更是一道从天而降的无边火浪席卷了对面 剑 便蕴藏在火浪之中 火 更是与剑的巅峰共鸣 难道林阳当初见此一剑是会震撼师神 此刻场中除了林阳外的四人 皆是被此剑将整个世界化为火海的神通所振服 我的天啊 树神看着周围的火焰在蒙逼 自己这二斤柴火 只怕在这一剑面前烧不了几分钟就得隔屁 这 到底是什么剑法 忧赌孔雀 古旧 更是已经被烈焰火海烫得浑身冒烟 哪里能够抵御这只强的火焰杀剑 该 该死 那只昆鹏也方了 他只觉得自己无往不利的空间纤束直接被烧成了泡泡 无边火能烤得他浑身的血液都要沸腾 若是真的被那火浪波涛卷进去 那自己真的也要交代了 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昆鹏心中惊惧非常 但在这千钧一法之际 他终究还有一招底牌 憎 碧根黑色的羽毛被他握在了手中 刷 刹那间 这根羽毛竟是化成了一柄三尺多长的黑色长刀 从上面散发出了远远超过昆鹏自己的时空纤维 小子 能够逼我出这一招 你死也可以瞑目了 大刺猿斩 昆鹏怒吼 每一根羽毛都炸了起来 他手中的黑色长刀 未能竟是超过了林阳之前见过的所有神兵 甚至连神兵至尊榜上前50名左右的集品都难以匹敌 大刺猿斩 更是一世奇特无匹的杀招 长刀斩落 半月形的刀光轰然而出 却似一块橡皮擦过了天空 将所有火光尽数吸入了另一个空间 这是将空间裂缝化为刀光的极致神通 绝不是面前这只昆鹏能够施展出来的终极杀术 死 昆鹏叫得撕心裂肺 战 林阳遇到神招 更是战役翻腾 有何俱灾 通龙 空中大次元斩于火舞天境 碰撞出了无尽火光 可怕的冲击浩浩荡荡的席卷千里 山河成灰 草木化粉 可怕的纤维已经无限接近于超越先王的那个境界 达到了仙术极颠 林阳 大哥 终于 最终的对拼过后 两道身影皆是破败倒退 狼狈不堪 火舞天境 强 是火道与剑法的完美融合 大次元斩 猛 是神情淋雨与时空法则的巅峰绝唱 这一集 不分高低 两败俱伤 林阳 一条左臂直接被那次元斩的空间裂系斩断 消失不见 滚滚的鲜血如泉涌奔腾 万年来数此战受伤最甚 昆鹏 更是被烤得成了八成熟的烧鸭 浑身的羽毛焦黑一片 里面的皮肉恶臭不堪 自他出道以来 更是从未被打得如此狼狈过 两大天骄 以足够强悍的实力给了对手必生难忘的伤痛 而这一战 也因为两人的重创从而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走 幽独孔雀 紧紧地抱着他们大哥黑曲曲的身子 愿独地看了一眼羚羊与帅树 你们等着 不管天涯海角 我们按摩天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 刷 三只可怕的神情闪了 按摩天 帅树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 眨了眨眼睛 完全无动于衷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嘛 喂 羚羊 你还没死吧 呼 下面 羚羊体内的生机之力正在疯狂地运转 让他的状况比烤鸭昆鹏理想得多 咦 你这么希望我死吗 羚羊看着树神 淡淡地笑了一下 终究还是因为伤势过重战时地昏睡了过去 走吧走吧 这架打得 到最后都是我的视耳 树神感叹地抱抱起羚羊 寻地方疗伤去了 若是那幽独凤凰之道 自己恶狠狠地抱出了按摩天的名号之后 对方完全没有当回事 只怕幽的气得捂出两声老血了 羚羊的是海内 羚羊正在接受飞仙无情的嘲笑 哎呀 我的灵兄妈飞仙现在跟羚羊说话 确实一点也不见外 你说你在外面死撑什么 若是把我召唤出去 早就将那头昆鹏斩杀干净了 哪里会被斩掉一只手臂 嘖嘖嘖 可怜 可悲 呵呵 下次 下次一定叫你 羚羊微笑着毁了飞仙一句 但两只小狐狸的意思却是彼此心知肚明 我要西京元 这是飞仙的前台词 完蛋去 羚羊拒绝得也很干脆 只要没有碰上生死关头的大战 羚羊当然不会那么轻易地给飞仙送粮食咯 而就在这两位停止扯皮之后 兵离却是现身给了羚羊一个重要的线索 什么 前辈您说方才那一招便是羽化天兵术 正是兵离淡然道 那跟羽毛经历过羽化天兵术的纪念 才能爆发出那般威能 看来 在那只昆蓬的背后 还有更加厉害的角色 更厉害的角色 仙尊嘛 林阳意识到自己似乎触碰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庞大组织 其背后竟然隐藏着仙尊强者 而他现在对于对方的身份目的还是一抹黑 唯一的线索便是羽化天兵术 前辈您当年有将此数传承下去吗 我离开易云天之后 去了幽寒天独自苦修 后来自是有了一些追随者 但如今相隔久远岁月 却也难以猜测这传承究竟流到了何人手中 是啊 难有头绪 对方拥有着先帝传承 拥有着先尊高手 还有着可怕的剧毒 不怕死的死事 恐怕也只有这样的一只恐怖势力 才配得上按摩天那煞气腾腾的名字了 这件事回去之后必须第一时间去跟老必方 还有凤十一 族长好好研究一下了 与火第二人交谈完毕之后 凌阳并没有着急苏醒过来 而是在是海中体悟着方才一战给自己带来的收获 那头昆鹏 是凌阳目前为止遇到过的最强对手 如果不是有凤五天静这一招终极杀剑 只怕凌阳今天还得隐恨败退 同时 他也见识到了一位巅峰先王的极致神通 那是可以与当年的左丘相媲美的志强存在 先王境界几乎无敌 能够与对方一战对凌阳的剑道顿物 绝对有着巨大的好处 凤五天静 断离剑道 凶悍的时空法则 无数场战斗的经验累计 凌阳在沉思之中 自身的剑道之路又在坚定的迈步向前 要不了多久 这些积累与沉淀中将化为属于他自己的本命先术 绽放出巅峰光芒 时间 过去了三天 凌阳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面前 是帅叔那帅气而关心的脸庞 看到凌阳终于行转 欣慰地笑了 呵呵 凌阳你终于醒了 数前被废心了 凌阳站起了身子 只觉得精气神饱满至极 数神的医道手段当真是神奇的有些过分 必须想个办法 把这家伙留在天火炎君里面啊 凌阳眼珠子溜溜地转动起来 但数神却是看不透面前这家伙腹黑的想法 眨眼问道 凌阳 你看着老夫作甚 呵呵 没什么 我只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 数前被以你如今的本事 想要解纳忧毒孔雀的剧毒需要多久 纳得看中毒多深了 很深很深呢 多则三日 最少也要两个时辰 这么久 包置好 率数对自己的医术还是自信的一毛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这个治疗的过程呢 凌阳心中总有一些隐隐的担忧 以他的性格 绝不会再让自己被纳毒孔雀所牵制 必须做到有备无患 若是提前炼制一些解毒先丹的话 再配合灵能驱毒 应该能快上许多 妥妥的 凌阳心中兴奋的一笑 总算有办法了 之后的事便如水稻渠成 凌阳在长生天休整了几天之后 等待木木也苏醒过来 便返回了一云天 这一次出行 虽然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 但也绝对是收获满满 他自己练成了凤五天进不说 更是收获了帅数这一个巨大的帮手 就大先帝传承如今已经到了五个 总算有了成果 而木木才是收获最大的人 实力蜕变之后的他竟是一次 解锁了药神胡盖的两条神龙 在见识过这两条互相搭配的 组合双龙的威能之后 羚羊更是对这一次万灵朝圣大会 充满了信心 蜕变归来的他 如果掏出药神胡盖与魔剑飞仙的话 就算是碰上真正的天尊 也未必不能一战 而当他返回一云天 跟几位凤族大佬提到 按摩天这三个字之后 包括凤十一在内的几位强者 竟是齐齐变色 什么 林阳 你竟然从按摩天那群家伙手下死里逃生了 第853章无法回头 什么叫死里逃生 哥哥明明是打得对方落荒而逃好吗 林阳看着老壁方那惊讶的眼带都要爆炸的表情 总算是忍着没把自己的傲人战机爆出来吓唬人 不过接下来他却是从几位大佬的口中听到了有关于按摩天的可怕真相 凤十一 民众的看着林阳 解释道 按摩天 是33重天里最邪恶阴暗的所在 所有被各大势力驱逐追捕的恶人都聚集在那里 成了整个仙域最大的毒瘤 这么厉害 比那摩门还要强大 哼 老壁方显然对那按摩天充满了憎恶 摩门的那些家伙总算还有些规矩 但跟按摩天的那些混蛋一比 简直善良的就跟小孩子一样 确实 林阳想到那些人恩将仇报的恶劣行径 的确要比摩门凶残得多了 那指昆鹏是什么来路 林阳又问 按你的说法 那应该是按摩天七大摩尊之一的鹏摩尊的后人 凤十一眯起眼睛冷冷道 那是咱们易云天永远无法忘记的耻辱 林阳听到了一段关于易云天的密文 整个易云天 百万年来都是凤族为尊的天下 但是昆鹏一族的横空出世 打破了这个格局 而当年以易己之力支撑 其整个昆鹏族的绝代天才 便是至今与凤十一齐名的昆鹏 族长彭十八 相传 彭十八天纵之姿 领悟昆鹏便神功 将彭族一举振兴 力压凤族成为易云天老大直到今天 但是 一直以来在神情高层都流传着这样的一条密文 那便是昆鹏便其实并不是彭十八领悟出来 而是彭十八的孪生弟弟彭十九最先领会 后来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彭十九销声匿迹 彭十八成了如今的易云天至尊 这么说来 那彭摩尊便是彭十九 是先尊级别的强者 林扬猜测 正是 凤十一点了点头 当年彭十九离开易云天之后 据说他曾经投靠过于天庭 也在忧寒天 大荒天这些苦境流浪过 直到再次显身的时候 便是老夫也难以将他情下了 成了暗摩天的七摩尊之一 这些年来 暗摩天一直对我们易云天有所觊予 这不仅仅是为了女帝传承 更是彭十九个人对易云天的复仇 林扬你这次带来的消息很重要啊 既然让我们知道了他们在太平城里盘踞 那这些人肯定是想通过传颂阵 进入易云天捣乱 很可能就是冲着万灵朝圣大会而来 错不了 老毕方 族长恨恨地一斗眼带死 上次奉 族长你不是击退了一群黑衣杀手 肯定就是那帮孙子了 一切都吻合对应了起来 那些人体内的神皇火焰 小昆鹏手中的羽化天兵 还有彭十九曾经在优寒天流浪的经历 这所有的线索都在林扬面前勾勒出了一个庞大而邪恶的对手 而他们即将对易云天伸出恐怖的魔爪 既然对方要通过传颂阵来易云天的话 我们便有方法应对 林扬很快地思索对策 这个自然 凤十一点头 来人 传我命令 立刻关系落日谷内通往长生天的传颂阵 是 旁边立刻有人匆匆去了 整个易云天 传颂阵便是只有如此一座 这还是凤族当年称霸易云天的时候修建起来 象征着当年凤族的无限辉煌 只要这座传颂阵关闭那便可保借玉平安 但林扬不知怎的 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但他目前也只能相信凤族大佬们的心机手段 一番交谈之后便离开将帅树安置妥当 随后便去看望虎人去了 见识过羽化天兵术的威能之后 林扬心中更是下了决心 那个吃货要是偷懒不好好练功的话 这次定要再次把虎人拔个金光 林扬的回归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 毕竟他现在对外的身份 不过是光芒万丈的虎人大人的一位人宠 尽管大伙并不知道这位人宠回来之后 就开始了残酷的虐待主人的训练 另一方面 凤十一这位传奇强者的手段的确不容小觑 他在了解到了暗魔天的阴谋之后 便立即加强了整个落日谷内的安防工作 本次万灵大会按照惯例还会在落日谷内召开 他万万不能让那些神情拜雷们搞出任何事端 因为一云天的戒狱外围本身有着灵能避障 大队人马不可能大摇大摆地通过 唯一的漏洞便是落日谷深处的那座传送阵 为此凤十一专门调配了一支200人的高手队伍看管传送阵 更有两位先王亲自把守 绝不会让任何人启动这黑暗的恶魔之门 但可惜的是 无论是凤十一还是羚羊 都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暗魔天的黑暗阴谋 确实早已经渗透到了凤族最核心的成员身上 时间 距离万灵朝圣大会的开幕越来越近 这一天晚上 远古传送阵外 三对精锐的凤族武士正在来回巡视 无比警惕地看着那座已经失去了灵能的传送法阵 一名强大的凤族长老正静静地坐在距离传送阵不到十米的一座鸟巢当中 无上先能感知覆盖了周围大片区域 连一只虫蚁都无法逃脱他的监视 而在距离传送阵大约千米之外的一座宫殿中 负责轮班守卫的另一名凤族长老在此盘坐歇息 他名为凤五 乃是火凤一族中资格很老的高手凤十一令他在此镇守也是给了足够的重视 而此刻大殿之内却是还有一道火红的身影 正在与凤五亲切地交谈着 五爷爷 这是云峰专门给您带来的好酒 您这些日子镇守传送阵辛苦了 快来解解禅 离云峰出现在了这里 乖巧的笑容便如最懂事的晚辈 惹得凤五长老喜笑颜开 呵呵 还是云峰官啊 知道心疼你五爷爷 凤五说着 便毫不怀疑地将面前杯中的美酒饮下 他绝技不会想到 自己从小看着长大的杰出清洁 此刻内心翻腾着的是怎样的黑色波澜 云峰啊 你放心 我们几个老家伙合计过了 等这次万灵大会过了 我们就保健你做少 族长 别看那只小壁方最近闹得欢食 你才是咱们凤族公认的接班人啊 哈哈 当浪一声 黎云峰原本正在摆盘子的翅膀一抖 一盘菜顿时在桌上撒成狼藉一片 怎么了 云峰 没 没什么 五爷爷 我忽然想起来晚上还有些事 明天我再来看你吧 哈哈 好 你去忙你的吧 那会开始在即 你还是咱们的主力君麻 恩 这酒菜我就先带回去了 哎 那怎么行 这酒给我留着 老夫好久没有喝几杯了 留着留着 你去吧 黎云峰 整个人愣了半嗓 终于走了 关上门 走出百米 黎云峰忽然泪流满面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在心里狂吼 五爷爷 我对不起你啊 噔 屋子里 黎云峰重重地将那块黑色的灵犀水晶摔在了地上 滚 你们都给我滚 我永远不要再与你们有任何牵连 或许是凤五长老温暖的话语唤醒了黎云峰仅存的良知 这位已经陷入深渊的凤族公子想要悬崖了吗 只可惜 为时已晚 呵呵 云峰公子现在后悔只怕太晚了 你已经将读下在了凤五体内 可曾想过一旦我将这的消息告诉凤十一 你会是什么下场 你 你就在落日谷 你是谁 给我出来 黎云峰这才意识到对方的可怕 竟是能够监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云峰公子你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 呵呵 跟我们合作 我们能让你成为一云天的至尊之主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成为毒害凤族长老的千古罪人 该如何选择 还需要我教你吗 你 黎云峰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他知道 从这一刻起 自己已经彻底地没有了选择 时光如梭 随着万灵朝圣大会一天天的临近 整个落日谷都变得热闹起来 因为这里是女帝凤五的故乡 是所有神情尊重的圣地 因而迄今为止每一届的万灵大会都在落日谷中举行 举行的地点便是那山谷最深处的圣无童树所在之处 每个万年圣无童树成熟结果 每一颗圣果都是神情无上的修炼圣药 而这一届大会剧看守无童树的匠人们说 圣果掌势良好足足有两千三百多颗圣果等待着各族精英前去采摘 九大神情种族中的精英更是早已经为了这场大会摩拳擦掌 战役爆棚 他们不仅要为自己的种族争取到最多数量的圣果资源 更是要为了进入女帝圣殿的名额欲血拼搏 其中最为气势满满的种族莫过于如今的神情至尊 昆鹏族 当昆鹏族降临落日谷的时候 整个天空都被一片巨大的黑影所遮蔽 族长彭十八带着昆鹏族一众高手跟着金鹏兄就两大族系强者 以绝代秘密的风华威压俯视着整个落日谷 在这位心比天高的彭族强者心中此刻只有一道信念 这一次万灵朝圣大会之后是时候给圣吴童树换个新家了 第854张大燕抽脸落日谷谷口凤十一带领着凤族大佬们出来相迎 别人可以不管 但是彭十八这位现在一云天的第一大佬却是不能不去搭理 木法人 昆鹏族的地位摆在那人 彭十八的实力也的确令人叹服 就连骄傲无比的老凤凰也不能不服这个软 凤族 虎凤 青鸾 碧芳 三族大佬傲然而立 连带着一众长老也出来相迎 算是给足了彭十八面子 空中 那头巨大的昆鹏降落地面 带起滚滚进风 吹得人眯眼 随后彭十八带领着彭族三大众族为然降临 呵呵 彭兄 许久不见 风采依旧 凤十一笑面向盈 如沐春风 气氛一片祥和 凤兄客气 你不也是老当义壮吗 呵呵 一句话 让凤十一的眼角情不自禁地跳了一下 老东西 你说谁老呢 凤十一与彭十八 如今一云天最耀眼的两轮辉煌太阳 终于又一次的在万灵大会上碰撞 刚一见面 人们就能够感受到彼此语气之中的那股浓郁的火药味道 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凤族与彭族谁是亦云天霸主的问题 更是关系到他们两人谁才是亦云天第一大佬的尊严与荣耀 所以这一次的万灵大会绝对会是一场龙争虎斗的激烈争斗 两位至尊想必早已经将自己全部的能量用来培养几方选手 将要在大会上奉献出一场难以想象的巅峰之战 双方相会 走进落日谷 按照惯例 大会将会在亦云天立法的九月初九开幕 而之前所有参赛选手将会在落日谷内安歇休息 这天稍晚的时分 金屋一族率领的三脉人马也到达了落日谷 凤十一老 组长将会与今天晚上在圣梧桐树下召开欢迎晚宴 为所有人接风洗尘 夜色 很快就洒满了整个落日谷 圣梧桐树 每一片叶子确实在夜色中散发出了淡淡的金色光滑 远远望去 恰似千万颗繁星被点缀在了树上 照耀出了一天梦幻般的美丽景象 树下 席开千座 这次晚宴采用的是单人单席的布局 三大种族围成了一个品字形绕着圣梧桐树席地而坐 美酒佳肴的芬芳伴随着树上那一颗颗诱人的梧桐果的香气 不断地挠动着人们的鼻翼 吸上一口这美妙的味道顿时觉得心情都会美丽许多 凤族的仆役侍女们早已经将一切布置妥当 宾客们也在引导下纷纷入席 整个场面中正对着圣梧桐树而坐的 是落日谷的主人凤族三脉 左手方向乃是昆蓬为首的彭族 右手则是金屋率领三对强者 气氛安详而和谐 火凤一族独有的神火光芒将现场照得如同白昼 绝大多数人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淡然的笑容 除了彭十八 这位昆蓬族的族长 自作下以后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凝固住了一般 一双犀利的棚木总是直勾勾的盯着头顶上 那枝繁叶帽的圣梧桐树 心里波澜不定 圣梧桐啊 圣梧桐 女帝陛下当年悟到的圣树 如此圣物 留在这落日谷中 已经太久太久了 火凤一族 已经不配在拥有这无上的神物 昆蓬一族已经连续四届 夺取了万灵朝圣大会的魁首 又凭什么每次都让冠军来到失败者的地方来参赛 圣梧桐树 早就该属于昆蓬族七席的摩天涯了 彭十八心中翻腾着可怕的念头 而他也有足够的信心 这一次的万灵大会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彭族获胜的脚步 再加上那家伙的支持 这次他回去的时候绝不会空手而归 而会将一云天最神圣的神物带回本宗 想到这里 彭十八的目光扭头看向了旁边的凤族 眼神中只有淡淡的不屑 就是这些凤族的孱弱后代 他们真是愧对了女帝传人的名号 你看看这些火凤 还有那些青鸾 怎么会是自己手下的那些凶悍崽子们的对手 就算是那个黎云峰 哼 也不过如此罢了 彭十八看到了人群中的黎云峰 度日不见 这位凤族天骄却是风采依然 只是不知道为何 黎云峰坐在一群凤族强者之中 总是给人一种冷然玻璃的感觉 仿佛整个人心不在焉的样子 这更加让彭十八看不上今年的凤族选手 连他们最强的强者都是这幅模样 不对 忽然彭十八想到了前些日子听到的消息 今年凤族的战队领袖不是这黎云峰 而是一只新人毕方 话说回来 怎么没有看到毕方族的选手 黎十八视线一扫 只见凤族中空了百人的坐席 正是毕方族那一百名选手的位置 大雁即将开始 怎么那群小毕方还没有来 咚咚咚 正想着 黎十八忽然听到了从大雁入口通道的位置 响起了一阵阵的大鼓轰鸣 火人火人一阵阵整齐的呼喊由远极近 好像汹涌而来的海潮一般冲入了整个宴会场地 这搞什么 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看向了入口 结果正有一对混合了凤族三末的浩瀚人马拉风无比的向这边走了过来 火人火人震耳欲聋的呼喊 在欢迎着最耀眼的明星出场 哗啦 哗啦 十几只笑得像花一般的小雌凤凰 正在空中洒落着一阵又一阵的鲜花花瓣 像一场五彩大雨 铺出了一条芳香四溢的花瓣道路 咚咚 咚咚 旁边 十八只兽皮大鼓在十八位青鸾小帅哥的手下敲得威猛震天 霸气的古典与火儿的欢呼声交相辉映 直接把全场观众的脑神经全都震得萌圈 这 这 这是什么 大雁开始前的助兴表演吗 也太狂放激烈了一点吧 不应该是漂亮妹子出来扭腰斗屁屁什么的吗 而且那个火人是什么鬼 叫得太响了啦 众人皆惊 不过却有人发现看到这一幕后凤足的数位大佬们纷纷变了脸色 而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那汹涌的人群突然向两边分开 一只通体火红的队伍地从人群中忙手走了出来 毕方 是毕方族的选手们 人们这才弄清 感情这么大的阵仗 就是毕方族的这些小家伙们的仪仗队 这未免搞得也太浮夸了吧 我的天 那家伙是谁 还被人抬着出来 更惊人的是 99名毕方族的选手上面 有一只半躺着的青年毕方 竟是被下面四个人抬在半空 那祸手里面捧着的并不是什么名酒相名 而是一根还带着半拉肥油的骨头棒子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一边大嚼 一边还对着周围的人不断指点 喂喂 撒花的妹子们 记得下次要换优子兰 这些血玉玫瑰的香气太充了 不符合哥哥我淡雅的情操啊 好的 好的 火人大哥 空中 叽叽喳喳的小凤凰们欢喜得满眼淘心 地上 摔碎了一地下巴跟眼球 里面你都浮夸成这B样了还说什么淡雅 还有你们叫的口号也太单调了啊 火人 火人 拜托用点心好吗 比如像什么火人帅哥 威武霸气 无敌天下之类的 哎总之不要太嚣张就好 你马这还不够嚣张吗 那谁 我们可以打死这只不要脸的毕方吗 他到底什么来路啊 彭族与金屋一族的所有人都已经被眼前这只毕方的做派弄得快要抓狂了 而凤族的前排作息上 凤十一老族长的脸色也古怪的像风干了臭豆腐 看着旁边的老毕方 颤声道 鹰 族长 这 这是你们的主意 当然不是啦 老毕方是唯一还能保持笑容的存在 这伙人当真有些胡闹 岂只是有些啊 简直快要闹翻天了好吗 凤十一还没说话 老毕方就又补充了一句 不是说好要把这个出场适用在万灵大会上吗 怎么提前就拿出来了 也不通知我一声 哗啦 凤十一面前的桌子顿时裂开了一道凤 这币方族都是一群疯子吗 还 还是让火人他们先入席吧 无奈 这个情况下 凤十一确实在不好说什么 只能挥手让那一百名币方选手先进来再说 停 火人一挥手 鼓声停 叫声指 习正无比 好家伙 真的有恋过哀 人们却是集体无脸 我的人宠何在 但接下来还有更装逼的 火人一嗓子叫过 竟是从旁边走来了一位身穿青衫 英俊到连神情都有些把持不住的人族青年 恭敬地站到了他的坐脸下面 恩 乖 火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卖出爪子本来想踩到那青年的头上 但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落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防守挺胸地让那人类带着他走到了大宴场中 火去 现场又是满满的惊诧 这比方连自己走路都不会吗 还收了一个人宠 大伙不是没见过高调装逼的存在 但是装得像这只比方如此的神烦的还是第一次 鹏族与金屋族中 顿时有数到可怕的目光刷刷地就射到了火儿的身上 不管这祸是谁 有机会一定要把光他的鸟毛 让他再这么招人宴 总算 必方族的选手们在那为火儿的带领下入席就座 大宴也到了要开始的时候 随着凤十一族长起身至此完毕 所有人都等待着宴会正式开始 好享用面前的美味佳肴 作为宴会的东道主 凤十一族长自然是要代表凤族先向所有人敬酒致意 开启整场宴席 来来来 诸位易云天的精英们 老夫代表整个凤族 欢迎你们的到来 欲诸本届的万灵朝圣大会能够圆满成功 来 干杯 干杯 全场欢腾 竟接举杯 凤族与金屋一族的所有人员都是站起了身子 热烈地回应着凤十一 族长的提议 不过很快大伙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令凤十一尴尬而难堪的景象 彭族三脉 所有人中 一个没动 自彭十八以下近千名的彭族成员 看着凤十一举着酒杯的尴尬模样 皆是一脸冷笑 似乎就等着欣赏此刻那难堪的场面 这 太不给人面子 根本就是当众抽脸 第八百五十五章步不紧逼 彭 族长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凤十一当然不是软柿子 看到彭族这么不给面子的举动 顿时将酒杯往桌上重重一放 沉深问道 大家都请坐 结果彭十八看着全场聚焦的目光 竟是挥了挥手 忽略了凤十一的逼问 让大伙先坐下说话 这一下 场上的气氛更加紧张 这位神情至尊 先扫凤十一的脸面 随后又咄咄逼人 坐下便是顺从了他彭十八的态度 站着便是力挺凤十一的立场 一下子就把神情酒族的晚宴变成了战队表态的大会 这老东西要搞什么 凤族的几位大佬们纷纷眯眯起了眼睛 鼓起了气势 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 三大种族中的另外一方 金乌族的族长金九竟是笑着出来打了圆场 哈哈 凤老哥不要动怒 彭 族长他想必是有话要说 咱们不妨先听他把话说完 随后再喝这酒不迟啊 哈哈 笑归笑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金九 族长最终还是坐了下去 而当他带着金乌三族的人马落座以后 现场还站着凤族三脉就显得异常的尴尬了 这帮孙子 老必放在凤十一背后已经瞪直了眼睛 而所有凤族成员此刻却是没有一人落座 别人过来挑衅 凤族全体当然没有一个能忍的 凤十一 更是作为凤族的门面担当 直接硬钢 来人 既然鹏 族长不想喝咱们落日谷的这壁严酒 那就给他们都撤了吧 凤族的酒只招待热情的朋友 不欢迎不懂礼貌的蛮夷 我靠 这话更是让气氛紧张到爆炸 凤族装逼 凤族直接打脸 你不喝是吧 那就给我滚蛋 凤族那些原本还在冷笑的族人 一下子把笑容将在了脸上 料不到今天凤族 族长会如此火爆 而那位刚刚出来做了和事老的金屋 族长 此刻却是有些决然地将自己的目光放在了面前的这杯酒上 局面 竟是如此快地就到了这么激烈的程度 那位鹏 族长还真是一个霸道的急性子啊 呵呵 就在此时 最先挑食的鹏族至尊鹏十八终于站起了身子 冷笑着说话了 凤兄今日好大的火气 看来这一次凤族有了新的领袖之后当真是底气十足 已经不记得前几次是如何在我鹏族清洁手下惨败的情形了 鹏十八 今天真的不是来聊天的 一说话就接人伤疤 鹏十八 你若是不服 大可等到三天后的大会结束之后再放狂言 只是今晚上是我凤族好心招待你的欢喜日子 你愿意说人话就留下 不然滚蛋 好家伙 凤十一不愧是凤族魁首 火爆天王 这一番话说的人热血沸腾 后面的老壁方等人差点就要高声叫好起来 酒 我们当然想喝 鹏十八面对凤十一的霸气宣言 争锋相对 只是心中有事 这酒便也喝得不爽气 有屁就放 凤兄 万灵朝圣大会 朝得乃是当年凤五女帝陛下留下的圣无铜树 更是朝得咱们一云天的神情圣尊 我觉得这棵圣树是不是应该放在实力最强的种族之内 才配得上朝圣二字 鹏十八 你放什么鸟屁 通了一下 凤族的人集体炸了 谁都能够听出来这话里的意思 就是要争夺他们凤族的圣无铜树 这他妈的就是包命根的行径啊 圣无铜 代表的是女帝的本命传承 更是代表着凤族百万年来的辉煌与荣耀 这要是被坤鹏族磨到了什么摩天涯去 整个凤族都要自吻谢罪了 滚 让他滚 族长 这些混蛋简直是做梦 落日古不欢迎这群狼子野心的家伙 是啊 族长 让他们滚蛋 圣无铜树本就是咱们凤族的灵根 跟他们共享圣国已经是恩惠 他们简直忘恩负义 凤族的人都气得扎了毛 而凤十一等大佬的脸色更是难看到了几点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彭族这一次来三会 竟然抱了如此大逆不道的念头 这是要跟整个凤族开战的节奏 更要命的是 双方对峙的时候 那位本来一直盯着酒杯在思考人生的金屋 族长经久却是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凤 族长 这件事情我认为彭 族长说得有理 甚无同数 理应有的者居知 凤族或女帝庇佑已经数百万年之久 也是时候让女帝陛下的恩责骗击一下其他人了吗 经久 你们串通好了 情势 急转直下 彭族竟是说动了金屋三族 要在这一次的万灵大会争夺圣无同数 但这其实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 圣无同数本就是凤族的东西 若是强取 那就是要开战的节奏 凤十一 冷笑着看着对面两位大佬 康 彭十八 经久 这句话我只允许你们在落日谷说上一次 再敢提半句带走圣无同数的念想 你们便是我凤族不共带天的死敌 今日除非你们杀光了我们 否则谁也别想再碰圣无同数一片叶子 好葛刚烈的凤十一 每个字都仿佛代表着火凤一族冲天的烈焰 记得身后凤族众人皆是热血沸腾 更有场子外面所有的凤族同袍 更是已经涌起了自己的滔天烈焰 一言不合 就准备开竿 呵呵 凤兄 这是哪里话 谁知彭十八这回人倒是没有硬刚 而是笑着端起了自己面前的酒杯 竟是说起了软话 大家都是一云天的神情 当然不会自相残杀 我刚才说的不过只是一个建议 凤兄若是觉得不妥那便作罢 只是 从此以后 这万灵朝圣大会我看不办也罢 没甚的意思 爱来不来 你当我们愿意跟你们分享圣果 呸 老必方毫不客气地催了一口 但女帝圣殿从此以后 也不欢迎你们凤族的人前来了 我与金屋 族长自会好好看守那处圣地 陛下的传承自是要留给真正勇敢的强者 而不是守着老祖宗的遗产不思进取的懦夫 什么 原来这家伙在这儿等着我们凤十一等人再次变色 与帝凤武 本家在落日谷 自是留下了圣无童大树 滋养万代 但他后来光耀整个一云天 后人为了纪念他修建的女帝圣殿 却是在靠近摩天涯的一座圣山之上 如果彭十八真的翻脸霸占了女帝圣殿 那对凤族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损失 彭十八 你究竟想怎样 凤十一眯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这位老对手 呵呵 我的想法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彭十八咧嘴一笑 这一次的万灵大会 若我彭足再次夺魁 那便将圣无童树移植到摩天涯去 何时凤族能够再次领袖一云天 再还回来就是了 好一句 再还回来就是了 彭十八当真是自信到了极致 这话分明就是在说 只要你们敢答应 从此以后圣无童树就在摩天涯扎根 你们要是不答应 以后也要永远地跟女帝圣殿里说再见 自己选吧 这便是霸道傲事 这便是以示压人 凤十一一时尽是没了言语 而他身后的老壁方等大佬 除了双眼瞪出火来之外 也没有什么办法 谁让彭足现在是一云天老大 谁让彭十八的战力早已经突破仙尊 甚至还比凤十一还要强上一些 而最让彭足这群家伙置得意满的 就是那被称为彭足四少的四位青年至尊了吧 至今为止 这四人还没有在公开场合下晾过香 但就冲彭十八今天这自信爆棚的样子 谁都可以想象 彭足一定为这一次的万灵大会 准备了最强的战斗队伍 而现在 人家就是提前逼宫 要在大会之前许下沉默 护胜之后就直接抗树走人了 压抑 现场的气氛将凤族众人压抑到了极致 尽管这里是落日谷 尽管周围有近万名的凤族成员 但彭十八便是靠着自己一人的威名 与金屋族联合起来将整个凤族都压得喘不过气来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年轻而张狂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啪唧啪唧 这个声音说话的时候还带着大口嚼肉的声音 听着都觉得满嘴流油 喂 那个谁 你当俺们的胜术是大白菜啊 想磨就磨 想孩就孩 流里流气的声音 满嘴流油的态度 在这紧张的气氛下 就像一记直接的耳光 狠狠地抽在了彭十八的脸上 让所有人为之一阵 谁 敢这样跟彭族至尊说话 大火的视线扫视全场 最终毫不费力地聚焦到了 凤族内部一张桌子的上面 一只站着的臂方正捧着桌上的一块 受腿啃得不亦乐乎 明显是挤出功夫来喷了彭十八一句 是刚才那只猖狂的小臂方 大火一下子就认出了火人 方才那浮夸的画面还没有从脑海中消散 这货就又做出了惊人之举 彭十八 被火人这话对得眯起了眼 而他身后 一名彭族长老自然第一时间出来叫嚣 凤族长 怎么你们的晚辈都如此不懂规矩吗 这个时候哪里有年轻人说话的愤人 倒是我们 族长方才的要求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给句话吧 可这话说完 还没等凤十一接话 只见火人直接把手上啃得干净的骨头 往盘子上一扔 发出光的一声响 抹着嘴就从后面走了出来 一边说道 规矩 我擦你大爷的 你们这群孙子到我们落日谷来做客 第一杯酒都不好好喝完就在这里叫嚣着要抢我们的祖传圣树 这他妈就是你们彭族的规矩 别在这儿丢你家仙人的脸了好吗 哗 赤裸裸的骂声 荡漾在了整个落日谷内 所有人 皆被火人这泼妇般的骂街声震得失了神 第八百五十六章五局三圣 你 彭族那位长老直接被火人呛得头上羽毛乱抖 他看向旁边彭十八 发现后者更是早已经脸黑如锅 看着火人满眼都是寒光 哪里来的无理小子 给我闭嘴 彭十八多少年都没有遇到人敢在他面前如此放肆 地你奶奶的熊 火人可不是羚羊 撒破起来十条龙都拉不住 你 彭十八气道无语 我什么我 就允许你们搞这些明里暗里的破事儿 不许我们指着鼻子喷你是吧 别以为你他妈老哥哥就要对你客气 你们彭族这些玩意而为一个好东西 你们想要我们的圣无同树是吧 好 哥哥今天给你机会 火人越说越来劲 这货只会在羚羊面前卖乖 以前可是一个人吃光了整个山头的凶悍主人 现在发起飙来当真是霸气的不要不要 来 他真的一下跳到了大雁的场地中央 对着彭十八就勾了勾手指 你们不是说大会夺魁了之后就要拿走胜数吗 好啊 哥哥今天就在这里 你们随便派人出来 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个本事夺魁 嚣张 霸气 无法无天 这就是火人原本的脾性 专制各种不服 现在网出一战 一人 不 一鸟之威 震折全场 安静 现场竟是足足安静了有好几秒钟 随后 凤族静万成员首先爆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与掌声 火人大哥说得太好了 草 干他奶奶葛雄的 这帮孙子就是欠骂 火人大哥 我们太崇拜你了 凤族嗨了 火人骂得酣畅淋漓 劈头盖脸 大涨了凤族的声威 而对面 狂族明显有点懵逼 他们没想到凤族里面竟是出了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后辈小子 这种狂轰烂闸的骂街行为完全不符合这种高端场合应有的逼格 倒是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不过 狂十八既然是来搞事情的 又怎么会没有准备 哼 早就想领教一下这只壁方的实力了 自己跳出来正好 来人 他暗暗传出了一道神念 后面那位鹏 组长在立刻心领神会的点头 随后转脸看向了后方的某个人 使了个眼色 小小壁方 这里是什么地方 岂容你如此猖狂 立刻 便有一道声音暴响全场 随后一道金光璀璨的声音好像闪电一般地飞入了场中 傲然站立在了火儿的对面 这是一头金鹏 而且是易云天年轻一代中非常有名的金鹏 暴七 人群中立刻有人认出了这只威风凛凛的神情 暴七在金鹏一族中是绝对的青年至尊 绝代强者 论声明实力纵然比不是黎云峰这种天之轿子 也至少跟青鸾族的青三是一个档次的高手 现在出来主动接战火人 理应是一场巅峰对决 就让我澳七来会会你这嚣张的臂方 小金鹏浑身灵光闪耀 便似一柄金色的长剑拔出了剑鞘 滚滚纤维充斥了全场 但火人仅仅是扫了对方一眼 满脸都是不屑的冷笑 什么垃圾玩一耳 看哥哥我 嗯 啥意思 不 有道理啊 还是你脑子好使 结果火人原本已经打算出手 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语了几句 必方 来站 那边傲七已经摆好了架势 站你妹 结果火人一扭头直接给了对方一个屁股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 也想跟我奉足第一高手过招 他也配 我去 这比方也不是完全的一位蛮横 有脑子啊 大火谁都没想到火人会突然临醒过来 选择避站 而且不仅仅是避站 火人静止走到了凤十一 组长的旁边 悠悠地说道 那个 老 组长 惊人这是要打但是的有个说法规矩 怎么打 打完之后也得有点踩头 这群鹏族的家伙不是一门心思要咱们赌上胜数吗 好啊 今晚上赢了咱们就统一把胜数拿出来作为大会的奖励 恩 这话说的彭十八眉毛一扬 绝对动心 但是 要是这群孙子们输了的话 那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大会照常举行不说 随随便便拿个一百万仙灵丹出来补偿一下咱们的精神损失不过分吧 一百万仙灵丹 这还真是必方大开口 不怕撑死吗 结果火人还没说完 还有 这群金屋孙子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 要是输了 就让六大种族每一族交出一千根先王级别的本命领域来吧 还要本命领域 这又是做什么 本命领域对一只神情来说就是自身先能与法则之力的凝粹精华 岂能随随便便给人 这家伙一下子就一千根 当这是白菜呢 怎么 不敢答应啊 火人一看对面的脸色 立刻瞪鼻子上脸 耸了就赶紧给我巴巴的把今天的酒喝了 然后消失 连这点血性都没有就想要剩梧桐树呢 我呸 我去 所有人都有一种感觉 怎么现场的局势三言两语的就被这只小壁方给掌控住了 不仅之前狂妄的鹏族现在陷入了被动境地 就连凤族的猛人凤十一现在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只能顺从着火的意思一个劲的点头 不错 鹏族 你们若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还谈什么与我凤族争夺圣无同树的归属 是啊 有本事别耸 凤族人多 喜哄的声音都特别大 大火不知怎的 就对这个突然有了脑子的火人有着一股别样的自信 不管惊人接下来会是什么战斗 在火的带领下一定不会失败 怎么办 这下 轮到彭十八根筋就有点吃不准了 两位大佬远远的目光交汇 随后在神念里交谈了几句之后微微地点头 他们没有理由害怕凤族 反正早晚要打 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光明正大的让凤族见识一下 他们如今的力量是多么的恐怖 好 那便依凤族所言 终于 彭十八挺胸抬头地应答 但是你们定了赌注 磨磨疾疾 像葛娘们 火人果断来了一句 以大爷 彭十八这回人要不是对面凤十一在场绝对上去一脚把火人踏碎了 很快 局势已定 规则清晰 五局三胜定输赢 一方以海量的先灵单于本命灵雨来博取凤族圣无童术的轮转使用权 其实这一战已经有一些万灵大会提前开始的意思 因为彭足如果赢了今晚的比斗 想必之后的大会也没有了悬念 凤族等于已经输掉了圣无童术 所以在彭十八的心中今晚上无论如何都必须赢下比斗 彻底摧毁凤族的信心 因此第一场比试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要赢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就派出了自己手中的一张强大王牌 四少你便去拿下开门红吧 是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一道散发着淡淡金光的身影从人群中站了起来 之前没有人注意到此人 但当他起身以后却像是一轮烈羊从山边升起 瞬间吸引了全场人瞩目的眼光 三哥 加油啊 喊话的 是方才出去与火人对峙的金鹏族天骄傲七 令人惊讶的是 这位鹏族天骄竟是用一种崇敬的语气在欢呼 俨然将自己放在了比对方低很多的位置上 那是谁啊 大伙看到了一只神色冷酷的金鹏缓缓地走出了人群 一股比傲七还要冷力的可怕气息 顿时涌入了每一个人的心头 奥老三他不是早已经离开一云天出去游历了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凤族这边却是有大佬认出了那人的身份 什么是金鹏族那得比傲七还要天才的清洁 人们都以为傲七便是金鹏族的至强 但只有老一辈的人才知道在傲七之上还有一只金鹏更快更强 而他奥三就是金天鹏十八要用来为鹏族赢得开门红的最强杀气 金鹏族奥三前来领教 奥三往中间一站 身上的每一根金色淋雨都在散发着刺目灵光 那种威严 那般自信 让人瞬间忘了火人方才霸气的模样 反而替凤族担心起来 要派谁出来迎战这么恐怖的一位强者啊 那个火人要亲自下场吗 还是黎云峰要出来 但是这两位大将一旦用过了 后面又要拍谁来抵御鹏族四少中的其他人呢 说到底 还是凤族能够拿得出手的强者太少了啊 就在大火为凤族感到担忧的时候 后方 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坐下来开吃的火人 却是点了一个谁也没听过的名字 宝蛋 出去录两手吧 记得别给我哥哥我丢人 宝蛋 鹏族跟金屋族的人全都猛了 哪里来的这么没逼格的名字啊 第八百五十七章首胜 毛蛋站了出来 是一只碧芳 一直有名 但却是没有那么出名有名的碧芳 那不是熊九吗 是 碧芳族之前重点培养的天才 可他好像不是奥三的对手吧 哈哈哈哈 而且他什么时候改的名字啊 叫毛蛋 哈哈 笑死人了 毛蛋出来 彭族与金屋族的人都笑了 他们觉得凤族这是在田济赛马 想用弱者来拼掉彭族的高手 但殊不知彭族还有更可怕的底牌压阵 凤族自己的人脸色也不好看 凤十一 族长扭头看了一下老碧芳 递过去一个眼神 鹰 族长 你们这孩子有把握吗 老碧芳眼带一抖 不知道啊 不知道 真不知道 族里的这些娃子这些天都在跟火人搞什么秘密特训 就是上次要的那些神兽之类的 具体效果老夫也未曾见到 这 凤十一缓缓地点了点头 应该不会错吧 他当然知道火人在特训什么名堂 若不是有着一定的把握 他也不会让火儿就这么鲁莽地跟对方定下赌约 今天的这一场争斗 鹿死谁手 他有着一定的信心 但整场大战能够打成什么模样 还得从这一场开幕战看起来再说 火人 你不要让老夫失望啊 大雁场地 很快地向外扩展了千米 几位长老联合起来构建了灵力避障 将傲三羽毛弹包围在了里面 所有人紧张得没有心情享用面前的美味佳肴 只想知道面前这一场关系到一云天高层势力变动的重要对决将会是什么结果 安静 现场见得只有风声 恩 还有火人大吃大嚼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两人身上 时不时地还去撇一眼那个太西眼球的壁方 木法人 火人实在是没法不让人关注 人家已经要开打了 这货还在跟一根肘子较劲 吃得满嘴流油的同时还不忘对着场中的毛弹好了一句 三分钟啊 毛弹 三分钟搞不定这个家伙回去等着被我把毛吧 迷马 排三分钟 大伙真是佩服这比方的自信 三分钟以后毛弹还能站着就算不错了 哼 奥三明显被那伙儿的狂言气的心头火起 不过他倒是没有去针对面前的毛弹 因为在他看来 对手实在弱的令他提不起兴致 给我滚下去吧 一句冷眼 奥三金色的身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 好快 全场观众都是死死瞪眼 竟是没多少人能够看清他的动作 刹那后 奥三金色的羽翼已经来到了毛弹面前 一招可怕的横扫横狠地扫向了毛弹的身躯 晚 战斗要结束了 几乎所有人脑海中都冒出这个想法 因为那边毛弹显然没有什么反应 可就在这时 毛弹身上突然有一道绿色神光涌起 大伙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听到当的一声巨响 好似重锤砸到了铁板上面一般 随后奥三金色的身影竟是亮呛地倒退了回去 卧槽 发生了什么 人们不可思议地看着毛弹的前胸的位置 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片上面长满了尖刺的盔甲 刚好挡住了奥三的攻击 并且巨大的反阵力将对方弹了出去 格拉拉 现场响起一阵金铁浇明 一件浑身带磁的战甲覆盖在了毛弹的全身 将它变成了一个刺人弹 这是什么装备 防御力好强 人们纷纷则舌 但很快就要试获的人指了出来 不 那不是装备 老夫能感受到那件盔甲上竟然有神兽的气息 什么 怎么可能 神兽怎么可能化为装备 那岂不是两个人打一个了 一云天几乎没有人认的神兽化兵术 这是属于兽神部队的不传秘法 当初火人拿出来的时候就正傻了整个必方族 现在被毛弹施展出来则是震撼了整个神情高层 哼 知道小爷我的厉害了吧 毛弹 终于扬眉吐气 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哈哈 他之前身为必方族天骄 梦寐以求的就是在整个神情九族面前大放光明 现在看看 所有人都在为他惊讶 所谓的彭族四少也被他震得倒退猝步 什么是荣耀 啊 什么是畅快 哈哈 就是现在 毛弹跟火人混了两年 直接登上了以前不敢想象的人生巅峰 他一纪格党震退了奥三 引发全场骇然 更是纵身一跃化成了一道火光冲向了对手 奥三 另一边 彭十八可是急了 开玩笑 今天彭族可是叫嚣着要踩人的 结果上来怎么就遇到了这诡异的变故 是 组长 那边奥三听到了彭十八的怒喝 知道自己责任重大 金色的羽毛上瘾了一头的冷汗 直接掏出了一柄七黑色的短刀 不能输 抄家伙 奥三紧紧握住了黑色短刀 顿时从中召唤出了一道犀利无匹的刀光锋芒 好像一只巨大的黑色鸟会一般 狠狠地戳向了毛弹飞来的身躯 天神兵 凤族的诸位只觉得自己的小心脏像天上狂风里的风筝一般 忽上忽下 才觉得毛弹占据了一些优势 对方却又掏出了狠祸 奥三的实力加上天神兵 对上神兽化冰术的毛弹还真不好说 但是 别人看不见 奥三在猛冲对手的时候却猛地发现对手向自己冲过来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片红色的羽毛 那是什么 奥三只觉得那片羽毛上面透出了无尽的危险 而这也是他今天最后的感觉了 哄 人们只见冲到一般的毛弹身上突然爆起了万丈火光 一声惊天凤鸣震荡了整个落日骨 利 耳朵发麻 视线震撼 一柄炙热滚烫的火焰长刀就被毛弹霸气无双地掏了出来 可怕的火焰烧穿一切 无匹的锋芒斩断生机 任何人都看不懂毛弹这柄刀的名堂 只能够感受到上面甚至还要超过了普通天神兵的恐怖威能 火斩 毛弹 害爽翻天 面对以前只能仰望的对手 挥手就是一记中刀忽烈 啪的一声 奥三手中黑刀幻化出来的鸟会隐身而碎 成了喳喳 连带着奥三整个人都被劈得倒飞了出去 一道深达半米的血口撕开在他右胸的位置 鲜血哗啦一下就飙了出来 我的天啊 如果说前面人们的惊讶还只是春天里的一股山泉 现在所有人的新潮已经彻底成了山红海啸 无法自制 地上 那个在喷血吐血的人 竟然真的是彭族四少里的奥三 打败他的 竟然真的是凤族里面还不是最顶尖的选手 那个 那个名字土吊渣的毛弹 这个世界真的乱掉了吧 彭族的各位 甚至忘记了第一时间上去查看喷血都快成喷泉的奥三的伤势 完全无法想象今天的局面怎么就变成了这样 第一站 彭族最强的四少之一的奥三就被人近乎秒杀了 后面还怎么玩 凤族一只完全没注意过的壁方就这么强 那离云峰呢 还有那只更加嚣张的虎人壁方呢 惊人怕是要惨贵吧 彭十八的脸色都已经变了 心中一下子想过了太多太多 同时他的目光不自觉地看向了身后 但奇怪的是并没有看向另外三名彭族四少所坐的位置 而是扫向了边缘的一处角落 落在了一道再普通不过的身影上面 该死 难道今天就得让他出场了吗 不 还不到时候 彭十八似乎藏着什么心思 而与此同时 场中却是回荡起了那讨厌的小壁方猖狂的大笑 哈哈哈哈 不错不错 毛蛋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 看看 哥早就跟你说过 彭族的那些小喳喳根本不用害怕 这回你信了吧 嘿嘿 老大威武 毛蛋现在已经完全成了火儿的迷地 虽然他知道自己能够获胜完全是靠着火人给自己的那片神奇羽毛 但赢了就是赢了 爽就够了 火人大哥威武 全场更是抱起了对火人无限的欢呼 直接把落日谷渲染成了一片属于凤族的欢乐海洋 火人享受着大火的欢呼 回应着前面凤十一 老壁方等一种大佬们欣慰欢喜的目光 重重地啃了一口手中的瘦腿 脸上笑得霸气外露 但心里却是悄悄地向旁边的人宠发出了信息 接下来派谁啊 林小阳 果然 这一切从赌约尽力开始都是后面林阳操纵的结果 火人大哥这么威武 怎么没主意了 林阳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 靠 动脑子这种事情什么时候也轮不到本王我啊 快点的 林小阳 你这腾出来的事情你可得负责到底 你的语化天兵术凝练出来的淋雨就用完了 林阳问道 废话 你以为那玩意那么好练啊 那几乎就相当于我自己权力一级了 要不然能秒杀那头金鹏 你肯定偷懒了 别啊 大哥 这时候别说这个了 后面到底派谁 火人已经看到凤十一询问的目光射了过来 现在形势一片大好 第二场的比试已经准备就绪 林阳 确实早已经有了方案 自信地说 既然你没了火雨 第二场就随便派个人上去吧 输一场 这是难免的 林阳道 我们的高手数量有限 第二场送给他们 第三场黎云峰应该会趁这个机会证明自己 有希望拿下 第四场你在赢下 那就妥了 哈哈 就这么定了 火人听明白林阳的计划之后 果断地在万众瞩目下又点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第二场 青皮 就你上吧 全场安静 青皮又是一个这么土锤的名字啊 第858章 虎人出场 青三出场的时候 同样感受到了那种前所未有的万种期待感 沾了火儿的光 青三还是第一次听到整个落日谷内回荡着自己的名字 当然 如果那个名字不是青皮的话就更好了 黎大哥 我先上场了 青三坐在黎云峰的身边 起身出站 旁边的黎云峰确实安静的没有一句声音 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的桌子发呆 而令人实料未及的是 青皮紧紧离开桌子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之后 就一脸颓丧地坐了回来 了败 没有跟着火人混过的青三 直接被彭足四少里面的一头胸就一翅膀拍飞 对方的恐怖距离大大超出了所谓青年至尊的极限 几乎已经快要达到了先王境界 根本不是青三能够对抗的对手 陆日谷内 一片哗然 刚刚好不容易涌起的热情气氛 顿时被这一场失败给压了下去 反而这下倒是给了彭足还有金屋族的人马一些信心 让他们刚刚被打压下去的气焰又变得嚣张起来 嘿嘿 原来凤族也只有那个毛弹比较逆添麻 就是 一定是他们秘密培养的杀手武器 其余的人也不过如此 那青鸾族的第一天骄还不是被咱们一招就打趴了 哼 后面吻了 吻了 而彭十八 总算脸上也露出了轻松的神情 自己果然是高估了凤族的实力了啊 拿下这第二场的话 后面的战斗就越发的有信心了 因为第三场即将出战的 乃是他们彭足本族的天骄 更是他自己精心培养了醋万年的绝代至尊 就算是对上凤族的至强者 也没有输的道理 到你了 不管对手是谁 一定给我拿下第三场 彭十八转头看向了一道正缓缓站起的身影 那竟是一头比普通坤鹏还要大上一倍的变异神情 是 族长 那神情缓缓地走入了场中 顿时引发了一阵惊呼 那是 坤鹏吗 怎么这么大 那是异化的坤鹏一种 是坤十三 那只号称坤鹏第一历史的超强神情 坤十三 颇有名望 只是之前也如二三一般消失了漫长的岁月 没想到竟也被鹏族秘密培养成了四少选手 当作杀器 坤鹏的体型原本就庞大无匹 正常状态的时候也有近三米高 而这坤十三此刻站在场中竟是有将近五米的高度 四小山一般俯视着对面的凤族人马 冷奥开口道 下一个 出来受死 汹涌的杀气肆虐出来 丝毫不比方才的奥三宇兄就天交来的弱 凤族要派谁出战 大火的目光又看向了火人 黎云峰 证明你自己的时候到了哦 加油 不要给咱们凤族丢脸 火人少见得没有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话 而是非常正实地站在了座位上 看向了黎云峰所在的方向 这是一种尊敬 凤族的众人在听到黎云峰的名字的时候 也是纷纷地点头称是 恐怕在座的人当中也只有这位曾经的凤族第一天交 才能够对抗可怕的彭族四少了吧 黎大哥加油啊 旁边脸色苍白的青衫充满细迹地看着黎云峰 给他加油鼓劲 黎大哥黎大哥周围依然有不少黎云峰的粉丝在给曾经的偶像呼喊助威 黎云峰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 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起身一步步地走出 周围的欢呼声很响 但比起他当年巅峰时候的状况 这点欢呼又算得了什么 他的脑海里浮现的只有方才虎人出场时候那万众欢腾的场面 那些迷媚的叫海 那些少年们崇拜的目光 原本都应该是属于他的 更可恶的是 什么时候自己需要被人点名出来战斗了 什么时候自己需要向别人来证明自己的实力了 简直可笑 黎云峰的心被嫉妒吞噬 他没有说话 直接开始了战斗 这场战斗堪称精彩 凤族的第一天骄 与变异的昆鹏之间奉献了一场堪称是如今 翼云天青年一代最强的巅峰之战 黎云峰施展凤翼九天神功 更有凤五剑道的三世剑决 可谓是将自己的一身本领发挥的淋漓尽致 冲天而起的火焰神光将整的天地都染成了一片通红 然而人们也这才见识到了如今昆鹏一族的可怕 昆鹏变 那被称为能够与凤翼九天相抗衡的绝带奇功果然有着独到之处 那是神鸟与巨鱼形态的来回变化 神鸟犀利无比 抓可开天 巨鱼力大无穷 皮糙肉厚 两种形态来回切换 便是最锋利的毛与最坚固的盾的完美融合 硬生生的雨离云风的惊天神通战的难解难分 这一战打了足足有小半个时辰 但最终让人惋惜的是 落败的竟是黎云峰 全场一阵惋惜到心碎的声音 谁都可以看出 黎云峰的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无奈对手的可怕实在是令人乏指 最后再打下去只能是生死下场 又何必 唉 这下情况不妙了啊 靠 场下 虎人跟羚羊不爽的吐槽 哥还以为那个耸祸能够赢呢 得亏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正经跟人说过话 而林阳 则是一直冷冷地盯着一瘸一拐走下场的黎云峰 尽管凤十一等人都第一时间上去给以安慰 但他却是抽了抽嘴角 淡淡道 他是故意输的 什么 火人瞪眼睛了 怎么可能 难道他以后不想再凤族混了吗 这我就不清楚了 林阳道 人性往往是最复杂的东西 你只要记住 以后不能再相信这只小凤凰就是了 八蛋 个性错塌了 火人不爽的催了一口 那接下来怎么办 就算我赢了 第五场派谁上 咱们没有高手了啊 谁说没有了 林阳坏坏的一笑 他敢接下五局三胜的赌约 自然就有完全的准备 火人 放心的去吧 第四场 局势奏变 原本开门红的凤族被让一追二 反而送给了对面两个赛点 将自己逼到了绝境 只要再输一场 今晚上的比试就彻底落败 凤族就得耻辱的江圣梧桐树拿出来作为万灵大会的奖励 更会丧失掉对未来大战的所有气势与行星 这绝不可以 幸好 这一场出战的是火人 如今凤族门面担当 火人出场 就是整个凤族低迷气势的最好强心计 人们原本担忧的目光看到他火红的身影的时候顿时亮了起来 这两年来 火人在凤族太耀眼了 那不仅仅是之前内部大笔横扫全场的无敌威风 更是一次次高调的嚣张 一次次实力的征服 每个凤族的少男少女都从一开始对他浮夸风格的厌恶变成了一群死中的迷地迷媚 目办法 人家就是有实力嚣张 有本事猖狂 所以当火人满脸不爽地出场的时候 整个大宴会场都燃了 人们需要胜利 需要在这个时候力挽狂澜的英雄 每个人都将自己的欢呼毫无保留地送给了火人 但是当大火看到火儿的对手出场的时候 这漫天的欢呼声顿时弱了促分 这人不是大火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一张根本不应该出现的面孔 昆大 那是昆大 他不是在两千多年前死了吗 怎么可能 上一届的万灵大会冠军 他还活着 人们没法不认识这一只文明整个一云天的昆鹏 那是在万年前就已经占到了青年一代巅峰的无敌存在 昆大 昆自辈的大哥 乃至是整个年轻神情的大哥 当年他横空出世 扫平整个青年一代 以绝对的优势夺取了上一届万灵大会的冠军 第二名甚至没有本事在他手中走过十招 这是注定要成为义云天霸主的男人 甚至人们已经将他默认成为了彭十八 组长的接班人 可惜天度英才 据说昆大被某股邪恶势力盯上 以一种无人可解的剧毒夺去了他的性命 成为了整个义云天巨大的损失 没有人想到 狂足四少最后登场的人 竟会是昆大 死而复生 被一直血藏到现在的昆大 狂十八藏得太深 一位又一位的强大选手让人应接不暇 足见这位霸主是花了多么大的心机与力气 就是为了将狂足彻底地推上神情霸主的宝座 虎人 遇到麻烦了 凤十一等人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 就算虎人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够强 但是面对昆大 真的有胜算吗 没有人知道 而当昆大冷着一张有些拖了毛的冷脸 走到火人面前的时候 人们便仿佛看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势波动 在空气中激荡出了一股旋风 嗖嗖地吹入了大火心中 刺激而心寒 这就是王者的威压 这便是无敌的气场 换了任何人 站在昆大的面前 心中只会有一个感觉 那便是臣服 但可惜的是 昆大今天遇到的是火人 跟着林小阳混了一辈子的火人 完美地继承了林阳的绝技 专制各种装逼 所以 火人面对昆大散发出来的不怒自威的凶煞气焰 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昆大那冷酷的脸 好奇地说了一句 哥们 你都老得掉了毛了 确定是跟我一个辈分的吗 尼玛 大火瞬间看到昆大那因为毒伤而毁了的脸庞狠狠地抖了一下 第859章火儿的脑子 扑痴 许多人想笑 不敢笑 天底下敢这样对着昆大说话年轻神情 恐怕只有火人这毒一家了 昆大心里冒火 他许久未曾显示 心中当然期待着自己登场时将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舞台 打败了旗鼓相当的对手 迎来一场华丽丽的回归 可他娘的为什么遇到的是这么一个痞子 没有一点点身为强者的尊严与节操 他翅膀上每一根黑色淋雨都已经因为生气而微微竖起 滚滚的杀意已经毫不掩饰地彻底爆发出来 今天 我会让你这张剑嘴永远无法开口说话 哄 昆大背气到不愿再多说一句 直接挥手就是一记凶狠棒薄的先能攻击 啪的一声 火人所在的空间顿时发出了一声凄惨的撕裂声响 一道扭曲的时空 烈系顿时好像无形的手掌一般要将火人束缚原地 扭成麻花 空间仙术 林阳站在远处 你眼看着昆鹏一族独有的仙术神通 不由的再次想到了当初在太平城外见到的那位昆鹏强者 如果按照凤十一所说 当年逃离一云天的昆鹏强者乃是雨鹏十八一个辈分的话 那么自己遇到的那只昆鹏很有可能是昆大的熟伯一辈 显然那人在空间仙术上的修为比起昆大要强了太多 乃是巅峰仙王的水准 而如今的昆大仅仅是普通仙王的战力 还远不能将火人拿下 哎 年纪大就是容易上火 老爷子 你真的不要帮我确认一下这家伙的辈分们 别是彭族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找老头子来冲树啊 火人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躲过攻击 但场中却满是回荡着他戏虐的笑骂 再次让彭族全体跟着躺枪 嗖 下一秒 身上已经穿了迎风战甲的火人已经出现在了昆大右侧十几米的位置 一身惊天火光融合了必方与火凤两种血统 抱起就是一记凶残的爪及 火人大王的无敌力爪 沉默 昆大半兔的脸庞狠狠一皱 显然没料到火人神通广大至此 熊熊火焰已经扑面而来 只能挥手格挡 一声问响 火二的立爪狠狠地抓在了昆大的黑色翅膀上面 直接扯下了一大片的黑色羽毛 露出了里面惨白的肌肤 几道火红的抓痕还散发着红红的火苗 烫得人心筋肉跳 昆大身形即退醋米 整个人的表情一下子由愤怒变成了无比的凝重 对手 强得超出想象 黑幽 挨了隔一爪 竟然只掉了点毛 有点本事 火人更是一招狂 招招狂 扯着嗓子就再次向昆大冲了过去 火人大王的无敌翅膀 火人大王的冷酷凝视 火人大王 不管什么了他娘的抽你呀的 火人爆了 林阳很少见到自己的这位灵虫伙伴 会有如此战的热血癫狂的时刻 仿佛他已不是一只高高在上的神情 而是丛林里面最适血凶残的普通野兽 火二的爪子 带着无法形容的怒气与凶光 一下又一下地抓在昆大的身上 起初只是带起一片片羽毛 到了后来便有淋漓的鲜血沾染在了爪尖的指甲上 奏一挥舞 便是淋漓漫天 火人自己 也受伤了 昆大身为昆蓬族志强的青年至尊 上一届的万灵大会魁首 实力自然难以想象 他陷入了火人狂风暴雨的攻势当中 但每一次反击 就如同一只凶悍的毒蛇 都能狠狠地击中火人招数的空档 带来可怕的伤害 扑撕 扑撕 场中 只见一红一黑两道身影 已经成了两道灵力的旋风纠缠在了一起 人们听到立爪好似钢刀一般交错而过的声音 人们看到鲜血沉喷射撞一道一道的撒向长空 人们忘了呼吸 忘了惊叹 绝对未曾想到还没到亡灵大会 就可以看到如此叠血凶残的终极决战 火人 人群里 老壁方已经红着眼睛叫喊起来 沙哑的声音里面满是心痛 老大 彭十八更是在心里嘶吼 想不到自己最得意的后辈今天竟然会碰到如此棘手的对手 林阳 默默地看着玉血奋战的火人 心中感叹 这家伙 是真的愤怒了啊 或许别人没有察觉 但林阳作为与火人灵魂相连的兄弟 恐怕是唯一能够体会到火人心情的人 火人在老家 很开心 那份开心 是来自血脉相连的亲切 是来自种族认同的骄傲 是老壁方那一下下轻柔的安抚 是所有小凤凰们满眼淘心的呐喊 他喜欢这一切 享受着一些 而现在 鹏族的人却是要在他面前眼睁睁地将这一切破坏 边看火人表面上还是一副不着调的模样 但你看他现在的战斗 那是他妈的用命在拼 杀 火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收起了迎风战甲 他在这个时候不会再让自己的小弟来帮忙分担伤害 而是要用自己的热血与勇气狠狠地践踏 想要侵犯他们凤族尊严的混蛋 扑 一爪 又是一爪 每一爪下去 都是撕心裂肺的痛 都是漫天洒落的毛 但火人就是红着眼 咬着牙 跟对方硬拼 得 昆大 喉咙里卡着血 被他死死地憋住 他同样不能输 身上 每一道被火人爪裂的伤口都火烧一般的疼痛 但这却越发激活了他的熊熊战役 昆蓬便那无上的神通威能激荡着体内的每一个细胞 与火人可怕的火焰灵能相抗衡 沉蓬爪 砰 两爪狠狠地在空中相碰 火人倒飞百米 他的爪子被烫得乌黑 昆于白尾 他变换出神力开天的大鱼鱼尾 狠狠一抽 空间爆裂 火人打着圈地飞了出去 但却在鱼尾巴上直接撕开了三道淋漓的伤口 滚滚鲜血暴染了长空 战斗便是在这以血换血的死斗中过去了许久 惨烈的战局却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凤族会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新人出世 昆大疯狂的战斗 心中在怒吼 他为今天 隐忍了万年 苦休了万年 就是为了与彭十八 族长一起迎来彭族至高的荣耀辉煌 这是比天高比海参的信念在支撑 可这只流氓一样的比方 他为什么也能如此拼命 他早该倒下了不是吗 可就在昆大思绪稍微停顿的瞬间 突然 一只少了起码三分之一羽毛的翅膀 猛逼闪入了他的视线 接接是时的一巴掌护在了他的脸上 巨大的冲击力直接将他脸抽的变形 狠狠地撞击在了地上 我打 火人一只翅膀竖在半空 还维持着打人的姿势 尽管这翅膀凸了许多 卖相极差 却不影响他此刻的霸天威能 几乎已经力压了昆大 靠 跟哥哥对科 还敢开小差的你倒是头一个 火人狂消地扯了扯嘴角 大口喘息 地上 昆大左脸上毛本来就已经不多 这下彻底被火人一翅膀呼成了一滩烂肉 连眼球就差点爆裂 懒是血丝的达拉在了外面 但他身上的气息却是越发的可怕起来 壁方 你 很强 哗啦啦 昆大颤颤唯唯地站起了身子 身上的碎石尘土纷纷扬扬地落下 好似一头从地狱爬出魔兽 要爆出最后的胸威 所有人 都感受到了从这头昆蓬身上涌出来的恐怖气场 大伙明白 昆大要放最后的大招了 通龙 不知怎的 突然 整个演会场都是一颤 桌上的碗盘霹雳啪啦的碎了一地 两道可怕的裂痕就此从昆大的脚下延伸出去 仿佛有千万顿的恐怖力量要从这可怕的昆蓬体内涌出来 化成最后的恐怖杀招 昆大的声音 都变得沙哑起来 可惜 你今天注定要败在我的手下 看我这 昆大眼看着要施展出一石压箱底的绝杀大树 可这时空中的虎人却是看着下面快要踩爆整个会场的可怕昆蓬 嘴角如羚羊一般魔鬼似的勾了起来 看你奶奶葛雄 羽化天兵术 灭杀 刷 只见虎人在空中猛地将翅膀一挥 一声爆喝 吹飞昆大所有的杀鸡 地上 那些曾经以为是被昆大拔落在地上的红色火雨 在这一刻竟是全都化成了一饼饼火焰利刃 在昆大身后以后者完全想象不到的角度与力道直直地倒飞了回去 嗖嗖嗖 噗哧 天地间 仿佛有千百只火凤齐齐展翼 从地面飞向了苍天 那画面美得如梦似幻 但人们却清晰地听到了一饼饼利刃划过身体的惨烈声音 这一瞬 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 也没有人能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等到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 只看到空中的火人正高高地举着自己的左翼 上面每一根羽毛都已经归位复原 一只完整漂亮的壁方神意就这般光辉夺目地刺瞎了所有人的眼睛 而地上 却有一具千疮百孔的身躯 瞪着一对不可思议的眼睛 无力地看着空中大笑的火人 哈哈哈哈 傻缺 你以为哥哥真的会那么热血地跟你硬碰硬啊 哥就是为了让你以为拔了哥的毛 但这才是要你的命啊 哈哈 哼 昆大被这一句彻底地击倒 整个人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昏死了过去 老大 彭十八 彭族至尊 到这里终于发出了心痛无比的嘶吼 整个人第一时间冲向了身上满是窟窿的昆大 现场 确实没有人关心彭族的那份心痛悲凉 所有凤族的人都将内心的那份压抑了许久的紧张释放出来 化成了震天的欢呼与掌声 送给了获胜的英雄 虎人 林阳 则是在下面有些压抑地扬了扬眉毛 笑了 呵呵 虎人这小子也会用脑子了啊 这一招羽化天兵术的偷袭 用得漂亮 第八百六十章 雄大 雄大 人们兴奋 为了虎儿的胜利 然而人们却也无法兴奋太久 因为现在的局势并不明朗 次局过后 二比二平 尽管虎人刚才战胜了彭族最强的青年至尊昆大 但接下来呢 最后一场决胜局 凤族又将派谁上场 在这最最重要关键的时刻 谁能够替凤族保住万事的尊严与辉煌 凤十一 老毕方 第一时间迎向了摇头晃脑着走回来的火人 哎呦 疼 疼疼疼疼 结果刚一搭手 火二就一个猎妾差点瘫软在老毕方的怀里 孙子 你没事吧 战胜昆大 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轻松 火人修炼与化天兵术不过两年不到的时间 能够有此战绩 实属不易 都 都说了不要叫孙子 火人虚弱无比地给自己爷爷了一个白眼 好好好 老毕方赶忙将小英雄抱了起来 到后面放平躺好 而旁边凤十一则是实在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火人 第五场 你打算让谁出战 恩 放心吧 早安排好了 输不了 汤 那个刚才喝过的汤 你妹 凤十一眉头为皱 不去看火人这个吃货 而是探寻地看了一眼老毕方 后者应该能够了解火儿的心思安排 放心啦 老毕方也是宽慰的一笑 有他在 没问题的 他 他是谁 凤十一疑惑地扫尸了全场 确实没有注意到 方才那个陪伴在火人身旁的人宠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将老大送回摩天涯 好好医治 彭族作息内 彭十八的脸色黑得如墨 语气中满是心痛 昏大伤不致死 但也失去了再战之力 方才那必方最后一事可怕的杀招强的不讲道理 甚至连彭十八都没有看出那以羽毛化为杀器的绝招式和明堂 毕竟兵地的传承早已经与一云天没有了关系 不管怎样 彭族败了 最强的选手 败得一塌糊涂 彭族四少 两胜两负 局面同样不容乐观 接下来要派谁出场 所有人也将目光看向了脸色肃穆的彭十八 彭十八没有慌张 美与之间只有一些遗憾 罢了 本来是专门为万灵大会准备的最强杀手锏 只能在这里先拿出来了 她一个转身走向了后面的坐席 那里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存在 但一只相貌普通的昆鹏 却是迎着彭十八的目光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孩子 还是得你上场了啊 彭十八开口 声音竟是带着说不出感叹与欣慰 那感觉便像是自己辛辛苦苦打磨了一辈子的艺术品 终于可以再是人面前展露光芒一般 是她 她是谁 彭族内部 三大派系 都没有见过这只昆鹏 谁也不知道在这最后的决胜场中 彭十八怎么会派她出战 压压屋 面对彭十八的召唤 那头昆鹏走了出来 张了张嘴 竟是天生残障 无法开口说话 她 她竟然还是个瘸子 不仅如此 她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更是引发了人们的惊呼 闭嘴 彭十八一声爆喝 吓得那人差点翻到在桌子后面 这位高高在上的彭族至尊 竟是第一次主动走了过去扶住了那有些雨楼的身形 将那人一步一步的带到了场中 我的天 这家伙什么来头 全场皆经 从来还没有一个晚辈需要彭十八如此照顾 而当那只残疾的昆鹏在场中站立之后 彭十八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似乎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向整个一云天宣告他这名孙子的存在 诸位 第五场 我们彭族即将出战的人便是他 老夫的最后一名孙女 昆晓晓 雅屋 身后 那只昆鹏似乎尽力的想要挺直身子 维鹏十八称足门面 但奈何他的身形太过瘦弱 风一吹就倒 如婴儿般稚嫩的嗓音再怎么用力嘶吼也只是细小的声音 像一阵小风般的连头发都吹不起来 虚 窃 全场的凤族观众们集体掀起了一片虚声 没有人从这只残疾的小昆鹏身上感受到了一丝丝威胁 对方的修为 似乎仅仅是个普通仙江水准 而且身子骨看着异常的虚弱 这家伙只怕连毛弹 心皮都能够轻易地收拾 看来第五场彭族莫非是要放水认输了 不 不对 但凤族的一众大佬 却是一个比一个脸色凝重 只见凤十一猛地想到了什么 脸色一变 对着彭十八道 彭十八 这难道是一只 哼 彭十八 看着凤十一惊讶的眼睛 冷冷于横道 凤十一 这是天佑我彭族当心 只怕你万万想不到 彭族百万年的岁月 竟是真的诞生了一只白羽昆鹏吧 花 话音一落 彭十八 骄傲无比的一灰翅膀 吹出了一股仙气 竟是将那坤鹏表面的一层幻象散去 露出了里面一身洁白如雪的漂亮羽毛 这 不可能 这下 凤族 甚至金乌异族的所有成员齐齐变色 白羽坤鹏根本无法存活 那是天地不容的一种 彭十八 你 哈哈 彭十八笑得得意而苍凉 什么天地一种 老夫只知道 小小是我彭十八最疼爱的孙女 这世上没有人可以从我身边夺走她 连死神也不行 天啊 这 真的是一只白羽昆鹏 凤十一当场就死死地皱起了眉头 或许年轻一代不知道白羽昆的来历 因为那根本就是在义云天未曾见闻过的遥远传说 白羽昆鹏 是昆鹏最强大的变种生灵 论其地位 恐怕只有火凤的变种生灵冰皇能够与之媲美 更加玄奇的是 相传白羽昆天生孱弱 寿缘难以过百 但在上古记载之中 只有一只白羽昆鹏成长到了成年期 那便是当年女帝凤武修炼成帝之前最可怕的对手 白羽彭尊 别的不说 就连凤武当年都差点死在白羽彭尊的手下 足见白羽昆鹏这种被上苍诅咒的生灵体内 蕴藏着何等可怕的力量 今天没有人知道彭十八耗费了多么恐怖的代价 才将一只活生生的白羽昆鹏带到了大伙面前 但每个人都可以猜到 面前这只病样样的小白鸟一定是一位比昆大还要可怕的盖世强者 这才是彭族最凶最强的底牌杀手 该死 彭族哪里来的这许多的天才后辈啊 凤十一看到那昆小小的时候 心脏便无法抑制的狂跳了起来 白羽昆鹏的传说太过恐怖 那是能与女帝一争长短的可怕生灵 而自己这边 到现在为止第五场要派谁出战都还不知道呢 鹰 族长 凤十一连忙将目光看向了身后的老壁方 老壁方那原本自信的脸色 这回人明显也多了几分不自然 而对面 彭十八已经自信满满的叫嚣开了 凤十一 派出你们的人来吧 老夫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任何人站在小小的面前都只有一个下场 那便是自取其入 威严的宣告充满了振折人心的霸气 全场的观众 都仿佛被一只大手紧紧地攥住了心脏 有些压抑的难以喘息 彭十八太自信了 自信到仿佛已经赢下了比赛 而凤卒已经派出了最强大的英雄火人 又有谁能够在这个时刻力挽狂澜 来对抗这一只明显强大到变态的白宇坤 安静的场地中间 足足有一分钟没人说话 彭十八冷冷地翘起嘴角 正打算再次微喝全场 而这时 一个粗犷豪放的爷们声音响了起来 按来试试 谁 刷 彭十八猛地扭头 凤十一 老壁方等一众大老猛地扭头 全场观众 奇奇的猛地扭头 万余双目光 看向了凤卒一边的通道 一道宽厚的人形身影正从镜头缓缓地走了出来 带到光芒照耀 人影清晰 全场观众竟是看到了一位化成了人形的壁方青年 但却没有人认识他的模样 这祸是谁 众人的视线中 这壁方化人之后身后接近两米 体型魁硕 一身结实的剑子肉好像刀刻出来一般 充满了爆炸的火焰力量 他长一张国字脸 剑眉入病 火眼如日 一把又高又大的黑色重剑像一块门板一样背在他的身后 一出场就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威猛霸气 好像一座随时喷发的火山一般重重地砸到了大火面前 这祸到底是谁啊 看着这威猛的壁方汉子 全场蒙圈 凤十一第一时间看向了后面的老壁方 结果他发现老壁方竟然也是一脸蒙逼的表情 而这个时候 壁方汉子却是第一时间冲到了老壁方的面前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光光光地磕了三个响头 爷爷 孙子不孝 终于赶回来看您老人家了 俺 俺是熊大啊 熊大 老壁方这一瞬眼睛瞪得快要比鸡蛋还大 费尽了全部的力气才控制住脸上的表情 随即瞬间从眼眶里面挤出了几滴感动的热泪 熊大 好孙子 你真的是熊大 是啊 爷爷 我好想您老人家 哇呜呜呜呜呜 孙子 爷爷也想得您好苦啊 啊 爷孙两个 瞬间抱头痛苦 全场观众 集体失神无语 这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而没有人知道 抱在一起的爷孙两人却是正在用神念飞快地就交流着 老壁方一边抹眼泪 一边道 林公子 你这个玩笑开大了吧 林阳则是哈哈已乐 不用葛壁方身份出战的话回头彭族那边肯定要瞎逼逼 没事 反正这个造型我也经常用 以前在人族的时候叫慕容白 呵呵 那后面就拜托林公子你了 老壁方才不管你慕容白还是慕容黑 只要能赢就行 放心吧 林阳拍了拍老壁方的后背 分开的时候还装模作样的擦了擦眼泪 咱们赢定的 第861张展小小 熊大 那只嚣张壁方的哥哥回来了 这什么鬼 当人们看到这个被镯中剑 身高近两米的睽违汉子踏入战场的时候 掀起了全场的议论 哈哈哈哈不 火人本来正在喝汤 看到林阳的造型直接一口喷了出来 林小阳你马着也行 服了 而剩下的人 则是对林阳的实力产生了极度的怀疑 熊大 他能跟火人大哥一样厉害吗 不知道啊 但他为什么要变个人型啊 傻子 这你都看不出 为了耍剑啊 哦哦 他行不行啊 对手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 大伙眼睁睁地看着林阳一步步地走入了战场 对面 彭十八与纳坤小小傲然而立 嘿嘿 林阳化身的熊大对着彭十八咧嘴一笑 满口白牙闪着光 老头儿 你站在这儿是要跟我打吗 哼 彭十八被林阳一句话弄得尴尬 只能冷恒一声 随后再关切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孙女之后走下台去 舞台 留给了林阳与坤小小 林阳 这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对面的这只白与坤鹏 对手不弱 这是他的第一感觉 不要看对方天生身体残疾 但林阳能够从对方瘦弱的身躯中感受到一股蓬勃的念力心能 那是他从未见过的可怕念能 如潮如海 一旦汹涌出来足以毁天灭地 甚至 对方的战力不会逊于自己在太平城外见到的那只可怕坤鹏 那几乎已经是达到了巅峰先王的水准了 他不由得在心里一阵苦笑 狂足 藏得好身 为了今天还真是煞费苦心 但可惜 遇到了自己一而且都注定成了笑话 嗡的以下 林阳拔出了背后的重见黑天 在空气里抡出了几个气势汹汹的剑花 重见一指对面的白与坤鹏 喂 小丫头 不要说嘚嘚欺负你啊 现在乖乖地下去 要不然嘚嘚等会可是要当众打你屁股的哦 林阳这话 完全没把对手放在眼中 却是让对面的小白鸟气得鼓起了腮帮子 呀呀呜 这只白与坤显然是被彭十八金星血藏培养到了现在 实力强大 但是心智未开 性格就像个十来岁的少女 被林阳一句话就气地炸起了一身白毛 发出了一声尖笑 我的天 这一嗓子 惊了全场 人们看到一股可怕的音波从小白鸟的嘴里喷了出来 环形的音波一圈圈地扩大 每一层都带着令人心悸的恐怖凌压 可怕的念力直接将整个空间都推挤出了层层涟漪 那感觉便是仿佛真的有一股空间巨浪从他的嘴里喷出 轰的一下就席卷了全场 不好 别人没来得及惊讶 凤十一等至强者首先方了 他们一把推开之前在场边负责维持灵力避障的普通先王级长老 凤十一 老壁方还有青鸾族的族长瞬间站到了场地三边 以他们的无上神通加固了灵力避障 这才保证了现场的安全 通龙 说时迟那时快 可怕的念力冲击已经浩瀚不尽地冲到了避障上面 竟是将之冲出了巨大的突起形变 要知道 凤十一可是先尊级别的强者 他的灵力避障可是一般人能够动得了的 这女子太过可怕 众人惊慌 却见场中早已经是飞沙走石 乱成一片 昆小小的念能 贴着地面过来 不毁大地 指扬沉沙 但高手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地上的碎石早已经在可怕的念力风暴中被磨成了最细小的围粒 普通的先王到这可怕的风暴之中只怕也撑不过几秒 就会被挤压成血肉残渣 熊大呢 大火不由地看向了之前那猖狂霸气的必方汉子 然后 大火惊了 哇哈哈哈哈 这小风吹得 爽壁了啊 哈哈 熊大 整个人已经被吹得飘散在了空中 好像一面小红旗一般死死地挂在黑天剑柄上 在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角度 吹得脸皮子都在颤抖 但却偏偏没有半点损伤 可怕的念力风暴 当真就像是给他冲浪的游戏一般 全数成了玩笑 小丫头 在家把劲 哥哥还顶得住啊 哈哈哈哈 甚至 林阳还在挑衅 轻挑的言语让那白雨昆妹子更加气氛 脸上苍白的羽毛都气得泛起了一抹烟红 你这个讨厌的家伙 讨厌 林阳的是海中 听到了一个气鼓鼓的女声 随后嗡的一下 果然有一股更加可怕的念力风暴席卷了过来 将他机会吹得要握不住身身插在地下的黑天巨剑 好家伙 果然厉害 林阳心中赞叹 小白鸟的念力之强 只怕还要超过现在的司徒婉仁 根本是变态级的存在 而且看对方的年纪修炼的时间只怕也就几万年 能达到这个程度简直就是神话 林阳动了一些别的心思 嘿嘿 不够 不够啊 穷大一边叫 竟是在空中挽起了花火 一会儿来一个躯体后空翻 一会儿又是侧转三百六 一边不忘继续探着白与坤的实力底线 丫头 还行不行啊 不行就休息一会儿再吹风 不过你光是吹风可是打不赢哥德我的哦 闭嘴 坤小小哪里遇到过林阳这样的讨厌哥德 几句话就被聊得满是火气 掏出了压箱底的本事 坤鹏便神功第四众 坤五鹏飞 什么 坤小小竟然练成了坤鹏便第四众 人们俱精 坤鹏便与凤义九天神功不同 只有五众 第五众同样无人可以练成 而整个坤鹏组里能够达到第四众境界的只有鹏十八亿人 而这只看起来只有几万岁的年轻坤鹏竟然也达到了第四众境界 简直吓死个人 亚乌乌坤小小仰天一声长笑 两只白色的羽翼高高举向了天空 竟是从里面喷涌出了两股惊天动地的念能 在空中幻化成了一头坤 一只鹏 坤之大 不知其几万里也 幻化现世 虽无须浩瀚不尽 也尽现恢弘之威 鹏之辈 亦不知其几万里也 灵雨如刀 利爪开天 鹏鸣万里 亦是鲜微不尽 他竟是用念能强行演化鲲鹏变神通 下面的一种大佬们震撼到窒息 而鹏十八 更是成了全场最最骄傲自豪的人 看到没有 这才是我鲲鹏族最强的传人 你们看看 这就是未来一云天的新任女王啊 哈哈 凤五黄梨 天空中 突见冰火凤凰阵翅翱翔 滚滚剑芒夹杂着断离剑翼 犹如烈火朝阳燃遍了整个天空 嗷嗷两声 刚刚浮现出来的神鹏与大坤 直接被火凤冰黄撞了得正着 双双在空中爆裂不见 原本场中激荡不已的念力风暴 也在一瞬间停止下来 扑 鹏十八差点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神 什么情况 刚才发生了什么 自己孙女的昆鹏便无上神功呢 就这么被人打没影了 全场观众也蒙逼了 刚才的一切发生得太快 大伙眼看着可怕的昆鹏幻象 正要席卷整个战场 就被那璀璨的一剑像抹布擦玻璃一样擦得干钱净净 传说中的昆鹏便第四众也太不值钱了吧 还是说是那灰剑斩昆鹏的熊大强的太过逆天 压场中昆晓晓一阵身影 亮枪后退 黑黑空中只见那熊大肩膀上扛着重剑满脸笑容的缓缓落了下来 哎呀呀 小丫头 看不出来实力还是有一点点的麻 竟然让哥哥都出绝招了 不过你还不是哥哥的对手哦 下台去好好修炼隔几万年再来吧 哈哈 霸气的熊大 破了对方的绝世神通 完全没当回事 你 你 屋 神念礼 昆晓晓急的都快哭了 他在爷爷的口中一直都是无敌的存在 就算之前跟昆大哥哥练习的时候 也可以把对方打得不要不要的 怎么一出来遇到这个讨厌的地方 就完全不好使了呢 不 我一定要打败你这个坏家伙 昆晓晓被破招 身形已经有些晃荡 但他那骨子不服输性子使僵起来 确实凶悍非常 我不会让爷爷失望的 就 就算 我也要打败你 立 昆晓晓被羚羊逼急 再次仰天发出一声悲鸣 只是这一次不同的是 长鸣过后 他竟是从嘴里捂出了一口珍贵的本命精血 鲜红的血液喷洒在了他洁白的羽毛上 是那般的刺目 但却没有滑落 而是静止地渗透进入了那些白羽毛之内 小小 不可 与此同时 场下的彭十八突然抱起了撕心裂肺的呼喊 整个身子就要冲向场中 阻止昆晓晓接下来那即将展开的行动 那 是以命为代价换来的极致神通 可就在他身形刚刚闪动的瞬间 突然 一道火红的身影确实已经来到了昆晓晓的身旁 目光凝重地看着浑身抱起了可怕血红气息的昆晓晓 重见黑天 已经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细长黑剑 上面写红色的明文好似魔鬼的抓痕 正散发出令彭十八都要心计的恐怖魔光 我斩 林阳一剑灰落 全场结晶 很辣剑锋 竟是要辣手催花 不要 彭十八在这一刻唯有祈求的惨乎 哭得老泪纵横 第862章庆宫宴 爷爷小小不疼 等我好些了 我再给你刷毛毛 彭十八的泪眼朦胧 脑海里面全是昆晓晓乖巧懂事的画面 醋万年了 只有彭十八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昆晓晓的存在 在这个可怜孩子有限的记忆中 彭十八便是他所有的温暖回忆 爷爷 这要好苦 苦也要喝 等晓晓喝了药 爷爷给你带了糖吃 好哀 爷爷最好了 彭十八笑得那般的令人心疼 彭十八 是人人畏惧的彭族至尊 他也只有在面对小小的时候才会有难能可贵的温情流露 这可怜的孙女 是他的心头肉 也是他们彭族未来的希望 彭十八眼睁睁地看着林阳那一剑披落 整颗心都仿佛都在这一瞬被踢成了碎片 小小这一刻他真正感受到了心碎的滋味 这一刻仿佛什么彭族霸业 什么神情至尊都变得没那般的重要 老坤鹏也就像一个最爱孙女的爷爷一般 发出了醉丝心裂肺的呼喊 而林阳手中的魔剑飞仙 却是在这一刻毫不留情的话 为了一道红光狠狠地斩了下来 幸好 用的是剑背 而非剑锋 我打 砰 一声问响 力透万钧 可怕的剑威四散击荡 竟是直接在地上拍出一道百米巨坑 无尽烟尘将林阳与昆小小都包裹在了里面 小小 彭十八激动地化成黑光 就要冲向场中 千军一法 那边凤十一确实已经冲了过来 横在了彭十八前面 彭十八 胜负未分 你要干什么 滚开 休想 凤十一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啊 彭十八 从未如此失态 一代霸主 总也有他心中不可触摸的柔软地方 可就在两大至尊激烈对峙的时候 突然 场中抱起了一声冷冷的怒喝 助手 恩 两位大佬齐齐转身 就看到场中烟尘弥漫之间 雄大那魁梧的身影已经缓缓地走了出来 怀里抱了一只昏迷过去的白色神情 不是坤小小是谁 小小 彭十八闪电极光般地冲了过去 一下子扑倒了林阳面前 就要接过自己心爱的孙女 但林阳的双手却是微微地向后一抬 让彭十八落了个空 混蛋 你干什么 彭十八咬牙切齿 现在知道心疼了 这雄大居高临下地看着彭十八 目光中尽是寒光 他妈的当初把这个见鬼的催命法子 叫给你孙女的时候 你脑子被驴踢了 一句话 骂得彭十八五雷轰顶 他刚才就后悔了 为什么要把那强行催动命远换来战利的邪门战计较给小小 看着彭十八发愣的目光 林阳冷漠的表情总算有了一点松动 我若是他 在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用来获胜的棋子之后 我会恨死自己的爷爷 死了算了 你 你懂什么 彭十八心房已乱 却是强撑着面对林阳的质问 我不懂 但我知道 凤族长绝不会把自己的后背像斗兽一样藏起来 暗无天日 就为了某一日所谓的振兴辉煌 一句话 让彭族阵营中的那剩余的三少都露出了黯然的目光 过去万年苦修的艰辛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不懂 他妈的振兴家族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你就知道心疼这丫头一个 其他人呢 等他娘的哪一天 你的彭族真的牛逼了 人心散了 有葛屁用 又一句话 骂得彭十八身形猛颤 人心散了 有葛屁用 这话如果放在之前 彭十八晦气之如必喜 但方才经历过了一番心碎欲裂的体验之后 他竟是有了几分如梦初醒的味道 他雕塑一般的硬在原地 直到林阳将坤小小举到了他的面前才回过神来 我只是阻断了他体内的先能流转 回去之后 还需好好调养 这见鬼的神通是万万不能再用了 这一瞬 人们仿佛觉得彭十八竟是沉浸在了雄大那伟爱的光环之中 一代至尊 没有反驳区区一个晚辈的话语 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无比销索地抱起了昏尘过去的坤小小 转身离去了 等一下 没走几步 突然 彭十八想起了什么 瞪大了眼睛回过头来死死地盯住了雄大转身的背影 这个家伙 竟然能够在小小催动了秘书之后一键将他拍婚 这怎么可能 只有彭十八自己清楚 发动了秘书的坤小小会有多么强大恐怖 就算是刚刚启动 也不是先王能够结婚的存在啊 难道说 这个雄大竟然已经 我的天啊 彭十八只觉得自己看到了这世上最不可思议的奇迹 一只那么年轻必方先尊 结果 就在他心惊得如惊涛骇浪一般的时候 场中 正经不过三秒的雄大已经开始了自嗨式的欢呼 呦吼 赢了也 弟弟 就问你哥牛不牛 刘逼爆了 雄二 也就是虎人第一时间冲了上来 哈哈大笑的跟自己的冒牌哥哥抱在了一起 我就问问 还有谁 还有谁是咱们兄弟的对手 哈哈哈哈 屁话 谁他妈的环感不服 全部拍翻然后把光毛上火串烤 哈哈哈哈 人们傻眼了 连那些本来已经准备给雄大欢呼助威的凤族成员全都将住了自己挥到了一半的手臂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个比虎人大哥还要不着掉的雄大 加油了 不 不会的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没节操的仙尊 彭十八身子猛地哆嗦了一下 带着彭族众人一言不发地撤了 走走走 赶紧走 旁边 金屋一族的金九 族长看到今天局势如此不讲道理的逆转 连忙也灰头土脸的要走 不过他们可没那么容易了 哎 那个金屋老头儿 台上火人直接吼了一嗓子 吓得整个人一哆嗦 这就要走啊 刚才不是很嚣张的要看我们凤族的笑话吗 火人绝对是得礼不饶人的主人 最看不惯这种屈颜负失的小人 对了 今天光顾着跟彭族的家伙们较劲了 你们金屋族要不要也来凑凑热闹啊 要是赢了我们 圣无童树也可以搬到你们那人去啊 哈哈 金酒只剩下苦笑了 呵呵 火人你真会说笑话 我们金屋族向来是支持凤老 族长这边的啊 哈哈哈哈 放你娘的屁 不要脸 火人直接开喷了 才不管对方是什么三族领袖 今天我们凤 族长敬你的那杯酒呢 端起来给我乖乖的喝了 要不然等三天后的万灵大会 各个一个人灭了你们金屋三族 霸气 痛快 凤族的小年轻们多久没有体会到这种危阵整个一云天的赶脚了 纷纷给虎人拍手叫好 这 金酒心中真是日了老鸟了 本以为跟着彭十八能够力压凤族 结果总部就出了台上两个妖孽 罢了罢了 以后还是抱紧凤族的大腿老老实实的吧 呵 哈哈 老夫当然要喝凤 族长的这杯酒啊 咕咚 金酒无比认耸的将酒喝下 在整片落日谷的虚声中带着金屋三族的人马狼狈的腻了 而整个圣梧桐树下 此刻只剩下了凤族三方兴奋无比的人马 大火亮闪闪的目光都定在了熊大 熊二两位英雄的身上 尤其是那些小母凤凰 小母必方们 那亮闪闪的眼睛就像是可以吞了人一般 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将台上两人给强行推道 来人 天酒 家宴 今晚上外人走了 咱们凤族自己人可以好好的喝了喝 凤十一更是大手一挥 做出了万众欢腾的决定 三族大宴直接变成凤族自己的庆功宴 所有落日谷的凤族都加入了进来 直接将梧桐树下变成了一派欢乐兴奋的海洋 熊大 火人 所有人都在这一刻欢呼着这两个名字 那喜乐的声音穿越了九霄云天 荡别了整个一云天的世界 但没有人注意到 就在这欢乐兴奋的人群之中 却有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已经被少男少女包围起来的两道身影 那冰冷的目光中没有一点点的喜悦兴奋 有的只是沉沦在深渊的嫉妒与绝望 又来了 一个熊大嘛 自己 这便是彻底没有希望了吧 呵呵 谁说没有希望的 五黎云峰才是一云天未来的王 唰的一下 这只心已发黑的凤凰站起了身子 患上了笑颜 端起了一壶早已经准备好的酒 走入了那欢乐的人群当中 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怀疑到他 更没有一位大佬能够拒绝凤族天交进来的一杯杯美酒 这看似喜庆祥和的气氛之下 却有着可怕的死亡陷阱已经悄悄地布置在了落日谷中 风暴即将来袭 正梧桐树下的欢宴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欢乐的气氛一直弥漫在整个落日谷中 但彭族所居住的宫殿附近 却是弥漫着一片惨淡愁云 因为老 族长带着坤晓晓晓进入大典之后 叫了一圈精通医术的长老进去 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出来 气氛 民众的令人发慌 第863章大会开幕 彭十八 不停地轻抚着坤晓晓那微微颤抖的额头 仿佛一下子苍老了万岁 床上 坤晓晓整个人都仿佛瘦小了一圈 浑身虚弱地支剩下了喘息的利器 这还是林阳在关键时刻将他结婚的缘故 要不然他浑身的精血早已经耗尽去见了彭族先祖 屋内 一众彭族医者还手而立 皆是一脸黯然 没有人能够挽救坤晓晓晓即将散去的生机 只能延缓他走向死亡的过程 大火不忍去看彭十八此刻那悲痛的脸庞 只能垂手叹息 吐呼奈何 小小 小小 你坚持住 爷爷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 彭十八笑着 呼唤着 但他的笑容却是让人无法直视 深沉的绝望与后悔笼罩在这位爷爷的心中 让他心如刀绞 就在这悲凉的时刻 突然 有人急匆匆地推门走了进来 族长 外面壁方族的雄大求见 说他能够帮到孙小姐 什么 彭十八一回头 眼中满是震惊与希望 他砰的一下冲了出去 差点撞坏了大门 就在外面一众彭族强者包围的人群中 雄大那魁违的身影显得格外的醒目 而在他的身旁 一位帅气的惨绝人寰的慕林正悠悠地对着众人微笑 雄大看到彭十八那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顿时咧嘴一笑 指了指旁边的帅数 嘿嘿 彭 组长 等会儿不要太感谢我哦 好了 好了 小小他有救了 短短一炷香的功夫之后 大殿里面顿时传来了众人欣喜无比的欢呼 但出人意料的是 彭十八此刻竟是没有在大殿里面 而是在旁边一座密室之中 目光深沉地看着羚羊化身的雄大 雄大 你们比方族到底想做什么 彭十八在剑道帅数的第一眼便知道自己的孙女有了希望 但是作为彭族的族长 眼前的这个突然出现的雄大才真正的让他感到难以捉摸 过去发生的一切 太过于令人震撼了 自己信心满满的大雁比试 成了一场奉族扬威的盛会 但细细想来这背后所有的一切竟然都是比方族的功劳 完全没有奉族什么侍儿了 五局三胜 获胜的全是比方族的天骄 毛蛋的可怕羽毛 火儿的最后杀招 再到这个莫名其妙出来的雄大 他最后一件极昏昏小小的画面当现在想起来还让彭十八觉得心惊胆战 再加上由雄大带来的这个强大的木铃 比方族现在到底还隐藏了多少实力 看不懂 彭十八完全看不懂了 这样可怕的对手 怎么能不让他担忧 哈哈 当然是来救人了 还能想做什么 雄大笑得憨厚可爱 一如当年在下界的慕容白 收起你这套把戏吧 雄大 告诉我比方族真正的想法 我彭十八绝不会白白受你们的恩惠 将果然是老的辣啊 雄大微微一笑 憨厚的神情顿时变得高深莫测起来 彭 族长多虑了 这次来只为救人 也不指望你能给什么回报 坤小小是整个一云天未来的栋梁 谁也不忍心让他就这样陨落了 咦 在惦记着整个一云天 结果雄大的话还是让彭十八品出了不一样的味道 呵呵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吧 雄大继续装傻 并不打算在今天这个时候跟彭十八摊牌 他要整合整个一云天的力量 必须先打开女帝圣殿 才能有足够的资格与话语权 至于现在他来救坤小小除了刚才所说的理由之外 当然还有点自己的私心 开玩笑 这可是绝代的神情天才啊 这么好的苗子不收入麾下 林阳天火炎君的统帅真是白当了 这一夜过得似乎格外的漫长 在彭祖等人焦急地等待着坤小小的消息的时候 李云峰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宫殿之中 沉默地坐在暗戟面前对着那一块黑色的灵犀玉佩发呆 呵呵 李公子 怎么 又失落了 结果一条信息就在这时传了过来 李到底是谁 李在哪里监视着我 李云峰艳透了这种被人玩弄在鼓掌之上的感觉 他在心里发誓 一旦自己真正掌握了神情的力量 一定会把那群家伙碎尸万段 呵呵 三天之后你便会见到我了 那人冷笑的声音似魔鬼一般 现在你那边的准备工作都完成得差不多了吧 凤族这边 已经好了 八个字 令人心寒 呵呵 好 只要凤十一他们当天无法发动落日谷的凤与灭天大阵 李公子宁便是鞠躬之伪 未来的一云天之王就指日可待了 记得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不许滥杀凤族的人 放心吧 呵呵 只要他们不反抗 这些可都是您以后的臣民啊 让我们期待三天后的坦诚相见吧 随着神秘人的消失 整个落日谷陷入了天亮之前最寂静的黑暗 便如三日之后的那场盛会 可怕的黑色浪潮 已经要将之席卷包裹 大宴之后的三天 落日谷内一片振奋喜庆 所有的凤族成员走路都是蹦蹦跳跳地横着小曲人 脑海里都在回味着之前那晚上的爽快胜利 同时还在畅想万灵大会上凤族即将迎来的辉煌时刻 出难听点 这次大会还玩什么呀 根本没悬念了好吗 有熊大 熊二他们两个在 还有谁能够阻挡凤族这次夺魁的脚步 大火心里旨在期待 三天后凤族相得促万年之后重新加冕登基 成为一云天霸主的痛快场面 而这三天时间 便是在大火的这种期待与等候中刷刷刷的过去了 一云天霓 九月初九 万灵朝圣大会正式开幕 这是一场团结的大会 这是一场胜利的大会 一云天神情的各族同胞在九大至尊种族的带领下 迎来了这万年一度的朝圣典礼 整个落日谷 在这一天成为了鲜花的海洋 成为了欢乐的圣土 小伙子的脸上扬绎着灿烂的笑容 姑娘们的笑容中更是藏着无限的欢心 所有有幸能够参加本次大会的神情都将这一天作为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 永远珍藏 好了 开幕台词说完了 不浪费字数了 总之今天的落日谷相当辉宏 相当霸气 相当欢乐 各种相当旧事了 以奉十一为代表的各位大佬 今天也是相当的上进出彩 经过三天前一场比赌之后 不知道为何 三位大 组长之间的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紧张 反而似乎缓和了不少 黄十八剑到凤十一的时候竟然主动打了打招呼 经久更是极为适去地给两位大更暖了暖场 最后三位至尊携手一起走到了大会会场的凤鸣台上 高高坐在了主席台的最中间 享受万人膜拜 奉鸣台四周 人山人海 观众近乎二十多万 每次万灵大会 整个一云天的神情都会来观礼起伏 参拜梧桐圣树 抒发信仰之情 现在距离大会开始还有一段时间 但现场的激动之情已经如稍沸腾的开水一半 孤嘟嘟地宣泄起来 大呼你一言我一语的全是满满的欢喜 全是对一云天美好未来的展望 如此祥和的气氛 让主席台中的三位至尊大佬都不免地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呵呵 二位哥哥 咱们一云天能有如此局面 都是你们苦心经营的功劳啊 今九 组长非常适当地送上了马屁 拍得凤十一与彭十八倍而舒服 凤 组长用心良苦 凤族能有今日成就 彭组也忠心佩服 看看 彭十八也服软了 其实这倒不是代表着这位大佬就此以后对凤族认怂 只是人要懂得看清局势 至少这一届的万灵大会凤族夺冠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他彭十八又何不成人之美 说两句好听话又不要钱 呵呵 两位过奖过奖 凤十一笑的脸上羽毛一颤一颤 他也不多谦虚什么 有时候 马屁来了就得心安理得的享受着 谁让咱们凤族出了这么优秀的人才呢 哈哈 凤十一几万年了没有像这回人这般开心过 不过想到此刻凤族的两位天骄 他多少有些担心自己本族的李云峰 哎 那个孩子这次遭受了那么大的打击 一定要办法帮他度过这道心坎才行 只是如今大会在即 只能等到会议之后再从长计议了 凤十一当然关心李云峰 只可惜有时候这种长辈的关怀藏在心中 往往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可怕后果 李云峰 在距离大会开幕还有一刻钟的时候 准时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门 按照流程 大会开始之后 先是宣读开幕词 然后是九大神请种族与散修队伍加起来 总计一千名选手的盛大入场式 现在他理应走向凤鸣台的选手准备去列队集合 但他此刻前进的方向却是令人料想不到的另一边 远古传送阵的方向 此刻 远古传送阵外 依然有着严密的守卫 只是因为万灵大会的关系 原本境界的守卫数量减少了一对 不过这并无关紧要 因为两位先王级别的长老凤武 凤十七依然忠心地守在传送阵旁 不会让任何人打开这充满了危险的魔鬼之门 而凤武此刻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看到了一道 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走了过来 老凤凰完全没有意识到情况不对劲 只是关切地对来人问了一句 云峰 你怎么来了 第八百六十四章中见 五 五爷爷 李云峰看着凤武 却不知该如何开口面对这位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 而就在这时 突然旁边响起了一个让李云峰浑身发冷的声音 呵呵 五长老 李云峰今天来是要开启你背后的传送门 然后把按摩天的坏人放来咱们一云天的哦 是你 李云峰不可思议地回过头去 看到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一直以来当作跟班的青鸾族天骄 青三 他竟然早已经是按摩天的间隙了 这怎么可能 林峰 他说的可是真的 凤武长老意识到了事情不对 瞪着眼睛站起了身子 与此同时 他已经打算催动体内心能 发出警报 通知凤十一 阻长此处发生了变故 但就在他心念一动的瞬间 对面那青三冷冷一笑 早已经催动了一道法觉 随后 一变突起 把凤武整个身子一下子变成了紫色 一股无色无味的奇异剧毒 早已经潜伏在了他的体内 此刻爆发了出来 瞬间摧毁了这些亡强者体内的所有生机 他痛苦地倒了下去 生机已极快地速度消散 只是他无论如何不愿意相信 自己最疼爱的一个晚辈 竟然成了背叛整个凤族的罪魁祸首 林峰 一口老血 悲愤地喷了出来 一代长老 直接被剧毒夺去了生机 武长老 旁边 一众凤族侍卫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便有一道黑色的乌光从青三的手中射了出来 扑斥 这道乌光稀利无匹 速度无常 一瞬之间就穿过了在场所有侍卫的胸膛 夺走了他们所有的力量 自始至终没有一人能够发出半点声音 嗖 那乌光回到青三手中 乃是一片黑色的淋雨 经过羽化天兵术祭练过后的淋雨 堪比先王实力的可怕杀气 直到促习之后 黎云峰才听到了一众示威尸体倒地的闷想 直到现在 他也不敢相信青三竟然就是一直操控自己的按摩天魔头 青三 你 别想那么多了 我的黎大哥 呵呵 现在的青三 哪里还有半点之前在凤族里唯唯诺诺的样子 根本就是阴险毒辣的魔鬼 他根本没功夫与黎云峰废话 就像拍小弟一样拍了拍黎云峰的肩膀随后静止地走向了那座被严密保护得起来的传颂阵 唰 一边走 一道法学远远地打出 催动了旁边那座宫殿里的剧毒 那魏凤十七长老还没有反应过来遍野毒发身亡 没有人察觉到这里的险恶变化 所有人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了凤鸣台 这便是青三等人精心挑选的最佳时机 还不过来帮忙 青三土狗一般地灭杀了所有附近的凤族成员 又对着黎云峰大声呼喝 黎云峰整个人此刻已经没有了信念 从凤无死去的那一刻起 那就只能一条道路走到黑的沉沦到底 而随着一块块的灵精重新地放入传颂阵内 随着那灵光闪耀而过 一道道黑色的身影如约降临在了落日谷中 黎云峰呆呆看着 池味 百味 千味 越来越多的人马悄无声息 但却透露着死亡的杀机 一头强大的古旧 一只可怕的忧毒孔雀 还有一只恐怖的昆鹏 王首阔步地从死神的队伍中走出 每一人眼中都带着无比兴奋的光芒 似乎即将荼毒整个落日谷天地 他们身旁 有着促使鸣与致实力相仿的强大存在 全都是先王级别的至尊强者 而在这促使为先王背后 竟是还有三位披着黑色斗篷的恐怖存在 他们的气息好像从地狱中环环走出的魔界主宰 万魔至尊 幽毒孔雀等在他们三位面前 便如银虫与角月的差距 先尊强者 足足来了三位先尊强者 黎云峰待在原地 他看着那三尊魔神一般的黑衣人中间的那位 缓缓地向自己走来 斗篷里面 有一双凶残的让他根本无法直视的眼眸冷冷地看着自己 而更让黎云峰惊讶的是 这人的相貌竟然与之前的彭族至尊彭十八一模一样 你 黎云峰惊得浑身上毛 已经说不出半句话语 而这位彭族的魔尊紧紧扫了一眼黎云峰 便像路过一只蚂蚁将他无视 直接带人大步走向了凤鸣台的方向 这种伴类叛徒 杀 都显脏了他彭魔尊的手 嘿嘿 走吧 我的黎大哥 唯有亲三第一时间过来勾住了黎云峰的肩膀 等会就让你好好欣赏一下 那些所谓的至尊是怎么在咱们兄弟的算计下灰飞烟灭的吧 哈哈 下面 有请选手入场 凤鸣台上 老碧方荣光焕发地担任着今天的司礼官 正扯着一把老当一桩的嗓子主持着整场大会的流程 林阳 也就是雄大作为碧方族的二号人物 紧紧地跟在领袖虎儿的后面 观看着全场几十万只神鸟叽叽喳喳热闹欢腾的场面 哈哈 林小阳 你看看老爷子今天很嗨森啊 虎人神采飞扬地在林阳前面走着 依旧走着自己拉风的步子 而当他与林阳出场之后 更是掀起了全场观众兴奋的高潮 所有的欢呼声像潮水一般地涌向了两人 呵呵 你也很嗨森啊 林阳回了虎人一句 是的 虎人今天真的很开心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以凤族领袖的身份即将为碧方族迎来前所未有的辉煌 更是台上老碧方等一种碧方大佬的骄傲眼神 让他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自豪感觉 虎儿的死鬼老爹至今下落不明 老碧方已经成了虎人最重要的亲人 这世上还有什么比亲人以自己为荣更加开心的事情呢 嘎嘎 开玩笑 火人毫不掩饰的自己的欢喜 等惠尔哥拿个冠军回去 还不把老爷子的嘴角都给了歪了 哈哈 是啊是啊 你高兴就好 林阳看着火人那兴奋的表情 目光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看向一旁的凤族队伍 那里 第一位的人本来应该是黎云峰 但不知为何 这位凤族骄子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现 这小小的意外总让林阳心中觉得有些不大舒服 但愿 是自己多心了吧 诸位 你们现在看到的便是参加本次万灵朝圣大会的签名选手 老夫很荣幸地向大家介绍本次率领三族选手的三位神情领袖 他们是 老碧方说到这里 刻意清了清嗓子 他骄傲啊 他第一个就要介绍自己的孙子 为了这一刻 昨晚上老爷子足足背了一个多时辰的台词 现在 所有人都要陪着他一起见证碧方族从未有过的荣耀时刻 来自碧方族的凤族领袖 熊 搜 扑痴 老碧方的声音戛然而止 全场观众集体哗然 大火齐齐齐地看向高台上站立的老碧方 全都吓傻了 一只不知道从哪里射出来的黑色箭矢竟是直直地穿过了老碧方的喉咙 将这位强大的仙尊及高手的最后一个字隐声声地卡在了喉咙里面 呃呃 那根黑色的箭矢有着可怕的威能 直接将老碧方喉咙往上的部位染成了黑色 里面有毒 更有着比毒更甚的可怕魔能 连仙尊在中见之后都难以抵御 直接让老碧方身子一栽 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老爷子 终究没有能够骄傲地喊出自己孙子的名字 爷爷 场中 抱起了火人撕心裂肺的叫喊 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直接来到了老碧方的身边 一把将老碧方的身子抬了起来 爷爷 爷爷 火人整个人都慌了 看着老碧方那黑透了的头颅与痛苦至极的脸色 眼泪珠子根本抑制不住地掉落下来 整个人伤心欲绝 愤怒欲狂 火人 小心 这时 羚羊的呼喊在耳旁炸裂 因为空中又有一根可怕的黑色箭矢 毫不留情地向火人射来 不过却有一道更快的身影在羚羊之前冲上了九天 敢在我一云天下此毒手 找死 立 毕生彭明 九天阵战 彭族至尊彭十八在此刻才是振折全场的战神 直接划出了一只神彭力爪 精准无比地抓住了空中那可怕的毒箭 这箭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以彭十八的无敌修为 竟是没有能够一爪将箭矢握碎 而是反倒被箭矢上黑色的魔能反噬 巨大的彭爪与小小的黑箭双双爆裂在了半空之中 这箭难道是 下面的人不知道彭十八内心的无比震撼 还没有品出今天局势已经开始向灾难的方向发展 却还在为彭十八的惊天一爪振奋呼喊 而遥远天边 一道冷酷沙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彭十八 许久不见 你退步了 什么 是你 彭十八好像被雷劈中了一般愣在了半空 而在落日谷靠近传送阵的方向 人们看到了一片席卷天地的巨大黑云乌泱泱的蔓延了过来 一堆好似地狱魔君般的黑色身影在这片黑云演映之下 气势汹汹地飞到了距离凤鸣台千米之外的空中 太阳被遮掩 白云被驱散 整个世界都在几席之后陷入了昏沉阴暗的魔云笼罩之下 所有人看着空中那些黑暗而强大的身影 心中咯噔一下 要出大事了 第八百六十五章杀局 暗魔天 现场有许多人认出了空中这只在三十三重天臭名昭著的可怕势力 但并没有太多人知道暗魔天中有一股势力与一云天之间的种种恩怨 所以尽管现场的气氛已经冷酷严肃了起来 但依然有许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毕竟这里可是万灵朝圣大会 云集了一云天太多的高手 这里还有三族至尊 族族三位先尊级别的强者坐镇 还有奉族那闻名天下的护族大镇 无论如何这些看起来气势汹汹的贼人都搞不出什么花样名堂 不仅仅是周围的观众们如此想法 甚至就连三族之中的许多大佬都抱着同样的心思 按摩天还真是不会挑时候啊 但可惜 所有人都错了 刷刷 当按摩天的人马飞临凤鸣台上空的时候 整只千人队伍瞬间散开 促使人一组在一位先王级别的强者带领下城环形飞向了四周 转眼间便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将整个凤鸣台都围在了里面 尽管 这个包围圈显得那般的松散 每一名舞者之间的距离都相隔好几百米 莫说随意可以飞过神情 怕是连几十头大象都可以轻易进出 端地是惹人笑话 干什么 他们这千来人要包围我们吗 下面的观众们甚至有人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但下一秒 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鸣 空中 每一名黑衣人在就位以后 奇奇地掏出了一柄黑色的弩箭 漆黑的箭矢 泛着幽幽紫光的箭头 一看上面便为了可怕的剧毒 所有人 妄动着死 那青年昆鹏作为整个包围队伍的统领 冷冷的声音里面不带一丝温度 没有人会怀疑他手段的狠辣 任何人敢稍有动作 等待他就是可怕的毒箭箭雨 人们的心 一点点的被现场紧张的局势逼到了嗓子眼 与此同时 场中最核心的焦点 还是彭十八与按摩天首领的对峙 彭十八 面对黑衣大军凛冽的气势 丝毫不惧 甚至主动飞上了天空来到了那黑衣首领的对面 你 还敢回来 一句话 包含千言万语 呵呵 大哥还在一云天逍遥 十九又怎能不回来探望 又一句话 惊得全场爆炸 大火瞪大了眼珠 看着那黑衣首领缓缓脱下了斗篷帽子 露出了一张几乎与彭十八一模一样的脸庞 只是那目光中的阴冷气息 便肆意之被魔化了的彭族至尊 那人竟是彭十八的弟弟 这到底是什么回事 人们惊诧 却见彭十八眼中的寒光已经冷到了极致 声音中更是已经带上了杀机 我记得我与你说过 下次再见到你 便会将你斩杀 弟弟我当然记得 彭十九看着清歌 笑得无比猙獰 今天这不就把自己送来给你杀了吗 呵呵 那我便先请了你 彭十八一代霸主 神情至尊 当然知道擎贼擎王的道理 今天不管对方抑郁何为 先把彭十九拿下总是没错的 话音未落 彭十八黑色羽翼挥起 昆彭便神功记起滔天的神威 一道强悍无比的时空球笼 顿时出现在彭十九的身旁 要将对方禁锢擎拿 可谁知彭十九面对攻击 竟是面带冷笑 不动不慌 而在他的身后 却又是一道黑色的流光呼啸而来 直奔彭十八的面门 又是这可怕的箭矢 彭十八灰避格挡 那小小的箭矢竟是又变了威能 方才独性滔天 此刻却沉重得好像一柄开天重锤一般 狠狠地砸在了彭十八的手臂上面 格拉拉 人们竟是听到了一阵轻微鼓励的声响 彭十八一代至尊 竟是被这一件射的岛飞向了地面 狠狠地在凤鸣台上砸出了一个千米大坑 整个人狼狈无比地被埋在了下面 我的妈呀 这怎么可能全场极尽如此 不敢相信凤族的第一强者竟会被一箭射成这幅模样 而旁边一众大佬们则是彻底地惊得站了起来 凤十一更是无比凝重地看向了天边一处透明的角落 猛地挥出了一道凤凰真火 给我滚出来 花 火焰烧出了两道身影 气息雄浑 如山如海 竟是两位先尊 不过更令人窒息的是 此刻这两人竟是一前一后站着 前面一人双手托天 以无上纤维举着一柄长弓的弓身 而另一人则是面带冷笑 虚空拉住了那长弓的弓弦 以无上的灵力威压 振折了全场 那是什么弓 竟然要两位先尊一起合力才能使用 天 天珠 竟然真的是神弓天珠 凤十一脸色都变了 因为天珠这个名字 在整个先域都太过有名 神兵至尊宝 第十位 号称拥有四项可以杀神威能的最强战弓 天珠 凤十一看着那两位先尊手中的漆黑弓身 上面隐隐泛着龙鳞花纹 在弓顶的尽头 两只龙爪几欲将苍天撕裂 一条不知道用多少龙精中的精华扭曲而成的弓弦 正在凝聚一只全新的箭矢 这便是他了 这便是那柄据说以千条真龙精血与神才凝联而成的极致神功 该死的彭十九 竟然带出了这等爵士杀气来对付一云天 难怪他在彭十八面前也敢如此嚣张 凤十一心中冷叹 但却还不至于惊慌 就算对方有着堪称先欲至强的天神兵 但若日古的凤与灭天大阵岂是吃素的 康 彭十九 收起你的张狂 这里是我凤族的地盘 轮不到你嚣张 起阵 是 旁边猝食为凤族大佬早已惊恨得哑哑 瞬间飞到了场中 每个人手中都握着一枚专属于他们的大阵阵盘 立刻准备发动护山大阵 但可惜 空中那只忧毒孔雀在这时发出了一声沙哑的轻笑 七 给我倒 得 怎么回事 下一瞬 包括凤十一在内的所有凤族大佬竟是奇奇的变了脸色 一股可怕的紫色毒素化成了一条条恐怖的紫色青筋 好像蜈蚣毒蛇一般的爬上了他们的脸颊 直接将每个人的眼睛染成了无力的紫色 孔雀灵 这 怎么回事 凤十一无力的跪在了地上 只觉得一身的神通被束缚了五成不止 而这还是他身为先尊的强大修为在支撑 再看旁边的先王长老 竟是一个个全都瘫软在了地上 口吐紫穴 连战力的气力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空中 狂十九笑得如颠四狂 我好怕啊 我好怕你们凤族的大阵啊 可惜 凤十一 你永远也召唤不出来了 不 不可能 凤十一立刻想到了可怕的真相 一口毒血从喉咙里喷了出来 仰天发出了体血的怒吼 是谁 是谁背叛了我们 空中 一道身影颤抖了一下 根本不敢吱声 但他旁边另外一人却是猛逼一推 狠狠伸出一脚将这人踢翻到了凤鸣台上 咕噜噜一滚 露出了一张人形化的凤族脸庞 云峰 凤十一几乎崩溃 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自己最疼爱的孙子 出卖了整个凤族 这种打击 让他直接又喷出了一口悲愤的毒血 爷 爷爷 黎云峰完全失了智 慌乱得不知道要说什么 而这时 青三确实冷冷地飞到了他的身后 直接一脚狠狠地踩在了黎云峰的后背上 将这位天之娇子无情地踩在了脚下 让对方动弹不得 唰 彭十九降落到了他们身旁 看着心碎欲裂的凤十一 看着从大坑里面缓缓站起了身形的彭十八 看着所有已经惊慌的动弹不得的周围观众 冷冷地笑了 现在 我可以在这里嚣张了吧 呵呵 彭十八 你先别着急动 他单手一指 拦住了那边嘴角带血脊欲爆起的彭十八 我今天来这里不想杀人 你们中的毒只要同意我的条件 我马上会给你们解药 但不合作的人 不仅会害死自己还会害死别人 你懂吗 彭十八 刷 话音刚落 周围那千名黑衣武者瞬间发出了一轮箭使骑射 叮叮当当 千只黑箭射入了石板座位 没有伤人 但上面冒出来的可怕毒物却是直接将一切腐蚀 就算是先王只怕都受不了这恐怖的剧毒 你 究竟要做什么 彭十八咬牙切齿地问道 哈哈哈哈 我要的很简单 彭十九猖狂傲天 我要你当着所有的人宣布真相 当年昆蓬变得神功 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要你跪着向我认错 承认我才是彭祖乃是易云天的第一天才 我要整个易云天都沉浮在我的脚下 奉我为神情唯一的王 彭十九美吼一句 现场的猝十万人就哆嗦一下 今天他们的神经都已经被惊得爆裂 太多的密文让人应接不暇 而彭十八面对这一切竟是没有出言反驳 与此同时 为了配合彭十九霸气嚣张的狂言 空中的千名杀手 包括台上的青三 奇奇地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漆黑色的小瓶 用念力操控着悬浮到了下方一位观众的面前 这是黎云峰也看到了面前的小黑瓶 只觉得浑身发凉 瓶子里面 是向我宣誓效忠的灵丹 你们每个人有五秒钟的时间 吃下去 活 拒绝者 死 彭十八 你不要动 给我好好的看着这一切 看着你一心要想的易云天神情们 是怎么一个个归入我的统治的 哈哈 第八百六十六章生或死 服药 效忠 不用猜都知道 这瓶子里面一定是可以控制人命的可怕毒丹 一旦服下便是将自己的一切供奉给了彭十八 五秒 生死 黎云峰 看着面前的黑色小瓶 知道对方给自己的所谓沉默根本就是个笑话 但现在又能怎样 他的记恨与愚蠢不仅害了自己更害了整个易云天 一 二 狂十九开始猝猝 全场 有一千个黑色小瓶随机的摆在一千名无辜观众的面前 正常人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吓傻了 脑海中一片空白 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选择 五 放箭 嗖嗖 没有任何的犹豫 没有钉点儿的人词 空中的杀手扣动了扳机 一波黑色的箭语直接没入了人群 发出了一阵历刃入体的声音 哦 惨叫 瞬间响起 但更可怕的声音并不是人的惨叫 而是仿佛将肉块倒入了酸液中一般 中箭之人浑身瞬间开始腐烂起泡 痛楚的折磨让他们恨不得把身上的烂肉尽数挠下来 但索性这种痛苦持续的时间并不长 短短促习的功夫这净千人就化成了地上的一滩浓水 连骨头渣子都没有生下来 天啊 救命 人们慌了 瞬间炸了锅 恐慌的观众们想要蜂勇逃散 但是人群刚刚有了炸锅的迹象 就听到空中传来了一声冷笑 哼 找死 那两位手持神功天珠的按摩天仙尊 直接朝着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射出了一只天珠魔剑 哼 这一回 箭矢通红 包裹火光 速度奇快 是灭时的火焰流星 不要 彭十八放生几乎 却被面前的彭十九死死牵制住 那边 有数名彭族强者纵身起来想要挡住那可怕的火焰箭矢 但刚刚靠近就被滚滚的火能逼退 甚至还烧起了半边身子 哼 细小的火箭落入人群 爆起了参天而起的巨大火云 人们在尖叫 在身影 促万之神情就在那么一瞬间被可怕的火箭所吞噬 直接蒸发成了空中的尘埃 恐怖的威能根本是灭杀仙尊之下的任何强者 根本不留半点生机 我再说一遍 善动者 死 这一次 彭十九运用了先尊临危 一声咆哮 震得人双腿发软 直接将现场促十万人群尽数吼得站在了原地 谁还敢动 救 救命啊 身旁 就是那人在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 一些外围的伤员已经成了焦黑的火人 趴在地上惨叫挣扎 儿子 我的儿子 一位心碎的母亲被人群死死地拽住 想要去火堆里找寻已经成了灰的柚子 但凄凉的哭诉换来的只有死神的冷笑 天啊 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啊 人们在哭诉 在战斗 在咒骂 在绝望 原本一场举世欢腾的祥和盛会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变成了人间的血性炼狱 而悲凉的是 按摩天的杀手们并没有因此而减缓他们杀戮的步伐 刷 这一回 有更多的黑色小瓶被操控中悬浮到了众人面前 数量足有一万 便是一万条性命被摆上了死亡的天平 一些人脸上还带着生离死别的泪痕 就被逼着要像杀害自己亲人的魔鬼臣服 我呸 去死吧 一些愤怒的人咒骂 咆哮 但换来的只睡无情的死亡利剑 五 彭石酒冷笑着技术 便是一轮可怕的死刑降临落日谷 扑扑扑 滋啦啦 一句又一句的尸体在地上化成了浓水 腐烂的腥臭味道让人作呕 更让人颤抖 不 不要杀我 我愿意效忠 终于 也正是在这一轮的死亡威胁下 有人选择了妥协 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下了那瓶子里的一粒毒丹 像狗一样的蜷缩到了一旁 自以为逃过了死神的召唤 却是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了魔王 数千人死去 数千人沉沦 这人间的炼狱 却无人可以终结 下一轮 彭石酒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讥笑 看着整个一云天沉浮在他的脚下 享受极了 而彭石八 却丝毫没有办法 空中的天珠是足以牵制他的可怕杀器 凤族高手全部中毒失去了战力 而金屋族的金酒这会人却该死的没有一点动静 那个贪生怕死的老家伙 这会人只怕已经开始做着投降的打算 对手的手中 握着现场几十万人的性命 就算他想放手一搏 也不敢用如此多条生命来做筹码 他堵不起啊 该死 要怎么办 按照这个速度 要不了多久 所有人都会被处理干净 但他完全无能为力 彭石八眉头都要皱烂 手掌都要捏碎 但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任何的办法能够破解当前的困局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无辜的神情子民要么服下毒丹 要么化为浓水 简直憋屈到想要爆炸 彭 族长 可就在这时 突然他的誓海之中传来了一道神念 恩 李氏 熊大 彭十八不动声色 却惊喜无比 熊大 李在哪里 彭 族长 你听我说 我已经跟金九 族长安排好 等会听我号令 便如此这般 什么 原来金九那老家伙没动 却是早已经跟熊大联系上了 这熊大什么时候动的手 彭十九怎么没有发现他 以彭十八的心机智慧 竟是完全猜不到熊大的半点手段 但对方在自己耳旁飞快地诉说出来的计划 却更是让他听得心惊肉跳 熊大 你确定此计可成 搞不好这会害死所有的人啊 彭 族长 为今之计 你可还有更好的办法 熊大一句话说的彭十八哑口无言 妈的 人家是唯一有办法的人啊 你还逼逼个毛 好 那便依你之计 彭十八咬牙应成 再有片刻 听我号令 熊大的声音消失 去做最后的准备 对面 黄十九却刚刚欣赏完万人杀戮之后 再次挥了挥手 刷 小平的数量 再添十倍 我的天啊 这一回 整整十万人被放到了恶魔的死刑架下 要么赴死 要么为奴 呵呵 我的哥哥 如何 看着他们的模样 你可有后悔当初那般的对待于我 哈哈哈哈 不要着急 等他们全都吃了药 再与我一起欣赏你跪地认错的模样 对了 你们刚才还有人傻傻的不愿服药效忠于我吗 呵呵 真是愚蠢啊 彭十九每一步都有着自己的算计与阴谋 他转身一直被踩在地上的林云峰 你们看看他 我即将灭了他们火凤一族 这般邪海深仇又能如何 这世上唯有活着才是唯一的道理啊 是不是 小家伙 彭十九冷冷的目光一扫 青三心领神会的脚下猛逼一用力 几乎踩断了林云峰的胸口 扶药 青三冷冷的呵斥 在这一刻 他是王 林云峰是奴 所有人将目光看向了林云峰 看向了他们曾经的天之骄子 未来有可能成为凤族乃至一云天至尊的人 结果 林云峰乖乖从瓶子掏出了一粒药丸 吞了下去 然后将头埋在了彭十九的脚下 他彻底放弃了反抗 他的心房早已经一次次的被摧毁 节操一次次的被消磨 终于成了彻头彻尾的奴隶 这才是彭十九计划中很重要的一环 杀人诸心 林云峰的身份 林云峰的名望 全部都是武器 一旦等到这位天之骄子选择了臣服 那便是摧毁现场这些人心底那份心念的最可怕的杀器 不要 完了 全完了 吃万民众 超过三分之二都瘫软在了地上 他们的心 碎了 他们的魂 软了 他们颤颤巍巍地拿起了手中的药瓶 心中只有一个声音 连林云峰都吃了自己还坚持葛屁 人就是这般 有时候比死还要可怕的 是看不到希望 一 彭十九开始计数了 二 超过七万的生灵无力地打开了药瓶 三 大火取出了药丸 放在了自己眼前 四 张嘴 吃药 生死一念之间 助手 可就在这时 彭十八一声大喝 用自己的强大纤维将所有人从那股绝望的情绪中唤醒 哦 哥哥 你有何话说 彭十八 看着满脸冷笑的地点 心痛欲裂 她的是海里 还没有传来林阳行动的声音 但她却不能看招数万人服下那沉沦的毒药 扑通一声 她在所有人的注视下 跪了下来 跪在了彭十九的面前 我错了 十九 当初是我对不起你 所有的仇恨对我一个人来就好 请你放了他们 什么 哥哥 我听不清啊 我说 我错了 彭十八开始放声怒吼 是我盗取了你领悟的昆蓬变神功 还把你赶出彭族 是我抢走了你彭族至尊的位置 这都是我的错 哈哈哈哈 彭十九放声大笑 笑得全身颤抖 笑得眼泪都快要流了出来 哈哈哈哈 彭十八 彭十八 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 哈哈 哈哈我亲爱的哥哥你知道我每天都在想着要如何才能让你心碎至死吗 现在就是现在了你向我认错是要救这些人对吗 他猙獰的笑脸猛逼一变竟是不满疯狂般的杀意 我偏偏不让你如愿给我杀残酷的杀令没有原则没有诚信只是为了折磨彭十八的一己私欲 而就在这千斤一法的时刻彭十八的事海里面终于传来了雄大那救命的声音 行动第867章逆转局势 你给我死 听到行动指令 彭十八果然暴怒 他心里压得火早已经撑满了整个胸腔 此刻爆发出来 当真是惊天动地 轰 可怕的时空风暴轰然冲向了彭十九的胸膛 昆蓬变得神通被彭十八催骨到了极致 恨不得一掌拍死面前这凶残的魔王 彭十八 而敢 彭十九眼中凶光暴闪 仓促之间双翼一眼 上面跟根羽毛爆出纤维 便似在面前掀起了一道晴天长城 奋力挡住了彭十八的攻击 但他整个人还是倒飞向天 脸色一白 多少受了伤害 彭十九飞在半空 只觉气血翻腾 但却更加猙獰凶残 他撕扯着嗓子吼道 彭十八 你这是要让千万人给你陪葬 杀 他果断下了杀令 要让整个落日谷化为一片血海 但就在此刻 只听到那主席台上又抱起了一声木喝 杀 通龙一声 万道金光平地而起 便似有烈阳坠落了人间 一只通体燃烧着烈阳光辉的璀璨 金屋掀起了自己那巨大的火焰羽翼 漫天满地的烈阳光线便似千万丙利刃一般 瞬间射向了天空 金屋族 族长金九 终于悍然发威 这是一代仙尊浩瀚的神招 本来足以灭杀空中那些仙王以下的所有杀手 但天空之上 早有一柄可怕的神功天珠在等着镇压一切 天真 两位按摩天魔尊冷冷一笑 将手中神功灵能一凝 顿时又射出了一只可怕的白色光剑 此剑 又有不同 之前 天珠神威已现其三 此剑剧毒 黑剑神力 红剑爆裂 而这一只白色的神剑威能是 消融 刷 空中 只见那白色光剑飞到了半空 直接炸裂成了漫天的白色光滑 竟是将金九 族长的火焰神光尽数的消融在了空中 没有一道能够威胁到周围的按摩天杀手 沉默 金九脑门上瞬间冷汗成流 成功天珠的可怕威能实在是匪夷所思 方才那雄大制定下的计划还能成功了 死吧 与此同时 空中的杀手已经射出了自己的死亡杀箭 以昆鹏 幽毒孔雀为首的一众仙王们更是挥出了自己的死亡杀招 向着下面的人海无差别地发出了攻击 完蛋了 这回死定了 人们看着空中那一道道死亡流光轰然而下 眼中只剩下了绝望 但没有人注意到就在鹏十八暴起发难的瞬间 从他们脚下的石头缝里竟是悄无声息地生长出了一根根纤细的藤蔓 而在这死亡降临的一瞬 这些藤蔓直接缠住了全场猝十万人的角落 使劲一拉 刷 全场的观众瞬间聚拢在了一起 这个画面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鲜花以闪电般的速度聚拢成了一个花骨朵 原本散落整个凤鸣台的猝十万人一下子聚集到了场地中间 变成了一锅密密麻麻的饺子 狠挤 但是能活命 轰隆隆 场地外围 那些独剑杀招纷纷轰在了空地之上 掀起漫天沉沙 那些原本就轰向场地中间的沙发大树 却是遭到了一众捧族与金屋族高手的阻拦 我来 看我的 一声声怒吼 全是愤怒的宣泄与释放 一道道灵能避障冲天而起 为无辜的生灵撑开了生命的保护大伞 砰 砰砰 杀招与护盾 在空中碰撞出了一朵朵死亡的绚烂烟花 但这凄美的景象却没有人有心情欣赏 因为空中那两位最强的死亡魔尊 正看着聚集到一起的猝食万民众 发出了死神的吃笑 哼 正好把你们一锅端了 天珠神宫 火焰爆裂剑 一只腾着滚滚烈焰的毁灭之剑凝在了神宫中间 此剑若是在场中爆开 全场生灵 无人可以信念 然而 一变再起 金黄的众人只觉得脚下大地一阵剧烈的战斗 人群中间纷纷让开 便有一颗巨大的神树飞一般的从地下冒出 直接尝到了数百米的高度 厚重的树冠便如一把天然的保护大伞将所有人笼装 在了里面 这又是什么啊 没有人知道帅树的存在 但此刻 这位树灵变是光耀全场的核心焦点 木木 帅树现身 还不足以力挽狂澜 他的任务是悄无声息的布下藤蔓将众人聚拢 而真正能够阻挡毁灭杀招的 赤木木 批修 从未有一刻 木木那震愣的声音显得如此激动人心 这蜕变重生的小家伙就端坐在帅树鼠冠的顶端 一身滚滚的生机灵能早已经到位就绪 面对着空中那只汹涌可怕的火焰神剑 直接祭出了药神胡盖 哦 哦 龙啸九天 下一瞬 四条神龙盘旋九天 直接化成四道吞噬天地的龙形冲击 冲向了空中那两位持弓的仙尊 重生后的木木 再次操控药神胡盖 微能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 爆炸 两位魔尊 同时眉头一皱 显然从未见过如此逆天的神兵 身后那人抬手放剑 恐怖的火焰神剑与四条神龙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在空中轰然炸裂 掀起了漫天的冲击波 这是什么神兵 竟然能挡住天珠 惊讶 震撼 包括彭十九在内的三位魔尊 看着空中那灰红的巨大光晕 将原本骑整的包围圈冲得乱七八糟 奇奇地变了脸色 因为等到烟云散去之后 整个现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所有原本被抓为人职的一云天民众 安全了 一棵巨大的参天巨树 好像扛起了一切为难的公骨洞梁一般 傲然地立于天地之间 脆裂的生机灵能有着当敌一切邪恶的玄妙微能 不仅将漫天的黑色魔气驱散 更是安抚着下面每一只神情那惊慌的内心 巨树之外 一座巨大的光照从天而降 形成了第二道防护 光照很薄 却是有着可挡天地万法的盖世神威 醋条颜色不一的神龙在光照壁上来回盘旋 时不时地发出震天龙营 气势辉弘地足以震天 更让彭十九等人皱眉的是 巨树之下 所有受了伤的那些异云天民众 都被一根根藤蔓轻柔地包裹起来 举到了巨树身边 一道道声机灵能正通过这些藤蔓输入他们的体内 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 这是一颗什么见鬼的妖树啊 彭十九眼看着一只本来之前被火焰神剑烧伤的胸臼 再及格呼吸的功夫就停止了身影 身上那焦黑的身躯已经开始重新生长出了皮毛血肉 简直就像是神机一般 糟了 再看一旁 他更是瞪大了眼睛 一副让他心惊肉跳的画面出现 所有凤族中了毒的强者们更是被集中安排到了一起 有着粗根最为粗壮的藤蔓与他们的身躯连接了起来 玄妙的生机灵能正在为他们解毒 这绝不可以 彭十九心里咯噔了一下 他们这次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阻拦了落日古凤与灭天大阵的启动 如果一旦让凤十一等人恢复了战力 那死的可就是他们了 孔雀 他猛地向幽毒孔雀发去了一道神念 此数能解你的孔雀灵 大人 绝不可能 幽毒孔雀传来了无比坚定的声音 我的毒就算是长生天最厉害的那几位树林出手 没有促日的功夫也绝不可能清除 足够我们将他们灭杀干净 好 彭十九庆幸的暗中出了一口气 可是话没说完 就看到下方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道火红的身影 来 给他们把这些解毒丹吃了 解毒丹 这世上有能够解孔雀灵剧毒的解毒丹吗 彭十九只觉得今天的局势似乎要渐渐地开始脱离自己的掌控 而他的目光 则是不由自主地盯向了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红色身影 这家伙 是谁 为何地上的彭十八 金九等人都是第一时间围到了他的身旁 难道说彭十九扫射了四周 整个落日谷的局势已经被这一棵树 一道避障彻底地扭转了过来 这是何等惊天动地的手段 难道说 这一切 都是这家伙的手笔吗 据述之下 林阳的现身 引发了全场的骚动 雄大 你可算来了 无论是彭十八 还是金九 看到林阳都如见到了救星 两位前辈 先让凤 组长他们服药 林阳挤走 路过了火 而没有说话 他的余光看到老壁方的状况 却是狠狠地一皱眉头 将解毒单位给了凤十一等人 处前辈 需要多久 林阳问得干脆直接 半个时辰 率数答得简单明了 好 半个时辰 林阳看向了旁边目光关切的 彭十八与金九 用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够听到的神念传声道 至少还得坚持半个时辰 什么 半个时辰 这么久 彭十八与金九的脸色都是一暗 与此同时 整个巨树下的安全空间都是一阵天崩地裂的巨响 外面 彭十九发动了摧毁灵能避障的可怕攻势 给我轰 彭十九阴沉着脸一声 令下 促到攻击化为长虹直轰 灵能避障 其中 有以天珠弓射出的黑色巨力重剑最为可怕 第八百六十八章三位英雄 轰的一声 可怕的黑剑好像天神的黑色手指 重重的按在了灵能避障上面 所有人的身子都在剧烈的阵战中东倒西歪 现场乱成了一片 木木 林阳第一时间感受到了木木在树棺顶部发出了一声痛苦的身影 小家伙不过仙王境界的战力 就算做永药神胡盖这半剑先帝神兵但用来阻拦两位仙尊加上天珠神功还是有点勉强 通隆隆更加可怕的是外面绝不仅仅是天珠一剑神兵在发威 阴冷凶残的彭十九已经带领着整只按摩天杀手军团展开了进攻 千名杀手猝十位的仙王 加上彭十九一身惊天动地的神通一轮狂轰烂炸下来就让外面的灵能避障变薄了至少三成 天啊要挡不住了人群中发出了悲观的呼声敌人的实力太过可怕三位仙尊就足以碾压全场 更不要说还有十大至尊神兵天珠镇压这已经不是胆色勇气的问题几方总共只有两位仙尊出去也是送死 组长我们去跟他们拼了吧周围有一份填膺的嘶吼 拼什么啊彭十八都被一箭击败我看要不然还是投降吧至少能够活着 同样也有胆小懦弱的身影哈哈哈哈彭十八就算你有这灵能避障又能支撑多久 更有彭十九那猖狂而猙獰的呼唤响遍天地 你们这些愚蠢的家伙听着只要你们乖乖地走出避障向我投降 我保证不杀你们一人若是你们愿意在里面等死等到避障一破 所有的人一个不留全部格杀彭十八还有那个自以为救了所有人的蠢货 要是他们拒不投降就是你们害死了所有的人啊哈哈 彭十九疯狂而精明他要从内部瓦解所有人的斗志 出来不死一句话已经让一些人的眼神变了 他们看着周围遥遥欲坠的灵能避障 心中求生的本能几乎让他们就要站起了身子走向外面 而这时一道身影站了出来 所有人都在这里待着 没有人会有事 彭组长彭十八已经缓缓地站起向外走去 其用意已经明显不过 他要出去 他要以一人之力替所有人争取时间 只是面对外面可怕的凶魔大军 这一出去只有死路一条 彭组长一道身影猛地飞来 拉住了彭十八正是精九 精兄放手吧 彭十八身形一颤 确实坚定无比 当年是我对不起十九 一切的祸根都因为而起 今日该我为此付出代价 呵呵 彭兄我又为要拦你 何来放手一说 耳旁 精九的话语让彭十八一愣 精兄 你 他压抑地转头 从未在一向喜欢和悉尼的老金屋脸上 看到此刻这般的神情 怎么 就许你去冲英雄 不许我也潇洒一回 精九的笑转瞬即逝 随后脸上全是冷酷的沙发 这群按摩天的杂碎 不杀他们一个够本 这口气怎么淹得下去啊 哈哈 好 彭十八放声一笑 不再多言 而就在这两位易云天的顶梁至尊话音刚落的瞬间 他们身旁 确实又多了一道火红的身影 穷大 你干什么 嘿嘿 穷大挠了挠后脑勺 笑得那般轻松 手痒了 想打架 胡闹 给我回去 彭十八看着穷大 这个年轻人让他分外的欣赏 但越是如此 他就越不能让易云天未来的希望陨落在此 但他哪里指挥的了穷大 等会彭 组长去跟你弟弟单挑 我跟金 组长去搞定那把破功 反倒是熊大开始给他们分配任务了 你凭什么 彭十八话没说完 就看到熊大浑身红光衣衫已经向外面冲了出去 这个混小子 金兄 你务必照看好他 将他安全带回去 外面有我 好 彭十八与金九两人彼此一个眼神的交汇 便在无废话 其其化成了流光 冲向了臂杖之外 外面 彭十九眼前闪波了一道红光 是他 那只臂方 彭十九狠狠地眯起了眼睛 如果一切不出所料的话 今天所有的变故都是因为这只臂方而起 是他靠一己之力给了彭十八等人苟延残喘的机会 他心里早已经恨爆了这只小神情 结果此刻对方竟然还敢单枪披码地从臂杖里面冲出来 简直找死 地狱无门你要闯 好 那本尊就成全了你 彭十九浑身先能涌起凝在了一片漆黑的羽毛之上 瞬间化成了一杆刺破一切的长枪 搜的一下便向那臂方刺了过去 可就在这一瞬 一只黑色的昆蓬羽翼后发先至 挡在了臂方的前面 混蛋 你的对手是我 彭十八轰然而至 早已经压抑了许久的昆蓬便神功在这一刻如火山爆发一般喷涌了出来 狠狠地砸在了那柄长枪之上 抱起了今天的冲击 哈哈哈哈 彭十八 你终于还是出来了 今天我便要你亲眼看着你心心念念的一云天在你面前毁于一旦 彭十九心中何尝不是期待面对自己兄长的复仇之战 当下便放过了那只臂方向彭十八冲了过去 反正这小小的一只神情下一秒就会被自己的谋军秒杀 也许我今天才要替天行道将一切终结 通隆隆伴随着彭族两位至强天尊的对拼 整个凤鸣台外的世界仿佛陷入了时空的碎裂与崩塌之中 两头巨大的昆蓬显出了原形 直接进入了时空裂隙中展开了可怕的厮杀 一段跨越了漫长岁月的兄弟恩怨终于到了将要了结的时刻 而另一边 羚羊化身的雄大依然直接冲向了空中手持天猪的两位魔尊 哼 找死 两名魔尊牙根没有将一只仙尊以下的壁方放在眼中 在他们看来 这种垃圾的货色连吃天猪神剑的资格都没有 仅仅是放出了一道神念招来了一群打手 给我杀了他 是 一声爆喝 顿时有三道黑色的身影冲向了羚羊 要将他半路拦截 其余的人给我继续轰碎灵能避杖 两位魔尊下令之后 便再次催动天猪 向着下方的壁杖又射出了一枚可怕的重力黑剑 给我住手 这一瞬 老金乌金就及时赶到 看我昊阳靖 他的手中 拖了一枚巨大的金色圆盘 上面散发着滚滚的烈阳火芒 一道可焚天地的巨大火柱已经酝酿完毕 第一时间就正对着迎上了那黑色重剑 立一时间 天空中满是震天的神情提名 那昊阳靖乃是神兵至尊榜上第十五位的天神兵 蕴含无尽烈阳之力 一经催动 不仅有火柱擎天 更有无促金乌须隐蕴藏在火柱之中 以利爪 以峰会 要去摧毁那可怕的天珠神剑 可惜 至尊神兵的威能终究难以抵御 昊阳靖与金九已经够强 但那只黑色重剑还是直直地穿过了烈阳火柱 重重地射在了昊阳靖的镜面上面 啪啦一声 这面威正义云天的神兵火静静 是被硬生生地射出了促到珠网般的裂缝 虽未尽毁 却受重创 金九一口带着火焰的鲜血直直喷出 洒满长空 连人带尽都狼狈飞退 重重地砸到了灵能避障的外壁上面 哼 无知 天下除了十大至尊神兵之外 无物可挡天珠神威 站在前面持宫的摩尊冷面激笑 却忽然听到身后同伴的一声几呼 小心 沉默 哗啦啦 旁边 瞬间已是火海滔天 一道铺天盖地的火焰剑芒 已经来到了他们二人的身边 沉默 是那指壁方 方才不是派了三位先王去阻拦的他的吗 人呢 人 死了 这魔尊于光看到不远的空中正漂浮着三具干瘪的尸身 早已经没了半点生机 这么快 这壁方到底什么来路 战利竟然堪比先尊 还有这把剑 两位魔尊同时看到了催动满天火海的那柄剑 黑色的剑身 血色的云纹 无尽的猎阳正与此剑融为一体 散发出了连他们两位都要金黄的恐怖剑威 凤舞天静 林阳化身火海 长笑震撼苍穹 先王在他与魔剑飞仙合体的面前就是渣渣 他今天绝不会让这些暗魔天的砸碎 再去伤害一云天的任何一只神情 因为 这里是火儿的家 一直 林阳都没有像火人发出哪怕一道神念 他完全能够体会到在人群沉默的角落 那个不停地战斗的背影心中的那份伤痛 没法说 没法形容 一想到就是撕心裂肺 一想到就是怒烟冲天 林阳记得自己前一天还跟火人说过 要跟他一起给一云天带来更好的明天 火人还想着等回头一定要去把自己的死鬼老爹找回来 看着他在老弊方面前磕头端茶 哈哈 那是一派怎样幸福的画面 但现在 林阳根本不敢去看一眼火人 那份绝望 那份痛苦 只有化成手中的烈焰杀剑 狠狠地扫向这该死的敌人 给我滚 轰 火到的极致 剑到的巅峰 屡地的传承 飞仙的怒吼 所有的一切悲愤都化成了林阳这烈火焚天的一剑 狠狠地席卷了今天最强悍的两名敌人 第869章坚持 尼玛 这还是一只普通的必方 两位魔族 被凤五天净烧得浑身火辣辣的剧痛 这绝对是仙尊境界的战力 尤其是那柄该死的黑剑 从里面散发出了一股邪气森森的恐怖剑意 顺着火焰蔓延到身上的时候 就好像一条条毒蛇变着法子的往你身体里钻 进去一道 就吞噬一道体内的先能 恐怖的一毛 翼云天还有如此可怕的青年先尊 不可思议 两位魔尊心中都是翼宁 旋即发出了反击 灵弼天成 玉 翼人挥手召唤出了一道水系先能构成的灵力弼杖 浩如汪洋 坚固如山 一个个翻腾的水炮瞬间将周围的火能吞噬 隔绝了恐怖的剑气 臭小子 受死 另一人更是催动了天诛神功 直接对着羚羊就是一剑 刷 一只紫色独剑狠狠地射向了羚羊 两位魔尊 脸上已经露出了争獰得逞的笑容 这世上 除了十大至尊神兵之外 没有任何装备可以挡住天诛神剑 没有 绝对没有 丁的一声 紫剑被挡住了 两位魔尊的眼珠子差点瞪爆 那只无往不利的天诛神剑 正死死地定在必方手中的那柄长剑中央的红色珠子上面 便如一头凶残的野兽拼命地想要撕咬对手 却被割断了满嘴獠牙 完全不得寸进 扑 饶是如此 羚羊依然中剑吐血飞退 但这依然让两位魔尊精的无以复加 这什么剑鬼的破剑 难道那竟是可以与十大至尊天神兵媲美的至强装备吗 两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不悦而同地泛起了贪婪的光芒 十大至尊天神兵 每一剑都是战略级别的天地重宝 拥有镇压一方天欲的无上威能 要是能够在这里夺到一剑 那收获不雅于占领了一云天带来的利益 也许 看招 就在这时 两人另外一边的方向 经久抱着有些残破的浩羊 竟神威冲天地飞了起来 通隆隆 烈阳火光再次直冲两人 毫不客气地冲破了其中一人结成的灵能避障 这便是贪心分神的下场 经久终究是仙尊高手 浩羊竟更不是摆设 这一下狠狠地扫中了两名魔尊中前方持弓的那人 将那货半个身子烫得起了滚滚的撩炮 哦 毕生惨叫 这魔尊狼狈地扑灭了身上的烈阳火光 你们 该死 他怒吼 却被脸上的大炮扯得生疼 这越发地让他怒火冲天 射爆了这两个杂碎 好 老羞承怒的两位魔尊再次加过了灵能避障 手上动作快如闪电 瞬间便再次向着金九射出了一只神剑 砰 金九又被再次击飞了 无奈 天珠太强 他手中的浩羊竟已经崩飞出了大块的碎片 若是再挨一剑只怕这剑神兵就要彻底报废 还有纳指必方 两人呲牙怒吼 最重要的就是纳指必方 插了他 杀 他们飞快地凝出了第二只神剑 就要灭杀羚羊 可转身持弓一秒 恩 人他们又去哪了 那指必方竟是突然从战场里面消失的无影无踪 气息全无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断入虚空 也不会连气息都无法察觉 这必方的手段太过匪夷所思 蠢货 找什么呢 看见 卧槽 两人浑身鸡皮抱起 又是一道火焰剑芒从他们后方袭来 后面 后面 两人心神急转 连忙把护盾的灵能集中到了身后的方向 可让他们蒙蔽的是 这次批来的火焰剑气却是比之前弱了醋背不止 并惊一看 哪里是什么变态小必方 而是一柄散发着滚滚火光的黑色重剑 这又是什么鬼 两位魔尊从来没见过如此诡异的攻击的方式 而就在他们分神的瞬间 那柄可怕的魔剑却是从完全相反的方向伸出 再次批出了惊天剑芒 凤舞天晋 通龙龙 天空 再次被烧成了一片通红 李大爷啊 两位魔尊刚刚调整了护盾的方向 这边瞬间就被攻破防御 刚刚那位半身撩炮的魔尊这回倒是很平均了 另外一边身子也被烤得尽数起了泡泡 酸爽的一塌糊涂 哦 他疼得大叫 这火不是一般的小火苗 就算是仙尊也难以承受 哈哈 熊大 干得漂亮 老夫跟鹏兄真是小看你了 旁边 金九 族长狠狠地吐掉嘴里的血水 忍不住地给林阳拍手叫好 前辈 注意自保 干他压的 林阳此刻五脏翻腾 剧痛难忍 但一腔战血确实愈发张狂 他是天生的战斗疯子 遇到至强先尊 遇到至尊神兵 只会让他战役狂勇 爆发出体内的全部的战斗潜能 战 杀 他与金九 像是忘记了对手的可怕 忽略了天珠的凶残 拼着一记记的受创 拼着随时有可能逝去的性命 无谓地纠缠上了两位魔尊 由于林阳有着隐秘身形的神通 给了两位魔尊不小的牵制 再加上持弓的那位现在满身的大炮 疼得支离哇拉更是影响了实力的发挥 接下来的三只神剑 林阳与金九皆是有惊无险地剁了过去 一老一少硬是凭借着满腔的昂扬 斗志与胆大欣喜的交战手段 牵制住了场上最可怕的对手 压力 瞬间小了许多 木木此刻在树神头顶 咬牙切齿地维持着药神胡盖的防护 说实话 两位天尊射出的一只天珠神剑 足以抵的上剩下所有人加起来的好几轮的猛攻 此刻对手三位至强者都已无暇发动攻击 木木的脸色瞬间变得好看了许多 整个灵能避障都变得稳固了许多 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 以昆鹏 幽毒孔雀 古旧为首的几十位仙王 依然在空中发动着排山倒海般的可怕攻击 那周围的千名杀手 更是拥有着可以毒伤仙王的恐怖弓母 这依然是死亡的杀战 除了在里面等待凤族大佬的苏醒之外 谁也不敢出去面对那凶残的对手 人们 在焦急中等待 林阳并没有告诉大伙伴葛石臣之后就会迎来转机 这个消息一旦泄露给外面绝对会引发对手的暴动或者提前撤离 他们今天要博得就是最后一瞬的绝地反转 将所有侵略者都消灭在大阵之内 所以 现场弥漫着难以形容的紧张与恐慌 每一次林立毕杖的剧烈战斗都会引发人群的惊呼尖叫 促使万颗慌张的心一起跳动 那就是难以抑制的负面情绪在蔓延 所有人安静 安静 彭族与金屋族的长老们在努力地维持秩序 但是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推移 人们的情绪一点点陷于崩溃 我们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彭 族长他们能不能打赢对手啊 这样下去林立毕杖早晚会被攻破 到时候大家都是个死啊 一人抱怨 就是全场炸锅 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死亡的煎熬 甚至已经有人打算离开林立毕杖 去向外面的杀手们投降求生 大家相信两位 族长 他们一定会 彭族的一位长老在苦口婆心地劝告 可就在这时 一个凄厉的笑声哈哈地响了起来 哈哈哈哈他们一定会输得 到时候就是所有人跟着他们一起去死 哈哈哈哈 这画面一定美妙至极 青三 众人回头 却是看到了被绑在树下的青三玉黎云峰 刚才率述牵引众人的一瞬 自然是把这两个败类留在了原地抓为了俘虏 因为考虑要盘问按摩天更多情报的原因 彭十八才留了青三一条狗命 但没想到这个家伙竟是在这个时候又开始蛊惑人心 哈哈哈哈 黄摩尊早已经神功大成 黄十八根本就不会是他的对手 还有你们觉得就凭金九还有纳指比方就能够挡住天珠吗 哈哈哈哈 我真是觉得你们太天真了 青三的声音带着无尽的蛊惑之力 同时他又用肩膀靠了靠旁边的李允峰 李大哥 你还愣着干什么 李不应该告诉一下大伙 只要成为了咱们的人 全新的易云天会有什么样的好处等着他们吗 恩 黎云峰一愣 确实看到了青三那双冷冷的眼睛 想活命 就照我的话说 是 我知道了 黎云峰已经完全成了傀儡 娜娜的把青三神念礼的话说了出来 彭摩尊要的只是对他哥哥的复仇 之前给大家的丹药也只是一个形式 只要易云天重新统一 没有人会死 而且彭摩尊还会每年把更多的圣果分享给普通的神情 修炼的资源也会加倍 放屁 闭嘴 旁边立刻有人过来堵住了李云峰的嘴 但留言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有时候人们明明知道他是假的 却愿意去相信背后那可笑的沉默 尤其是在现在这生死关头 一线希望都会成为人们暴乱的根源 哈哈哈哈 留在里面 就是等死 归祥我们 才是生机 该怎么选 大家心里都有数的吧 哈哈哈哈 第870章人心报 可恶啊 下贱的话语 让人们的心思动荡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青三是在蛊惑人心 但大伙心中就是有一个声音在想 投降 真的可以活下来吗 而就在人们在青三与黎云峰这一对贱人的鼓动下 开始躁动的时候 旁边 一道身影缓缓地站了起来 火人 他的脸上满是心碎的笑 他看着脚下已经闭上了眼睛的老壁方 耳旁是率数抱歉的话语 火人 抱歉 你爷爷中毒太深 我无能为力了 火儿没有说话 他紧紧地抱着老壁方的身子 一点点感觉到爷爷的身躯变冷 甚至 他还能感受到最后的时刻 爷爷握着自己的手 那双眼眸里透露出来的蹊迹与期望 火人 壁方族的将来 就靠你了 查老爷子 火人惨笑地看了一眼身前的老壁方 一个决绝地转身 走着离开了人群 火人哥 旁边 是二压根毛弹关切的呼唤 火人立住了脚步 面对着周围一声声叫嚷不停地呼喊 他冷冷的双目之中闪过一道寒光 突然一闪身就来到了那正在大笑的青三面前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 你要干什么 青三看着火人 忽然觉得浑身发冷 他强称着想要继续笑 呵 呵 火人 你如果视像的话 就跟黎云峰一样归顺在彭摩尊的麾下 我保证你一定能够 啪 话说一半 他整个身子就被火人拎起来架到了半空 火人一只翅膀冷冷地卡着他的喉咙 也不说话 只是瞪着一双冰冷的目光看着面前的贱人 哥 哥 火 火人 你杀了我 所有人都要为我陪葬 哈哈 我不怕死 哈哈 哗 火人还是不说话 一团闭方针火融合着凤凰火焰直接从他的手掌上蔓延出来 先烧毁了青三的喉咙 让这祸再也发不出半点声音 随后 这可怕的灵火向上向下蔓延 很快地将青三整个人化成了一团烈火 只听到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里面挣扎惨叫 那鬼哭般的嚎叫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哦 惨 太惨了 火人现在就是冷酷的杀神 心中的杀意 让灵力避障之内的温度都降了许多 砰 几席之后 他将已经化成了焦炭的青三冷冷地扔在了地上 冰冷的目光又看向了旁边的黎云峰 不 不要杀我 黎云峰 已经不配称为凤凰 像一条赖皮狗拼命地在地上磕头 祈求着火儿的饶恕 火人冷冷地看着自己同族的天骄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但他终究没有动手 不杀 留着交给凤十一处置 火人仿佛在这一瞬变了 不再鲁莽 却多了一分难以形容狠辣凶悍 他转过了身子 不再去看那垃圾一眼 冷冷的目光扫过全场 竟是没有一人敢大声喘息 你们 不配待在这里 火人淡淡地说着 那些想要出去的人 爱死死去 没人拦着 谁再废话一句 我先宰了他 别影响我爷爷休息 冷冷的话语 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火人一句话 便挡住了全场滑遍的趋势 他 不一样了 哼 一声冷恒之后 一件黑色的战甲浮现在了他的身体表面 冰冷肃杀的目光扫过了外面那些 仍然在疯狂攻击零能避障的按摩天杀手 火人缓缓地飞了起来 无边的火焰之力开始凝聚 滚滚的战穴开始沸腾 火人要做的事情谁都看得明白 他要去战 像个男人一样的战 而不是等着三位英雄的御邪拯救 火人大哥 旁边 毛弹飞了过来 一双红红的眼睛里面全是晶莹的光 火人哥 二鸭飞了过来 身后两根漂亮的紫色围鱼 已经化成了沙地的利刃 你们 火人看着两个弟妹 欺然一笑 有可能会死哦 怕他个毛 毛淡黑黑一笑 竟是那般的豪气甘云 怕他个毛 下面 一百名必方族的参赛选手们 齐齐地飞了起来 他们眼中都带着灿烂的泪光 嗓子里呼喊着简单粗犷的话语 怕他个毛啊 这是英雄之间最简单的话语 蕴藏找的却是无限的力量 火儿没有多说什么 他的嘴角淡淡的一勾 似乎在笑 更多的却是冷酷与决然 冲 他转身 冲向云霄 冲向避障之外 冲向了死亡的沙场 沙 身后 是一百指壁方齐齐的呼喊 却是无尽的怒火战役 翻涌向天 通隆隆 外面的按摩天杀手们 就好像看到了一团怒勇的烈火从下面升起 又似看到一座沉默的火山终究喷勃 火人一马当先 化成了一道无味的光 直直地冲向了那空中人群最密集的地方 火草你抹了个蛋 刷 一只利爪 直接抓爆了一名杀手的头颅 他连手中的弓弩都来不及射出 就被火人直接烧爆成了尘埃 火人再冲 旁边一名仙王已经迎了上来 已找死 那仙王气势汹汹 手中更是挥舞着一柄汉天神兵 但火人就是疯 就是狂 哪管对手是谁 直接冲了过去 砰 无味的铁头 撞碎了神兵 可怕的利爪 直接抓爆了那仙王的心脏 火人仰天长笑 就是在宣泄 更是在哭泣 爷呀 你看着我 火人给你报仇 杀 他再冲 再杀 无论是仙江级别的耻弩杀手 还是普通的仙王至尊 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撑过一秒 全被愤恨的火人魔王撕成了碎片 身后 是同样热血沸腾的毕方小队 他们无惧无畏地杀将出来 却未必能有火人这般的逆天神通 面对这扑天盖地儿来的独剑剑雨 面对着仙王级别的杀招攻击 第一轮过去 便是十几指毕方直接被击毕在了空中 但没有一个人畏惧 没有一个人退缩 所有的人心中只有一个念想 让火人大哥去杀 我们给他吸引火力就可以了 杀啊 砰隆隆 整片天空 成了毕方一族绚烂爆发的火海 无尽的毒箭 可怕的杀招 都被那一百个脆弱的身影挡在了半空 更有一道死亡的火焰流光在人群中间穿梭 承受着所有敌人的围剿攻击 一边吐血 一边杀戮 砰砰 很快 有尸体跌落在了灵能臂障的上面 缓缓地滑落 几十具的黑衣杀手化成焦炭滚落 却也有毕方的清洁 带着惨烈的笑容与众人告别 薄蛋 一位毕方族的长老心有畏惧 没能奋勇向前 却看到了自己曾经最疼爱的晚辈 熊九浑身上下插满了毒箭 从臂障的外壁上滚落 脸上 却带着笑 小十五 十九 更多 更多的毕方坠落了下来 却好像一记忌重锤砸在了所有人的心上 妈的 老子来给你们报仇 一位毕方的长老 先将巅峰 忍不了了 他擦掉了眼角的泪水 直接冲上了天空 爱他妈谁死 老子陪你们一起死 他冲了出去 不到一秒 就被两只毒箭化成了一具漆黑的尸身滚落下来 但他 却点燃了所有毕方族人们心中的火 火二 我们来了 小十五 爷爷来给你报仇了 杀啊 有本事就杀光我们毕方 冲啊 杀啊 地上 一道道的火光冲天而起 毕方族的绝大多数人都四在这一刻忘记了生死 冲上了九天 他们能挡一只剑便是一只 能咬一口敌人的肉下来就是痛快 管他生死 管他值不值得 现在脑海中只有一个字 杀 拉的 你们就看着毕方们替咱们送死 一群混账 懦夫 一头昆鹏 傲然而起 老子不忍了 死就死吧 死了也比在这看着舒服 一只胸就 仰天怒吼 哗啦啦 更多的神情飞了起来 冲天的怒火彻底被点燃 死 可怕吗 可怕 但当所有人愿意跟你一起死的时候 还可怕吗 怕葛毛 理难以想象 当千人 万人 十万人的神情挥舞着翅膀 喷涌着神能冲向天空的时候 那场面会是何等的壮观 那就像是一座积攒了万年的地底喷泉打开了缺口 将所有的愤怒 憋屈 仇恨喷涌向了敌人 用我的命 换你的死 这 这控制不住了 按摩天的杀手们方了 就算他们神通再强 母剑再毒 终有所限 当人们不再畏惧死亡 他们就是陷入了滔天的复仇大潮 一个人拼不掉你一位杀手 那就两个 两个拼不掉 那就十个 你射箭再快 也不及时人围攻 你先王再多 也不敌我拼死一搏 此时 像雨点一般的落下 每百人 往往才能拼掉一名杀手 但大伙已经无所畏惧 那头骨臼 肉身无敌 却架不住整整十只 昆蓬死死地用身子缠住了他的四肢躯干 随后金屋一族的志强天才 以身化为熊熊烈焰 直接窜入了他的身躯之中 从内到外 将这肉身至尊烧成了漫天崩碎的焦炭 第871章几倍 那幽毒凤凰 毒宫漫天 信手挥洒孔雀灵剧毒就是死伤一片 却架不住成百上千的人穿过死亡的毒物 拼着浑身腐烂的身躯将他团团围住 将一根根剧毒的围语拔除 最后更有满是悲愤的二鸭挥舞着良柄紫色利刃狠狠地插入了他头颅两侧的太阳穴之中 直接将这剧毒毒副送入了黄泉 哥 妹妹给你报仇了 二鸭宽慰地笑 想变九天 还有那头仙尊以下近乎无敌的昆蓬 他每一记空间撕裂 都带走了成百上千的性命 更有数枚强悍的黑色羽毛 释放出摧毁一切的死亡攻击 但没有人再对他畏惧 潮水般的攻击很快就消耗了他所有的底牌 周围的敌人却是没有穷尽 他慌了 他没有想过一云天那些孱弱的小鸟们会有如此凶悍不畏死的一面 而他生命中最后的画面 是看到一道冲天的火光包裹招数十道可怕的火焰羽毛将他整个身子穿梭而过 羽化天兵树火人怒吼着撕裂了这头昆蓬 愤怒的火焰羽毛将对方直接切割成了无数碎裂的尸块 烈焰一起化为焦炭 杀全部杀光等什么凤雨大战 我们自己就可以逆转杀局 等什么英雄救世 我们每个人都是拯救自己的英雄啊 局势在谁也预想不到的情况下有了天翻地覆的转折 一支热血的壁方点燃了所有人心中的血性 这世上最可怕的威胁便是生死 但是一旦有队伍能够迈过这道关口 他们便是无敌 陆日谷上空 已经杀成了一片血海 易云天的神情一百倍 千倍的数量牺牲 却逐渐地将那些气势汹汹的暗魔天杀手们驱赶绞杀 一千杀手 在一番惨烈的战斗之后 只剩下了区区两百之促 他们在二十几名先王的保护下形成了一个战阵 不断地射出可怕的毒箭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局势 看似已经对易云天一方的大大的有利 但是 真正决定性的先尊级战场上 情况却是已然不妙 啪的一声 浩阳静 终于在不甘的爆裂声中尽数破碎 金屋 族掌 更是浑身欲血的倒飞碟落向了地面 太强 天珠弓实在是太强 尽管有羚羊的牵制 但金九还是承担了对手大部分的攻击 终于无法抵御至尊神兵的威能 遗憾败退 族长 战场中 一对金屋族高手连忙飞了过来想要救人 哼 都给我去死 但那两位按摩天魔尊已然杀性爆棚 对着那对金屋就是一记爆裂火箭 通隆隆 巨大的火焰蘑菇云在空中爆裂 族族包含了两位先王在内的金屋队伍直接在空中爆销 根本不是天珠的义和之敌 老东西 给我去死 那浑身是泡得魔尊恨得痒痒 挥手就要再次催动天珠 而就在此刻 羚羊现身再次批出一剑 凤舞天静 刷 无边火海在袭对手 可惜 这次没有了金九的丛旁协助 两位魔尊却是早有了准备 哼 就等你出来 天珠 射 一只巨利黑箭直冲羚羊 尽管被羚羊用飞仙挡住 但可怕的冲击力直接把非仙剑冲得倒砸在了凌羊的身上 滚滚的鲜血如泉勇一般的喷了出来 凌羊整个人也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无力的向后飞去 凌羊 你这是要连我一起弄死啊 鹰神念已经从非仙剑里发出了愤怒的呼喝 每一次非仙挡箭 影子凌羊也都要在路仙珠里面吐出一口老血 这样可怕的冲击他们两人都再也承担不起了 可可恶啊 凌羊只觉得战火沸腾 却屠呼奈何 仙尊就是仙尊 乃是将仙能运用到了大到极致的至尊 而他凭借着非仙剑与凤武天境勉强能与一位仙尊一战 但面对着两位仙尊与至尊神兵 就算是凌羊也难以溺天 数前辈 还还要多久 凌羊虚弱的向数神发去一道神念 快快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率数同样在下面积的跳脚 但那孔雀灵的毒经过仙尊强者的加持 半个时辰已经是他能够做到的极限 嘿 好 那没办法了 只能拼了 凌羊飞出千米 总算在空中稳住了身形 他嘴角漆黄的一咧 双手死死地握住了非仙的剑柄 凌羊 你他妈还来 影子凌羊在非仙剑里一阵狂吼 有种你自己走好了 反正我死了你也活不了 凌羊浑身每一块骨头都在战斗 但却依然飞回了两名魔尊的对面 死死地咬牙握剑 寸步不让 哈哈哈哈 好 小子 我们今天就成全了你 爆裂火箭 轰 敌人没有人辞 凶残道令人发指 魔尊在舍滔天火箭 要将凌羊彻底焚化成渣 可是这一次 凌羊正拼命地催动着体内所有的先能准备迎接 地狱般的火焰爆破 但一道巨大的爆破声却是响起在了他的身前 火人 凌羊猛地睁眼 看到火人那残破的身躯正向着一旁无力地飞去 他一把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家伙 却见火人半个身子都已经在聚爆中成了交叹 浑身的生机已经去了八成 几乎是用命替自己挡了一箭 火人 凌羊咆哮 热泪涌出 却看到怀中的火人看着凌羊露出了一个凄惨的笑容 凌 凌小羊 每次都是你挡在前面做英雄 这 这里是我的家 要死也是我先 火人昏了过去 凌羊的心在这一刻像被千刀万剐 树前辈 他狂吼着抱着火人冲向了帅树 而在他的身后 敌人却是冷笑着再次拉开了天珠神宫 哼哼 算你运气好 那只蠢鸟帮你挡了一箭 两人已经把箭矢对准了凌羊的后心 现在 准备死吧 恩 你们 你们要干什么 两人惊了 因为就在这一瞬 突然 有十几道身影站在了凌羊的背后 用一种冷漠的目光冷冷地看着他们两人 彭族的高手来了 碧方族的强者也来了 还有两头胸臼 一只青鸾 一头黄鸟 他们紧紧地站在了一起 身上流着血 眼中泛着光 或许他们无力击败两位高高在上的谋尊 但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命来为易云天的英雄挡箭 哈哈哈哈 死 死又何惧 来 朝我们来 还有我 还有我们 越来越多的人涌了过来 他们的眼中已经看不到一丝丝的懦弱 他们全是捍卫易易云天未来的英雄 区区几百人而已 几位先王而已 但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场却是让两位魔尊动容 这群人疯了 真的疯了 你们要送死是吧 好 那我们就成全你们 魔尊心中哪有人死 面对着视死如归的人群 他们毫不犹豫地凝出了一枚爆裂火箭 抬手射出 就要将这些愚蠢的家伙化成灰烬 没有人怕 没有人躲 甚至没有人闭眼 可就在大火豪气万千的准备迎接死亡的时候 突然一道巨大的身影从虚空中闪了出来 直接一挥翅膀将所有人吹飞到了后方 都给我闪开 砰 可怕的爆裂火箭炸裂在了一道无比宽厚的脊背之上 一条巨大无比的昆鱼在空中发出了低沉而痛苦的怒吼 砰 组长 砰十八回来了 他浑身浴血 却是在最要紧的关头赶了回来 替大火挡住了那可怕的火箭 哦 砰十八化身的昆鱼吼得咬牙蟹齿 背上硬生生的被炸出了一个百米的血肉深坑 但他却没有任何时间喘息 而是调动着自己的时空法则 将所有的人都聚集到了自己的身躯之下 而另一边 彭十九则是虚弱无比的从虚空中闪了出来 整个人只剩下了半条命 他败了 彻彻底底的败了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在虚空中的惊天大战是何等的惨烈 但是现在彭十九就连说话的气力都是四有四无 哪里还是刚才那嚣张霸天的魔王 呼 呼 他喘息着来到了两位魔尊的身旁 看到整个现场已经完全崩坏的局面 脸上已经不知该有何种的表情 征服翼云天的计划 近乎破产 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杀戮与暴富 没 没想到啊 彭十八你竟然将昆鹏变炼到了第五中 好 呼呼 好 可那又怎样 今天你剩了我 却还是要输掉整个翼云天啊 你们助我 一声嘶吼彭十九竟是站到了天珠宫后 而那两位魔尊一人抓住了一边的宫身 滚滚的仙能再次涌入了天珠之内 天啊 这一回 是三位仙尊合力驾驭天珠吗 人们难以想象接下来的一件会有多么的恐怖 将会带来多大的伤亡 但却听到了彭十八那痛苦却依然坚强的声音 你们都给我下去 彭组长 下去 彭十八威严的声音喝得人愣神 但大伙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因为 空中彭十八已经从嘴里喷出了一口冲天磅薄的精血 随后这些血液尽数地洒在了自己的身体之上 进入了皮肤之中 开始将他整个身子变得一片通红 大密数 下面 林阳刚刚将火人交给了帅数照料 就看到了空中这悲壮的一幕 他纵深而起 飞向彭十八 彭 组长 您不必 穷大 你听好了 林阳瞬间收到了彭十八神念传音 彭族的未来 一云天的未来 老夫就交给你了 什么 林阳雷劈一般的愣在了原地 我说的环不够清楚吗 彭十八的身子越来越红 后背上的伤口已惊人的速度开始愈合 那可怕的秘书激活了全身的潜能 近乎将他变成了一尊不坏的战神 我知道你本来要借着这次大会做些事情 可惜 老夫看不到你的精彩表现了 可惜 我彭族没能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物 小小 替我照顾好小小 神念完毕 彭十八对着所有人说了最后一句话 老夫今日已经必死 但你们谁若是再出来送了性命 那便是让老夫死不瞑目 都给我带着 轰 话音已落 浑身已经如血般心红的昆虞直接掉转了身子 冲向了张公宁剑的彭十九三人 彭 族长 天地之间 都是泪奔的咆哮 彭 下一秒 却是一只沉重的黑色重剑狠狠地砸到了那昆虞的身上 将这无上的神兽砸得歪斜地飞了出去 彭 龙龙 巨兽落地 将小半葛落日谷压成平地 痛苦呻吟 那声音让人听了只想放声大哭 彭 族长 人们跪了下来 眼泪成河 却见痛彻心扉的昆虞在地上翻滚了一圈 又化成了巨大的彭 鸟摇摇晃晃晃地飞上了九天 有我在 今天你们休想在上一人 彭十八的声音撕裂了九天 就连对手都已经动容地愣在原地 彭摩尊 我们 两名摩尊 从来没有良知 没有善念 但此刻却也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开弓射箭 我们什么 射 射死他 彭十九执念成魔 再次放箭 彭 巨大火焰在空中腾起 彭鸟被烤得浑身焦黑 却是没有后退半步 杀 反而 他竟是冲向了敌人 拖着残破的身躯要撕裂对手 后退 再射 砰 一箭 又是一箭 人们只看到空中的彭鸟一次次的后退再扑向前 滚烫的鲜血 凄凉的羽毛撒遍了整个落日骨 所有人 跪在地上 哭得气不成声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哽咽难语的沙哑声音终于响起 起震 给我绞碎他们 花 万双泪眼终于等来这一刻 凤十一 化身成了焚天灭地的火焰凤凰 带着一群悲愈欲狂的凤族强者们 终于启动了风雨灭天的终极大阵 立 一声声犀利的凤鸣响遍了天空 一只只浑然爆燃的火焰凤凰从落日骨脚下的大地中腾空而起 他们是复仇的神情 是暴涨的杀鸡 每一只凤凰在空中震翅 无数根灭杀一切的火焰羽毛从他们的体内喷勃而出 在空中形成了一片照耀天穷的火与海洋 不不可能彭十九 还有两位魔尊的眼中只看到一片片死亡火雨在闪耀 他们根本想不到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凤族的强者就能够解读参战 而现在等待他们的便是最终的死亡末日 杀凤十一一双老烟里面全是愤怒的泪光 杀整个落日鼓里回荡的都是爆炸的呼喊 哗啦啦 漫天火海 无尽火雨 直接将三位魔尊席卷包裹 第872章心声 扑哧 扑哧 一片片的羽毛穿过肉体 嗷 嗚 一声声的惨叫响变苍穹 每一位操控大阵的凤族高手都已经癫狂 他们要用漫天的火雨将那三个畜生彻底的撕成碎片 两位站在前面的魔尊 瞬间就被这风雨灭天阵扎成了鸡毛胆子 浑身上下插满了风锐的火雨 鲜血横流 肉体成渣 爆 凤十一暮暮狂吼 轰隆 无数根火雨齐齐爆炸 两名仙尊直接在漫天火光中化成了残破飞灰 死 惨到极致的死 这还没完 巨大的冲击将鹏十九连同天珠宫一同吹得倒飞出去 原本就已经骗体鳞伤的彭十九更是浑身狂喷着鲜血没了形状 杀 凤十一恨爆了这暗摩天的彭摩尊 对方今天已经给整个一云天带来了太多的伤害 死一万次都不足惜 杀 凤族长老们齐齐怒吼 调动了无数羽翼狠狠的切割败类 一只翅膀 一条鸟爪 全都被无情地割了下来 在人们的煞气沸腾中化为了灰烬 彭十八 哈哈哈哈 那咱们兄弟便在地狱再见吧 无尽的痛苦与折磨中 彭十九最后发出了一声凄厉吼叫 随后他身上插满的火雨禁术爆裂 冲天而起的火光将他浑身焚化 烈焰将他的每一寸肌肤烧毁 狠狠地惩罚着这滔天的罪人 终于 彭十九在火光中化成了灰烬 所有按摩天的杀手也在人们群情激昂的围杀中 禁术被送入了黄泉 一场可怕的阴谋杀局终于落下了帷幕 只是 人们回首 却又不敢回首 在已经半数成了废墟的落日古大地上 却是躺了一头气入油丝的黑色彭鸟 而那位曾经一心想要仗上 义云天巅峰的彭族霸主终于在看到所有人安全之后 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一代彭尊 彭十八终于为了他心心念念的义云天大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林阳 凤十一 金九 彭族 凤族 金乌族 在场所有义云天的民众们 对着那山一般的维俄身躯 齐齐低下了他们泪痕满满的头 彭 族长 一路走好 而那位早已经被人们恨得咬牙切齿的叛徒黎云峰 变成了大火祭点彭十八的最好贡品 杀之 放血 以头祭点 这是人们最后向彭十八奉上的一点敬意 爷爷 昆晓晓这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 在梦里 他感觉到了爷爷的离去 这让这个从小在彭十八身边长大的小姑娘 异常的心慌 猛地便从床上弹了起来 房间里面 空荡荡的 那个梦中的身影并没有出现 反倒是一声推门声响 一位浑身长着红毛的臂方 汉子似乎守候在外面 听到动静便第一时间走了进来 是你 昆晓晓神念里面一声惊讶 看到了熊大 嘿嘿 熊大冲着他咧嘴一笑 只是那笑容却没有之前在夜宴上的讨厌味道 我爷爷呢 等一下 爷爷他 昆晓晓似乎有着独到的神魂感应之术 脸色突然一变 眼眶刷的一下就红了起来 爷爷 你不能陪着小小了 熊大 收起了笑容 他看着心碎却坚强的只是流泪的昆晓晓 在心中长长地叹了一声 彭 族长 您安息吧 小小他 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坚强 陆日谷 迎来了全新的一天 根据九大种族的一致商讨决定 本次的万灵朝圣大会由必方族一举夺魁 冠军自然是在大会最后的关头立挽狂澜 拯救了所有人的帅术 不 不对 是熊二 但帅术也成了整个一云天的贵宾 受到了极其丰厚的感谢与尊敬 待到一切平息 众人散去之后 凤族便着手开始准备启动落日谷的修缮与恢复工作 而另一场更加重要的仪式也商议在一个月之后正式开启 那便是参拜女帝圣殿的大事 历届万灵大会过后 都会由冠军魁首成立一支小队去参拜女帝圣殿 之前的几届冠军都会挑选本族的天才精英 跟自己一起去参加选拔 但这一届的熊二却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数大拇指的事情 他从九大神情种族中各自挑选了几名青年天才 加入了他的参拜队伍 一同去寻求女帝传承的机缘 这一招 大获人心 人们纷纷为这位比方族的添交点赞 同时也急剧增添了他在整个神情种族中的名望与威信 人们纷纷赞叹 彭族隐落了至尊 凤族出现了令人不齿的叛徒大大抹黑了荣耀 这俨然就是比方一族即将兴起的前兆啊 尽管老比方 族长不幸离世 但是人们看到熊大熊二两兄弟如今的盖世锋芒 早已经在心中相信 未来的一云天一定会是比方族的天下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如果比方族的这两位天交还能够进入女帝圣殿 获得一两门惊天动地的女帝传承的话 那么比方族一统一云天的大事真的是无人可挡了 所有人都在期待一月之后的女帝圣殿之行将会有什么结果 而林阳则是在探望完坤小小与虎人之后 开始了长达一月的静修陈思 万灵大会一役 甚为惊险 甚至林阳想起来还有些后怕 要不是自己去长生天带回了树神 要不是自己有些警觉让树神提前炼制了解独丹 要不是彭十八惊天动地的壮烈牺牲 一切的结果都不好说啊 这一切归根到底 还是他自己的修为有待提升啊 不论是在仙玉肆虐的混沌凶兽 还是未来必然要面对的羽玉天庭 以及他背后势力的总决战 林阳都必须彻彻底底地达到仙尊战力才行 而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领悟出自己的本命仙术 必须赶紧回到仙玉中去了 只有回到仙玉 进入玄机塔 林阳才有足够的时间来修炼本命仙术 从而应对之后的连番大战 而现在对他来说想要提升实力 还有两个方面可以着手 其一 自然是女帝圣殿 林阳从来不会怀疑自己有没有资格进入女帝圣殿 开玩笑 自己体内可是住着女帝的男人跟姐姐 要是自己都进不去 那天下就没人能够进去了 现在问题是进入圣殿之后 那位活地大人会有什么样的安排打算 又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历练机缘 林阳充满了期待 其二马 林阳挥手一番 手中出现了一柄漆黑色的龙龄长弓 神功天珠 这柄弓最终还是落到了他的手中 没什么悬念 整个一云天的命都是他根树神旧的 再加上他跟虎儿的关系 天珠自然是作为感谢赠送给了林阳 只是 这弓却是个麻烦 林阳可以想象 十大至尊神兵对于任何一方势力来说 都是绝对不容有失的战略性装备 天珠的威力更是有目共睹 乃是可以灭杀先尊的超强武器 这种装备一旦丢了暗魔天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不仅会给一云天带来无尽的麻烦 不说 任何持有天珠的人都会遭到暗魔天 无穷无尽的追杀 以后有时间了 导师要去会会这帮暗魔天的家伙们 林阳对那片邪恶的天狱 没有半点好感 只是如今之际 他却需要想个法子 将天珠的祸患解决 找个人拿天珠在外面 打上几架就可以把注意力 从一云天引出去 但是白白拿着这么强大的神兵 不能用却是有些浪费 嘿嘿 林阳 你可以把它给我吞噬啊 这时 影子林阳的声音贪婪地响了起来 你连神兵都可以吞噬 林阳倒是没听说过 当然 影子林阳很诚恳地说 我吞噬了这弓的晶圆 自然也会拥有它的学能 到时的威能 想想就觉得期待哦 好 给你 林阳二话不说的就把天珠交给了影子林阳 恩 这么痛快 影子林阳一愣 就算是你这次跟我一起拼命的奖励吧 林阳轻轻一笑 哦 是吗 呵呵 那我就多谢了 哈哈 放心吧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影子林阳也十分不客气地直接就把天珠吞进了世魂珠内 很快他便进入了休眠闭关的状态 飞仙也暂时无法使用 但一旦等到飞仙重新解封的那一刻 这柄融合了天珠异能的魔剑 威力将会强大的超出想象 而在林阳的世海深处 看到这一幕的兵离不由自主地担忧地看向了火帝黎浩天 浩天 林阳他这样简直是在与虎谋皮 太危险了 黎浩天沉默地看着这一切 确实忽然看着兵离淡淡的一笑 对了 咱们的计划 你可准备好了吗 火帝依然相信林阳终究会走出一条与他不同的路 计划 李氏说 自然是女帝显灵 一统一云天的计划了 火帝缓缓地说道 终于 林阳的一云天之行要来到了最后的关头 女帝的传承之力 即将现世 时间 一天天的过去 就在一云天的众人历经死劫 准备开启女帝圣殿的时候 狂魔尊陨落的消息也终于传回了暗魔天 第873章暗魔天 这里 并不如想象中的那般暗无天日 血海茫茫 相反 整个暗魔天看起来竟是一片与外界并无不同的生机乐土 里面山穿成带 蓝天如洗 各色生灵自在的生活其中 反倒有几分悠然乐土的景象 这片天域之中 有着难以想象数量的庞大生灵 人类 妖兽 木灵 魂族 便仿佛集合了这片天地所有的物种 而那些在传闻中穷凶极恶的邪恶生灵们却是极难一见 暗魔天本土的原住民们导师很少会知道自己生存的这片天域之中会有那些可怕的魔王 魔尊 但他们也知道 在暗魔天内 极北之地是生人物尽生命禁区 没有人知道那片冰寒的死亡之地里面有着什么恐怖的存在 大火只晓得但凡轻易闯进去的生灵没有一个能够活着出来 极北之地 冷到让你喊阳 这片茫茫冰原里面没有任何生机的迹象 只有一座连着一座的冰山勾勒大地的冷酷苍茫 而在群山深处 有着一些寒冰造就的简单建筑 你可以看到强大的生灵在其间穿梭 他们便是按摩天那些所谓的魔道至尊 这些人很强 便如彭摩尊等人一般 可以站在许多天狱的巅峰 但他们的眼神中却带着旁人无法言说的冰冷与哀伤 似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可怕的伤痕 只有靠着无尽冰川里的寒冷才能够勉强地将伤口冰封 不再疼痛 他们的数量很多 多到难以想象 百万 乃至千万 只有真正来过这里的人才会震惊地发现 原来在这片名为狱天庭统治之下的先狱之中 竟然还隐藏着如此庞大的一股势力 此刻 冰川深处的一座冰殿之内 几道维俄庞大的身影裹着按摩天标志性的黑色斗篷相对而立 一个苍老的声音开启了话头 彭十九 陨落了 哦 现场 竟是没有一点情绪波澜 那感觉就好像死了一条狗一般 无关紧要 天珠呢 另一人倒是更加关心至尊神兵的夏洛 夏洛不明 应该是被一云天的某人占有了 哦 还是平淡至极的反应 竟仿佛连至尊神兵的失落也无法搅动这些人心中的波澜 没想到 以旁十九的修为 再加上陛下似语的天珠竟然都拜了这件事 我们要不要禀报给陛下 陛下 提到这两个字 大殿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有所不同 童十九 在这些人的口中如同犬至 但说到这两字的时候 每个人的语气中都带着无比的尊敬 而就在这时 大殿之内 突然一团漆黑的火焰浮现出来 不必了 我已经知道了 陛下 哗啦 所有黑衣身影尽数匍匐在了地上 鲜卑得如同蝼蚁 你们看看吧 火焰之中 传来一道温和的声音 竟是说不出令人舒服 而随着火光闪烁 竟是将在遥远时空之外的落日古大战的景象播放了出来 这 本身已经是跨越了时空的无上神通 大战的画面 足以令人震撼 但对于这些无上的黑衣强者来说 却是乏善可陈 不过当他们的目光聚焦到其中一只红色的画形壁方身上的时候 有人发出了轻轻的惊疑 此人 竟是习得了女帝剑法的至高傲益 不错 正是奉武天晋仪式 淹没在岁月中的剑法 这些人竟然都认识 还不止 他的体内 似乎还有那位的力量 离火天地 这 这不可能 终于有人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陛下 我们要不要将此人带来 立刻便有几位强大的至尊功身请示 太久了 终于还是让我们等到了啊 而那位隐藏在火焰之中的至高存在却是厂长的叹息了一生 我们在这无尽冰原之中苟延残喘了这些岁月 是时候出去了 陛下 所有人的目光都闪出了兴奋的光 属下这就去召集人马 突袭一云天 不 谁知那声音竟是缓缓道 不是一云天 而是仙玉 仙玉 所有人不解 唯有那个声音似乎洞穿了一切 仙玉 一切恩怨开始的地方也终将到了快要终结的时候了 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在按摩天栖息的那些存在们究竟是什么来路 但只怕林阳自己都想不到 那神通滔天的陛下竟是将终究的目标放在了仙玉 那会不会是一场比混沌祸患还要可怕的蔑视灾节 无人知晓 而林阳自己更是无法预料到这些变故 他现在很忙 忙着在给女帝陛下的法相扣头行礼 是的 女帝显灵了 女帝圣殿 此刻正迸发着前所未有的滔天神光 浩瀚的火焰光滑在空中盘旋凝成了一头巨大的火凤灵香 正是当年威震整个仙玉的女帝凤舞 女帝陛下啊 同行而来的凤十一 经久等神情大佬直接咕咚一下就把脑门砸在了地上 老几位激动嘛 他们来参拜圣殿多少回了 哪里见过这种女帝显灵的奇异景象 不光自己虔诚的跪倒 也拉着身后所有的人齐齐跪下给女帝磕头 靠 林小阳 这不是你折腾出来的把戏吗 害得咱们还得磕头 虎人满脸不爽地嘟囔着 这祸已经恢复了精神 之前林阳还会担心老必方的死会不会给火人带来什么难以修复的打击 但后来事实证明是他多虑了 火二的心情在一碗龙骨三汤的滋润下就恢复了不少 后来再吃了一顿百兽大宴基本上已经看不出什么忧伤了 但林阳却能够感受到在火人这没心没肺的外表下 那颗坚强的心 做戏做拳套 马上就好 林阳看着火人微微一笑 等会有你的好处 好处没兴趣 好吃的可以考虑 火人一撇嘴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旁边 昆晓晓好奇地扭过头 看着窃窃私语的熊大熊二 没什么 林阳温和 关你毛事 火人暴躁 熊二 你皮又痒痒了 结果昆晓晓确实能治火人 一个眼神就扫了过来 靠 上一次歌要不是看你身子骨刚好让让你 你以为你能赢 显然 这两位神情中最出色的青年至尊之前已经发生了不少故事 大男人的 输了就输了 还不承认 羞羞羞 昆晓晓那只嫩简单的思维反而搞得火人抓狂 立 就在下面嘀嘀咕咕的时候 上面的女帝林香终于发出了一声长鸣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天又一云天 吴终于等到了合适的传人前来 一句话 说得下面的一众老鸟们热泪盈眶 听到没 听到没 女帝陛下说要选传人了 天又一云天 女帝的那些远古传承终于有着落了 熊二 女帝直接点了火儿的名字 熊二在 火人演技开始爆发 一派的谦卑恭敬 我便将完整的凤意九天神功 凤祥灵体身法 以及当年我亲自使用的天凤 战甲天明剑的锻造方法传授于你 在传你我剩余的真凤仙能 我去 这也太直白 太丰厚了吧 刷得一下 火儿就被一道灵光吸入了圣殿之内 在众人无比羡慕的目光中 接受女帝传承去了 同时 在场大佬们都是彼此默契地对视了一眼 看到没有 女帝陛下亲自开口了啊 女帝传人啊 这还有什么说的吗 回去以后是时候要开始准备 一云天之王的诞生计划了啊 这不仅仅关乎信仰 更是关系到刚才那么多的 女帝神通的传承修炼 你不拥护女帝传人为王 到时候人家不教你神通功法 还是被灭的下场 所以从这一刻起 火人一云天之王的身份 几乎已经没有了悬念 不过 就在火人进入圣殿之后 空中女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坤小小 恩 地上趴着的白与坤连忙抬头 你乃是我一云天不是出的青年天骄 我这里还有一套来自老友的千换千念神通 便传与你了吧 另外你这身子也需要一番强化 也进来吧 八 连小小也得到了女帝传承啊 尤其是彭族的诸位大佬们分外欢喜 没有了彭十八之后本来彭族是围 但现在坤小小的横空出世 简直给彭族带来了无尽的希望 甚至 已经有一帮老家伙们心里在琢磨 是不是让火人跟小小擦出点什么火花 那彭族的未来就妥妥的了 而让人意外的是 作为与火人齐名的雄大 这一次竟是完全没有得到女帝的青睐 连名字都没有提 说实话 林阳很不爽 奶奶的 原来火地兵地还藏了这么多的家当没有拿出来 合着一天到晚看自己拼死拼活的战斗很有意思是吧 旅帝圣殿的开启没有太多的波折 一切都在火地与林阳的计划之中 成功地树立了易云天未来的主人 而林阳则是在火人与坤小小禁区闭关之后 选择离开了易云天 带着树神返回了仙玉 火地跟着林阳一同返回 并离留在大殿内指导两个小家伙修炼 而心急如焚的林阳必须第一时间回去了解仙玉的状况如何 自己父母的安危可好 同时他还要展开本命仙术的修炼 以及寻找最后的一样传承 虚灵隐蔽的力量 事情太多 来不得拖延 而不得不说 林阳的回归甚为及时 因为在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之后 整个仙玉局势的恶化速度远远超出了想象 第874张稿事情 这一次 林阳返回仙玉要快了许多 因为得到了易云天高层的允许 他首先通过传送阵区到了长生天 在太平城这座交通枢纽中找到了最快捷的传送路线 仅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返回了仙玉 首先 他去的是一处完全隐秘起来的小型介玉 全新的逆天营 同时也是属于他的小灵天 是的 经过合并之后 林阳将小灵天与逆天营整合到了一起 经过之前在逆天营里的精彩表现 整个逆天营高层都已经默许林阳未来将会成为逆天营的接班人 而他那套独特的训练强者的方法与思路 更是让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整个逆天营总教官 掌控了所有的训练流程 同时 根据之前的约定 林阳帮助逆天营扫除左丘一脉之后 玄机塔的使用权将会归林阳所有 这不过就是个好听的说法 直白点说林阳这个实质上的玄机塔主人也光明正大地成为了名义上的主人 配合着这件有可能来自大智慧帝的超级神器 原本的天火炎军的诸多将士们的实力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面定然有着急速的飞升 林阳还关心左丘一末的操灵师训练 这是他花了大心思要打造出来的天火炎军的第五支部队 操灵术的强大配合上自己升级完成的天剑灵魁 那绝对会是一支强大无比的战力 定然会在未来的混沌大战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还有琉璃 明星 清星 西门者梦等女的思念 琴队 令狐忧等一众好友的牵挂 这一切都让林阳恨不得直接瞬移去到逆天营当中 与大家相会 不过 在这之前 林阳心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疑问 前辈 虚灵影帝的传承到底要怎样寻找 他在赶路途中询问李火天帝 这是九大传承中最后的秘密了 待到其余八位到齐 第九位自会出现 结果火地的答案还是那么神神叨叨 让林阳摸不清头脑 驱灵影帝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为什么他的传承就是如此的神秘难寻 罢了 不管了 先回去与大火会合再说 林阳一路急奔 终于在离开易云天三个月后来到了属于自己的神秘界域 而当他刚刚降临之后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与大火相聚的喜悦 神念一转 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玄机塔不见了 自己这片天地中最重要的神物不见了 这怎么回事 林阳本能地觉得情况有些不大对劲 而这时 远处迅速地飞来了几十道的身影 林阳 几道清脆的女生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欢喜 直接化成了激动的流光就向他扑了过来 林阳看到他们 终究内心温暖 笑容展开 热情如火的妖精明星 乖巧可人的青青姑娘 还有英姿勃发的西门将军 三女冲在众人的最前面 而且看起来彼此相处得还不错 这便是让林阳心中宽慰 但是 琉璃呢 她怎么没有出现 林阳目光向后一扫 看到了四位颜军将军 还看到了秦队 令狐忧 薛天等一众好友至交 但独独不见流离 难道她还在闭关 思绪转动间 便是软玉温相扑了个满怀 妹子们太想林阳了 距离久远的明星与清清 便仿佛隔了好几辈子一般 所有的思念在这一刻爆发出来 恨不得将林阳狠狠地揉进自己的身体里面 好好温存一番 身后的颜军众人 更是一脸兴奋地看着林阳 他们所有的人都聚集在天火炎君这庞大的集体之中 而林阳才是他们的灵魂 灵魂的回归 自然是值得欢欣雀跃 不过在与大火打过招呼之后 林阳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琉璃 她去哪儿了 一句话 顿时让所有人的脸色一暗 林阳心头猛闭一沉 她又问道 玄机塔为何没有在此处 晚人是不是也不在这里 第二个问题 更是让大火的脸色越发难看了起来 出事情了 林阳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人群后面响了起来 林兄 你的问题 就都交给小弟来解答吧 林阳目光一扫 来人赫然竟是华千玄 逆先盟主的的一弟子 屋内 只有林阳与华千玄两人 沉默 琉璃与婉儿都去了天穷仙境 与天庭的总部 林阳尽管心中已经有了许多猜测 但这个答案还是出乎了她的预料 不只是两位姑娘 华千玄苦笑了一声道 还有萧瑶兄 吕奉天都也在那处 还有六道轮回盘也已经寻到 被一起送到了如今的联军大本营 六道轮回盘也找到了 如此效率 林阳惊讶 或许 我们一直都小觑了 玉天庭的手段与力量 他们毕竟是统一整个先玉的至尊 当真正行动起来之后 无论是手段还是心机 话说到这儿 华千玄微微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都令人难以招架啊 林阳当然听懂了话里面的意思 玉天庭要搞什么事情 林阳问道 简单的说 他们是要针对逆先盟 为何混沌未灭 他们这是自毁长城 林阳 你可曾想过 一旦混沌消灭之后 玉天庭他们 要如何自处 尼玛 这群垃圾 林阳当然明白华千玄的意思 现在的局势 八大先帝的传承都明着 按着与林阳有着联系 那便是说 一旦九天诸仙大战顺利成行 这股足以毁灭天地的力量 就将掌握在你先盟的手中 这是玉天庭万万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但是现在在整个先遇都处在危机的节骨眼上 还没有消灭最大的敌人 玉天庭就开始挖自己内部的墙角 这种愚蠢的行为总是令人觉得懊恼 他们要搞什么名堂 林阳压火问道 两件事 华千玄的表述极其清楚 其一 将战功卓著的浩渊先王从联军统帅的位置上拉下来 换上他们的人 哼 还真是件件事情都与自己有关啊 连老爷子都不放过 林阳心中越来越冷 第二 玉天庭在准备一场内部的神兵之主选拔战 哦 林阳何等聪明的人物 听着名字就猜到了大概 竟是被气笑了 呵呵 亏他们想得出来 怎么 莫不是要给玄机塔换主人吗 不仅仅是玄机塔 华千玄的脸色并没有林阳这般轻松 林阳 前面我说了 连我师尊都没有想到与天庭如今的底蕴会是这般丰厚 他们不仅仅有人能够与婉仁姑娘争夺玄机塔的操控权 甚至 甚至什么 甚至六道轮回盘 吕奉天手中的那柄五帝天兵 包括林兄你手中的那件蕴含药帝之力的九龙风天照 他们都不打算放过 可笑 他们凭什么 大不了我们自己组织九天大阵 还真缺了欲天庭不能成事 这便是头痛的地方 华千玄继续 据师尊他老人家说 想要布置九天诸仙大阵 不仅需要九大先帝的传承力量 还需要铸就九块单独的阵盘 而想要铸链阵盘需要耗费的神才乃是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 无论是逆先盟还是我们都储备不够 震盘 是的 李不在的这两年里 欲天庭已经将震盘铸链完成 现在便是以此作为要挟 要与我们来争取九天大阵最终名额 凌羊懂了 震盘 是与天庭的筹码 而他们要的是几件蕴含先帝之力的神兵的使用权 如今局势下 九大传承里 凌羊 琉璃 任逍遥 虎人 这四人的地位是无法取代的 因为先帝之力仅仅藏于他们体内本身 但其他人不同 比如吕奉天虽然继承了五帝武道 但五帝神力同样蕴藏在那柄袭壤制成的五帝天兵之中 这个位置的人选并不是非吕奉天不可的 一样道理 要神胡盖里本身有要地之力 六道轮回盘与玄机塔皆是如此 他们的使用人选并非定死 这就给予天庭找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如果能够有更强的人出现占据了这些先帝神兵 那么自然是给予天庭增加了天大的实力 等到混沌之战结束后也不会惧怕逆先蒙的反攻 这是完美的算盘计划 所以呢 他们现在在天穷仙境干什么 被阮静起来了 准备参加神兵之主的选拔 阮静 连羊疼的一下就火了 喵葛咪的自己好心好意的拿出全部诚意 跟与天庭合作对抗混沌 结果对方就这么在背地里玩妖蛾子 幸好现在自己回来的及时 那要是再晚些日子的话 那些神兵岂不是全都到与天庭手里去了 李师傅呢 自然是在盟军总部保护着他们 但破于玉天庭的压力 只怕他也只能认可神兵之主的选拔结果 林阳你干什么 话说到这里 林阳已经站起了身子 干什么 他的眼里闪过冷冷的寒光 当然是去天穷仙境 好好地给那些玉天庭的白眼狼们一点颜色看看了 开玩笑 林阳是什么人 出了名的纵横各大界域的抠嗦货 已经进了他口袋的宝贝祥土出来 对不起 门都没有 第875张乌烟瘴气 天穷仙境 可谓是先玉108仙境中最为丰饶的修炼圣地 同时也成了玉天庭的最高天庭的所在地 如今的局势下 混沌凶兽的混沌大军已经吞噬了整整四个仙境 并且成多线蔓延之势 林阳的三四个仙境之中都有了混沌小兽兽潮的踪迹 将盟军总部建立在天穷仙境 也是便与利用这里数量众多的传送阵前往各个地区支援 原本 在三方势力的通力协作下 除了混沌本体有些难以阻挡之外 混沌兽潮的扩散速度并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已经接连有三个仙境传来了快要支撑不住的消息 足以亿万的生灵正在备受潮吞噬化成混沌本体的写食资源 总部大仗之内 碰的一声 林浩渊一巴掌几乎拍碎了面前的桌子 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兵 三大仙境每天都在生灵涂炭 亏你们一个个的还能安心地坐在这里品查 两年不见 林浩渊显得沧桑了许多 这两年多来 他要么奋斗在与混沌军团厮杀的第一线 要么在后方调度军马 最大限度地乐置着受潮扩散的脚步 但最近的一个月来却是他最为憋屈的日子 开会 每天他妈的都在跟对面遇天庭的这帮傻圈们开会 但是援军却迟迟不能派出 这种操弹的日子真他妈的够了 刺溜 结果 面对着林浩渊的质问 厂长的暗己对面 一名身穿七彩战甲的仙王正悠悠地吸着杯子里面清香的茶汤 听到林浩渊的咆哮 却是抬起眼皮来扫了一眼 笑道 浩渊仙王 何必如此暴躁 是啊旁边又有一人接话 混沌侵略的又不是你们你先萌的仙境 我们都不急 你及格什么技儿 你们混账 林浩渊被这话气的浑身发抖 被你们这群冷血的家伙统治简直是他们的悲哀 哈哈 是又如何 刚才那人又道 那些实力低下的生灵本就如草劫一般 割掉了再长就是了 难道我们前些日子为他们牺牲的御天亭味还不够多吗 还是说 林浩渊 你这么积极地让我们派人上去送死 是为了暗中扩大你们逆先萌的势力 你们 林浩渊没想到对方竟然真的能够说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话来 御天亭牺牲 端木峰 简直是笑话 这两年多来 他有多少的兄弟战士死在了混沌兽巢之中根本已经猝不过来 逆先萌的将士本就是一群热血救世的正义之士 在这次打劫之中阵亡的数量绝对是与天亭的两倍不止 端木峰 你再说一遍 林浩渊的眼睛已经红了 哟 怎么着 我们的浩渊先王今天是要动手不成 那名为端木峰的先王一指中间那位正在品查的强者 林浩渊 你最好记清楚了 现在你已经不是咱们盟军的统帅 堂堂天龙先王在此 哪里有你说话的愤人 光 话音已落 中间那天龙先王便将茶杯重重地放在了桌子上 发出一声催响 他那张长满了林片的脸庞上正眯着一双龙威灵灵的双眸 充满压力地看向了林浩渊 浩渊先王 按兵不动 休气调整乃是几位先尊大人的意思 更是盟军总部已经定下的方针 你有不满可以去向你们的盟主反应 但这里是盟军统帅大帐 你若是在这般咆哮下去 不要怪我将你军法伺候 刷 此人双目猛逼一争 平地里竟是爆出了一声虚空龙吟 激荡的声波毫不客气地向林浩渊肆虐过去 竟是将对方震得倒退了三步 强大 这竟是一头真龙划形而成的先王强者 实力稳稳碾压了如今的林浩渊 不得不说 以林浩渊的天资 再来到先遇短短数百年之间便跨越了先将到先王的鸿沟 已经是万年难遇的天才 但是面对着遇天庭这位自立婆老的天龙先王 他还是难以招架对方的可怕纤威 天龙 你干什么 大仗之内 立刻有逆先盟阵营的其他几名先将站了起来 对着天龙怒目而逝 而几位身穿黑色服饰的魔门先王 则是对这即将爆发的冲突袖手旁观 以副事不关己的冷淡模样 不得不说 现在的盟军总部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一盘超级霹雳雳无敌暴散成渣的散沙 啪的一声 那天龙先王旁边的副将军端端目风也一脸凶横地拍桌子了 哟 怎么着 像要划遍 我看你们逆先盟的这帮家伙全都皮痒痒了 来人 给我把闹事的家伙全带下去军阀处置 一声爆喝 震得整个营帐都在晃动 但是 好完之后 全场竟是安静无比 没有一个人进来 恩 什么情况 端目风一愣 觉得有些不对劲 他放大了音量再次吼道 人都死哪去了 安静 依然是死一般的安静 有情况 帐篷里面的全是来自三方势力的先王强者 足有二十几位之多 此刻其其变了脸色刷的一下就冲到了大帐外面 人 人都去哪儿了 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 原本在大帐外面应该至少有几十人的遇天庭位守护 间隔一段时间 还会有巡逻 卫队经过 可现在外面安静的可以文真 哪里还有半格鬼影子 该死 一群废物 被人偷袭了吗 那端目风身为盟主副将 负责的就是营地的安保工作 还记得他们与天庭刚刚从林浩渊等人手中接过大营的防卫权的时候 这或曾信誓旦旦的拍胸脯保证这将会是天底下最安全的所在 但眼前的情况却是狠狠地抽了他的老脸 是谁 给我出来 端目风恼羞成怒地走出了人群 对着空气嘶吼 装神弄鬼的玩什么花样 既然赶来我们与天庭挑衅 那就不要藏着掖着 出来让本先王见识见识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小心 可就在端目风在人群前面大放厥词的时候 身后突然响起了天龙先王的一声大叫 沉默情况 端目风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听到后面翁的一声涌来了一阵颈风 刚要转头 就看到一记黑光狠狠地呼向了自己的脸颊 啪 暴想今天 端目风整个人直接被抽得在空中狂转起来 脖子几乎要转过整整180度角 在一声淒厉的惨叫声后才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这事 众人齐齐惊呼 刚才那黑影凭空出现 竟是没有一人事先察觉 直到现在 大伙才看清那竟是一柄厚重无比的黑色长剑 傀儡 在场的先王们更加惊讶 天底下哪里会有这么强的傀儡 竟是能够一记抽翻一名先王 那操纵傀儡的人还不得逆了天去 给我拿下 金归金 那天龙先王还是第一时间发出了命令 他身后共有十名先王一声目喝就冲了上去 不仅要碎了这该死的傀儡 与此同时 搜的一下 天龙先王飞上了高空 他的感知力好像浩瀚江河一样蔓延了出去 只要附近有人在操控傀儡 就一定会留下念力痕迹 他便可以顺藤摸瓜将对方请获 那个不知天高地后的该死的傀儡师 给我出来 天龙先王在心中冷喝 但半赏的功夫过去之后 他蒙逼了 没有 周围竟然没有一点点的念力操控痕迹 这怎么可能 难道说 他的目光刷的一下扫回了地面 这不是傀儡术 而是更加高级的苍灵术 而且他不看不要紧 一看顿时差点从空中摔下来 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他下面的所谓欲天庭的先王至尊们 已经被那一柄可怕的黑剑打得爹妈不认 不可能 这是与天庭先王们好的最多的台词 他们根本看不懂自己遇到的对手 这柄剑随便一呼 就是巅峰先王才有的傲然战力 碰谁谁倒霉 挨谁谁叫爹 而且还尼玛会分身 嗖嗖地变出几十把黑色短剑 对着现场的对手就是一通狂销 直接把人亡死里呼 哦 不 碰碰 一个个刚才在大仗里面高高在上的先王 一会会儿的功夫就成了地上狼狈打滚的倒霉蛋 而最让那天龙先王气氛的是 这黑剑见了鬼了根本不去碰你先盟与魔门的人 一个继而的知炒欲天庭的先王们身上招呼 何方鼠辈给我死出来天龙先王怒了 他直接抽出了一柄雕刻着龙头的青龙大砍刀 一看就是近乎于十大至尊神兵的超级利器 双手一举龙威弥漫 顿时在砍刀上面凝出了一头吞噬一切的青龙就要朝地上那嚣张的黑剑斩下 可就在这时他身后突然传来了一个冷冷的声音 喂 打错了 我在这儿呢 什么 他猛地转头 看到的是一席青山 一双冰冷嘲笑的眼睛 以及一只凶残霸气的火焰拳头 哦 天龙先王见到了他人生中最多最灿烂的星空 整个人晕头巴脑的就从空中倒栽了下来 我滴青娘 人们傻了 大伙不敢相信一位巅峰级别的先王就这样被一拳头呼了下来 尽管受伤不是很严重 但对方砸得可是脸面啊 第876章 张玉天庭仙尊 砰 天龙先王狼狈不堪地落地 再次抬头的时候 一只眼睛已经像癞蛤蟆一般地肿了起来 眼泪横流 但他浑身的气场却是好似炸了的油沽一样 轰然爆裂开来 他第二次举起了青龙大砍刀 咬牙切齿道 该死的混账 我要你 统帅大人 小心 什么 天龙先王品尝到了刚才端木峰的那种惊恐 还来不及回头 后面那柄刚刚还在人群里肆虐的可怕黑剑已经轰然呼了过来 啪 这一下 狠狠抽中了天龙傲娇的屁股 清脆 响亮 酸爽至极 砰 天龙又一次地飞了 将前面一座小型的宫殿撞成了碎渣 完全被玩弄得失了痣 他猛地从废墟里面站起 可怕的纤维将周围的石块尽数镇成了碎末 第三次举起的青龙大砍刀 撕心裂肺地吼道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这个杂种 我去 砍到一半 戛然而止 不仅不喊 而且有点耸 有点怕 因为 在半空中的那青山青年已经握住了黑色重剑 一道可怕的火焰剑芒已经绽放开来 恐怖的剑道气息直接让天龙 天龙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开始了阵战 好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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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成了 这一剑太恐怖了 天龙心头拔凉拔凉 根本想不通 于天庭的大本营里怎么就能混进来这么一位逆天的剑道强者 但他更想不通的事情还在后面 旁边的林浩渊突然之间就发出了一声激动的大吼 儿子 天龙差点一根头栽倒 什么 儿子 林浩渊你再搞笑吧 这么强大的巅峰先王高手是你儿子 不带这么吹牛的 下一秒 他真的栽了 青山青年道 父亲 等我先收拾了这条泥丘在跟你掰扯 我去 还真是儿子啊 天龙脑海里一下子想起了之前在先遇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名字 林阳 好渊先王之子 林阳 李氏林阳 等一下 有话好说 大家自己人 天龙先王浑身的龙灵都在剑气下战斗 只能服软几乎 但空中林阳的双眼却是冷如寒冰 哼 现在知道有话好说了 刚才我赋予你们理论的时候不是要军法伺候吗 看看你们这乌烟瘴气的模样 也配领袖我们逆先盟对抗混沌 我呸 看见 林阳本来就压着火 这回人暴脾气起来更是要给这副黑的玉天庭将军们一个大大的教训 凤武黄礼 斩 一剑 火风翱翔 兵皇乱武 就是在那天龙先王面前斩碎了这片天地 但可惜的是 这一剑 终究还是没能落下 助手 那边 猝到强大的身影及时地赶到了 其中一人抬手 就是一道强大的仙能冲击 直接将林阳的剑气挡了下来 仙尊级别的浩瀚威压瞬间镇压了整片天地 不仅如此 来人看到眼前欲天庭狼狈的场面 更是双目之中爆出了一道阴冷杀机 对着林阳直接挥出了一道了可怕的剑气 无知小儿 竟然来我欲天庭放肆 找死 通龙 千尊出手 是灭杀一切的无上天威 下方的人们一时失神 只叫得天地万物尽消 唯有一剑苍茫 那可怕的剑气象撕开了一切的凶猛野兽 要将空中的林阳吞噬 林阳 林浩渊放生几乎 虽然前面儿子大打出手的场面相当的解气 但说到底还是有些鲁莽 毕竟这里是人家欲天庭的地盘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空中这位欲天庭的仙尊大人出来之后 竟是直接要下杀手 轰 他抱起了浑身仙能 向空中的那道剑气发出了攻击 想要保护自己的儿子 但仙尊的攻击岂是如今的他能够阻挡 林浩渊现在不过普通的仙王战力 一腔之威犹如泥牛入海 根本不起半点波澜 那斩天的剑芒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劈到了林阳的身上 斩得好 旁边 一脸浮肿的端木风雨捂着屁股的天龙仙王都在心里面 发出了得意的呼喊 他们认为 仙尊出手 无人可活 可惜 事实那么的打脸 冰 空中 木有中剑后的血肉纷飞 只有一声惊天的金铁浇鸣 林阳飞退 手中紧紧握着飞仙 被斩落在了地上 虽然脸色有些凝重 但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 我去 这回 真的把人吓到了 不仅天龙 端木风等人脸色像吃了香一样难看 就连林浩渊等人都看着林阳就像是见了鬼一般 自己儿子竟然堂堂正正地挡下了仙尊的一击 哦 这也太夸张了吧 是谁这么牛逼能够生出这么逆天的儿子啊 林浩渊忽然感觉到一种无比的自豪感 油然而生 幸福满满 可他想不到的是 他的儿子 远远不止挡住仙尊一级这点实力 林阳重重地落地 踩出了一个大坑 哼 要不是飞仙现在还在进化过程之中无法用来战斗 今天谁打飞谁还不一定啊 他的一双冷眼 桀验地扫向了半空 那里正有一位身穿黑色的道袍的长须老者同样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林阳 此人面旁消瘦 目光如准 一只高耸的鹰都鼻子凸显出其阴狠的性格 身上滚滚鲜威撑得那浑圆道袍咧咧生风 手中一柄蓝色仙剑更是散发着不适威能 正是玉天庭至高天庭中的三位仙尊之一 清选仙尊 初起清选 当年也可谓是仙玉的一段传奇 现时代几乎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位仙尊于何时出道 但大伙只知道当他现世之时 便是剑纵九天 威震天下 打遍整个仙玉都喊逢敌手 后来他加入了玉天庭 不出十万年便成就了无上仙尊之境 手中一柄秋水蓝天 更是神兵榜上排名第十三位的历刃 仅次于十大至尊神兵 当真是站在仙玉巅峰的人物 可就是这样无敌的存在 方才用秋水蓝天斩出一剑 竟然让那个青年毫发无伤地挡了下来 这怎么能让人不芳 天龙跟端木峰一下子就不敢说话了 场面上也没有了他们说话的份人 唯有清玄仙尊居高临下 带着一票一起飞来的玉天庭高手冷冷地看着林阳 林阳 清玄开口 显然刚才来时已经听清了林阳的身份 年纪轻轻能有如此修为着实难得 但这并不是你能够在我欲天庭肆意妄为的资本 不 林阳看着空中这位气息冷酷的强者 激凤的冷笑 这位先尊既然知道我是林阳 你方才那一剑出手可是不轻啊 乱我军营 动我军心 方才一剑 为取你性命已是从轻 清玄高高在上 一派生杀欲夺的气场 呵呵 就你们这些人 林阳傲起冲天 哪里有半分畏惧 还需要我来乱 根本就是一群窝囊费 放肆 清玄震怒 如雷霆爆裂 他手中常见墨地爆出百米剑芒 便如在空中铺开了一片汪洋 滚滚的水系仙道剑气又要发威 而这个时候 另外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清玄仙尊 今日之事有些误会 还请听老夫一言 刷 九天之上 促道长洪划过 立先盟主 在华千玄等人的陪同下赶来了 林阳也终于见到了这位当年以一己之力 创造了整个逆先盟大业的传说级人物 嗯 不过林阳第一眼看到这位逆先盟主 心中却是有些奇怪 这人 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味道 逆先盟主的相貌极其普通 一点没有先锋到鼓的超然味道 也没有霸主雄徒的狂傲气场 放人堆里就是谁也看不着的普通老头 相当不乍眼球 他的气场更是平静如水 不 应该说就算是水还有光波涟漪 这位盟主大人站在那里 竟是感受不到半点的先气威压 简直像是透明一般 这人不简单 林阳如今的火眼金睛就算是先尊也可窥探一二 但迄今为止围有着逆先盟主 给了他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 而且 方才一脸煞气的清玄先尊 看到逆先盟主降临 也是不由自主地收敛了一些威势 显然也是有所忌惮 误会 但他依然不打算就这么算了 开玩笑 你看看下面 端木峰半个脸像猪头一样 那盟军统帅天龙虽说是个傀儡吧 但也不能被人白白打肿了屁股 今天这时而定要有个说法 这误会怕是太过分了吧 呵呵 立先盟主先是隔空与林阳对视了一眼 随后但笑道 林阳这不过是一次检验 咱们盟军总部战力的测试 事前已经与老夫申请得到了允许 为了最真实的效果 老夫也就没有通知天龙统帅等人 希望统帅大人不要与老夫见怪啊 呵呵 见怪 天龙也得敢才行 不过这个理由未免也太不走心了吧 哪有这么检测实力的 一派胡言 清玄先尊当然不能接受这个说法 还欲再开口争辩 谁知对面突然一阵净蜂翁的一下就涌了过来 吹得他须法凌乱 清玄 你刚才是在斥责老夫吗 第877张放手去干 刷 清玄抬头 看到了一双可怕至极的眼睛 一直笑盈盈的逆先盟主 在这一瞬突然就爆出了当年危阵先遇的盖世锋芒 那双眼睛 瞪谁谁方 惊叹后 清玄一股怒气涌到喉咙 却是被一眼瞪了回去 哼 此事 等天玄先尊回来再做计较 你们还不快些将此处收拾妥当 成何体统 没法子 清玄的火气无处发泄 只能对着天龙等人狂吼 弄得下面的一众先王们 只能屁边屁边地开始收拾残局 而林阳则是遥遥再次与逆先盟主格空对视 收到了对方一条欣慰而友好的神念 林阳 我们终于正式见面了 哈哈哈 来来 宝贝儿子 让老爹我好好看看你 立先盟阵营的营帐内 林浩渊笑得两排后草牙都露了出来 开心的不要不要 完全没有顾忌帐篷里面其他人的存在 不 不要 林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推开老爷子那强悍的怀抱 呵呵 浩渊他是看到林阳你如今的成就高兴 这家伙可是好些日子没有露出过这般笑容了 旁边 爵士路人脸那些盟主笑起来依然没有什么特色 温生给林阳解释道 那也不要 林阳拼命地推开林浩渊的笑脸 经过一番叙旧之后 林浩渊终于恢复了正经 大家谈回了正题 流离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林阳最关心自己知己与兄弟 放心吧 林阳看着他们呢 他可不会让自己的媳妇出点岔子 林浩渊正经以后 一脸肃目 他们被软禁在遇天庭的懒天园中 明面上好吃好喝说是要好好照料先帝传人 但说白了就是软禁 害怕我们把他们藏起来 盟主大人 这件事情您的态度是 林阳听完 直接看向了逆仙盟主 要听实话 呵呵 逆仙盟主笑得莫测高深 我的态度之前是以对付混沌为第一药物 所以才会对于天庭诸多忍让 但今天林阳你回来了 我的态度自然取决于你的计划 刷 林阳明显感觉到这老盟主的眼神里面 透露出了一股莫名的眼神 似乎在说 放手去干吧 老夫挺你 这就相当有意思了 林阳越发的对这个当年凶残道报 现在有些人畜无害的老盟主好奇起来 他扬了扬眉毛 眨了眨眼睛 回了一道目光 意思是问 能断多大 大边直接闭上眼点了点头 想干多大干多大 一切有老夫在 好 林阳心中有数了 他对待于天庭说实话 从一开始就没有半点好感 这是一个寄生在整片天地之上的残忍集团 从天龙等人的对话中 还有那清玄先尊冷傲凶残的态度中 他就可以感觉得到 这帮人并不会因为混沌的出现而有任何的改变 一旦消灭了混沌凶兽 绝对还是以前那吸血蚕食的做派 所以 是时候趁着这次机会 好好地给这些家伙一个教训了 林阳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目光终满是决然 计划 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现在有了逆仙盟主的支持 他更是心里有了底气 盟主大人 在下想请你派人去一趟一云天 传递一道信息 自然可以 逆仙盟主道 什么讯息 如果非常重要的话 我可以亲自跑一趟 林浩渊更是从自己儿子的目光里 感受到了事关重大 整个盟军总部都要因为 林阳的回归翻天了 也好 林阳没有拒绝 而是掏出了一块灵犀玉佩 他要说的话都在了里面 父亲 你这一来一回算上一云天准备的时间 大约需要半年 半年之后你归来支持我们一起 狠狠地抽翻玉天庭的这帮孙子 半年 林阳你究竟要做什么 林浩渊充满了好奇 等你回来就知道了 记得告诉凤十一 组长 一切从快 来不得耽误 好 林浩渊何等人也 喜会托泥带水 答应的是变雷厉风行的准备行动了 后面的事 林阳就拜托盟主前辈宁多担待了 林阳这话 意味深长 确实有着翻天到海的分量 呵呵 年轻人 放手去做 一切由我 立先盟主 稳如泰山 给力林阳最坚实的后盾 好 林阳再无顾忌 直接就准备出门 但是海里面突然传来了火蒂声音 带上滑千玄 嗯 为何 领路 火蒂给了一个让林阳摸不着头脑的答案 片刻之后 林阳便在滑千玄的带领下直奔那揽天园而去了 揽天园内 充斥着一股令人不舒服的忧怨气息 取久未曾见面的吕凤天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镜装 紧紧地皱着眉头 双手拖着下巴坐在院子内的一块大石头上 脚下没有意识地撵着一根花枝 几乎快要将枝踩碎却没有一点察觉 这时 旁边不知道从哪里响起了一个见兮兮的声音 我说老吕啊 你这么见天愁的也不是办法 要我说你就直接去把左丘妹子劫出来 然后我给你指个地方快活逍遥去 管她什么仙欲浩劫 爱咋咋地 任逍遥 平躺在不远处的一张石桌子上 慵懒得像只小喵 手里面还端着一壶酒 喝得不易乐乎 别人觉得现在是被软禁 她倒是每天好酒好肉地过得不易乐乎 吕凤天 听到左丘一人的名字 眼角痛得一抽抽 以她的性子 当然不可能乖乖地被人软禁 可那该死的玉天亭就是吃准了她的软了 将左丘一人照顾了起来 这才逼得她交出了五帝天兵 而且在这里等待着所谓的神兵大选 简直欺人太甚 哼 你有本事打得过那看守的先王 吕凤天冷冷地奚落 没有 哈哈 任逍遥一乐 所以我也就是这么一说 你别当真啊 简人 吕凤天甩过去一道冷眼 不明白林阳那么热血的纯爷们怎么会跟这么葛剑嗖嗖的火撑兄道弟的 就在这时 旁边脚步升起 两名女子吸手款款而来 正是刘李与司徒婉仁 你们两位不要成天斗嘴了 尤其是吕大哥您 有这时间不如练练功法 到时候神兵大选别真的被人抢走您的武帝天兵 司徒婉仁也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 话虽如此 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身陷淋雨 欲天庭的混蛋们 既然敢折腾出这神兵大选的名堂 那准备下的选手全是高阶乃至巅峰的先王 要不是三大仙尊实在没脸下来跟小辈过招 恐怕清玄等几位老帮菜自己都要亲自出手了 而无论是吕凤天还是司徒婉仁 他们纵然一个个天赋异禀 但修炼的时间太过短暂 就算拥有先王级别的战力 但是想要却跟那些高阶先王争夺胜负 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以此刻揽天园里的气氛才会如此沉闷 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琉璃此刻俨然是众人的主心骨 宽慰大火道 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定论 只要他回来就有转机 他提到这个他 不得不说 每个人的心中都是升起了一团希望的火焰 是啊 这个时候要是他在的话就好了 天底下仿佛就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麻烦 人们仿佛都已经习惯了躲在他的身后遮风避雨 直到最近两年他的离去才让大火感觉到没有了他 是那般的无力飘摇 呵呵 琉璃姑娘说的他 可是羚羊啊 但这个时候一个让所有人皱眉的声音响了起来 一道穿着妖艳的蓝色长衫的身影 在几名玉天亭味的簇涌下 缓缓地走了过来 刷的一下 在场四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起来 就连一直笑盈盈的任逍遥都冷冷地坐了起来 看着那蓝山身影 冷冷地开口道 孟超然 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 这里不欢迎你 你不欢迎我 不代表琉璃姑娘不欢迎我啊 呵呵 是吗 琉璃 那被称为孟超然的翩翩公子丝毫没有理会任逍遥的警告 依然大步地走了进来 一双看着琉璃的修长眉眼之中毫不掩饰地暴露着清暮的光 直直地就朝着琉璃走来 妈的 给我站住 明眼人都能够看出这孟超然是来泡妞的 任逍遥当然不能看着自己的兄弟的女人被人应聊 直接掏出了谷笛就冲了过来 另一边 吕凤天也毫不迟疑地纵身化为了流光 要挡住孟超然的去路 然而 一声冷哼 孟超然的眼中爆出了寒芒 滚 一声冷嘲低喝 一股庞大无匹的志强先能猛逼涌出 化为了两只可怕的拳头狠狠地砸向两人 砰砰 任逍遥与吕凤天直接倒飞了回去 持力差距太大 来人竟是一位巅峰级别的先王 一声可怕的战力神通直接碾压两人 将他们憋屈地砸在了地上 呵呵 楼椅而已 也妄图挡我的路 孟超然的身份在整个玉天庭都是呵呵有名 乃是仅次于三位至高天尊的一方先进之主 巅峰先王的战力更是被选为了五帝天兵的继承者之一 也就是未来神兵大选上吕凤天的对手 只是现在看来 吕凤天在孟超然的面前完全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呵呵 琉璃姑娘 不要被这些粗俗之人坏了性质 我今天专门去向清玄天尊做了申请 你被特许离开揽天园半日 可有兴趣与我出去一游 第878章杀先王 八蛋 地上狼狈起身的任逍逍遥与吕凤天恨得咬牙切齿 要不是自己修炼时间太多 一定要狠狠地踩死这个目中无人的狗杂种 琉璃 冷冷地看着面前这位追求者 冰冷的心都忍不住地泛起怒火 但却不能伸张 他淡淡地回应 不必了 方才认逍遥已经说了 这里不欢迎你 而且羽为先王马上就要回来 请你离开 这已经不是孟超然第一次过来骚扰琉璃了 这也是夏羽为为何要守在揽天园里的重要原因 尽管他这位婆婆的修为不如孟超然 但总是会让对方有所忌惮 哈哈哈哈 谁知 孟超然竟是大笑起来 夏羽为今天已经被缠住了 要不然他岂会不在 什么 众人脸色都是一变 而更过分的话还在后面 孟超然脸上已经浮现了一抹冷力 盯着琉璃缓缓道 况且 琉璃你要知道 就凭夏羽为那个贱人 真的能够挡住我吗 什么 你说什么 琉璃一下子怒了 你闭嘴他运起了九节冰冷 一个巴掌就扇向了孟超然那张剑嘴 但可惜他的手被孟超然一把抓住 死死地握紧 孟超然的脸上 确实已经满是猙獰 啪 一个反手的耳光 狠狠地打在琉璃的脸上 竟是在他白皙的肌肤上留下了四道清晰的指痕 小贱人 孟超然今天显然就是来撒泼的 你能过得到本先王的垂青是你几辈子的福气 身在福中不知福 简直不知好歹 今天我便是要让你跟我出去 我倒要看看 谁还能反抗于我 呜呜 琉璃的脸上火辣辣地疼着 他的身体被孟超然的先能禁锢 竟是无法反抗地被对方拉着向外走去 旁边 司徒晚人 吕奉天还有人逍逍遥 奇奇地怒吼冲来 却是没有人能够冲过孟超然的灵能避障 阻拦这位先王半步 愤怒 无边的愤怒激荡在每一个人的胸口 但恨只恨在场的天交修为太短 实力不足 没有人能够改变这憋屈的情况 但是 他们不行 有人可以 就在这让人愤恨道报的时刻 碰得一声巨响 一柄沉重的黑色重剑直接砸爆了蓝天园外面的墙壁 直直地向着孟超然冲了过来 沉闻人 孟超然一头长发被剑刚吹得飞起 瞳孔猛低一缩 仓促防御 光 千钧一法之际 他手中浮现一柄神兵 两者一碰 孟超然瞪瞪瞪瞪的后退了猝步 每一步都踩碎了脚下青砖 好恐怖的劲道 一滴冷汗从孟超然的额角流下 对面 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位冷面青年 林阳 身后 立刻传来了琉璃等人惊喜的呼唤 这个名字让孟超然顿时了然 你 就是林阳 啪啪 对面 林阳根本没有回话 他挥手召回了重剑黑天 紧紧地握在手中 一双眼里已经感受不到半点温度 冷得似即将爆发雪崩的万年寒川 敢打我的女人跟兄弟 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轰了一下 黑天剑上已经爆起了熊熊燃烧的火焰 那是冲天的杀气在喷涌 哼 这边 孟超然脸上再起争鸣 怎么 生气了 呵呵 林阳 一直听到你的名字 今日一剑总算没有想象中的孱弱啊 但是你若是以为靠这样的实力就可以在我面前放肆 未免太天真了 哼 结果林阳直接上来就是一剑 已该死 立 一生九天奉鸣 火凤冰黄盘旋纠缠着飞了出来 在孟超然面前勾勒出了一片冰与火的末日 哼 孟超然身为巅峰先王 哪会轻易就范 她面对林阳的杀招 手中神兵一挥 也是浩浩荡荡的不尽纤威 并不比林阳弱上半分 甚至 在林阳没有动用飞仙的情况下 孟超然还隐隐有些优势 今天正好就在琉璃的面前让她看看 谁才是值得她侍奉的男人 孟超然霸气冲天的就向林阳冲了过来 竟是反客为主 不过就在她猖狂的与林阳的黑天神剑相碰的一瞬 却是看到了林阳嘴角那如恶魔般冷酷的冷笑 听到了两个字 蠢货 什么 扑吃 一柄利刃在两人脚裂的时候 直接从孟超然的后心刺入 从前胸捅出 直接来了葛对川 将孟超然的心脏搅碎 这 孟超然的眼睛瞪得好像冲血的死鱼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就要这样败亡 华千玄 琉璃等人也惊呆了 他们不可思议地看着披着兽皮的华千玄从虚空中现身 孟超然喷泉般刺出的鲜血 确实没能沾染上她雪白的衣精 第一次杀仙王 感觉还不错 华千玄还是在笑 但里面的冷酷味道却是令人动容 这伙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狠角色啊 你 你们敢杀我 玉天亭不会放过你们 扑 孟超然一口老血喷出 还在逞强 她虽然心脏被毁 肉身被治 但只要羚羊不下杀手便还有生机 她不幸在玉天亭的地盘上 羚羊真的敢灭杀她一位巅峰仙王 那就等于是代表你先蒙向玉天亭宣战 羚羊 一个小小的羚羊 两年前的情报上不过是普通仙王级别的蝼蚁 她真的敢下杀手 答案 令孟超然绝望 羚羊冷冷地看着她 就像看着一条恶心的蛆虫 她缓缓地将黑天剑举到了孟超然的脖子边上 啪的一记横抽 直接扫乱了她半边的颧骨 这下 替任逍遥海的 你 你 啪 又是反手一下 孟超然另外半张脸也碎了 再放不出半个屁来 这下 替吕凶还你 呼 呼 现在的孟超然 就是一只只会喘气的死狗 她双目中终于有了惊恐 因为羚羊的眼中根本没有一丁点人对于遇天庭的畏惧 有的只是魔鬼罗刹般的可怕杀机 不 不要杀我 她终于向羚羊祈求 但羚羊给她的只有最后的当头一剑 琉璃 你连与她说话都不配 也敢打她 死 哼 中间无风 羚羊却是横过了剑身影生生地砸了下来 像砸核桃一般直接拍在了孟超然的脑袋刮上 一声问响 眼珠与颅骨爆裂 血花与脑浆起飞 一位与天庭最强的巅峰先王就被羚羊这般杀鸡土狗式的残忍斩杀 活该 旁边 吕凤天恨不得上来补上几刀 而许久不见的逍遥哥哥更是挂着不解恨的笑意走了上来 哟 羚羊哥哥今天很大的杀气麻 怎么着 哥哥我早也受够了 等你一句话就开杀吧 协弟 就是这么霸气 要不是答应了林阳要去对付那个什么混沌 你以为任逍遥会乖乖在这里受气 咦 你们 竟然杀了先王大人 来人啊 快来人啊 旁边 孟超然的侍卫们到这回人才反应过来 不过他们的反应太过愚蠢 飞天 分裂 灭杀 林阳此刻全身散发着死神般的杀气 他根本没想到玉天庭的这帮混蛋敢这样对待他的兄弟女人 如果说从一仙盟主那出来的时候他还打算给玉天庭留些脸面的话 那么从这一刻开始他便是要彻底的给这帮混蛋们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教训 不过 时机还不是现在 扑哧扑哧 大边香 飞天直接将一众侍卫秒杀 林阳则是心痛地走到了琉璃旁边 爱喜地运起了生机 琳能将他脸上的指印消除 疼吗 不疼 琉璃摇了摇头 眼角泛起了一片惊盈 不是委屈 而是见到林阳之后的欢喜 各位 委屈你们了 林阳又看向了旁边三位 有这句话 任逍遥 吕凤天 还有司徒婉儿的脸上都是淡淡的一笑 都这关系了 还说这些废话干毛 杨仁 而就在这时 空中一道身影流光般的落下 正是林阳的母亲夏宇维 杨仁 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 孟超然 哈 杀得好 我去 几个晚辈都是一愣 平日里看伯母温柔体贴的 没想到心里这么暴力啊 谁动的手 夏宇维确实忽然想起 你们应该没本事杀他吧 不会是你吧 孩子 呃 林阳摸了摸鼻子 好像还真的是我 天啊 李可闯祸了 夏宇维到底是心疼自己的孩子 这样 你立刻带着琉璃 还有这般小朋友离开天穷仙境 这里有我跟你爹顶着 我们去找盟主他应该 娘 林阳想说话 夏宇维根本没给他机会 给 这里是我跟你爹找到了一处无名界域的坐标 你先去那边等我们 我早就说了你先蒙这地方不能再干下去了 你爹非不听 好了吧 这下不走也得走了 两你听我说 对了 还有青青 真梦 明星他们 你记得去接他们啊 夏宇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 语气轻松 燃则眼神之中满是交集与牵挂 好不容易见了孩子 这一别 却恐怕真的是生离死别 林阳杀的可是欲天庭巅峰先亡啊 这是滔天大祸 后面局势会怎样崩坏谁也不知道 他是打算用自己的命来保儿子的平安 第879章等半年 梁 我没说要走 林阳的回答 让夏宇维一愣 孩子 你别傻了 你怎么能与整个欲天庭对抗 还是快走 这一次 便是要与欲天庭斗上一斗 林阳浑身的气势燃爆 要不然 他们真的以为咱们是可以随便揉捏的软柿子 梁 你别安排我了 回去陪好我爹 我可能半年之内不能与你们见面 但是半年之后 你看我怎么收拾那帮孙子 什么 半年 夏宇维完全无法想象林阳接下来的计划 就算他现在能够击杀一位巅峰先王 但是与天庭可是有三位先尊坐镇 而且那位天玄先尊可是连逆先盟主都难以镇压的恐怖角色 自己儿子这海口未免夸得也太大了 阳人 此事来不得儿戏 呵呵 娘 我什么时候在你面前儿戏过 林阳重重地抱了抱自己的母亲 必须忍痛战时分离 我要带他们走了 咱们半年后再见 走 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 就在这儿 只是先得去救个人 救谁啊 当然是吕兄的红颜知己啦 林阳话音一落 旁边吕凤天整个身子都是一阵 看着林阳的目光里面瞬间多了许多感激的光 妈的 这个兄弟 认得值了 清玄先尊 今天心情很差 他的两位师兄一位正在闭关 另一位最强的天玄先尊前往圣庙去拜见那位至高存在 结果今天就发生了如此憋火的一幕 那个林阳 有着连他都有些无法摸透的实力 但更可气的还是逆先盟主 天玄师兄在的时候屁都不敢放一个 今天竟然敢如此态度的对自己说话 摆明了就是欺负人 哼 老东西 等到混沌已被消灭 老夫定要将你们逆先蒙连根拔起 碎尸万段 这位现在的模样就像是一只出去被抽了一棍子的老狗 现在躺在窝里横横地磨着牙齿 而这条狗 除了磨牙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他负责镇守三件已经被遇天庭强行搜集回来的先帝神兵 玄机塔 六道轮回盘以及吕奉天的五帝天兵 此刻 他所在的密室之内 三件神兵被层层叠叠的灵能避障包裹起来 好似三只光球悬在半空 没有三位先尊共同的灵能法觉 任何人也无法带走这三件至宝 清玄则是必须保证在天玄先尊离开期间 这里不能出什么篓子 先尊大人 而就在清玄正在心心念念地诅咒着逆仙蒙与灵羊的时候 密室外面突然想起了他心腹焦急呼唤 可是惊慌 清玄力声呵斥 启禀先尊大人 超然先王他 孟超然 他怎么了 他被人发现死在了蓝天园中 沉默 清玄腾地一下蹦了起来 力道之猛 差点闪了老腰 他猛低打开了大门 双目圆睁地看着跪在地上的亲信 李再说一遍 他万万不敢相信 一身神通惊人 甚至被他们寄予厚望的孟超然 竟然就这样死了 整个盟军大营里 除了自己之外 还有谁能杀他 走 他挥手在密室的大门上 再次布下了强大的灵能封印 便立刻跟着来人奔向了蓝天园 而就在他离开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一道青山人影 却是带着冷冷的笑容 出现在了密室门外 拳击塔 便是就在这里了吗 是谁 这是谁干的好事 蓝天园内 清玄像一只恶极了的猎狗 一般红着眼睛 看着地上已经被拍烂了脑袋的孟超然 咬牙低吼 然而 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人能够给他答案 刚才一切发生的太快 等到来人的时候 整个蓝天园里已经连根毛都看不着了 人呢 那些人都到哪儿去了 清玄再次扯着嗓子低吼 旁边的人还是只能要么仰头看天 要么低头猝蚂蚁 谁也不敢接话 一群废物 清玄怒吼 不过他终究是有脑子的先尊 立刻想到了一处关键 左丘一人 那个吕凤天的女人左丘一人 给我把他带来 我就不幸吕凤天还能真的飞了天 抱 可惜 就在他命令刚刚出口的时候 那边香又着急忙慌地跑来 一鸣玉天庭未在 直接跪在了清玄脚下 抱先尊 左丘一人于一刻之前被人劫走 负责看守的奥云先王惨遭毒手 请先尊立即前去查看 扑 清玄只觉得一口老血直接卡在了喉咙杵 差点就要喷涌出来 是谁 是谁他妈的干了这一切 林阳 一定是他 心中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 清玄唯一能够想到的人就是今天刚刚来到联军总部的林阳 只有他才敢如此大逆不道地来救自己的爱人兄弟 等一下 清玄脑海里面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想法 这个林阳处处都走在自己的前面 明显心计超群 这样的人却如此光明正大的留下这么多的轰动痕迹 他是要做什么 他带走了所有跟先帝传承有关的人 难道是要 糟了 这一瞬 清玄整个人好像有如被雷劈了一般 轰得一下踩爆了地面 整个人猛地飞向了自己负责看守神兵的密室 然而 为时已晚 就在他飞到一半的时候 整个盟军总部的地面便响起了一阵惊天动地的震动 随后一道巨大的裂缝撕裂开来 从里面缓缓地升起了一座高达数百米的维俄建筑 拳击塔 这件无上神器在历经一段无理封存之后 从他的第九层空间里面释放出了一股无比强大的先能 隐生生地冲破了外面的封印 重新屹立在了的天地之间 而且 更让清玄惊恐地浑身冒汗的是 玄机塔旁 五帝天兵与六道轮回盘的封印 同样被那可怕的先能抹去 两件神兵已经完全消失了踪影 看样子应该是被卷入了玄机塔内 林阳 李这世找死 清玄看到轰然而起的玄机塔 根本无法猜测背后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只能凭借猜测发泄着心中无尽的怒火 同时 他静止地挥出了一道可怕的先能攻击 直接轰向了玄机塔 要把这神兵重新封印起来 可惜 这一次的玄机塔就完全目有那么听话了 轰 一道巨大的圆形冲击从九层塔尖上辐射出来 不仅轻而易举地消融了清玄的先能 而且还在玄机塔的外面形成了一道无比辉红的灵能臂杖 让包括先尊在内的所有人都只能远远地看着这牛逼的神器目瞪口呆 这 这 清玄感觉到了一种深沉的无力感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师兄回来的时候那张冷酷到极致的脸庞 三大神器一件暴肿 两件失踪 自己只怕是要少不了苦头吃了 而他的身后却是响起了一阵赞叹之声 这才是先帝传承的神器应有的盖世神威啊 呵呵 老夫今天真是长了见识了 利仙盟主 清玄猛第一个转身 正好看到利仙盟主带着一群人在后面笑呵呵地看着戏马 是你们做的好事 清玄恼羞成怒 但却听到利仙盟主旁边一名中年美妇悠悠的声音响起 清玄仙尊这是开什么玩笑 下雨为本就是伶牙历齿 正是有其子必有其母 掰扯起来丝毫不逊于伶羊 就听他阵阵有词道 拳击他可是一直都在你们欲天庭的掌控之下 我们还以为是清玄先尊你们要搞出什么惊天表演 还打算过来做个观众 结果你这帽子扣过来可是太冤枉人了 你 清玄被噎得气炸了肺 视线左右一扫 吼道 林阳呢他人在何处本尊怀疑是他杀了玉天庭两位先王 还夺走了两件神器藏入了玄机塔中 话不能乱说啊 先尊大人下雨为冷冷地翻了个白眼 今天我亲自送林阳离开了总部 他觉得这里乌烟瘴气要去前线对抗混沌 早已经走得没影了 再说了就凭我儿子那点本事杀得了你欲天庭的两位先王 您也太抬举他了吧 说话真的是要讲证据的 要不然我可以说是您在故意找借口破坏咱们的联盟吗 臭丫头 好一张利嘴 下雨为这词人已经想了好久 这回人连珠泡式地喷出来直接让清玄脸皮子直抖 但他喵的真的没有证据啊 现在玄机塔不知道出了什么幺蛾子 连靠近都靠近不了 更不要说把里面的人逼出来 而逆先盟现在完全把干系撇得干钱静静 找不到半点画饼 更有逆先盟主一尊大佛在那里阵着场面 这根本就是玩死清玄的节奏 咦 你们等着 清玄现在就算有三个脑袋也想不出破局的办法 只能无奈之下先稳住局面再说 来人 给我将玄机塔重重围住 任何人不得从里面出来 是 顿时有成千上万的玉天庭未奔向了玄机塔的方向 还有你们 清玄一直对面的逆先盟众人 事情还未调查清楚之前 任何逆先盟的人不得离开盟军总部 一切等天玄先尊回来再做定夺 谁敢妄动 格杀勿论 一道命令 又是庞大的玉天庭大军将逆先盟众人所在的营地 团团围住 不过只要有逆先盟主这位至尊强者在此 他们也仅仅只是围住而已 并不敢有人轻举妄动 走 清玄气炸了毛的腻了 他必须找个地方好好平复一下心情 顺便想想要如何向自己两位师兄交差 而就在这位完全被玩死的仙尊离开以后 逆先盟主则是与夏宇为对视了一眼 彼此传递了一个欣慰的信息 一切总算是暂且安稳下来 之后就是等半年之后林阳等人出来了 只是短短半年时间 就算是在玄机塔内 林阳这些年轻人又能创造出怎样的奇迹呢 无人敢打包票啊 第880章至尊特训 玄机塔内一片完全独立在塔身之外的玄妙空间 林阳面前站着他最亲密的兄弟与爱人 琉璃 司徒婉仁 任逍遥 吕凤天 华千玄 当然还有刚刚拯救初来五魔夫人 左邱一人 有些日子不见 左邱一人胖了一些 双目之中也全然不再是当初那冷漠的绝望 而是许多热情与美好 尤其是与吕凤天站在一起的时候 眼中更是多了几分情愫缠绵 不过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阳身上 新潮皆是澎湃激荡 刚才发生的一切连他们都觉得有些震撼难平 林阳直接斩杀了两位玉天庭的先王 夺走了三大先帝传承神兵 这简直就是要颠覆整个盟军大营的节奏 就算是华千玄这种神机妙算的人物 也难以想象他们之后要怎么出去承受玉天庭的滔天怒火 自己这些人总不能一辈子待在玄机塔里不出去吧 诸位 回应着大家心里的忐忑 林阳开口了 我们接下来在玄机塔内将会修炼半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我将启用玄机塔最大限度的时间流逝加成 每个人究竟能够拥有多长的修炼时间将由你们本身的实力决定 众人纷纷亚然 玄机塔还有这种用法的吗 怎么跟自己以前的认知好像不大一样 林阳又是怎么能够操控玄机塔的 他的守护者不是司徒万人吗 好在林阳的神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大火头上飘满了问号 却没有开口听着林阳继续说下去 半年修炼之后 我们要出去狠狠踢暴雨天庭那帮家伙们的头 所以为了让每个人的实力都能有土飞猛进的提升 不仅时间上给予大火保证 我还要给所有人请一位老师 老师 众人齐齐一惊 这天底下还有什么人能够做他们这些人的老师 而且看看在场的人们 所学繁杂 涉猎众多 更是涉及到许多远古的先帝传承 有哪个不自量力的家伙能够来指导他们的修炼 除非是一位先帝 刷 离火天地的现身的时候 所有人的眼睛都直了 在场的人谁都是绝代的天才清洁 就算是巅峰级别的先帧出现在他们面前 也不会让他们如此的失态 火地身上那独具一格的超然气场 那不怒自威的高傲态度 还有那淡淡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 无意不再向大火说明 这特么的是一位活生生的先帝啊 人生 太梦幻了吧 林阳的体内竟然隐藏了一尊远古先帝 所有人都惊得神经麻木 然而下一秒 他们很快被打回了现实 离火天地现身之后第一时间 便自己的一双火目一个一个扫过了列位 那种感觉 无法形容 任何人与火地对视一眼 就好像整个灵魂被闪电狠狠地劈了一下似的 不由自主地战斗战力 这是任何人在面对至高天地之时难以抗拒的本能反应 就连林阳 也被这种威慑到极致的目光瞪了一下 靠 装逼就不能给自己人留点脸面吗 火地扫过欺人 万年死人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现场的气氛一时间紧张得令人窒息 谁也不知道这位冷酷的大佬将会如何炮制自己这些小鱼小虾 你 火地第一个看向了吕凤天 身为武魔 天地不惧 但吕凤天此刻还是忍不住的浑身一个机灵 迎向了火地的目光 前辈 你的霸者真觉现在修炼到底几重了 果然是跟武帝一个时代的先帝 一眼就到出了自己从未对外人提起过的神功名称 吕凤天致辞对火地彻底幸福 恭敬到 已经第四重了 废物 观情的眼光 还是一如既往的拙劣 我去 吕凤天直接被打击的脸皮一抖 眼神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武帝观情是他心中至高的信仰 就算是离火天地也不能这样轻易斥责 怎么 你不服气 火地看着吕凤天双目之中冒出来的金光 冷冷的一挥手 竟是从身体里分出了一道一模一样的念礼分身 正是灵养苦修了好久才领悟的操灵师的分魂手段 感觉火地之前压根就没注意过这门小技术 结果人家不坑不哈的就练成了 来 我会让你知道当年武帝真正的手段 分身出来的火地一伸手 也不知怎的就直接拽住了吕凤天的衣领 脉搏而出 便似信手在这玄机塔内开替出了一道独立空间 里面的时间加成速度不得而知 但进去之后只见火地浑身突然就冒出了浩然金光 正是武帝观情霸绝天地的霸者武道气息 火地竟然也对霸者武道有所涉猎啊 众人纷纷一惊 他们哪里知道 元古九大先帝并立的时代 武帝与火地本来是水火不容的两大宿敌 两人干架起码干了好几万年 后来才因为混沌灾结联盟到了一起 最熟悉你的人往往是你最强大的对手 这天下如果还有一人精通霸者武道的话 那一定就是火地里浩天 刷 那片时空对所有人透明可视 大火纷纷见到了火地 仿佛在一瞬间变成了一位披着金甲的战神 那漫天刺目的金光比起吕凤天 简直是天上地下 仿佛将整个世界镀上了一层金边 灰红 灿烂 牛逼 在场的小青年们的脑海中一时间闪过了无数个形容词 但这牛逼的画面仅仅维持了一秒 就消散不见 砰 一拳 战斗结束 吕凤天直接歇菜 火地用简单直接的霸者之拳 叫了吕凤天怎么做人 撕 现场 唯有倒吸冷气的声音 凤天 还有左丘一人担心的呼唤 这就是先帝的实力 强的已经完全看不懂了 只能说 吕凤天现在的实力太低 地道已经无法用来作为参照物 完全就是被碾压的节奏 不过 火地的这尊分身在用最正宗的霸者拳 轰昏了吕凤天之后并没有收手 而是直接一只手倒拖着吕凤天的身子 缓缓地走向了空间里面一处 早已经凝聚成型的石台上 随后他挥了挥手 上面竟是浮现出了密密麻麻发的工具与神材 这事 筑体术 林扬懂了 前辈第一拳是开宗名义 让吕凤天真正感受到五帝霸者武道的精髓 随后再等吕凶昏了之后开始助练极致肉身 倒是一点时间都不耽搁 这位活地前辈真是老谋深算 不计划周详啊 众人左边看了看空间里面已经准备被大邪八块的吕凤天 右边又晃了晃脑袋看向一脸冷漠的活地本尊 忽然觉得自己这些人好像一只只小老鼠一样落入了这位师尊的手中 你心疼吗 活地看向了左邱一人 左邱一人可不像吕凤天傲骨铮铮 被活地一瞪 顿时呼吸急粗了起来 面前的至尊 比起当年统一整个左邱一族的左邱先王还要可怕一万倍不止 不过小姑娘还是奋力挺直了腰杆 要跟自己的爷们站在一起 前辈 晚辈相信凤天他能够通过前辈的考验牟利 他能通过 你 能吗 神吗 大伙又是一愣 怎么这里还有左邱一人的事儿吗 大家之前以为林阳只是为了让吕凤天安心才去救的左邱一人 怎么活地竟是连这位实力最为不弱的女子都要训练吗 前辈 一人愿意接受任何训练 左邱一人毫不犹豫地接受活地的挑战 啪 一块薄薄的玉剪飞到了左邱一人的面前 这是六道轮回真诀中的鬼道真诀 若是你能够在千年之内入门此诀 便拥有驾驭六道轮回盘中鬼道一末的资格 是 晚辈一定会练成此诀 左邱一人像捧着性命一般将那欲剪紧紧的捧在了怀中 原来如此 旁观众人分分了然 原来想要完美发挥六道轮回盘的威能 还需要修炼当年佛地世家创立的无上神功 而左邱一人身为玉魂异族的绝代天骄 无疑是修炼鬼道真诀的最佳人选 这么看来 在活地的心中想必有不止一人的人选来驾驭六道轮回盘这件先帝传承神兵了 果然 活地旋即看向了司徒晚人 以身为通灵念体却只有如今这点修为 简直是抱舔天物 活地先骂了一句 搞得人家小姑娘家家满脸惭愧 随后又甩出了两块玉解 冷声道 六道轮回真诀 以地狱道最为凶险难练 但历经地狱之苦后却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念力增长 畜生道须以无上念能演化万种神兽纤威 若你能够将此两绝于万年内领悟习成 便有资格掌控六道轮回盘其中两道的威能 晚辈定不付前辈希望 司徒晚人还有什么说的 把玄机塔的加成催到极限 撒鸭子的练习就是了 大伙看到这里 心中确实又有了疑问 司徒晚人去准备操作六道轮回盘了 那么玄机塔又要交给谁来驾驭 林阳心里琢磨 不会是要让自己来吧 然后火帝直接打脸 华千玄 玄机塔便交与你来操控驾驭 靠 喂毛啊 林阳这才明白 火帝一直让自己带上华千玄的意义所在 第881章三方角力 华千玄 自己也是一愣 他不懂为何玄机塔这八杆子打不着的质宝 会突然落在自己的头上 不过当他在火帝的引导下 用自己的天眼心觉来催动玄机塔内部的先能的时候 竟是发挥出了远远比斯图婉仁与灵阳强悍的多的威能 这又引得大火齐齐吃惊 难道这华千玄修炼的神通竟是与大智慧帝有着莫名的渊源 而这一点则是早已经被火帝洞悉 便是要在此培养慧帝真正的传人 一切全部都在火帝的掌握之中啊 很快 火帝便专门为华千玄准备了一处空间 用来掌握修炼如何驾驭玄机塔的法门去了 而且由于他修炼的功法天生与玄机塔九层内的先能契合 所以升级的速度绝对会是这些人里面翘楚 半年之后的战力绝对值得期待 最后 便胜了林阳 琉璃与任逍遥 任逍遥 果断舔着脸向火帝凑了上来 一脸的见笑 嘿嘿 火熟 我是逍遥啊 啊 结果一句话没说完 离火天地直接一甩手就把这火拍飞进入了一座独立空间里面 嗖嗖嗖地变出了十只强大到变态的火灵 一窝蜂地就朝着任逍遥呼了过去 喂 火熟 你倒是好歹也给我点什么好处啊 哼 那边任逍遥一句话的功夫已经被火灵垂飞 没功夫逼逼了 火帝冷冷地看了逍遥一眼 他还不了解这个贱人吗 作为邪递的转世 任逍遥身上的家当绝对不会比羚羊差多少 别的不说 就说那只骨笛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威震天地的宝贝 还好意思向自己要什么好处 对任逍遥这个天生懒骨头来说 这次特训只需要两点 时间 还有足够的压力 十只虎灵 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被变成二十只 三十只一直到把刃逍遥体内每一分潜力全部榨干为止 啪啪啪 羚羊果断开始鼓掌 前辈英明 那或就得这么好好炮制 话虽如此 羚羊心里多少有点开始打鼓 这位也打算怎么虐待自己呢 琉璃 你的脑海中应当有冰璃的完整传承 我也无需指导于你 另外这是冰璃亲自为你凝聚的百片九阶冰雨 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提升自己吧 这是火帝今天唯一一次温和的说话 琉璃美女的待遇果然不同 是 前辈 琉璃乖巧地点了点头 独自走入了火帝开辟出来的空间 灵了 妹子不忘给羚羊一个牵挂的甜腻眼神 意思是说 坚持住啊 羚羊 好的 羚羊兴兴地眨了眨眼 终于 这片空间里只剩下了灵羊与火帝两人了 气氛 略显凝重 灵羊 抬眼看着这位今天才大气粗的至尊大佬 心中在不停地念叨 会给自己什么好处 全新的功法 立天的神兵 火灵群殴这种小场面自己根本不拒 只要能有提升实力的宝贝拿出来 一切都是值得 结果 火帝的话灵羊相当地熟悉 他伸出了一根手指 淡淡地说 一千年 什么 一千年之后 我会以一城先力斩你一剑 若是你挡不下来 那就死吧 我靠 羚羊气道爆炸 不是吧 火帝前辈 这一招你还没完够啊 嗖 火帝瞬间消失 羚羊无语的苦笑 自己这个火帝传人还真是寒散啊 别人要么发功法 要么给神兵 轮到自己 就给了一条死亡威胁 这要是让任逍遥那个见人看到了 还不得笑破了肚子 不过灵羊当然也明白火帝的意思 能教的 火帝差不多都叫了 火神四相攻 凤武剑法 全都是先帝级别的志强神通 现在对于灵羊来说只是自己的境界修为 能够将这些本领发挥出多少威力罢了 千年 千年光阴 自己想要挡下火帝一成力量的一剑 只有一条出路 本命先术 灵羊终究还是来到了这衣冠的面前 自己猝万年来修炼积攒的武道 终于要到了融会贯通 极致飞升的一刻 离火天地今次的千年之约 与其说是死亡的威胁 倒不如看成是老前辈变相的一种鼓励 千年之内 灵羊必有突破 一念至此 灵羊心中在无挂碍 脸上泛起了浅浅的平静形容 直接就地盘坐而下 进入到了极致的武学领悟境界中去了 尽管此刻外面的盟军总部已经击飞狗跳 杀气腾腾 但对于玄机塔内的众位天交来说 每个人都沉浸到了属于自己的蜕变之路之中 心中在无挂牵 时间 一天天的过去 如火蒂所说 由他亲自催生出的修炼空间 是按照每个人的承受极限 最大程度地开启了时间加速加成 这同样也能看出此刻 在玄机塔内的这些天交们的实力梯队分布 最强的三人 乃是灵羊 逍遥与琉璃 他们全部享受着一日百年的最快速度加成 半年的光阴对他们来说 便是相当于将近两万年的苦修岁月 这对于琉璃还有任逍遥这极度缺乏修炼时间的人来说 无异于是最大的宝藏 拥有完整先帝传承的他们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就可以极致飞升 第二梯队是华千玄与吕凤天 他们的加成速度是一日八十年 半年也相当于一万五千年左右的光阴 华千玄拥有着玄机塔内部的惠地先能加持 而吕凤天则由火帝亲自为他助体陪练 两人成长的速度也是如火箭飞升 快到掉渣 最弱的是司徒晚人与左邱一人 他们的加成速度在一日五十年 半年相当于九千年的时间 但火帝对他们的期待仅仅是掌控六道轮回盘中三道的力量 以这两位女中添交的悟性与刻苦来看应当没有问题 只是令人好奇的是 另外三道的力量火帝又将要交到和人的手中 而需要多人合力才能够真正催动的这件先帝传承神兵 又将能够发挥出多么可怕的力量 令人期待 就在林阳等人进入玄机塔内 已经过去了数百年的岁月之后 塔外的现实终不过才过了区区促日光景 但盟军总部内的氛围却是一天比一天的冷力凝重 超过万人的御天庭大军层层叠叠地将玄机塔包围了起来 天地之间都是人马 先王强者 临次环绕 绝不会让任何人安安稳稳地走出玄机塔来 现在的问题就是 什么时候里面那些该死的家伙才会出塔 这个问题 纠结着盟军之中三方人马的心 最揪心的是清玄先尊 这两天 他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的二师兄 正在闭关的道玄先尊给请了出来 但是以他们两人的底气还真的不敢到逆仙盟主面前去发飙 只能一次次地调度人马 然后看着玄机塔剁脚咬牙 师兄 清玄现在每每看到那增高塔 就会觉得眼睛疼得厉害 大师兄他究竟何时能够归来 等他回来了 咱们请出三玄金轮导要看看逆仙盟那老狗还能如何嚣张 三玄金轮 神兵至尊榜排名第四 神能无上的镇天之宝 应该快了 道玄先尊脸上的折子里同样充满了冷冷寒光 多少年了 根本没有人敢如此在玉天庭面前放肆 那个向来软啪啪的逆仙盟主这次突然硬气必有古怪 但不管他们背后有什么阴谋都必须臣服在玉天庭的脚下 等大师兄归来之日 就是咱们狠狠打压逆仙盟之时 两位先尊习奇奇的冷声喝道 王主现在的关键便是那天玄先尊何时归来 同样的讨论发生在逆仙盟的大营之内 立仙盟主之下 天贤仙王 天苍仙王轩元光 宇为仙王夏宇为等一众核心大佬齐齐而坐 一个个脸色凝重的讨论着目前紧张的局势 天贤仙王多少有仙宁众帝说道 现今之局面 玉天庭乃是畏惧盟主神威不敢轻举妄动 但若是等到天玄归来 请出他们的天庭至宝三玄经纶 只怕 说着 他担忧的目光看向了逆仙盟主 所有人都是一脸凝重 逆仙盟肯定是打不过玉天庭的 要不然这些年也不会是这般局面 但奇怪就奇怪在逆仙盟主明明知道这一点 却是一反之前韬光养晦的策略 选择根于天庭刚正面 这位至尊的脑海中到底有着什么打算 他又要如何应对天玄先尊归来之后的 无尽木火与至尊神兵 大家都在等着答案 呵呵 结果 逆仙盟主面对众人的质疑 仅有轻轻一笑 给了大伙一个悬之右悬的回答 诸位放心吧 天玄他半年之内回不来的 恩 众人一脸蒙逼 盟主他老人家凭什么这么说啊 天玄先尊难道还归他管不成 可偏偏在这之后 日子过去了一天又一天 那位制斗无上的天玄先尊 还真的没有回归盟军总部 一切 似乎又一次印证了逆仙盟主 那神机妙算的推演神通 在他们双方之外 最安静的却是盟门 或许 是因为加在两大致强势力之间的缘故 一向乖章的盟门 在此次事件之中保持了绝对的沉默与安静 无论外面闹得翻了天 这些隐藏着强大势力的黑暗势力们却依然静静地匍匐着 谁也不知道他们在等待着什么 第882章天玄回归 啪 遥远的时空之外 一枚白色的棋子清脆地落在了黑白相间的棋盘之上 还是那幽闭的空间 还是那黑白长山的两人 一盘精妙的棋局 似乎主宰着宇宙苍生的命运 黑衣身影长发如铺 变着般闲散地垂着 但每一根发丝上都散发着难以形容的大道玄机 一双仿佛看淡了一切的眼眸 俨然已经对尘世沧桑兴不起半点的兴趣 唯有眼前的棋局 眼前的人能让他打发一些无聊的时光 呵呵 这一招你怕是费了不少心思吧 黑衣身影微微一笑 一边称赞 一边又如羚羊挂脚一般在棋盘的另外一处落下一子 棋局 又有逆转变化之势 那对面的白衣身影有着一双黑白双色的眼眸 悠然转动 便似看透了宇宙变化的万种玄机 但却永远看不透面前的人 面前的棋 他平静笑答 呵 心思再多 总是瞒不过您的眼光 我这一局怕是又要输了 赤若 往往隐藏着更大的野心 对吗 黑衣人一语如箭 刹那间刺破了空间内平静的氛围 我已被你囚禁了百万年 纵有野心 只怕也早已化为流水沉烟 哈哈 你莫不是还在怕我这个废人 白衣人笑得超然 完全已是一副心如死灰的模样 哈哈 选机 我便是与你玩笑 谁知你却认真了 黑衣人长生而起 笑着已经准备转身离去 他们下棋 不喜欢分出胜负 似乎 当胜负决定的那一刻 便再也不会有心的棋局重开了 滥走 那白衣身影缓缓起身 身上沉重的铁链发出了无力的声响 其实 而那黑衣人在消失以前 却是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 我倒真想见识一下你认真的样子 呵呵 实在是太久了 嗖 那人信不迈出 便是就此消失 屋内 唯有白衣身影的笑容渐渐散去 黑白双目之中绽放出了无尽玄妙光辉 啪 他手中的白子重重地落下 赫然在棋盘上布置出了一道必死的杀局 如你所说 太久了 真的是太久了 我们之间的这盘棋 终究还是要分胜负了啊 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那强大到无法形容的浩瀚神魂 仅仅是微微动了一个念头 遥远的虚空之外 一艘被困在虚空乱流里的仙玉航舰 终于叠叠撞撞地飞了出来 千尊大人 我们终于闯出来了 航舰之内 有人发出了庆幸不已的呼喊 还不速速赶路 一个威严无比的身影响起 便似给所有人背后抽了一鞭子似的 这艘仙微逆天的航舰 终于在莫名其妙地被卷入虚空列席之后 风驰电撤般地赶回了天穷仙境 盟军总部 半年的光阴 竟好似某人手指下精确拨动的算盘珠子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 在看似巧合但却精准安排的布局之下 匆匆地过去了 这一天 晴空万里 满人的小风嗖嗖地吹 本是一日平静无波悠然天 但随着九天之上的一声轰鸣 天玉避障被一艘巨大的航舰穿透 无尽的纤维瞬间席卷了整个盟军总部大营 刷在大营里面天天磨刀的清玄 道玄两位仙尊瞬间抬起了他们激动无比的老眼 发出了扬眉吐气的呼唤 天玄仙尊终于回来了 砰一声巨响 众人皆惊 力先蒙的巨大营房直接被一股排山倒海的巨大力量冲得四分五裂 里面的人化成了一道道愤怒的流光飞上了天空 什么人活腻歪了吗 天苍先王轩元光一脸横肉地叫骂起来 不过下一秒 他已经看到了对面三道冰冷的目光如三座大山一般地看着自己 漫天骑整站立的与天亭卫们好似一面金色的巨墙 威严无匹地耸立那三人之后 找麻烦的来了 轩元光纵身一跃 身形已经返回了几方列阵的队伍里面 逆先盟主一马当先地迎上了气势汹汹的玉天亭大军 迎上了前面那三位煞气冲天的傲然先尊 天玄兄 许久不见 今日确实好大的火气啊 被人直接掀了迎杖 恐怕也只有逆先盟主这样的人物还能够消灭温和的说话 但对面显然来者不善 竟是连最起码的客套都省去了 废话少说 三人中左手的清玄先尊直接变脸目赤 速速将林阳那帮贼子交出来 还真是直接啊 轩元光 夏宇伟等人的脸色多少都有些难看 不仅仅因为玉天亭惊天这咄咄逼人的态度 更是因为此刻站在对面人群中间那位威严无比的长者 天玄先尊 玉天亭中的至高存在 同为先尊 大伙在面对清玄的时候与面对天玄的感觉截然不同 清玄虽强 但天玄浑身上下却弥漫着一种近乎于飘渺无形的奇怪威丫 但却实如云卷云霄 但此刻散发出来却好像有千万柄小剑在此着周围每一个人的皮肤 令人从灵魂里感到阵战 在场之人 唯有逆仙盟主方能够在天玄先尊的恐怖威压之下淡然自若 他们两人 皆是已经走上了那条无敌巅峰之道的仙玉之墙 清玄的怒吼 好似一条凶悍的狼犬 但狗就是狗 吼上一万句也不如主人一句话来的分量沉重 天玄先尊 引发蓬松 不怒自威 一双眼眸呈现淡淡的银色 里面吞吐着仙法神通 他冷冷地看着逆仙盟等人 只说了一句话 今日 我只要逆仙盟交出林阳接受调查 是非曲直 当有攻断 但盟主阁下若是再有偏袒 只叛逆我好不容易结下的同盟联军 今日便要破裂流血 涂炭生灵了 曾 话音未落 天玄先尊背后便 升起了一轮金色的娇阳 四目的神光照要全场 就算是先亡强者也无法凝视这可怕的神兵 三玄金轮 御天庭的至宝 神兵榜第四的至尊 天玄先尊竟是在一开始就把这剑杀器抛了出来 嗡嗡 那可怕的金色轮盘悬浮在了天玄头顶 金轮上刻有三枚小小的圆形太阳 一名金虎聊天 一名阴云蔽日 一围夺破搜魂 三轮太阳各有夺天地造化的通天心能 若是齐齐催动 更是纵横先欲 难逢敌手 天玄今天煞气满满 根本就不打算多讲道理 他祭出三玄金轮的同时 更是直接催动了其中的一轮太阳夺破搜魂 只听到一声声淒厉的厉鬼长鸣声响起 每个人的耳膜都好像被锋利的指甲不停地挠着 那种神魂惊恐的感觉就像一只只鬼手死死地扼住了大火的喉咙 嘎 嘎嘎 轩辕光 身为巅峰仙王 此刻都觉得一口仙气运转不畅 浑身难受无比 他拼命地鼓动体内仙能 目吼道 天玄匹夫 你敢动手 放肆 天玄那双银色的眼眸淡淡一扫 杀鸡遁线 卯乌 一只可怕的黑色鬼影直接从紫色的太阳中飞了出来 嗜血夺命 直奔轩辕光而去 这天玄竟是直接要动手杀人 千军一法之际 逆仙盟主却是轻轻地挥了挥手 放出了一道玄妙神威 将那只鬼影驱散 同时发出了一声仰天长笑 嗨 浩然因波四巨浪席卷长空 滚滚纤威当迭了所有鬼叫谐音 逆仙盟众人这才从那三玄经纶的恐怖威压下解脱出来 一个个脸色都苍白至极 这便是天玄仙尊的今天实力 这便是与天庭镇压仙玉的至强神兵 对方这一手的意思已经在明白不过 今天 就是要镇压逆仙盟全体 今天 就是要逼你交人 今天 再敢有半点扑言 便是神兵灭杀 经文索命 哼 天玄仙尊感受到了逆仙盟主的浩然纤威 仅仅是一声冷横 盟主阁下神威不减当年 但欲天庭却已不会再像当年那般妇人之人 之前的诸多忍让怕是让你等忘了自己的身份 难道你们还真以为没了那几个黄毛小子 我们就对付不了那混沌不成 通隆隆 霸气张狂的话语就像是惊雷炸裂 九天十地的气场凌威都被天玄一人占据 与天庭的所有人都在俯视着逆仙盟众 都在冷笑 都在张狂 教人 速速教人 要不然就准备受死 一声声勿吓 一声声激凤 冲击着所有逆仙盟众的心神 但面对着这一切 逆仙盟主却依然好似惊涛巨浪中的一根情天柱一般 吻得没有半点波澜 他虽已隐去了笑容 但面对对方狂霸凶残的气场 这位神秘古老的强者却是微微抬起了头 右手搭起了凉红看向了远处的天边 天玄兄 没时间了 什么没时间 天玄等人一愣 你有客人来了 客人 就在天玄莫名其妙的一愣的时候 远处的天边 响起了一声九天凤鸣 一道庞大的盖过整片天空的灰红凤影从天外破空而入 震荡了整片天空 神兽火凤 这一回 轮到与天庭的所有人惊讶地愣在原地 这至高无上的神情怎么会出现在天穷仙境 而且 竟然在那只气息庞大的神情身上 还有着不止一道的唯恶气息 更有 仙尊降临 第883章什么是排场 这什么情况火凤一族怎么会降临天穷仙境 而且来的全都是高手 就算是天玄仙尊 面对凤族那位传奇强者凤十一也的有所忌惮 但他搞不懂的是对方为何会刚刚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来搞事 天 那边还有 凤鸣过后 就是彭鸣震天 赤昆鹏 真正的唇血昆鹏 天穷仙境的人族们今天算是开了眼睛 翼云天的这些智强神兽们平时跟本来的出现在仙玉各境 今天倒好 刚刚凤凰展翅之后就来个昆鹏熬游 搞什么 神兽大展览吗 宝屋 真的是神兽展览 因为在那头巨大的昆鹏载着溢水的鹏族强者现实之后 又是一头浑身燃烧着滚滚金色烈焰的金屋神鸟 将天边的云朵烧穿 轰然降临 金屋三族 同样浩浩荡荡地现出了身形 没没了吧 空中 三只巨大的神情已经将整片天地充斥满了滚滚寿威 无数曾经只有在传说中听过的志强存在在人族面前露出了他们霸气的真容 御天庭的诸位 纵然现在脸上还能保持平静 但心里任谁都有个小人冒了出来再光光地敲着小心脏 有点方 但还有更方的 就在三头神情浑然将天空遮蔽之后 那边又响起了两声惊天的寿吼 哦呜 这家伙 声音雄浑地就像远古巨神的苏醒 一头骁勇霸气的白虎神兽 一只浑身披挂着金色灵甲的唇血麒麟带着一帮徒子徒孙们霸气冲天地穿过了云层 降临天穷 我的天啊 白虎 麒麟 这到底是要搞什么幺蛾子的场面啊 又是两头仙尊集叠的神兽大佬现世 这回就算是天玄仙尊也不能再板着脸了 他狠狠地扫了一眼逆先蒙众人 只得收起了头上的三玄金轮 整理一容向着空中的神兽大佬们迎了过去 人家都已经来了 不能还在这里屋里都惹人笑柄吧 哗啦 与天庭卫门倒也训练有素 在旁边道玄仙尊一道目光之下瞬间变换了阵型 从原来杀气腾腾的杀阵直接变成热情迎兵的队列 每个人脸上被迫地挤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转换 挠心挠肺的别扭 天玄仙尊 是头面级的大佬 这回人更是一马当仙地迎了出去 与两名师弟摇摇地在空中站立妥当 身后嗖嗖的就有天龙仙王啊 端木峰等仙王 高手环四左右 形成了颇具逼格的遗仗 背上了声势浩瀚的神兽大队 在下遇天庭天玄 不知道诸位尊者降临我天穷仙境 有何贵干 天玄气场十足 朗朗的声音激荡出去 竟是隐隐地在空中形成了气浪冲击 有抗衡漫天受威的威势 倒也没有叠分人 刷刷 空中 五头巨大的神情神兽并排而立 相距千米 在听到天玄仙尊的声音之后 竟是齐齐浮现了灵光 化成了五名神色 威夷的人形太长者 不仅是他们 那些在他们背上站着的各族高手们 也都是摇身一边 变成了人形模样 一时间空中导饰色彩分成 占满了五颜六色的俊男静女 看到此情此景 天玄等人先是唯唯得意地翘了翘嘴角 神兽异族向来高傲 只有在面对他们心中尊敬的人类的时候 才会幻化人形以示对对方的尊重 看看面前的这些强者 这态度 这礼数 看来玉天亭在仙玉之外的三十三重天 也是很吃得开的麻 可惜 得意不过三秒 只见凤族之中走出了 一位了霸气威夷的红发老者 他一双通红的眼睛扫过了全场 直接穿过了天玄等人 而是看向了一直站在后方 漠然不语的逆仙盟主 啪 老者一拱手 郑重行礼 在下一云天凤族 族长凤十一 特来此处拜访逆仙盟主阁下 不知是哪一位 葛拉 人们仿佛都可以听到天玄等人表情 在一瞬间僵硬成十块 然后 憋屈的碎了 靠 搞什么 这些大佬竟是来找逆仙盟主的 而且来就来吧 还摆出这么一副 第三下四的模样是要哪样 撑场面吗 是的 他们就是来撑场面的 而且 是那种寂静不讲道理的撑场面 老夫在此 见过凤族长 那边 逆仙盟主摇摇地怀着 传了一礼 随后 表演开始了 呵呵 凤某长居先遇之外 但也听闻过盟主阁下当年一人镇压整个遇天庭的骁勇传说 今日一见 当真名不虚传啊 搁知 大边遇天庭的人在咬牙 聊天就聊天 能不能不要提过去的事情 来人 上礼 凤十一大手一挥 直接从身后飞出两道红光 乃是两只神威灵灵的小凤凰拖着两口巨大的箱子直接飞出 飞过了遇天庭众人的头顶 来到了逆仙盟主的身旁 箱子打开 无数神情一族才有的珍贵仙材 极品金石装了满满两箱 漫天的珠光宝气亮瞎了人们的眼睛 哎呀 来就来麻 干嘛还带东西 立仙盟主本来长得相当平凡 但这个笑容里偏偏硬实多了几分渐渐的味道 天仓 收下 干脆利索 咯吱咯吱 大边遇天庭的人牙齿快咬碎了 送礼就送礼 能不能撕下去送 逆仙盟主你能不能回头再打开 一定要这样炫耀有意思吗 一股肉眼可见的黑色怨气已经弥漫在遇天庭众人的头顶上 今天本来一场沙发很辣的大戏 剧本已经不知不觉偏了几百里地出去了 但这变了位的大戏还在继续 他们出于对这些仙尊大佬的尊敬 还不能撂挑子不看 只能咬牙瞪眼 看着旁边一只昆鹏走了出来 在下一云天昆鹏族现任 族长 彭武 特来拜见逆仙盟主前辈 恭祝前辈万寿安康 果然 又是来找逆仙盟主的 这里特有薄礼奉上 还望前辈笑纳 花 又是漫天的晶莹神光 又是溢水的羡慕红眼 接着 金乌族金九 族长出来了 还是同样的流程 还是同样的味道 再接着 那头麒麟化成了一位威严的中年男子 代表万寿天的麒麟族 对逆仙盟主献上了敬意 送上了礼品 那头白虎变换成了一位苍白老者 却还是锋芒盖天 但面对逆仙盟主的时候 笑的折子都生了好多 这些神兽大佬 平日里威震三十三重天 见到人族 几乎都是用鼻孔看人 怎么就今天像吃错药了一般又是行礼又是送礼的 关键是这一系列的活动下来 没有任何一只神兽把玉天庭放在眼里过啊 完全当成了空气 诸位 终于 在那白虎牢者走完流程之后 天玄仙尊实在忍不住满满的尴尬 冷冷开口了 你们若是来拜访逆仙盟主 不妨下来入殿说话 也好让他们可以敬一下地主之仪 盟主阁下 这位是 凤十一这回才把视线投到了天玄仙尊的身上 我靠 天玄仙尊差点就爆了 合着刚才他第一个自我介绍这凤凰完全没听见啊 这群人怕不是来送礼的 是来搞事情的吧 天玄仙尊的脸皮子狠狠地抽了几下 再次冷冷看了看对面的庞大阵容 终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发出了一声冷哼 不再去理会对面这些无理的神兽 而是看向了身后的逆仙盟主 既然你们今天有课来访 咱们之间的事便先言后处理 但本尊今日有言在先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任何逆仙盟的人不得离开总部大营 等等 结果逆仙盟主还没搭话 头顶的凤十一听到天玄这冷冷的话语先开口了 你是什么人 敢敢如此与盟主阁下说话 莫不是这先遇的人都忘了当年那一场惊天的大战 忘了盟主阁下的盖世神威了吗 能不能不要提当年遇天庭的惨败 天玄的喉咙都快要喷火 终于忍不住地回头冷冷地看向凤十一 本尊便是遇天庭的至高停长 天玄 阁下一口一个逆仙盟主的当年威风 可是故意对我遇天庭的挑衅吗 哼 一语暴威 现场促万遇天庭位都是齐齐一声冷哼 今天的煞气从他们身上涌了出来 直冲空中神兽大军 如何 遇天庭了不起吗 结果 也得亏这些遇天庭位们敢在一群野兽面前撕牙 也不看看空中都是些什么货色 吼 瞬间 白虎啸天 震的天都要塌了下来 历 凤鸣万里 无数道火光仿佛在空中召唤出了千百个太阳 什么狗屁日天庭 从没听过啊 敢在我们面前装算 找消呢 费什么话 干它们吧 人类 看着没多少肉啊 不知道好不好吃 神兽的思维相当简单 讲究人对脾性狗对毛 一言不合就是干 方才天玄仙尊的一句话已经是对他们巨大的挑衅 空中瞬间爆起了今天的浩瀚神光 妈呀 这一爆 与天庭众人都被镇住了 对面起来了有将近十位的仙尊强者 气势如山如海 超过五十位的仙王 巅峰仙王更是不下二十 还有数量庞大的仙江 数千名的凶悍侍卫 要是真的干起来 就算与天庭能够凭借三玄金轮镇压 那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更何况 这回人他们还跟你先忙呛火着呢 后面要是再来几刀子 那与天庭说不定今天就得歇菜 这他妈的事的认怂的节奏啊 第884章神兵大选 气氛 对于天庭众人来说相当的尴尬 或许真的是在仙玉这片地界上嚣张惯了 这回来自三大天玉的神兽们 狠狠地给了这些人一个耳光 教诲他们怎么好好说话 如何 凤十一冷冷地看着下面的天玄等人 沈声道 今天我倒要看看谁敢对盟主阁下有半点不敬 哈哈 这下 轮到轩辕光等人乐了 刚才大火被天玄压得喘不过戏 但天知道这是从哪里飞来的一群神兽 竟是如此力挺自己 看来今天真的有好戏看了 另一边 天玄的脸色黑得比锅底还黑 憋屈 遇天庭多少年没有如此憋屈过了 这也是因为这些神兽来得太过突然 他无法请出那些天狱中的志强大佬来护卫天庭 结果今天真的是被人踩得死死 罢了 今日先放过这些混账 改日等他去通禀了那位存在之后再找他们算账 我们走 天玄一声冷喝 就要带着遇天庭众人回避 可旁边的逆仙盟主却是上来唯唯一笑 等等 天玄先尊 既然你刚才要我与你将事情交代清楚 正好趁着今天有来自天狱的朋友们见证 我们不妨便将盟军的一些事项处理清楚吧 什么 天玄蒙第一眯眼睛 这难道是对方的阴谋 这些人是来帮助逆仙盟称场夺权的吗 怎么可能 对方怎么会把时间安排得如此妥当 刚才在自己要发难的时候请来援军 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立仙盟主悠悠地走了出来 根本没去理会天玄等人脸上那清一阵白一阵的脸色 而是将自己的目光看向了远方那为恶的玄机塔 道出了如山中雨 是时候来确认先帝传承真正的主人 以及盟军最终的统帅了 一句话 让天玄等人齐齐变脸 更是让现在那位名义上的统帅天龙先王老脸爆红 这是真的要翻天的节奏 通隆隆 与此同时 仿佛为了呼应逆仙盟主这识破天经的话语 那座已经半年没有开启的玄机塔 竟是发出了剧烈的战动 那足有十几米高的厚重塔门缓缓地打开 从里面缓缓地走出了一众英姿萨爽的身影 林阳 全场的人齐齐瞪眼 林阳他从塔里出来了 所有的一切 都像是一场精心彩排好的演出一般 而至尊的神兽 林阳率领着的一众天骄 便是今天的主次演员 即将上演一场彻底颠覆于天庭的翻天大戏 师兄 这究竟是 清玄 道玄 连带着一众与天庭强者们纷纷有些惊慌 局势的发展太过急转直下 自己等人像是被牵着走的木偶 完全落入了别人的算计之中 但幸好有天玄在此主持大局 只要有他在 有三玄经伦在 与天庭便是有着可以镇压局势的最强筹码 哼 立先盟主 看来一切你都已经计划好了 但你以为凭借着他们的帮助就可以振折我万古天庭 不不不 你想多了 立先盟主看着天玄 淡定的就像大人看着孩童 老夫从未有过谁振折谁的意思 今天只是趁这个机会按照咱们之前定下的方案 举行神兵大选便是了 林阳他也会参赛 你们若是有恩怨与他清算 大可上台了结便是 我们绝不会插手 啊 搞了半天最后还是要神兵大选 天玄等人都是一愣 那这不是给自己送菜吗 之前的神兵大选 说的好听点是与你先盟争夺先帝传承名额 说直白点的话那就是不要脸的抢博先帝传承 与天庭这边准备的选手都是实力碾压的先王至尊 就那几个年轻雅子那是没有半点机会可言 此话当真 天玄还有点搞不清对方的意图 绝无戏言 立先盟主点头道 但有一点老夫必须明说 待到神兵大选完成之后 贵方需要将九天诸仙镇的阵盘交给对应的神兵传人 这是自然 天玄心里冷笑 原来 这帮人还是在惦记阵盘啊 看来他们多多少少应该是有了准备 用半年时间提升了一下那些人的实力 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阵盘 只是 这也未免太天真了 就算他们在玄机塔里修炼了半年 最多又能度过多少岁月 千年光阴已是极限 短短千年就想胜过那些高阶甚至巅峰的先王 简直吃人做梦 而且 天玄心中还想到了最坏的结局 就算今天真的让一仙蒙占尽了所有先机 自己的这些阵盘可是还藏着最后的杀手 不会的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就被天玄否决 欲天庭百万年的岁月传承培养出来的先王至尊 怎么可能还会输给那些个出出毛路的小杂种 今天就让一仙蒙的那些家伙们知道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他们玩弄的这些把戏花样 是多么的可笑 来 神兵大选 立刻开始 天玄心中决心一下 后面的事情便水到渠成 宽大的演武场在最快的速度下布置完成 所有的宾客主人依次落座 分成了近未分明的两方阵营 欲天庭一众仙尊先王高高坐在上手 冷冷地看着对手 立先盟主邀请凤十一 经久以及专门看着凤十一面子过来助拳的两位神兽至尊坐在对面 气势只强不弱 双方的选手则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各自的阵营之中 立先盟众人们也终于在时隔半年之后见到了一脸自信的林阳 阳人 宝贝儿子 夏宇维与林浩渊各自从不同的阵营里面跳了起来 奔向了心爱的儿子 母亲 父亲 林阳与双亲相隔数百年之后终于能够三人团聚 心中自是无限的欢喜 那喜悦之情便肆意鼓暖流激荡全身 分外的温馨动人 嘿嘿 林小阳 怎么样 本王这次可是给足了你面子了吧 凤足阵营里 一只臂方扑扇着翅膀飞了过来 不正是未来的一云天之主火人 好 给力 没有让我失望 林阳大大的给火人竖起了大拇指 满是欣慰 而让他更高兴的是 虎儿的身旁 竟是紧贴着做了一位白发动人的美丽少女 不正是那昆鹏族的昆晓晓 呵呵 虎人总算也有自己的姻缘了啊 林阳心中一乐 转脸向着那些神兽至尊们一一致义 凤 族长 这次真的多谢你来助权 说实话 林阳自己都没想到 一云天的诸位竟会如此给自己面子 不仅三族人马权术到来 还邀请了一头麒麟 一头白虎过来撑场面 这才把天玄那老匹夫的气势完全打压了下去 爽到不要不要 呵呵 雄大 不 林公子 你对我一云天的大恩无以为报 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 林浩渊去请救兵的时候 早已经把林阳的所有情况说得清楚明白 这本无伤大雅 而凤十一等人也是欣然前来帮助逆先猛铲除混沌大祸 林阳 不远处 帅叔正在挥舞着手臂 一脸笑意 劈修劈修 跟着帅叔一同修炼了一段时间的木木 更是第一时间冲回了林阳的体内 这也意味着净化过的药神胡盖正式回归 林阳本就已经蜕变之后的站立在上层楼 一切都按照计划完美的衔接运转 接下来 就是狠狠地踹翻玉天亭这帮孙子的屁股了 林阳心中大畅 浑身的战血更是已经开始燃烧 他的目光看向了阎武场两侧 各有一排的高台 那上面一对一地排列了九张王座 象征着九大先帝的传承者的无上殊荣 而此刻 九位玉天亭选拔出来的强者 已经稳稳地端坐在了王座之上 便如九尊神奇散发着滚滚纤维 俯看着林阳等人出场 好家伙 林阳看着那些人嘴角冷冷一勾 玉天亭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竟是派出九位至强先王 五名高阶 四名巅峰先王 这怕是几乎就要把玉天亭的至强先王 全都派出来了 正好 他们敢下血本 那就让他们出血出个够吧 兄弟们 我们上场 刷 一声令下 九道灵光月上战场 属于逆先盟一方的九张王座上 顿时也端坐了九道神光冲天的身影 林阳 虎人 刘璃 任逍遥 吕凤天 帅树 华千玄 司徒万人 左邱一人 他们 便是未来即将撑起一个时代的绝世天骄 他们 即将从今天这辉宏的战场起步 踩着玉天亭高手的脸面 亦非冲天 威震先玉 按照之前的约定 神兵大选将会围绕五地天兵 要神湖盖 玄机塔 六道轮回盘四件先帝传承神兵来进行 林阳 琉璃 虎人 任逍遥原本只应该是旁观看客 但今天对面的阵容却是坐上了九名强者 这无疑又是要整出一些幺蛾子的节奏 果然 在简单的开场白之后 对面阵容里走出了一位浑身散发着淡淡火光的中年男子 出来什么话没说 直接指着林阳发出了冷喝 林阳 给我出来受死 恩 所有人都被冲天的杀气惊的一愣 玄机了解了玉天亭的想法 这是先要给孟超然报仇啊 第885章第一站 是他 作为九人重力相对比较了解对手的老鸟 华千玄看到了来人 唯唯地皱了皱眉头 是谁啊 除了林阳之外 所有人都扭头看向了华千玄 焚天先王 司马焚天 华千玄缓缓缓地说出了一个听起来无比霸气的名字 此人是与天庭里修炼火道神通的第一高手 就算是三位仙尊也对他的火道仙术赞赏有加 据传说他当年不慎坠入异界 被一火榜上排名第二位的吞天子言所吞噬 后来竟是大难不死反而掌握了这堪称杀伤力最强的一火 威震了整个仙玉 哼 在林小阳面前玩火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旁边 林阳已经起身下场 似乎根本不在乎面前这火的背景 火人则是在座位上摆了葛舒服的姿势 已经打算欣赏一场虐杀的好戏了 我觉得此事有蹊跷 但华千玄显然相当了解于天庭那帮家伙的手段 以天玄等人的手段 不可能不了解林阳对一火的抗性 他们还派出司马焚天 定然是有所设计 会怎样 一说到阴谋 琉璃还有司徒婉仁两位美女顿时有些担心起来 哈哈 怕个毛线 任逍遥却是没心没肺 不知道从哪儿摸出了一壶美酒 对着嘴儿就踹了一口 这世上能够阴到林阳的人还没出生呢 最好这帮孙子们有点准备 要不然等会铁定式弦略 太无聊了 也是 华千玄一想到之前林阳在玄机塔里修炼出来的神通 顿时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 自己真是瞎喵喵的操心 林阳这边的阵营对这一场的胜负猜测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无论是玄机塔出来的这帮战友们还是后面坐着的逆仙盟主 以及凤十一等人都不认为这世上还有先王级别的高手 能够对林阳造成任何威胁 所以 这边的气氛那是相当的轻松了 干什么的都有 火人去抢刃逍遥的酒喝了 凤十一跟逆仙盟主已经开始神聊这几十万年来先遇大陆的发展历程 以及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轩原光跟林浩渊一个师父一个老爹更是不知道从哪端出了一盘花生米 一壶老酒 当着下雨为的面儿就是准备开喝的节奏 没有任何人将那个什么坟天的放在眼中 但另一边 新玄仙尊则是双目冷凝地看着林阳一步步地走下了擂台 师兄 他看向了二师兄道玄仙尊 哼 你看看那些蠢货的模样 等会等林阳被斩杀之后 有他们哭的 道玄冷声低喝 便是如此 清玄嘴角浮现一抹凝笑 他们以为我们寻了一位火盗仙王来对付林阳是自取灭亡 殊不知司马坟天才是火系舞者的克星啊 再加上您赐下的秘宝 我要看林阳今天怎么死 哼 阴谋 总是到哪里都少不了的 你看场下司马坟天那双得一而飘扬的小眼睛 就知道这祸心里肯定藏了一肚子坏水 他看着林阳 表情好像一头准备开婚的恶狼 列亚道 林阳 孟超然乃是我的结拜兄弟 今天我便要用你的血来祭奠他的在天之灵 这气场 绿天庭众人都是精神一阵 对这司马坟天抱起了无限的期待 说完了 林阳看着对面这有些无语的祸 实在没有兴致接话 今天的神兵大选在他的心中根本就是个笑话 与天庭的这些手段伎俩不过是些开胃小菜 真正的大餐还在后头 说完就出手吧 既然你跟孟超然感情那么深 早点下去陪他也是好的 林阳一语如油 直接燃起了司马坟天的滔天怒火 不知死活的小星 给我死 轰 司马坟天直接出手 他双手一挥 两团紫色的火焰浮现掌中 顿时好像在手中浮现了两只可怕的紫色火魔 嘿嘿嘿 一阵阴冷的笑声响起 那紫色火焰竟然运有火灵 便如明星 小八一般可以帮助司马坟天战斗 林阳 你以为天下只有你会遇火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火道至尊吧 司马坟天一声怒吼 双手抽风似的挥舞 眨眼间便有无镜子火铺天盖地地涌了出来 在空中凝成了四道巨大的火焰魔像 一尊战将手持开天聚刃 一头火虎咆哮振折天穷 一条火蟒吐着凶残的杏子 一只火焰幽灵发出了凄厉的尖笑 这每一尊火焰魔像都拥有接近巅峰先王的战力 更有吞天子眼可怕的火焰学能加持 招式一展便在擂台上蒸腾出了滚滚的热辣气浪 让许多实力低下的先王都大感灼热难耐 满头是汗 杀司马坟天冷冷一止 四尊火魔盾时嘶吼着冲向凌羊 滚滚火浪烤人参 无尽魔鹰刺人魂 倒真是有几分巅峰先王碧腻天下的可怕气势 可惜没有乱用 林阳面对嚣张的焚天 啥也不说 掏出黑天 唯有一剑 凤舞黄梨 火凤出 冰黄舞 滚滚的冰火双能荡敌全场 两头神情分别冲着两只火魔冲了过去 结果 却是截然不同 冰黄灭杀 两头火魔直接被冰黄锋利的剑芒撕碎 双双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嚎叫 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但火凤这边却出了怪事 无往不利的火焰凤凰竟是被当先的一只火焰魔浆直接吞入了腹中 其浑身上下的紫色火焰藤的一下冲高醋十米 仿佛饱餐了一顿美食一般竟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哦 那吞吃了火凤的魔浆一声怒吼 气焰冲天 手中可怕的斩天长刀直直的朝羚羊斩来 可怕的刀锋瞬间将壁面撕开了一条百米长的口子 眼看就要斩在羚羊的身上 立千军一法之计 之前灭伤两魔的冰皇调转回头 直接洞穿了第三尊火魔并且狠狠地与那战天剧刃撞在了一起 冰火先能激烈碰撞出了万丈灵光 最终还是被那吸收了火凤威能的紫色火将重重地斩碎在了半空 好 一招过后 欲天亭一方掌声雷动 这明显是司马焚天占了上风 司马焚天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的一张狂 看着羚羊冷笑道 哼 羚羊 吞天子言可吞噬天下任何火焰威能化为己用 你的火能越强 就越是给我增添威能 就算你还掌握了兵能又如何 今天定要让你给孟兄陪葬 杀 一招得是 司马焚天当真是猖狂到眉边 他全身的火能如潮水般地注入到了面前的紫火魔浆体内 顿时将这尊魔浆化为了超过百米的参天巨人 那手中大刀便似一座维厄山峰一般 轰然向羚羊斩了下来 插了他 遇天庭众人们都嗨了 恨不得下一秒就看到羚羊伸手一出的惨状 可惜 他们失望了 羚羊看着面前轰然而下的巨大火刀 脸上依然冷酷的没有半点表情 能吞火能是吗 好 那便吞个够吧 羚羊眼中泛起一抹冷嘲 手中黑天更是仿佛有灵性一般发出了一阵不屑的轻盈 通隆隆 滔天的火海再次从剑身中涌将出来 这是最纯正的火箭巅峰 来自女帝的最强剑招 凤舞天静 哈哈哈哈 羚羊你是蠢货吗 都说了火焰仙能会被我吞噬 你还要来 司马焚天笑的五官变形 他催动火魔将迎上了羚羊的火焰神剑 毫不客气地将滚滚火能吞入了体内 好强 纵然是吞噬 司马焚天都觉得浑身一睁 一股无法形容的滚烫热能涌入了火魔体内 那全身沸腾的火辣感觉通过神念传入了他的世海之中 这小子难道是火神转世吗 怎么可能吹动出如此可怕的火能 糟 糟了 也就是瞬息刹那的功夫 司马焚天还来不及催动火将上去斩杀羚羊 一到今天据报就已经将他冲得到飞起来 不可能 司马焚天眼珠子都要瞪爆 整个人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飞出了千米不止 浑山上下被恐怖的火焰剑起销得伤痕累累 而那尊前一秒还霸气冲天的火焰磨浆 直接被撑爆成渣 爆碎得一塌糊涂 局势 瞬间逆转 欲天停的观众们集体牙伙 呆呆地看着他们的焚天仙王浑身上下被烤得破烂 纵然他本身也是火盗仙王 此刻也成了冒烟的焦炭 狼狈如狗 扑 司马焚天落地 张嘴吐出了一缕白烟 又是一口老血 只觉得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被烤得脱了水 干瘪的惨叫 那种剧痛已经无法用言语形容 但他却硬生生地拼着老命站了起来 这个羚羊 已经超越了火道极巅 一身战力匪夷所思 只能动用那件神兵了 羚羊 他怒吼咆哮 手上动作极快就掏出了一道漆黑乌光 可怕的纤维已经顺着乌光绽放出来 但可惜的是 羚羊确实不会再给他机会 憎 人们看到羚羊的身形猛地一闪 好似一道红色闪电穿过了司马坟天的身躯 在那个瞬间 只有巅峰希望级别的强者 看清楚了羚羊左手上有一道黑红相间的剑气涌出 一闪而逝 却是有着难以形容的绝代风华 这是什么 清玄与道玄两位仙尊几乎同一时间站起了身子 惊得无法喘息 而其余的观众绝大多数人都还没有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 就看到羚羊的身子突然出现在了司马坟天背后 而那位被誉为仙尊以下最强火道先王的至强者 却是像一尊雕像一般静静地立在了地上 光朗朗 一根漆黑的肠棍滚落在地 扑斥 烂天的鲜血从司马坟天的额头 喉咙 心脏三处要害中狂喷出来 染红了天空 战斗 看似激烈异常 却是在羚羊想要结束的时候瞬间结束 第886章五魔出场 那是魔棍是魂 在场的高手们有许多人瞬间认出了地上那根黑曲曲的长棍 倒吸了一口冷气 魔棍是魂 神兵至尊榜上名列第九的至尊神兵 比天珠还高了一位 绝对是神威逆天的一剑绝世利器 但是没想到这张原本被司马坟天留着当作杀器的强大底牌连用都还没用出来 就这样光朗朗的掉在了地上 可悲 对于天庭来说 这一战的结果太过可悲 本来一步步的算计在人家面前根本就是笑话 连招都发布出来直接就被秒杀 可怕 而那最后秒杀司马坟天的那一剑 也太过可怕 就算是在场数位先尊回想起那一道黑红相间的恐怖剑盲 都不由地直缩脖子 比起那一剑 羚羊之前的两式火焰剑法根本就是儿戏 这个羚羊 绝对已经拥有了超越先王境界的可怕战力 丁 就在司马坟天的尸体轰然倒下 全场观众鸦雀无声的时候 从逆先萌的方向突然传来了一声酒杯碰撞的声音 哈哈哈哈 圈圆光那驱离拐弯的声音响起来了 漂亮 痛快 林老弟看到我徒弟的剑法了没有下酒极品啊 哈哈哈哈什么你徒弟那是我儿子 林浩渊滋滋的踹着酒杯声音又响又见 哎呀可惜就是时间有点多咱这才喝第一杯战斗就结束了 不过瘾啊 没关系 哈哈后面还有后面还有小崽子们不会让咱失望的 来来来我喝还有点卤主续上续上啊 李妹妹徒天庭的人从金黄中醒来被气到爆炸 这两个混蛋用徒天庭先王的血来下酒了 简直毫无人性 三位徒天庭的仙尊脸色疼得红起 眼珠里面都充满了血丝 那道悬咬牙切齿的一挥手 先要把地上的那根至尊神兵是魂收回 可谁知光的一声俱响 那黑色的长棍镜是被林洋一件重重的披在了地上 林洋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林洋嘴角冷冷一勾 直接将那还没有发威的至尊神兵收入了自己的世海当中 直接封印了起来 开玩笑 至尊神兵可是绝对的好东西 想拿出来因老子 就要做好被老子没收的觉悟 林洋毫不客气地回对道悬 干什么 你看不清楚吗 想杀我自然是要付出代价 这棍子姓林了 你 你什么你 出了救的任 想拿回棍子等会打赢了林小阳再说 现在来来来 下一个轮到谁 虎人大王已经饥渴难耐了 旁边 虎人疼得一下就站了起来 帮林洋接过了话茬 配合默契的一毛 你们 道悬背着一对无赖气的胡子乱飞 但看着对面那群表情冷酷的仙僧高手们只能咬碎了后草牙 狠狠地坐了下来 下一个 栗战天 给我上 好 对面座席上 排在第五位的一名高大男子一声长笑站起了身子 砰 他重重一跃 落在了擂台上面 便如一座小山杂的全场一颤 这一句可怕的肉身只怕超过了万斤重量 切火人直接甩过了一个白眼 一身肌肉的蛮子 来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接受本王的 我要站的不是你 什么 火人差点被自己后半句话呛的咳嗽 可可 你不跟我打 废话 我们又没有人能够继承你的女帝之力 又从未见过你这蠢鸟 为何要与你站 那欲天庭的肌肉男说话很欠抽 火人当场就不乐意了 唉 你说谁是蠢鸟 没人继承女帝之力就不能打吗 那本王千里迢迢的从一云天赶回来是搞毛啊 来人 把这只蠢鸟带下去 唉 靠 你们这是骑士 对神兽的骑士 别拉我 我自己会走 靠 火人被一堆欲天庭为连拖带拉的请下了擂台 场面一度相当的崩坏 不过也是 欲天庭本来也没打算占有全部的先帝传承 看起来场面上做了九个人 其实真正要夺的还是那四件先帝传承 至于羚羊是能杀就杀 杀不了后面还得以神兵争夺为重 所以 第一场输了 第二场他们便派出了最有信心能够抢回一件神兵的王牌 斗战先尊 栗战天 这位喷走火儿的肌肉难在整个仙玉同样有着赫赫威名 一身堪称无敌的肉身据说已经可以硬抗天神兵而不悔 颠峰先王的修为更是让他与孟超然 司马焚天等人齐名成为欲天庭先尊之下最强大的中流砥柱 今天他便是要为欲天庭迎来酝酿已久的胜利 吕凤天 乖乖地将你的武帝天兵交出来吧 栗战天厚重的手臂一指 直戳林阳一方的武谋吕凤天 这是要发起肉身强者之间最刚猛的对抗 来吧 斗战先尊雄起吧 欲天庭这边 刚才被林阳狠狠打压下去的气焰又呼呼地鼓起来了 大伙心中抱有希望只有一个理由 栗战天够强 而他的对手吕凤天 半年之前却还是个先王都不是的小喳喳 联军总部中许多人还记得当年吕凤天是被一位先王从外面硬生生地请回来的 来的时候那家伙给奏的已经没了人样人 而且还抓了他的心上人作为要挟 才让这脾气死绝 本是稀烂的五帝传人乖乖就范 交出了五帝天兵 就这么一个耸祸 在玄机塔里待了半年又能如何 还能翻了天不成 战天 速战速绝 就连前面一直黑着脸没有表情的天玄先尊这时候也忍不住地给了立战天一句鼓励 要拿下这一场比赛 给予天庭震回脸面 先尊大人放心 战天一招便可结束战斗 立战天一脸横肉战动 浑身的筋肉进入了战斗状态 噼里啪啦的暴响 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纤维波动随着每一道肌肉抖动辐射向了全场 震得人心战动 这祸的肉身真不是盖的 稍微懂行的人都能看出立战天身躯下隐藏的惊天神力 再看对面吕凤天 虽然同样身形魁朔 但无论修为还是威势上都弱了不止一筹 而这种差距在立战天掏出一对荧光闪闪的拳套之后就越发的明显起来 战天神拳 哈哈 斗战先王当真是一点机会都不想留给对手啊 绿天庭一边再次欢呼 这一双雕刻着银色虎头的可怕拳套虽然不是十大至尊神兵 但也是神兵榜上前二十的神物 上面不知道沾染过多少先王的鲜血 论起来吕凤天只怕都没资格死在这战天神拳之下 我说了 只出一招 你若不死 便算我输 好一个立战天 当真是将吕凤天藐视到了极点 气势压境 话一说尽 仿佛翻手之间便可获胜 吕凤天面对一切 却已不似当年那猖狂霸气的舞魔 他冷冷地看着对手 看着对方那一双可以开天烈地的拳头 一双平静的眼眸竟是没有一丝波澜 简直与刚才的林扬有着神似之处 靠 台上的任逍遥从气鼓鼓的火人手里抢回了酒壶 大大的灌了一口 小女子别的没学会 林扬的这种逼格倒是学得有模有样的 还给我 火人又把酒抢了回去 本王没有架打 很不爽 旁边 众人侧目 拜托 下面马上就要开打了 你们两位有点态度好吗 台市说 在任逍遥等人的眼里 这一场战斗同样没有悬念 才能如此轻松 葛拉 葛拉 吕凤天看着栗战天 右手拳头一握 骨节爆响 淡淡的金光浮现手掌 将他的拳头镀上了一层金光 一拳 来战 简单的话语 无尽的霸气 滚滚的战役便从这四个字里 化成了千军万马的气场直冲对手 让那栗战天猛闭扬了扬眉毛 好 就冲你这傲气 也配接我这一记战天神拳 绝悟吧 话音落 重拳出 人们便觉得栗战天的右手在下一瞬仿佛消失不见 唯有一头蕴含了无尽微能笑天白虎傲然现世 要将这天撕裂 要将对手轰杀 战天神拳之白虎笑天 这是斗战先王威震先玉的杀拳 这头凶悍的白虎几乎撕裂过所有仙尊境界以下的对手 栗战天要一招必敌 便是拿出了狮子薄兔的态度 一拳就是至强杀招 通隆隆 巨大的白虎呼啸狂奔 每前进一寸 可怕的拳风便将地面阵列 将时空搅碎 任何挡在他前面事物都已化成飞灰 除了另外一只拳头 战 直到进入战斗的这一瞬 吕凤天才猛然炸了 今时今日的他 体内的霸气从未有一丝一毫的消解 只是他懂得了藏拙 懂得收拳之后再出拳的道理 竟如处子之时无人可以感受到五魔的凶威 但一旦出手 那才是魔战天下 唯我称王 霸者五道第九世 一拳无常灭苍穹 曾几何时 吕凤天一身的霸者五道 紧紧袭到第四世 但当他经过火地整整万年的调教之后 如今出手 便是五地观情当年那最镇压九天的最强之拳 天地 在这一瞬 唯有金光遍布 人群 在这一刻 只见一拳灭天 第887章集体暴肿 哼 一声令人牙根发麻的闷响 两只天底下最硬的拳头碰到了一起 紧接着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从立战天的嘴里爆了出来 碎裂 白银色的战天拳套率先开始爆裂出了一道道的珠网裂痕 随后趴的一声爆碎在空中 不是碎片 而是直接成渣 随后 立战天的拳头遭受了同样的待遇 先是皮肤寸裂 后是血肉爆出 最后是白骨粉碎 这可怕的景象一直从指尖开始向上蔓延 惨烈爆开了手腕 爆开了小臂 毁灭了胳膊 一直将立战天整个右半边的肩膀都彻底的烘碎消失 妈呀 血腥的画面令人窒息 一朝过后 吕凤天已经满身鲜血 一只金光璀璨的铁拳穿过了立战天的身子依然立在半空 而他身后那号称欲天庭肉身无敌的巅峰先王 确实已经成了只有半个身子的惨废 哦 惨叫 这才凄厉的响起 立战天再是铁骨蒸蒸 也无法忍受着撕心裂肺的剧痛 整个人跪倒在了地上 眼珠爆裂 牙齿咬碎 狠狠地用剩下的左手抓裂了地面 这才强忍着没有昏倒过去 其余的人 则是已经被惊到无眼 吕凤天一拳打爆了斗战先王的肉身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不是说那仅仅是一个先王都不敌的弱渣吗 怎么可能轰出那笔天神兵还要可怕的拳头 震惊 已经无法形容于天庭一方的心情 或许 此刻留给他们的仅仅只剩下了绝望 场下 吕凤天拳头上的金光淡淡散去 这位无敌的武刀霸王环环转过了身子 看着地上还在雾字咬牙的栗战天 你输了 还没有 栗战天不愧是铁血的战将 到了这个时候还要起身再战 但吕凤天确实根本不会再给对方机会 金光再起 便是一记可怕的横扫边腿 重锤一般地砸到了栗战天的脸上 直接将这位无敌先王的脑袋狠狠地砸到了地上 可怕的冲击直接扫昏了对面 一招之后 这位霸王竟是没有下台 而是单手一扬 从掌中召唤出了一柄金光闪闪的骑行神兵 正是蕴藏了武帝本源力量的武帝天兵 人们这才想起 方才一拳 吕凤天乃是徒手轰碎了对手的兵刃 而他真正可怕的杀手神兵竟然还没有动用 天知道如今吕凤天体内完全觉醒 武帝之力已经何等的爆炸 莫说先王境界已然无敌 只怕就算是台上的三位仙尊也再难以在他面前张狂 刷 只见那武帝天兵突然伸长 好像一根手指一般直指欲天庭三位仙尊的老脸 吕凤天在下面一字一句地道 三个老东西 你们对我与一人做的一切 终有一日 吴会加倍奉还 洗干净你们的脖子等着吧 霸气的言语 毫不留情念地砸到了天玄三人的脸上 放肆 清玄先尊怒怒远征 哪里能够忍受一个小辈的挑衅 可他还没起身发飙 那武帝天兵上直接就涌出了一道可怕的金色神光向他冲来 岂止是放肆 简直就是嚣张到无法无天 什么 清玄自己都没有想到吕凤天敢对他出手 但对面这道武帝霸气如龙如虎 哪里是先王境界的攻击 他仓促应对之下只来得及举手一挡 顿时整个人被距离一冲 连人带椅子倒飞了出去 哗啦啦 清玄身后的人群好像一大堆被撞翻的积木一般 稀里哗啦地被清玄撞翻 人与人滚成了一堆 场面别提有多狼狈混乱 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言语挑衅 而是赤裸裸地动手抽脸 这才是武魔吕凤天的行事风格 管你是什么无上仙尊 也都敢把你踩在脚下 吕凤天 你太狂妄了 这一下 玉天亭这方彻底炸了锅 天旋 倒旋 轰得一下震碎了身后的椅子 滚滚的纤维铺天盖地地涌了出来 身后醋万玉天亭味更是轰然举起了手中长枪 滔天杀鸡如青岛的大海 卷向了场下 哼 狂妄 结果吕凤天就是狂妄 他重重地将武帝天兵往地上一戳 震得大地战斗 一双虎目淋满是冲天战火 老子今天就是狂了 你但如何 霸气的言语 震折九天 妈蛋 本王今天就是看你们不顺眼 就他妈狂了 你要怎样 啪 身后 虎人直接将手里的酒壶砸得粉碎 煞气腾腾地站了起来 林阳 任逍遥 带着剩余王座上的天骄门皆是冷冷地站起了身子 啪啪啪 在身后 近万名聚集在此的逆仙蒙众们更是齐齐地站起了身子 一个个脸上全是桀骜 竟是张狂 拉得我们逆仙蒙这段日子忍于天庭早就忍够了 他们对万千无辜生灵见死不救 他们对先帝传承的强取豪夺 他们将好冤先将赶下统帅宝座 一桩桩 一剑剑 哪一样不是让人窝火的想要爆炸 之前大伙因为实力不够所以忍了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你看看今天 林阳一剑秒杀司马焚天 吕奉天一拳将力占天轰尘惨废 这已经代表着他们都拥有了超越巅峰先王的强大战力 那就是先尊 我们还有逆仙蒙主 还有凤族 族长 还有金屋 还有白虎 麒麟 他妈的今天说难听点跟你好端端的举行神兵大比 已经是客套与台举 你们三个老杂毛还敢在这里刀逼刀的话 还比你个毛线 幸不幸直接消翻你们 嘿嘿 清玄老人 我劝你今天最好不要再这样装逼 要不然就算你们有那个什么经纶 玉天庭今天至少也要有一半人留在这里 轩元光 代表着逆仙蒙里最嘴见猖狂的势力 一脚踩在桌子上 一边放出了扬眉吐气的豪言 他身后 几位仙尊也已经缓缓地站起了身子 滚滚地威压直接把清玄等人的纤威压倒 场上局势完全把玉天庭狠狠地踩在了地上 可恶啊 清玄真是平日里嚣张惯了 一言不合就露出自己威震仙玉的威风 但今天的局势已经翻天 面前的逆仙蒙根本不给他半点面子 很抽他的老脸 你们这群该死的家伙 他心里恨爆 却难以伸张 而那为首的天玄仙尊何尝不是憋屈到了极点 看到对面一个搁站起来的强大身影 他真是答答不起 忍忍不了 委屈难受到快要爆炸 你们今日的所作所为 老夫日后定有回报 当下还是先将后面的神兵大选完成 魔乡直接耸立在了他的背后 一道夺人心魄的射魂魔音 从那魔乡之中送唱出来 直接让对面剩下的七道人影脸色一变 显然神魂受到了不小的震哲 邪帝 已然突破了先王战力 轰 旁边 火人爆了 一头双翼遮天的凤凰灵香 浮现在了邪帝魔乡的旁边 每一根火雨上面都散发着 可以匹敌天神兵的恐怖锋芒 这是羽化天兵术与凤舞女帝之力结合之后的全新威能 幸好刚才对面没有先王下来自取其入 否则现在场中肯定要多一根凄惨无比的羽毛胆子 哗啦 又一声兵泉炸裂之声 琉璃爆了 别看这一头兰发的少女之前温婉如水 但此刻兵能爆发 一头兰发竟转雪白 一片片可怕的雪花好似精灵般的围绕在他的身旁 瞬间将演武场的温度降低到了先王极限 动得对面欺人的嘴唇已经开始发紫战斗 还有 还有还有 华谦悬爆了 这位温文儒雅的青年公子一双阴阳眼滚滚地转动起来 一股属于惠地的玄妙仙能仿佛控制了人心 还没有催动那可怕的玄机神塔 就已经让对面欺人有一种想要臣服的感觉 心神几乎就要被魅惑拿下 帅术没爆 紧紧微笑地站了起来 但他浑身涌出的生机灵能直接让对面那位原本打算竞争药神胡盖的先王死了心 经过了神农传承加持之后的帅术 根本就是在时的药帝医生 那人面对帅术释放出来的纤维 心里只有四个字 惭愧到死 欺人 你先蒙这边的七位天 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最后的两名女子 就要全部暴肿 每一人都是超越先王的先尊战力 每一人都是足以秒杀对面的无敌至尊 玩葛茅 就问你还玩葛茅 他们 看起来最弱 也是与天庭所有人眼中最后的希望 利先蒙 不会真的整出来九位青年先尊吧 这世上还有道理可以讲吗 结果 答案是那么的令与天庭绝望 司徒婉仁与左丘一人 他们两人或许单独都没有达到先尊战力 但当他们两人站在一起 双手握起 同时催动六道轮回真觉的时候 一股连诸神都要沉沦的恐怖念力 直接让对面丧失了所有的希望 道玄 天玄 几乎是浑身冷汗的狼狈倒退了三步 心里无比绝望地叹了一声 欲天庭 惊天灾了 第888章认诚服软 这些人都不是人 以天玄仙尊几十万年的见识 也无法想象一群之前连高阶仙王都不是的小朋友 是如何在短短半年时间里面成长到仙尊战力的 这根本就是奇迹 不超越奇迹的神话 他们怎么做到的 靠玄机塔吗 不可能啊 玄机塔他自己都亲自进去过 最大的加速度不过一日十年 难道是逆仙盟那帮家伙藏着 没有开发玄机塔的真正功能 只能这样猜测了 否则根本无法解释对面这一群小变态们的逆天城场 而且这一点想通之后 之前林扬的一系列动作也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他所有大闹盟军总部的行为都是为了进入玄机塔中 随后提升这些先帝传人们的实力 最后用最强硬的手段狠狠打压于天庭的气势 最终将纳至关重要的阵盘抢到手中 整个计划看下来 这是最能够给你先蒙出气力威的通天手段 更是能够在不大范围的引发内部战乱的情况下 彻底掌控九天诸仙大阵的平稳计划 可惜的是 直到现在整个局势已经彻底落入了对手的掌控之中 天玄这才后之后决理清了这里面一切的玄机 而即便以他的老谋深算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切的计划就是羚羊挂脚一般根本无稽可循 任何人面对如此层层叠叠的套路杀局 恐怕也只有吃鞭认怂的份人 太可怕了 如今的逆先蒙 当真是太可怕了 天玄看着对面那一位未强大的青年妖孽先尊 又看了看几方那些已经被震得浑身僵硬的先王强者 终于只能在心中长长地叹了一声 大势已去啊 近日的神兵大笔 到此为止吧 天玄苦涩的开口 嗓子莫名的沙哑 每一个字都是艰难的挤出喉咙 先尊大人 全体玉天庭的成员先是一惊 随后面如死灰 他们败了 统玉先玉漫长岁月的玉天庭败了 而且是最憋屈的不战而败 认输投降 这种耻辱将会永远地记录在玉天庭那曾经无限光辉的历史之上 而相反 这也将成为逆先盟等人的无上荣光 永远地被先遇那些被压榨的生灵们所铭记 从这一刻开始 先遇一百零八境 再也不是玉天庭为我独尊的天下了 场中的气氛 冰火两重天 玉天庭一方像是堕入了万丈冰渊 没有人开口 只有无边的丧气与颓败 而逆先盟这一方 则是彻底嗨了 解气 痛快 哈哈哈哈 太他妈的痛快了 任何一个逆先盟战士都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玉天庭的三位仙尊在自己面前垂头丧气的模样 他们更加无法想象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竟然真的有实现的一天 你们看 那位霸气冲天的玉阳公子正代表着所有逆先盟众们一步步地走向了对面 走到了那位浑身战斗的天龙先王的面前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人敢出来阻拦半步 完全地镇压全场 妥妥的霸气冲天 拿来 玉阳第一次见到这天龙 就把对方抽了个屁股开花 那时的天龙多少还有些反抗的力量 但短短半年过去天龙再次面对玉阳的时候便是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整个人都被玉阳那可怕的气场折服 拿 拿来什么 天龙说话都有些哆嗦 帮军统帅大应 玉阳冷冷道 难道你觉得你还有资格保管这件东西吗 这是冥抢啊 前面还说要讨论一下统帅人选 可现在玉阳就是过来冥抢 而且是当着玉天庭全体的面抢你们的率硬 抽你们的脸庞 就问你服不服 这天龙先王看着玉阳那可怕的目光 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他只能转头求助地看向了天玄先尊 结果令他绝望的是 天玄先尊竟是已经微微闭起了眼睛 似乎根本不忍看玉天庭这憋屈的一幕 罢了 连天玄先尊都已经认怂了 自己还能如何 天龙先王面如死灰地伸出了手掌 上面浮现玲光 顿时有一枚象征着联军统帅身份的碧玉印章出现 可就在天龙即将耸包无比地将印章交给玲阳的时候 突然空中响起了一人的怒吼 赤兄我们还有三玄金轮足以与他们一战 唰气氛又瞬间紧张了起来 许多于天庭的强者们心中还有着对天庭荣耀与威严的信仰 要战绝对可以一战 可谁知天玄先尊竟是像没有听到清玄的话一般 依旧闭眼不语 直接无事 赤兄 清玄先尊咬牙切齿 根本不愿意接受今天的屈辱与失败 赤兄 你我三人守护玉天庭促十万年光阴 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庭荣光葬送在咱们手中啊 今天若是对你先门服软 他日你怎么去面对天庭的前辈先祖 闭嘴 结果没想到天玄先尊听到这里猛地睁开了眼睛 反手就是一个巴掌把自己的师弟狠狠地抽到了清玄的脸上 巨大的力道将清玄直接抽退了好几步 本尊还是欲天庭之主 何时轮到你在这里指手画脚 天玄怒吼 吃凶你 清玄左边你的脸颊高高地肿了起来 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天玄 足足好几秒钟 他才露出了惨淡的笑容 嘿嘿 好 天玄 我真是看错你了 整个欲天庭都看错你了 哼 惨笑之后 清玄直接化为了流光飞顿而去 没想到 这清玄先尊虽然骄纵跋扈 但是心中对于天庭竟是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 他这一闹 顿时让现场多了几分悲壮的味道 倒显得逆先蒙有些咄咄逼人了 而天玄先尊看到自己的师弟顿走 脸上没有半点情绪波澜 只是看着下方已经退回了阵营的林阳 开口道 以贵方如今的声势实力 领导三方王军乃是实至名归 欲天庭不会有半点怨言 还望林先生早日率领我们击败混沌 还先遇一个太平 这里是九块阵盘 还望你好生保管 相当好的态度啊 大伙谁也没想到 这位天玄先尊在认耸之后态度竟是好的出奇 这反而让林阳心里面觉得有些古怪 本来他都已经打算做好狠狠 学习一波欲天庭高层的打算 就算对方手里有那什么见鬼的三玄金轮 自己手中又何尝没有褪电完毕的飞仙 可现在这样一高倒反而没法出手了 呵呵这个时候便需要逆先盟主这样的老江湖出来说场面话了 只听到清孝一声道 先尊大人果然高益 请您相信我逆先盟的宗旨 并能将先遇早日从混沌大劫中解救出来 如此甚好 说完这话 天玄直接带人闪了 而这场原本计划中的宏大决战 似乎也在某些人的刻意回避之下悄无声息地延后了过去 林阳等人的心中有些不畅 更多的却是疑惑与担心 大会结束 人群散去 天玄先尊却是领着道玄直接并去了 与天庭那些垂头丧气的侍卫们回到了自己的大典之中 谁知 刚刚进入大殿 这里确实早已经有人等候在此 师兄 情况如何 此人 竟是方才怒气冲冲翻脸离开的清玄 哼 还能如何 让一些萌那帮家伙狠狠地长了一番脸面 道玄对清玄的出现毫不惊讶 心中却是还压着滔天的怒火 脸色难看至极 而走在后面的天玄则是直接走到自己的主座上坐了下来 先是捧起了上面泡好的一杯灵茶 大大的灌了一口 随后尝出一口气 这一回 是本尊失算了 小看了那个林阳 小看了逆先萌啊 天玄不愧一代雄主 面对失败 毫不避讳 坦然面对 那清玄却是一脸阴冷地凑了上来 哼 师兄 便让他们的一一段日子又有何妨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那逆先萌要当统帅便让他们去当 到时候与混沌军团决战之时 自然有他们逆先萌的人去送死 省了咱们的人手 道玄冷冷地把话接过 等到那些蠢货们用九天诛仙正灭了混沌本体 就知道咱们与天庭的手段岂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好了 天玄挥了挥手 事宜不要再多说下去 近日的事便到此为止 之后所有人收敛下来 任凭你先萌等人去折腾 我们只要安心等到与混沌的决战之日即可 那位大人可会 道玄还是有些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放心吧 天玄给了两人一个无比稳妥的眼神 到时 那位大人会亲自降临 将那群不自量力的家伙彻底从先欲清除干净 冰冷的话语 可怕的杀鸡 欲天庭 终究不是省油的灯 不过 只怕天玄等人难以预料的是 他们自以为演技十足的戏码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骗过你先萌这边大大小小一窝狐狸的眼睛 一场机密会议 更是同一时间紧急召开着 第889章最终闭关 这帮家伙肯定没按什么好心 林浩渊看向了林阳 林阳首先想给自己的这个专业坑儿子的老爹一个白眼 而他的手中此刻握着的不是别的 正是九天诸仙大阵的法阵阵盘 属于离火天地的那一块 他在开会之前已经载载细细的检查过这块阵盘 但以他的练气修为近视都没有能够发现任何的异常 林阳看着屋子里面的诸位大佬 沈声道 毫无以为 玉天亭绝不会如此轻易地将盟军的领导权 还有九天诸仙大阵交到咱们的手中 定然私下里留了反制的手段 现在最大嫌疑便是落在这阵盘上面 各位前辈 这练制阵盘的神才当真这般的难以凑齐吗 林阳这话已经是在给自己这方留下后路 如果能够从别的渠道凑齐炼制的神才 他大不了到玄机塔里面再去炼制九块阵盘出来杜绝后患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逆仙盟还是易云天 甚至问过万寿天的白虎与麒麟先尊 都无法找到其中几位几乎已经绝积了的顶级神才 看来这隐患一时半会还难以驱除了 林阳皱着眉头说话 目光却是看向了对面逆仙盟主 不知盟主大人对此事有何对策 所有人又看向了逆仙盟主 大伙对逆仙盟主那神奇的推算之术都抱有期待 如果能够提早发现阴谋 那是最好不过 可奇怪的是 这一回逆仙盟主竟然笑呵呵地给大伙打了哈哈 呵呵 林阳 你放心地去准备操练九天诛仙大阵吧 玉天庭就算有阴谋也难以成事 至于这阵盘麻刷得一下 林阳隐约地看到这平凡的老者看向阵盘的时候 双目中闪过了一丝的光芒却又极快地消失不见 你们大可放心使用 当务之急还是以消灭混沌为先 其余的是你们就不用操心了 哈哈 这老头什么意思 林阳发现自己越发地看不透这位老前辈 面对于天庭这帮阴险家伙还能如此心大也真是没谁 不过当下也只能如此 毕竟林阳还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吸收最后一位操控六道轮回盘的人入火 搞定最后一位影帝传人 开始操练九天诛仙大阵 在会议的最后 大伙迅速地定下了分工 林浩渊重新担任盟军统帅 开始向正在被混沌寿巢侵袭的四大仙境增派援军 新角混沌寿巢 同时逆先盟主将会带领着凤十一等一众先尊强者 亲自前往混沌本体所在的太虚仙境 开始拖延混沌成长的脚步 而将最后的时间留给林阳等一众先帝传承者们 双方约定的时间 为一年 一年之后 林阳便要带着大伙去与混沌进行最终的决战 而这一年 在玄机塔里对于如今都已达到先尊战力的大伙来说 便是三万六千年的时间 足以让他们的实力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 暂且放下了心中担忧的林阳便直接带着自己的小伙伴们重新回到了玄机塔中 而这一次 小伙伴里又多了一人 一名腹白貌美 白发披肩的彭族少女 坤小小 是的 火儿的小女友便是火地选中的六道轮回绝的第三位传人 而且以坤小小原本就已经牛逼道报的念力修为足以驾驭六道轮回盘中的天道 人道 修罗道的力量 成为补足这件神器威能的最后一股力量 所以 在大火入塔之后 继续在离火天地的指导下独自修炼 火地给他们的要求是在三万年的时间里面尽可能的提升自己在先尊境界里的战力 而练习九天诸仙镇有最后六千年的光景足以 等到所有人都去到各自的空间修炼之后 林阳也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个谜底揭晓的时刻 驱灵影帝 他的传承究竟要落在谁的头上 答案 出乎意料 令人无奈 出来吧 你不是一直都等待着这一天吗 火地与回归的兵力一起 冷冷地对着林阳呼唤了一声 随后一道剑气飞出了林阳试海 化成了一柄锋利的神兵 魔剑飞仙 果然是他 只是如今的飞仙 却是有了一些变化 原本漆黑的剑身在把手的位置上浮现了密密麻麻的龙龄 而剑身上原来血红色的云纹竟是演化成了一条张牙舞爪的血色长龙 仿佛将一条活生生的巨龙封印在了剑身中一般 了解内幕的人一目了然 飞仙已经完全吞噬了天诛神功的力量 进化成了一柄剃美至尊神兵的犀利神剑 而之所以林阳能够那么干脆的一剑秒杀司马焚天 其中便是运用了飞仙全新的力量 斩杀一尊巅峰仙王根本就如同土狗 嘿嘿 活地前辈 在下可是相当期待能够得到您的亲自指点了 影子林阳从飞仙里面悠悠地飞了出来 还是与林阳一般的潇洒自信 只是眉宇之间那股阴冷的险恶味道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很不舒服 而正是这只令人头痛的阴神念却即将获得又一次的实力飞升 他将在活地的指导下得到虚灵影帝的传承功法 只怕在这三万年的苦修之后 连林阳都未必再能够压制于他 随我来吧 活地面无表情地带着影子林阳进入了独立空间 显然这影帝的传承并不想让别人知晓 兵离前辈 虚灵影帝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是灵体吗 林阳思前想后 也只能想到这个解释 只有同为灵体的影子林阳才能够学习影帝的无上神通 林阳 你知道自己在玩火吗 谁知兵离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以少有的严肃表情看向了林阳 将因神念培养起来之后的后果 你清楚吗 他的吞噬之力无穷无尽 到时会是比混沌还要可怕的怪物 前辈你 不知怎的 林阳竟是从兵离的眼中看到了一抹从未有过的恐慌 这种眼神绝不应该出现在一位曾经的先帝眼中 兵离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 迅速地整理了心绪 对林阳嘱咐道 我叮嘱过好天 绝不能将影帝最强大的神通传给你的阴神念 而你也要做好准备 一旦这家伙失控 放心吧 到了那个时候我会用我的命结束他的命 林阳说得笃定 况且兵离前辈 我总觉得自己与他总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我有信心 林阳的笑容让兵离觉得有些恍惚 曾几何时 李浩天也似乎对着他与凤武说过相同的话 但最后的结果 罢了 兵离决定不再去多想 只是给林阳下了最后的叮嘱 林阳 这一次急杀混沌不容有任何失误 虽然你已经炼成了本命仙术 但要确保万物一师你们都还需努力 至于那阵盘的事情 浩天与我心中都有剂量 你放心修炼去吧 火地与兵离心中也有醋 林阳听着兵离的话 总觉得话中还有话 但无论是这两位至尊还是那神神道道的逆仙盟主 都不愿把话说明 这让他只能无奈地独自修炼去了 最后的三万年光阴 他定要让自己在先尊尽界尽可能的攀升至巅峰 无论是面对混沌凶魔 还是对付将来可能反水的御天庭 都可以高枕无忧 化碧 修炼 林阳也进入了自己的修炼空间之中 可就在他离开之后 这片空间内唯一剩下的冰离却是没有消失 那张向来冰冷沉寂的脸庞上 竟是泛起了一抹决绝的凄凉神情 但愿一切就在这一刻永远的结束吧 凤舞 我与浩天马上就可以与你团聚了 西晚的话语 近似对人间的诀别 听这话里的意思 他与离火天地竟是已经做好了告别这个人师的准备 那一场看似已经稳妥的灭沙混沌凶魔的决战 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林阳等人完全无法预料的终极戏码 时间 最后的一年 也是最终的三万六千年 似乎格外的漫长 仿佛连上天都不想见到那最终的决战这么快的到来 在玄机塔中的林阳诸人 在经历了三万年的苦修之后 已经各自达到了战力巅峰 之后更是在离火天地的亲自教导下操练了九天诛仙大阵 真正拥有了能够与混沌本体对抗的力量 该来的总是要来 就在距离碾压于天庭的神兵大选后整整一年的时间之后 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整座玄机塔拔地而起好像箭矢一般飞向了天空 他的目标 是现在盟军与混沌本体交战的最终战场 太虚仙境 第八百九十章决战计划 太虚仙境 这一路走的风驰电撤 相当顺利 三天之后 林阳一航便通过传送阵来到了盟军位于太虚仙境与混沌决战的大本营 情况 竟是出乎意料的理想 由于神兵大选之后拟先盟重掌联军 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统筹与整盾 将联军的战斗力迅速提升 如今已经将附近好几个仙境的混沌兽朝清剿干净 并且把混沌凶兽的本体成功地牵制在了太虚仙境中的昆云山之中长达一月光景 这无以为最后的决战创造了最有力的战场与时机 更加欣喜的是 随着最后决战的到来 林阳一手培养的天火炎军也在与混沌兽朝的战斗中发挥出了惊人的战力 这支有五支部队组成的强大军团用自己的娇人战机向整个仙域的人们宣告了他们的强大实力以及他们统帅林阳的盖世威名 在林阳到达大本营之后 温清清 明星 西门整梦三女自是宇墨天 崔敬等人与林阳欢喜的团聚 一番叙旧温存之后 大伙没有拖延 一场关于如何跟混沌决战的最终作战会议立刻在三方人马大佬齐聚的情况下召开了 会议 由林浩渊主持 三会的人员除了林阳的十人小队之外 还有遇天庭三大仙尊 逆仙盟主 四位神兽仙尊以及魔门的那位很少露面的通天魔尊竞数道场 一起敲定最后的作战计划 诸位请看 林浩渊正经起来的时候 还是相当的拿得出手 他挥手催动了大营之中的一块水晶 从里面凝聚出了整片昆云山的地形展示在了大家的面前 这便是如今混沌盘踞的老巢 昆云山 林阳定睛俯视 只见这片山脉绵延甚广 虽然是缩放在了眼前 但是其山势如龙 勾获万千 乃是一块藏风聚气的巨大灵血 难怪会被混沌选中盘踞在此 林浩渊挥手 再次洒出一道蓝色灵光 化成了漫天分布的点点星光密密麻麻的分布在了昆云山周围的空间之上 这些蓝色的光点便是代表如今混沌兽群的分布 它们已经完全占据了整个昆云山附近方圆百万里的空间 过去的一个月里 混沌本体不断地向外界释放兽潮 试图扩大它的吞噬范围 但成功地被几位先尊联手阻挡 但以我们之前的力量仅仅能够减缓它的扩展速度 根本无法靠近昆云山的核心 但现在林阳你们既然来了 我们便决定在三日之后发动总攻决战 一举消灭混沌 时间 便是这般的紧迫 每耽误一天 就有更多的盟军战士战死在阻止混沌扩张的沙场上面 三天已经是最宽容的极限 没有问题 林阳点头 信心满满 他身后的先帝传承者们同样脸色从容 战役汹涌 以他们如今对九天诸仙镇的掌控程度 完全有自信将那绝代凶兽从这世上谋杀 那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 林浩渊锦罗密鼓地布置起来 如今在昆云山盘局的混沌小兽促以亿万计 覆盖天地 想要进去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一路冲杀进去 为了能够顺利靠近混沌本体在决战 当日我们会从四个方向同时对昆云山发动冲击 三方为辅 牵制受朝大军 一方为主 直到黄龙 好 在场众人齐齐点头 届时逆先盟的先王高手 日天亭的天亭亭长 以及我们与易云天的长老们率领各自人马组成三支队伍 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发动冲击 林浩渊一边说 一边在地形图上以灵能凝出了三支蓝色的箭头冲向昆云山 而天贤先王 天龙先王以及凤族的一名先王长老分别成为了三支辅助军团的统帅 发动阳攻 而我们剩下的所有先尊强者 将与凌阳的天火炎君一起 从南面直冲昆云山核心 这将会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血战之路 一旦冲入受朝就是不死不休 而想要见到混沌本体我们先要冲过两道关卡 第一 是将近万里的外围受朝 林浩渊在昆云山最外围的范围内划出了一个大圈 这里密密麻麻地分布着无数的蓝色光点 这些混沌小兽汉不畏死 且都带着可怕的吞噬邪能 任何人被他们咬上一口都会被吸走大量的晶圆 就算是先将强者也抗不下十口就会筋疲力竭 所以这一范围需要启用大型杀器与灵能避杖一路冲杀过去 不可恋战 灵阳几乎可以想象到那铺天盖地的寿潮汹涌过来的情形 任何心智脆弱的人沦落其中都会感到无尽的绝望 那些中间的大光点是什么 灵阳看到在外圈之后 中间的昆云山脉上分布着一些较大的蓝色光点 其中更有十几道分外显眼 好似群星中的月亮一般 大的出奇 他们是混沌兽王 林浩渊解释道 这些混沌小兽彼此之间也会吞噬融合 形成更加高阶的存在 在突破了外围兽潮之后 我们在昆云山腹地就会遇到这些相当于仙江 仙王境界的兽王 甚至还有十几头仙尊境界的可怕存在 仙尊兽王 林扬你起了眼睛 这怕是在见到混沌本体之后最大的难关 这些仙尊兽王有着混沌吞噬一切的邪能 只怕普通的仙尊遇上他们都难以招架 届时定然会有一番血战 哼 怕什么 咱们不是有先帝传人麻 到时候自然林小英雄出去对付那些兽王 一个酸酸的声音从另一边响起 正是一年不见的清玄仙尊 这老货还是那副见不得你先蒙好的臭的信 此刻见到林扬等人明显修为大涨 语气中的记恨味道简直浓得可以用来酿醋 老头儿 你再嗲嗲一句 信不信我现在就拔光了你的胡子 边上 胡人直接开喷开玩笑 一年前他们都不惯着清玄等人 如今现在胡人等人的实力全都是先尊之上 再敢废话直接就踩死他压的 你 清玄气得脸红 但旁边天玄先尊直接投过来了一道眼神 让他萎靡了回去 哼 你们就在嚣张吧 等到混沌被消灭之后 有你们好看的 清玄心中恶狠狠地诅咒了一句 那边 林浩渊才懒得搭理欲天庭这边 继续讲着作战计划 一旦进入昆云山腹地 我们的任务便是突围 所有人用尽一切办法将林扬他们送入到最后的核心地带 帮助他们发动九天诛仙大阵 只要大阵将混沌斩杀 所有的混沌小兽与狩王都会自动消散 所以哪怕用命去拼 也要将他们护送进去 这话就说得相当悲壮了 整个计划可以说相当的简单粗暴 但其中蕴藏的无尽风险根本无法估量 谁也不知道三天以后的战场上会发生什么 大伙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状态调整至最佳 准备迎来最后的死亡决战 会议 在一片凝重的氛围中结束了 而在剩下的三天时间里面 所有人都在用各自的方法做着最后的准备 林阳的准备 则是从一顿家宴开始 家 林阳已经许久没有了这种感觉 虽然面前的只是一间林浩渊自己修建的普通平房 但此刻身处其中的他却是能够感受到了一股久违了的温暖与松弛 多美好的地方啊 眼前 小屋两座 吹烟鸟鸟鸟 院内 石珠两幅 胡扬沙沙 林浩渊正在石珠上面笑呵呵地摆着碗筷 而那个早已经口水横流的虎人则是带着小巴跟迎风宝宝 在用他们笨拙的爪子拨着一片片的算半 一边拨 一边还冲着那屋子里面忙碌的身影叫唤着 好了没啊 记得先煮本王的韭菜鸡蛋馅儿的啊 叫什么叫 再叫姐姐我先把你煮了 明星那泼辣的声音从屋子里面传来 引起了一片阴阴艳艳艳的笑声 琉璃 青青 还有最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西门诊梦此刻都是一副乖巧媳妇的做派 在里面心灵手巧得飞快地包着一个蛤的白皮饺子 偶尔有面粉沾染到了这一张张绝带芳华的脸庞上面 不景不显得难看 反而更多了几分难以形容的生活之美 好了 可以开吃咯 下雨为欢快的声音响起 一盘盘的饺子好像变戏法的一般从屋子里飞了出来 三个小家伙跟林浩约那才叫一个不客气 当场就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一边吃 一边幸福地吹着嘴里的热气 满脸都是幸福到陶醉的表情 林小阳 你快来啊 再不来我可不给你留了啊 火人难得这个时候还能想到林阳 不过说话间 这货已经清光了一盘饺子 速度比他打架时还要快了促分 林阳 你快吃呀那边 轻轻姑娘在温柔地呼唤 琉璃与西门整梦一边在给婆婆帮忙 一边回首也向林阳投来了关切的眼神 小妖精明星更是直接飘了过来 缠到了林阳的脖子上 重重地在林阳脸上亲了一口 怎么了地点是不是还在想念婆婆的游泼面落 嘿嘿今天姐姐亲自给你做一碗 等着哈 波温柔的嘴唇贴在林阳坚毅的脸旁上面 波那感觉连心都要融化 林阳微笑地看着这一切 心里只有一个声音 三天之后自己要赢 不光要灭杀混沌 更是要狠狠地挫败于天庭任何有可能施展出来的阴谋 面前的这种幸福 他要永远 永远地守护下去 前辈 你们要不要也出来吃点 林阳忽然想起了是海中的两位至尊 时至今日 他们早已也如同林阳的亲人一般 尤其是火蒂 更是与林阳一起在玄机塔中度过数万年的岁月 那种情分 确实烙印在了骨子里面 可令林阳意外的是 当他呼唤火蒂的时候 竟然惊讶地发现这位大佬 竟是在他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离开了自己的身躯 奇怪 大战开始之际 火蒂他去哪儿了 第891章天地壁垒 离火天地 独自站在一座无名山峰之上 神色萧索 目光似有万惊之重 烈烈山峰荡起了他红色的长发 却吹不开他眉宇间那一抹的悲凉 取久 他方才重重地叹了一声 拳击 这一次 我还可以相信你吗 拳击 大致会蒂 玄机 火蒂竟是出来会见玄机 火蒂面前 唯有一片虚空 却当真有一个声音远远地传来 回答着他的问题 好天 难道你还不明白 当年的决战你已必败无疑 我所做的只是为了给我们争取这最后的机会 最后的机会 火蒂用力地咀嚼着这几个字 你这次便有把握 他一定会来 你无法想象这百万年来他有多么的寂寞 为了你 为了灵阳他们 他一定会来 他来 你有把握 好天 我有把握 但你 可有了决心 此言一出 让离火天地的嘴角泛起了一抹凄凉的笑意 决心 呵呵 玄机 你明明知道若是我死能换他的命 我早已将自己杀了千次万次 但这一次 我唯有相信你的计划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亲手将那个混蛋送入地狱 离火天地脚下的山鸾在这一句愤怒的话语中尽数崩碎 先帝的怒火已经压抑到了极致的巅峰 当年的种种恩怨 血海深仇 终于到了要清算的时候 三天的时间 像流淌的细沙 细细速速地从指尖滑落而过 最后的三天里 所有的人都在心中做好了最后的准备 打算迎来一场在他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终极大战 随着这一天早上的朝阳蓬勃升起 整片太虚先进的大地都被染上了一层碑状的红色 仿佛天地已经预见到了一场今天的血战即将爆发 王军大营门口 促以百万级的浩瀚军队地毯一般的铺满在了大地之上 这些人终觉大多促是为了天地苍生甘愿牺牲性命的铁血而狼 他们的生命即将绽放出最为壮烈凄美的光 联军统帅林浩渊 面对着下方的百万大军 纵使铁打的心脏也不免感到一份悲壮 罪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今日一战过后 天知道这百万将士还能有多少人容归故里 但现在不是伤胆的时刻 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承载着更多人生的希望 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话语 更没有什么热辣呛吼的烈酒 今天的战斗只有一句最简单直接的口号 想活 就杀光身边的所有敌人 出发 林浩渊一声令下 百万大军顿时犹如醋条腾空而起的长龙 浩浩荡荡地飞向了天空 按照之前的计划 在场的人马分成了四路大军 总计五百万人分别冲向了昆云山的方向 其中 三百万盟军将士兵分三路作为阳工 吸引混沌受潮的注意 而剩余的一百五十万人则会环绕在五十万精锐的 天火炎军将士外围 保护着最核心的战斗力量冲向昆云山核心 从大营到昆云山的战斗前线 不过短短半日的功夫 而当林阳率领着任逍遥等一众先帝传人 以及自己的天火炎军真正到达昆云山战场前线的时候 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心房 从他所在的半空看向昆云山 不 应该说视线之中已经根本没有了那曾经维俄雄壮的万里山脉 所有的山石都已经被啃视一空 只有无穷无尽的黑色生灵在蠕动 在奔跑 在与下方那些原本坚守在防御战线上的联军战士们在厮杀 没有见过这般景象的人永远无法想象一种生灵可以密集到这种地步 扑天盖地 那是真正的扑天盖地 放眼望去 大地就像一片不断翻滚的黑色漠海 每一朵翻起的浪花都是成千上百只高高跳起的混沌小兽在冲锋 在丝吼 天空就像是铺满了阴沉的乌云 但那云朵的每一道轮廓 都是齐齐挥舞的飞行混沌的巨大翅膀 天地之间 原本应有一条连线 但此刻却只有无尽的昏尘黑暗 仿佛那大地的尽头只剩下了一口魔窟 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毁灭世界的死亡巨浪 而在这死亡巨浪的尽头 有一道堤坝 一道用铁与血堆砌而成的血肉长城 绵延万里 纵横天地 坚实地挡住了这漫天满地的黑色兽巢 林阳看到 在兽巢的对面 是超过百万人驻扎的盟军营帐 从空中看去 这里有些像是纳车水马龙的市集 每分每秒都有人奔波地踏上前方的战场 也有浑身浴血的战士从火线上撤回 开始接受医者的治疗修器 他们的身形 小的就像是一只只的蚂蚁 但在这一刻林阳的眼中 这些微不足道的将士 却是比天还高 比山还重的盖世英雄 越过连绵的营帐 就是一道横跟天地的灵能壁帐 横观大地两端 支撑天地尽头 这壁帐是由超过十万名手持 灵能阵盘的盟军战士 以先能催动连接而成 他们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 能量流通传输的节点 共同编织成了一张笼罩天地的大网 滚滚的电芒在大网上来回流淌 无情地将任何一只铺在上面的混沌小兽 垫成了虚无黑烟 而在灵能避障的中间 无数座小型的飞行战舰悬在半空之中 每一道战舰上都有一位强者率领着一队人马 正在远程发动着沙发大树 好像割草一般的灭杀着天地间的混沌凶兽 密密麻麻的攻击就像是一柄柄收割麦碎的镰刀 五颜六色的神光 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惨烈 反而像是一场盛大的光影表演 每一个站在了灵能避障里面的盟军战士 只要不跨出避障的范围 至少能够保证己身的安全 整个防线 便是由负责防御的灵能避障 与负责攻击轻角的作战平台组成 彼此配合 错落有致 这才能够在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情况下 阻拦住混沌兽朝推进的脚步 这种打法 消耗的只是海量的丹药与灵能金石罢了 好漂亮的防线 灵阳打眼一看 心中便不由地赞叹 因为整条天地防线布局合理 调度分明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战士更是进退有度 负责近身搏杀的一处便归 负责远程火力清扫的全部灵能 还剩三成的时候就果断换人 每个人都能够极其熟练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使得整条防线就像是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一般 不出任何插持的牢固矗立在天地之间 嘿嘿 儿子 这可是你老弟我亲自打造的天地壁垒 厉害吧 似乎感受到了灵阳的赞叹目光 旁边不远的灵浩渊直接传过来一道神念 还对着灵阳扬了扬眉毛 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不正经 灵阳无语地摇了摇头 出话间 他们的大军便是已经到了天地壁垒之前 那边早已经有一队人马等候在此 圈圆光 作为联络先锋先一步地赶到了这里 带领着镇守防线的一众将军们对着各位大佬行礼 灵兄 啥也别说了 准备开竿吧 圈圆光这家伙的眼睛里面冒着全是战火凶光 这些天把战士们都憋坏了 每天只能躲在后面撒火 今天就让咱们狠狠地把这些杂种们连锅扫葛干净 战吧 圈圆光深厚 是几十名同样战役汹涌的统帅将军 战吧 天地壁杖之上 是几十万双队厮杀充满了渴望的兴奋目光 那还等什么 林浩渊回首 看到林阳那双暴闪金光的眼睛 大手一挥 气冲九天 打开天地壁杖 杀光他们 杀光他们 一声令下 揭开了今日辉红大战的序幕 十万名原本负责维持天地壁垒的逆先蒙战士们 齐齐地撤去灵能 只见那道天地大网突然就消失在了半空之中 顿时让对面那源源不断的滔天兽朝好像沸腾了一般 轰然抱起了万丈巨浪 无尽的混沌小兽发疯一般地就向人群冲了过来 哼 找死 面对这些低级的小兽 羚羊眼中闪过灭绝冷光 但此刻却不是他出手的时候 只见旁边一道火红的身影已经飞到了所有将士的前面 犹如天地间的火神巨人一般 独自面对了扑天盖地的黑色兽朝 凤十一 凤族的族长 义云天之强的先尊 浑身沐浴着滔天的火光 面容巨傲 仰天长笑 一群蝼蚁都给我化成灰吧 凤义九天神功 灭杀 利 这位存心要向灵羊报恩的凤族大佬 为今天的战斗吹响了第一道的宏伟号角 今天的凤鸣声过后 只见凤十一已经化成了一头超过千米的巨型火凤 浑身的火与好似一柄柄巨大的剑刃一般斩裂九天 冲天的火能便是要焚化整片被黑色玷污了的天地 烧 赤红的凤凰真火从凤十一的身上涌出 数量不多 百团而已 体积不大 不过百米 但这每一团真火都是先尊级的凤凰神艳 蕴藏着凤义九天神功的无上神通 轰入敌群 那边是覆灭一切的末世杀招 第892章让别人送死 做不到 吱吱吱 火球入寿巢 如巨石落黑海 砸出了巨大的浪花 火焰覆盖范围内的混沌小兽 顿时在一片支离哇啦的惨叫声中直接被烧成了灰烬 但这紧紧式的开始 可怕的凤凰真火在将周围的混沌焚烧一空以后开始向四周蔓延 那画面就像在一片秋天的荒草原上燃起了几团山火 风筑火长 瞬间变成了料园烈焰 哗啦啦 天地之间 只看到无尽的火海开始飞快地蔓延 鲜红的火焰像抹布橡皮一样开始擦去那漫步在周围的漆黑颜色 潮水般的惨叫声充斥着人们的耳膜 足以亿万的混沌小兽直接在那汹涌的火海中化成了飞灰 短短促席之间 天地壁垒面前的世界就已经恢复了一片清明 而那恐怖的凤凰火海还在顺着混沌兽朝一直向昆云山的深处焚烧而去 直到纤威耗尽才会消散 强大 这便是先尊强者的强大之处 更是奉十一这位强者的绝代风华 一朝过后 天地肃清 在此镇守的盟军战士们已经许久未曾见到那黑色兽朝之后的朗朗青天 尽管这外面的世界已经被混沌吞噬的残破不堪 但这却是今天胜利的开始 沙 零浩渊在后面震壁一吼 天地震动 沙 百万大军齐齐呼应 生如江海 四路大军同时冲出了营地 化为四道冲天长龙飞向了九天 其余三路分散而去 唯有林阳所在的南路大军直冲远方的昆云山深处 要承斩魔力剑 目斩混沌 冲啊 所有人在这一刻清空了脑海中所有的杂念 只有奋勇向前的滚滚战役 大火的速度犹如闪电流光 只求在最快的时间内将林阳等先帝传人护送到混沌本体的面前 及格呼吸的功夫 众人的视线中就在一次看到了黑色兽潮的黑影 凤凰争火虽强 但架不住整个昆云山已经沦为了凶兽的无尽魔窟 烧掉一万 更有十万百万的凶兽冲出 化成了滔天魔海拦住了众人的去路 开战 没有半句废话多 唯有战火荡群魔 这次让老夫来 金屋 族长金九化成了一道红光飞到了众人面前 要在主力没有开始消耗之前尽可能的帮助队伍推进 他全身金光璀璨犹如金羊将士 腾腾燃烧的金屋火翼阵臂一挥 顿时飞出了无数点金色的火星 摇身一变 化成了纷纷扬扬漫天提名的金屋灵情 哗啦啦 一瞬间 盟军的前方顿时成了一片震翅提名的金屋火海 无穷无尽 光耀四海 金九 族长一声长笑 这促一亿万计的小金屋顿时飞向了远处那急速蔓延过来的黑色兽巢 可怕的高温直接将那混沌就地蒸发成了稻稻白烟 看起来就像是灼热的岩浆碰到了黑色的污水 在白色雾气充斥天地之时便将那黑色大浪印生生地反推了回去 好 金九神威引发军星大战 众人欢呼声势雷动九天 近日有诸位先尊在此 定住我等斩杀凶魔 冲啊 林浩渊在此提振军星 率领大军职冲云霄而去 毫不畏惧地杀入了那片黑色的死亡世界 战斗 在几位先尊的轮流开路之后 终于还是进入了贴身肉搏的阶段 现在只是在昆云山外围 为了应对身处的那些混沌兽亡 在场的高手们必须保留好足够的实力 但仅仅外围的兽朝就有万里之遥 众人边战变竟也要耗费将近小一天的功夫 所以百万大军的惨烈进战终究是难以避免 不过话虽如此 林浩渊以他超拙的战斗经验 还是做出了最合理的安排 之前用来防御的天地壁垒大阵 已经被编入了联军阵营之中 随着大火深入受海之后 那道横跟天地的巨大灵杖 便化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圆形光球 将分散开来的联军阵型保护在了里面 空中便形成了一个个圆形的战斗方阵 大火在灵能避杖的保护下 从内侧发动青角兽潮的攻击 只有当兽潮太过密集的时候 才会有赶死队员们冲到避杖之外 以生命清理周遭的无尽凶兽 啥啊 从这一刻起 林阳的耳边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听到这些惨烈的厮杀声 冲啊 每一步的前进 都开始变得艰难而惨烈 林阳所在的天火炎均共有50万人 全部处于保存实力的状态没有出手 大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四周 那些正在遇血奋战的盟军战士 心里就像憋了一团火一般的难受 却还不到发泄的时候 老子跟你们听了 远处 似乎有一个已经吼到沙哑的声音 带着浓浓的杯状冲向了灵能避杖之外 紧接着就是一声惊天动地的自爆声响起 面前的无边黑暗被这声巨爆炸出了百米的空白 但在瞬息的功夫又被无尽的受潮所填满 冲啊 大火顶住 等灭了混沌 老子全部请你们到长生天去睡那些木林妖精们 顶住 一位流里流气的军官嘴里扯着平日里经常说的昏话 引发一阵惨笑 嘿嘿 老大 到时候你可别不认账 一位负责维持天地壁垒的战士 刚刚回头对着那军官露出了一抹难看的笑容 突然 他身前的灵能壁垒上浮现了一道可怕的裂缝 一只巨大的爪子狠狠地砸在了上面 二狗 小兴 大军官吼的撕心裂肺 却见到一张没有脸孔围有疗牙的可怕大嘴直接从那壁杖外面伸了进来 一口就将那战士的头颅吞了一进去 咔嚓一咬 比若便是身手分离 鲜血漫天 不好 中央军的灵能壁杖被攻破了 立刻有人发出了震天的呼喝 是混沌兽王 有先王级别的兽王攻过来了 又有人的声音里面带着惨烈与金黄 拉了个八字的 老子他妈的杀的就是兽王 那前一秒还插颗打混的军官增冷冷地拔出了自己的神兵佩刀 一双眼睛瞪得通红 没有任何的犹豫直接就冲向了那已经顺势破裂开来的臂杖裂口 兄弟们 想要谁妖精的他娘的就给我完命 杀 杀 层层叠叠护卫在阎军外面的战士们疯狂地冲了出去 开始用血肉化成了开路的机器 为羚羊他们创出一条惨烈的道路 那名叫嚣的军官 已然是仙江级别的强大存在 一柄血量的长刀仿佛成了这一颗天地间的焦点 一记横扫 就是屠杀一片 但这样的攻击在面前滔天的兽朝面前就如同用一根木棒搅动大海 翻起的浪花再打也只是徒劳 哈哈哈哈 二狗 老子今天杀一万 不 十万只畜生给你报仇啊 哈哈 那军官吼着 冲着 挥舞着 拼杀着 身后的他的一般铁血士兵们狂着 站着 流血着 牺牲着 军官的一条左臂不知道被哪只妖兽狠狠地撕下 但他却将喷涌出来的鲜血化成了飞舞的刀刃 每一滴血 都要斩杀一头小兽 他身后叫得出名字的士兵越来越少 但却有更多陌生的面孔聚集在了他的身旁 用胸膛 用鲜血化成了一个汗不为死的血肉战团 向前再冲 再冲 冲到生命的尽头 格拉拉 林阳分明听到了身旁有人将拳头快要捏爆的声响 吕凤天 已经激动的浑身都在战斗 那张坚硬的方脸已经被目火染的通红 只怕下一秒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面前的景象 只是这无边战场中一个唯不足道的苏颖 在那一道道灵能避障尽数破碎的现在 天地之间 到处都已经是这惨烈的厮杀 鲜血与死亡成了大火眼中唯一的画面 吕凤天 忍耐 身后 传来了那些盟主凝重的声音 后面还有无止境的战斗要打 现在必须保存实力 可恶啊 忍 要忍 吕凤天每一口呼吸几乎都在喷火 他知道要忍 但是他妈的要忍到什么时候 嘿嘿 反正我是无所谓啦 任逍遥从来都是一副天地与我无关的懒散模样 只是这回人他脸上的笑意却是冷如鬼魅 只是看着这么多人为了咱们去死 这家就算赢了好像也跟玉天亭那帮孙子们差不多咯 话语诸心 痛彻心扉 任逍遥 这是既定的计划 轮不到你在这儿胡言乱语 玉天亭的三位仙尊也在这核心的战争之中 清玄仙尊当场怒耻逍遥 若是在此处耗费了战力 等会用什么去对抗混沌兽亡 还有你们几个唯一的任务就是灭杀混沌本体 要是耽误了大事 那才是愧对所有为你们牺牲的英勇战士 嘿嘿 牺牲 结果话音刚落 那边火人冷冷的声音又响起来 本王发过誓 以后再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妈的什么牺牲 要死 老子先来 你们要干什么 道玄仙尊睦睦睦元征 耽误了除魔大忌 你们就是千古罪人 哈哈哈哈 好一个千古罪人 林阳一声长笑 站了出来 我现在只知道 如果再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们死伤下去 我这辈子都会是自己无法原谅的罪人 懦夫 林阳 刷的一下 吕凤天 任逍遥 虎人 琉璃 所有先帝传承者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他的身上 脸上皆是露出了无比欣慰的笑容 吕凤天更是长笑向天 哈哈 林阳 你不愧是我看中的唯一对手 没有让我失望 五十万天火炎君战士们的目光聚焦到了林阳身上 这他妈的才是纯爷们该说的话 该干的事 就算有计划也赶不上变化 明明自己有余力的情况下让别人去送死 他妈的老子做不到啊 那还等什么 林阳直接召唤出了重剑黑天 在队上混沌之前 先让我们杀个痛快吧 哈哈哈哈 好 杀个痛快 五十万战火沸腾天火炎君 十一名热血激昂的先帝传人 便是在这无法抑制的冲动与热血刺激下 冲出了严密的保护圈 开战了 第893章战先尊 霸者五道 三刀不尽乾坤转 吕凤天帝一个冲了出来 狂霸无尽的杀鸡 激荡万里受海 手中五地天兵化为了一柄长达千米的恐怖巨刃 无尽的霸者金芒将长刀镀成面膜翻天的神兵 三刀不尽 一刀横斩天帝分 五边受海中直接出现了一道横达万米的巨大裂隙 二刀纵切风云断 一条连贯天帝的白色刀光与前一道的横斩刀芒融合 便似在黑暗世界中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金色十字 三刀搅动转乾坤 杀 吕凤天愤恨癫狂 五边战役化为第三季刀光 挥手一转 竟是将前两道刀芒激发的疯狂旋转起来 天帝之间 便多了一道直径万米的死亡螺旋 向前一推 绞杀一切 王乌无数的惨叫声响彻天空 没有任何一头凶兽能够在三刀的死亡螺旋之下挣扎哪怕一秒 就算那些慢慢涌现出来的兽王也同样瞬间化成了飞灰 吕凤天如今展现出来的实力 赫然已是妥妥地超越了普通仙尊 通隆隆 巨大的死亡螺旋直接在无边受海之中开替出了一条巨大的圆形通道 蔓延向了无境天边 这还没完 其余的先帝传承者们同样凶猛 火人大王的 不管啦 杀光你们 刷 火人一幕 火雨漫天 别雨化天兵树强化过的必方火雨便是扫灭一切的死亡杀气 每一片羽毛摇身变成了长达千米的巨大砍刀 足有千饼之多 对着无穷混沌就是一顿狂批蒙凯 像多角泽线一般的直接将一方天地中的混沌横扫一空 滴滴答答滴另一边 任逍逍遥吹动了自己的古迪 这位从来杀人不眨眼的邪弟同样在倾泻自己的怒火雨杀机 很久 没有这么想杀个痛快了啊 可怕的古迪激荡出漫无边际的死亡阴波 轮杀伤范围 没有任何神通能够与之媲美 肉眼可见的紫色阴波碰到混沌就是一阵剧烈的震荡 随后直接将之震碎成渣 一手跃取下来 方圆千里之内已经的混沌已经被清理得干钱静静 我的天啊 虽然刚才已经见识过了先尊强者的手段 但此刻那些原本已经伤亡不清的盟军战士们还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嗨到升天 他们不知道那些原本定在最后出手的青年天骄们为何会提前出手 但这种感觉便似给大伙打了一阵嗨爆的鸡血 再告诉所有人 我们 与你们同在 插啊 群情激荡 战血翻天 先尊们都出手 我们还怕葛毛 插啊 百万大军的战役边狂到了顶峰 每个人头上似乎都冒起了一股红色战役红云 脸成一片 就是滔天血海 浩浩荡荡 向着远方再次涌来的黑色兽还反压了过去 这 这群蟒夫 中央阵营里面 清玄仙尊弃的胡子乱飞 他们不节省仙能 到时如何发动九天大阵 简直岂有此理 清玄 李闭嘴 这时从来未曾发怒的逆仙盟主竟是毫不客气的呵斥了这条冷血的老狗 与其在这里叫嚣 你等还不速速上去保护羚羊等人不受伤害 你出的力气越大 就是在帮助他们节省心能 你说什么 老夫让你速去一战 通隆隆 逆仙盟主也报了 这一瞬 天地变色 风云阵战 这一瞬 那曾经危阵整个仙域万界的可怕微压轰然席卷过来 直接压得清玄的老心脏都快压爆裂 我的妈呀 立仙盟主竟是藏着如此可怕的实力 清玄只觉得自己在对方面前就像兔子在狮子面前一般的弱小 想要说话 竟是喉咙沙哑地发不出声音 盟主大人所言善事 清玄 我们该出手了 这时幸好天玄仙尊微微眯起了眼睛 将手搭在了清玄的肩膀上面才驱散了对方内心的恐惧 痴凶 清玄大害 心头巨慌 先杀混沌再说 天玄眼中寒光闪过 给清玄传出了一道神念 让这帮蠢货去送死 等到混沌死了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天玄是冷血的混账 心中根本没有一丝触动 只想着如何在大战结束之后反水对付逆仙盟众人 而随着他们三人以及凤十一 京九等仙尊的强势出击 昆云山外围的寿海便再也不是问题 一位仙尊的随手一击就可以当敌千里时空 保证队伍顺利的推进 速度也比之前预估的快了十倍不止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众人只觉得眼前一亮 漫天的寿海终于消失不见 面前已经是一片阴沉的天空 终于冲出来了吗 所有普通的将士都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但下一秒他们的目光却又死死的看向了远处的半空 那里依然有着数不尽的混沌小兽盘踞 但是这些小兽却已有了灵性 不再如之前那般无脑冲锋 但当他们严阵以待的盘踞在陆地空中 冷冷的长着大嘴面对众人的时候 那散发出来的恐怖威压却是暴增十倍百倍 更加可怕的是 在滔天的寿海大军的前面 立着十二尊已经化成了人形的恐怖身影 他们是混沌兽朝中最至高无上的寿王 十二位混沌先尊 与方才热火朝天的蝶血大战相比 现在的场面显得那般的安静 但这种安静背后隐藏的危机却是更加凶险 十二位混沌先尊 显然已经拥有了堪比智慧生灵的灵智 杀伐凶残的手段配合上后面的混沌大军 绝对会给联军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 当然 有麻烦的前提是先帝传人们不出手的情况下 尽管十二位混沌先尊站在面前就让人觉得头皮发麻 但是当林阳带领着众先帝传人与浑身烈火燃烧的天火炎 军将士们站在前面的时候 众人心中便一下子有了依靠 这些人 太牛逼了 刚才冲过寿海的时候 这些先帝传人的战斗力根本已经报表到了极限 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举手投足便是排山倒海 那之前如同死亡炼狱般的寿海大潮 竟是变成了如履平地一般 再没有人有所伤亡的便冲了过来 还有那些天火炎军的战士 同样是别人手底下的兵 差距咋就那么大捏 别说那四位已经达到了先王境界的可怕将军 每一位爆出的战力都令人惊到牙根发麻 就说说那些普通的士兵 人家怎么就那么能打 人家配合怎么就那么天衣无缝 人家怎么就能有化兵的神兽 还有那防御力强到不可思议的天火战甲 可以说 经过方才一战以后 甚至包括与天庭的战士们在内的所有其他士兵脑海中都升起了一个不约而同的想法 天火炎军还招不招人啊 这是题外话 总之经过前面的外围突破战后 大火星中对林阳与天火炎军是福气到了极点 此刻当他们站出来主动面对十二混沌仙尊的时候 大火星中顿时感到安慰了不少 而那些混沌守尊冷冷的看着林阳与逆仙盟主等人目光中唯有残酷的激潮 哼 人类 想不到你们竟会主动前来送死 或许只有愚蠢两个字可以送给你们 吼 一句话的背后 是无数混沌低沉的嘶吼 那隆隆的声音像汹涌着波涛的无尽死海 不知道那深处还有多少的凶险 今日 乃是尔等凶兽的末日 别无他言 唯有死战 立先盟主此刻已经成了众人的核心 代表着百万大军放出了沉重的宣言 就凭你们 呵呵 轻蔑的一笑 代表着无尽的嘲讽 这些先尊的意识都与混沌本体相连 可以是做混沌本体的化身 他的话 便是代表着混沌本体对漫天人族大军的轻视不懈 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面对什么 哈哈哈哈 也好 反正吴早晚要将这片天地吃掉 现在吃了你们倒是省了力气 那就 都去死吧 老乌 话音刚落 这位开口的混沌射亡的头颅就爆裂开来 化成了一张吞天巨口 这嘴巴之大瞬间覆盖了天地 人们视线中只有那如黑洞一般的无底深渊与上下好似山峰般的恐怖历齿 西可怕的吞噬之力直接从那大嘴之中汹涌出来 仙尊以下的所有战士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被万千只手臂拉扯推动 根本不受任何控制的旧朝那无尽的死亡深渊飞了过去 列续 尔赶 必先蒙主双目蒙地一争 正欲动手 却见旁边一道青山人影率先飞过 仰天傲笑 挥出一道剑光 林阳 赤林阳 百万目光汇聚 为剑剑先林阳 之前的战斗为剑其大放异彩 如今面对先尊强者 中剑其绝代风华 刷 这一剑 平平无奇 没有冰火凤凰 亦不见火漫长空 只有一道快到极致的白色剑光墨地一下飞入了那剧口的深处 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不见 但就是这一剑 引发了震天的哀鸣 哦 已经张开了剧口的混沌兽王 竟是在一瞬间发出了激烈的战斗 随后整张吞天剧口在瞬间缩回了正常的大小 那半人画的脸庞上露出了痛苦至极的表情 整个人捂着喉咙足足倒退了好几步才挖的一声吐出漫天黑色的污血 一剑断喉退混沌 羚羊傲然现世 迎着身后众人满是期待与崇敬的目光 将手中黑色的魔剑飞仙霸气地指向了对面 嘴角冷冷的一勾 比对方还要高冷娇狂 这点本事就想吃掉我们 我送你两个字吧 天真 第894张羚羊的剑 哥哥 被一剑戳破了喉咙的混沌先尊愤怒地捂着喉咙 却是只有憋屈的嘶吼声一出 羚羊的剑 似乎已经强地超越了普通先尊的境界 要不是他乃是至强之凶的混沌凶兽 只怕这一剑远远不是洞穿喉咙这么简单 好 身后 众人齐齐爆出了惊天的欢呼 看起来杀气冲天的混沌兽王也不过就这么回事麻 不堪一击 且 小女子 你看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啊 火人看着羚羊一剑傲天的威风 在后面还有心情撇嘴 你刚才那么英勇的第一个冲出去也不见得他们咋样 看看林小阳不过出了一剑 那群家伙就嗨成这样 你开心不 哼 吕凤天抱着肩膀白了一眼火人 不服气 你也可以上去占那些兽王啊 又没人拦着你 靠 我要是能像林小阳那样一个打好几个 我他妈早就上了 还在这跟你逼逼 聊天 不光虎人跟吕凤天有心情聊天 一众先帝传人竟是没有一个呈现紧张的神色 仿佛对林阳充满了信心 一人面对十二尊兽王也会安然无恙 比 人类 该死 这些混沌兽王虽有灵智却无恐惧 看到林阳一见无敌不仅没有半分畏惧 反而十二道兽尊齐齐地爆出了滔天凶光 竟是全部向林阳冲杀了过来 瞬息间 人们仿佛看到了十二尊魔神 爆起了滔天的魔威 那般灭天的威能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抗拒 任何人在这可怕的围杀之下都只有死路一条 但林阳却已然不是人 准备好了吗 他轻轻地传了一道神念进入魔界飞仙 嘿嘿 只要让我饱餐一顿 自会祝你大开杀戒 顶着林阳悠悠的声音中也带着兴奋的杀鸡 好 那边杀戈过瘾吧 林阳举起了飞仙 黑色的龙铃剑身 藤武的栩栩真龙 一剑出 天地变色 剑气涌 苍茫成空 只见一股林阳从未施展过玄妙剑一幅献掌中 经过飞仙的催动之后 竟是将上面原本的那条血色长龙变成了深沉的黑色 一股斩断一切的沉重剑一幅现在了飞仙之上 仿佛将整丙剑变成了一座山峰 林阳挥剑 看似很慢 但却仿佛将冲过来的十二道寿尊变得更慢 维俄的剑意浩荡席卷出来 镇压一切 斩断万法 这是断天斩 天火炎君中 西门整梦看到一道黑色的月牙剑芒在林阳的挥剑下轰然成形 俨然正是林阳最初掌握的剑道神迹 断天斩 不 琉璃在旁轻轻摇头 这是他以断天斩的断裂剑意与天珠的重剑玄能结合创出的本命剑道仙术 第一剑 本命仙术 没有跟林阳一起闭关的人们纷纷瞪大了眼睛 林阳终于要施展他的本命仙术了吗 空中 缓慢而沉重的黑色月牙剑芒终于成形 然则对面那些寿尊却是紧紧前冲了百米不到 林阳双手握住飞仙 全身的肌肉隆起爆裂 仿佛将所有的力气都化为了杠杆 拼尽全力地挥出了本命仙术第一剑 一剑断天 通隆隆 怀旧的招法 却有着全心超然的威能 沉重的剑意 竟是带着让人无法躲避的吸引力 吸着那些变了脸色的混沌兽王 硬生生地向那黑色月盲上撞了过去 这是什么剑法 这些混沌吞吃了不知道多少的武道巨波 见识过无数的剑道杀招 却从未有一剑能够令他们如此胆颤心惊 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受尊们被那黑色巨剑撞上 随后一个个身躯暴裂 好似颇步娃娃一般地倒飞向了四面八方 我滴妈呀 这一剑 惊得天地都在战斗 除了一众先帝传人之外 就算是奉十一这些仙尊 温清清这等爱侣 全都被羚羊如惊的一剑之微惊的头皮发麻 一剑斩飞十二仙尊 这羚羊到底已经强到何种地步了啊 尤其是与天庭的三位仙尊 自天玄以下 更是已经看得满头冷汗 这一剑仿佛硬生生地抽在了他们的脸上 让这些心怀鬼胎的贱人心里发颤 不由的嘀咕 自己的阴谋 真的能够对付得了如今的羚羊吗 而且 刚才那丫头说什么 这才仅仅是第一剑 电头闪动之间 空中的羚羊却是横剑在手 长发飞扬 身形移动 再显锋芒 那些混沌不愧是远超普通仙尊的可怕怪物 肉身之强悍已经胜过了人类太过 在玄机塔里 羚羊的一剑断天几乎可以斩断除了吕凤天之外的任何艺人的肉身 但这一剑却是紧紧破开了这些受亡的防御 伤起皮肉 未动根本 所以还在再杀 搜 羚羊如今的速度已经是顺移的级别 四散飞去混沌兽亡 其中一只只觉得面前轻光闪过 便是浮现了羚羊冷酷的脸 非先凶残的剑气 吼 这只兽亡凶性大发 对着羚羊张开了血盆大口 直接从里面吐出了一口凝聚了万千生灵怨气的死亡光波 里面隐隐可以看到无数张死人悲气的脸孔 更有千道怨灵从光波中飞出 伸出了他们所命的利爪要索取羚羊的魂魄 换了旁人 哪怕是先尊面对这道混沌光波也要皱眉 但羚羊却是常见高举 一身玄妙剑意再转 将剑身上的飞龙化为火焰的通红 无尽的火光将剑身包裹 重重斩下 便是神火焚天 此乃羚羊剑道先竖第二剑 一剑焚饰 通隆隆人们只觉得空中仿佛有一尊火神降临 张开了他的火神之嘴 从里面喷出了无穷无尽的火海巨浪 这一剑显然是羚羊以凤舞剑道的火道神通与天珠的爆炎火箭结合而成 无尽的微能凝聚起来就是一个字 烧他奶奶葛熊的 结 凄惨的鬼叫响遍天地 可怕的光波瞬间被焚尸的火箭所吞没 什么令人闻之色变的混沌仙尊 什么无人可挡的死亡光波 全给我烧 全给我毁 哼 一剑焚天 烈焰过后 天上只剩下了漫天的灰尘残渣 一尊可怕的兽王彻底灭杀不见 我的妈呀 第二次 人们再次惊得喉咙失声 那可是仙尊啊 仙域最强的仙尊啊 仙尊也是可以秒杀的吗 那他跟我们这些小兵辣子还有什么区别呢 战士们俨然看到了超越了他们认知极限的事实 惊得大脑已经快要窒息 然而空中林阳的剑道表演还在继续 一剑焚天 看似灰红 实则仅仅是短短一瞬之间的功夫 火焰还未焚尽 林阳身影就又一次地闪到了另外一尊混沌的身前 那混沌试图反抗 张嘴便是吐出漫天犀利 但林阳出手更快 在那犀利抱起之前便是一剑刺出 这一回 飞仙剑上的长龙呈现的乃是阴沉的紫色 刷 第三剑 一剑离凡 送你离开凡事 早归极了净土 这一剑 没有澎湃的剑光 也不见冲天的气场 就好像一根细针 一道闪电一般刺入了那凶兽的大嘴之内 得 这头兽王 顿时仿佛好像被人定在了半空一般 整个身子僵硬成了石像 然而不到一席之后 他浑身冒出了紫色的毒雾 进而整个身躯在一股可怕的分离之力的作用下 四分五裂地散落开来 不是爆裂 是分离 自然地好像水里泡烂的豆腐一般 从内而外 诡异而离奇 一尊兽王 便是如此悄无声息地在空中裂成了无数碎片 腐化的半点不剩 这又是什么见鬼的剑法啊 就算是天玄仙尊也已经看不懂灵阳如今的剑意 玄妙高深的一塌糊涂 是天诛的腐蚀毒剑 凤十一作为过来人 对那紫色的剧毒心有余悸 灵阳将毒剑微能与一种玄妙的分离剑意融合 剧毒腐化肉身 剑意催散连结 便是能够杀人于无影无形 这小子真的是绝代的剑道神才啊 凤十一的赞叹已经代表着 先尊敬剑能够给予灵阳的最大尊重 甚至 凤十一自己心里也无比的清楚 就算是自己面对灵阳这一剑 只怕也是不敌败退的下场 这个年轻人正在以他完全看不懂的速度 站在了整个仙域的武道之巅 空中 灵阳已经挥出了三剑 一剑斩飞十二兽王 两剑秒杀了两位仙尊 这等战机 已经超出了所有人对今天战斗的预期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已经拥有了如此可怕的战力 可见到这般逆天的战果之后 大伙心中又会在想 灵阳既然已经如此逆天 那后面的战斗是不是将会无比的轻松 结果 显然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 灵阳 已经挥出了第四剑 一道圣洁的白光照瞎了所有人的眼 大白隆隆手的眼珠化成了一轮白色胶阳 从里面爆出的圣洁白光好似一柄秉立剑刺向四面八方 直接笼罩了剩下的十头兽王 哇 这一剑够华丽 人们视线恢复以后纷纷赞叹 怎么样 灵阳这一剑又要击杀多少兽王呢 恩 灵阳呢 结果人们看到空中那些兽王纷纷也在恍惚中揉着眼睛 却哪里还有灵阳的身影 等到回过神来 却看到灵阳已经闪身回到了几方阵营之中 一脸淡然地看着空中剩余的兽王 都愣着干什么 全等着我杀呢 一句话 斗得火人等人差点笑了 好嘛 感情这货也不是真的无敌天下啊 好了 也该轮到本王的无敌的利爪登场咯 火人当然知道什么时候 该挺灵阳 一声长啸 便率先化成了冲天火光飞了出去 与其中一头兽王战成了一团 我们上 第895章中剑混沌 凤十一 经久等老一辈强者自然不甘落后 饶饶地像一头头老狮子一样冲向了那些已经受了伤的兽王 战况 形势一片大好 小伙伴与老狮子们纷纷压制住了自己的对手 而灵阳 却是不动声色地来到了那些盟主的身旁 悄悄地服下了一颗回复仙能的极品仙丹 怎么 用力过度了 利先盟主看着远方的轰然炸裂的战场 那是十场仙尊级别的战斗 但却没有能够撼动他的心神 反而是看了灵阳一眼传过来一道打去的神念 似乎 他一开始就没有觉得盟军一方会有什么问题 灵阳服了丹药 体内的仙能在以极快的速度恢复 同时回复道 要给大伙开个好头 还要振折一下那些不长眼睛的混蛋 最好等会别给闹什么幺蛾子 灵阳当然不是神 纵然他悟出了本命先术的武士剑招 但他也不会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立扛十二位仙尊 方才他的剑法看起来霸气犀利 秒杀仙尊 其实每一剑都消耗了他大量的仙能与非仙剑的玄能 还有影子灵阳的内在修为 可以说 他根本不是一个人战斗 而是融合了三股志强的力量才能够秒杀仙尊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他口中的两个目的 提阵士气 阵者萧小 他要让所有盟军的战士们知道 这场战斗 他们战无不胜 他更要让逆先蒙的三条老狗看看 自己拥有的实力足以秒杀他们 不要轻举妄动 灵阳心心念念 终究是担心着这一战之后的局势演变 但旁边的逆先蒙主确实深深地看了一眼灵阳 嘴角清扯道 呵呵 老夫与你说过 跳梁小丑终究不足为虑 但是灵阳 一向沉稳的逆先蒙主说到这里竟是微微地吸了一口气 看到 这一战 我定会还这个世界一片清明 恩 灵阳看着逆先蒙主 却是从这话里品出了一些非比寻常的味道 蒙主前辈 他疑惑地看向逆先蒙主 哈哈 谁知逆先蒙主竟是无比豪放地笑了起来 好久没有活动身自古了 也该好好热热身了 刷 灵阳忽然觉得眼前进风一闪 竟是有一股无法形容可怕气息从这朴朴通通的老人身上涌动出来 下一秒 逆先蒙主已然悬浮在九天之上 滚滚鲜微如江如海 可怕的神光更是灵阳生平警戒的强悍 跟此刻的逆先蒙主一比 诸如清玄 天玄这样的先尊根本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逆先蒙主的修为足以轻松碾压那群喳喳 这事 灵阳惊了 这竟是似乎已经超越了先尊境界 他闭关三万年 仿佛已经看到了先尊境界的尽头 那是将本命先术演绎到极致之后的巅峰极境 而在那之后 难道便是传说中的先帝境界吗 灵阳不知道 他只知道如今一先蒙主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已然令他生畏 而接下来的沙伐攻击便是更加如同一尊主宰天地的神奇降临 六道轮回真觉 天道 战场一处 昆晓晓与左丘一人 司徒晚人一起正在联手对抗一头混沌兽王 他们没有催动六道轮回盘的力量 因为要发动九天大战 最重要的核心能源来自那箭神兵 不敢有半点浪费 他们三人 如今每人都是刚刚达到先王境界的战力 单独应对混沌有些吃力 但是三人齐齐运转六道轮回的无上神通之后 便是能与那混沌战阁有来有回 可就在他们三个相悍淋漓地在催动一道道法诀的时候 突然空中一道阴阳轮盘浮现 射出了一道黑白两色的光柱 直接将那头气势汹汹的混沌照在了里面 卯乌 混沌原本满脸胸光抱着神威 突然觉得身子一轻 竟是不由自主地被那阴阳轮盘吸了起来 可怜他本是吞噬吸纳万物的霸主 但奈何那阴阳轮转之力的可怕 根本超出了他能承受的极限 直接毫无抵抗力地就被吸入了阴阳鱼的黑色阴眼之中 消失不见 哈 我的妈呀 第三次了 人们今天已经是第三次看到仙尊兽王被秒杀了 好像无敌的仙尊在今天的终极大战中变得那般的不值钱 亦或是那位传说中曾经镇压整个仙域的逆仙盟主 终于时隔许久之后再次展现出了他的滔天威能 王主大人威武 身后 轩原光带着众多逆仙盟众们就开始欢天喜地的欢呼 谁不想看到自己的老大大显神威 何况还是这种秒杀仙尊的震撼级表演 空中 逆仙盟主一招臂敌之后 竟是丝毫不见喘息 大手一挥 无尽纤威指向了那昆云山深处的绝世凶兽 这里交给老夫宇凤 族长等人 林阳 你带着他们去灭杀混沌 哗啦啦 出话间 他竟是从体内再次释放出了猝到可怕的阴阳轮盘 直接飞向了交战中的战场 将任逍遥等人从激烈的战斗中解放了出来 盟主前辈 林阳没想到逆仙盟主要跟奉十一等人 要独立接下这些先尊凶兽 但既然对方已经开口 再加上逆仙盟主此刻展现出来的惊人实力 让他顿时点了点头 我们定不负前辈所托 走 一点不拖泥带水 林阳带着小伙伴们化成了流光冲向昆云山的深处 林浩渊同样带着盟军大部队绕过了混沌战场 前去支援林阳 而几位老爷子则是留下来为最后的决战创造了契机 没想到 在这里竟是能够见到一位传说中的准地 在下真是失敬了 奉十一摇摇地向逆仙盟主行礼 言语之中满是无边敬意 哈哈 哪里有什么准地 不过是一名即将逝去的糟老头子罢了 逆仙盟主哈哈一笑 手上的阴阳之力却是愈发的澎湃激荡 竟是真的以一人之力在奉十一等人的帮助之下 将那些受亡禁数牵制 林阳 任逍遥飞到了林阳身旁 大老爷子有点牛逼啊 显然 所有人都被逆仙盟主展现出来的惊天实力所震撼 这位貌不惊人的老前辈藏得太深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林阳纵身急冲 已经快要接近对面那新一轮的混沌受海 先去灭了混沌再说 哼 可他娘的环有人不开眼地跟着 任逍遥摆眼一扫旁边 赫然看到了三道强大的身影 在于天庭大军的簇拥下跟在林阳身后 是天玄等三人 靠 火人当场就喷了一句 这三条老狗不留下来对付那些兽王 还有脸跟着我们 本王好想一爪子撕了他们啊 天玄等人显然是不要脸的犯贱了 他们的眼里只盯着林阳 林阳众人身上的那些先帝传承兵器 就等着混沌大战结束的一刻去做终极的一搏 这幅已经完全不要节操的嘴脸 让人恨不得直接上去抽飞他们 先杀混沌 再抽这几条老狗 林阳冷冷地给大火发去了神念 与此同时 在前方开路的盟军先锋忽然响起了一声惊呼 那些混沌退了 什么 林阳抬眼一看 果然看到那无边的兽海竟是向昆云山核心的方向收缩了回去 这是第一次看到这吞噬一切的兽海主动后退 赢了 要赢了 哈哈 我们终于要打退这该死的混沌凶兽了 他在害怕了 哈哈 大军之中 已经想起了人们欢喜的呼喊 但林阳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不 并非如此 那的神念扫向那兽朝退去的方向 已经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一股无比庞大的气息缓缓地正在凝聚成形 那感觉就像是地狱的魔门轰然打开 一尊真正的死亡魔神从里面迈出了恐怖的身形 旁边 滑千玄的阴阳双目摇摇一扫 感应到了远处的异动 林阳 是混沌 它在汇聚所有小兽的力量 这是要与我们做最后的决战 可怕 就这么短短一句话的功夫 林阳已经能够更加清晰地感受到那远方恐怖的滔天魔能 这股力量甚至已经替美方才已经展现出准地战力的逆先盟主 所有人停止前进 林阳心有所感 放声即呼 林浩渊同样感受到了前方那死神般的存在 脸色凝重的挥手指住了大军前进的脚步 再往前走 只会是无谓的牺牲罢了 到我们了 林阳看向了一众伙伴 目光中的力量鼓动着每个人心中的战火 终于到我们了 没有人有半点的畏惧 所有的先帝传承者们脸上唯有骄傲的荣光 浑身燃着熊熊的战役 跟在林阳的身后冲出了联军阵营 短短的瞬息 林阳看到了三位红颜娜牵挂的目光 看到了父母双亲骄傲的笑容 看到了所有天火炎军战士们崇拜的视线 他没有停留 唯有轻轻的汗手 你们等我 所有人注目之下 您乘一道回应 我们等你 冲 空中 十一道流光冲向那黑暗的死亡中心 林阳终于在几席之后看到了那头盘踞在昆云山身处的绝世凶兽 混沌 所有人 布阵 没有任何的废话 直接是一声壮烈动云天的大鹤 飞仙剑应手而出 与其他的伙伴们一起 在空中齐齐化成了九道覆盖穷仓惊天神光 九天诛仙大战 轰然而出 是斩凶魔 第896章斩混沌 果然 今日的混沌已经突破了仙尊境界 成为了一位准帝 滔天的仙能无穷无尽 恐怖的吞噬之力足以令仙尊绝望 他之所以汇聚小兽 是感受到了另一位准帝逆仙盟主的凌威 但他没想到原本意象中的强敌竟是变成了空中几个完全看不入眼的小家伙 一旦迈入准帝境界 那便是开始向至高无上的先帝至尊巅峰开始进军 带了一个帝字 就是无敌的代名词 什么仙王 仙尊在准帝面前皆为土鸡娃狗 亏自己还把分离出去的那些小兽收回了体内 结果来的这些都是什么渣渣 混沌很愤怒 他觉得那位人类的准帝是在用羚羊这些小家伙在戏弄自己 这是一种莫大的侵蚀与羞辱 人类 你会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付出代价 宝屋 混沌本体发出了惊天怒吼 甚至 这嗓子嚎叫都直接跳过了羚羊等人 是喉给远处的逆仙盟主听的 意思是 来来来 你的对手在此 不要派这些小爬虫前来送死 与此同时 空中的这些小爬虫们纷纷祭出了自己的滔天神光 羚羊 被混沌着一声怒吼阵的双耳轰鸣 耳膜欲裂 心中感慨准地的强大逆天 手上却是毫不含糊地祭出了包裹着滚滚烈焰的重建黑天 火地之力 剑粉九天 一声长啸 他率先飞到了混沌上方的位置 一道高达千米的火地神像傲然耸立在了天地之间 滚滚烈焰爆出红光万丈 无边火焰之力化为九天之巅 镇压万法 就在羚羊身旁的八个方向上 八道颜色各异的惊天神光同时浮现 火人大王 霸气冲天 一身血红的凤凰神火与羚羊的火地神威交相呼应 滚滚的焚天火能在羚羊的南方汇聚成了一头巨大的凤凰神像 恐怖的高温热能愈发的澎湃激荡 与帝之力 汇聚南天 任逍遥 早已经凝聚出了邪地神像 那一张带着无穷魅力的邪魅笑容绽放天地 悠悠的古笛之声会成了紫色的冲天邪能 在凌阳身后北方的天空化成了万古天威 携帝之力 镇压北域 利 一头镇齿的冰黄翱翔飞向了东面的天空 滚滚冰能将那片天地化成了一片死亡的冰蓝 喝 一声暮喝响彻了西面的苍穹 武帝霸绝还宇的神威将所有的邪能驱散 兵帝奥冬天 武帝镇西域 凌阳为中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皆是有了沙发最强的先帝坐镇 一轮巨大的圆形光幕已经以他们五人为核心 开始缓缓地辐射出来 覆盖了混沌周围的万里乾坤 下一瞬席 又是四位先帝绽放纤维于长空 惠帝玄机 贯穿东北 要帝恩泽 不洒西南 佛帝慈悲 普渡东南 华千玄手持玄机塔 帅叔带着木木高举药神胡盖 三位女中豪杰共同催动着六道轮回盘 各自来到了所在的方位之上 鲜微一催 厌世神光漫天 将原本恢弘的大阵弥补的越发灵灵不可侵犯 黑黑 最后 乃是一声带着魔性的奸笑 一柄漆黑的长剑飞向了大阵中最后的西北方位 一股漆黑如墨的强大魔能从剑身中释放出来 直接化为了一道仿佛与天地通存的唯然黑影 看不清面容 却是能够感受到其中蕴藏的无尽威压 绝对是一尊不逊于任何先帝的至高存在 屈灵影帝 鬼魅般地占据了西北长空 所有人的光辉神威 看似繁复玄妙 实则从灵阳发现混沌到空中九人绽放纤维不过短短一席的时间 下面的混沌不过念头移动的功夫 一道覆盖苍穹的红维法阵就已经在他的头顶上围然成形 以灵阳为中心 空中凝聚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光物 九道神光 充斥在圆形的中央 连接其九尊维俄的先帝神像 好似将这个世界变成了诸仙汇聚的圣堂 混沌身子猛地一抖 这年玛哪里是什么看不入眼的蝼蚁 根本是索命的杀神 他虽然不知道头顶的这道参天大战是什么名堂 但那来自远古的记忆似乎在疯狂地提醒他 面前的危机足以要了他的老命 卯乌混沌动了 绝代凶兽便是有绝代凶兽的风华 本体一动 准地出手 更是强悍地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兽王威风 他巨大的身躯一挺 便将千里大地震的暴起无数裂痕 可怕的身子竟是抬起足有万米之高 简直就快要碰到了云端 咬住羚羊等人的身子 给我死 伴随着死亡的嘶吼 十一道可怕的流光从他的嘴里喷涌出来 每一道光都呈现螺旋的形状 好像一道道的黑色的死亡旋风飞向了空中的诸位天骄 滋啦啦 每一道死亡旋风掠过的地方 一切当然无存 莫说清风乌云掠入其中 便是时光空间 竟也消失不见 所过之处只剩无尽的虚空裂隙 散发着一道道猙獰的电芒 这是吞噬一切的虚空光束 任何事物触碰擦边 唯有消失成空 羚羊诸位任何一人单独面对这可怕的虚空死光 都唯有败退身亡的下场 但可惜现在的他们却已经完成了至高的传承大阵 通隆隆 面对混沌的反击 羚羊十一人皆是面色如尘 不见波澜 自羚羊开始美人手中各节一道玄妙法诀 同时从口中爆出了奇奇整整的惊天怒喝 酒 天 猪 邪 灭沙 每喊一字 每个人身上的纤维便暴涨一分 酒隔方位汹涌出来的滚滚的仙能 在这玄妙大阵的作用下 不仅融合汇聚 更是成倍的累积增强 化成了一股剃美 不 甚至超越了准地境界的恐怖力量 羚羊作为九天诸仙大阵的真眼 驾驭九大仙帝未能将双手高高举起 一柄冲天而起的火焰巨剑贯穿在了天地之间 这一刻 羚羊便是天地的王者 九天的火神 他手中的火箭超越了一切神兵 每一朵飞出的火焰火花都可以轻易灭杀一位仙尊 整柄仙剑 更是足以令仙帝都动容兴芳 九天诸仙 当年九大仙帝联合创立而出的绝代阵法 终于在时隔百万年之后 在新一代的天骄手中出现争容 尽管此阵的威能远远无法与当年火帝 那个时代的蔑视威能相提并论 但是对于面前这头混沌来说 却已经是死亡的末日 这不可能 混沌根本无法想象这世上 怎么会有如此逆天的大阵 那空中的九尊神像 更是连他都要敬畏战力的至高帝王 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权力吼出的 十二道虚空死亡光波好像泥牛入海一般的撞在了大阵的外壁之上 紧紧荡起了一圈波澜便消失不见 而林阳 却是高高地举着那朱仙涂魔的至强火箭发出了最后的怒吼 也续受死 斩 通龙 一箭落下 世界焚毁 这已经无需再用言语形容这一箭的绝代风华 天地仿佛在这一刻只剩下了火焰的颜色 就连万米之外的林浩云等人 都能感受到一股将他们腿毛都要恐怖热能扑面而来 一道火海直接铺满了天空 盖满了他们的头顶 更是再次延伸向了整个太虚仙境 甚至 甚至甚至 若是有人跳出仙境之外 立于虚空之中 那边可以看到这道圆形的火焰冲击 直接冲出了整个仙境星球的范围 无限地向远方虚空辐射开去 一路上所有碰到的星体成灰 一切的生机净毁 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大阵的神威 通隆隆地巨剑落下 万米 千米 一点点地展落大地 尽管地面上早已经被混沌吞噬的生机不剩 但那庞大的混沌身躯上竟是开始隐隐冒出了白烟 可怕的热能几乎就要将它的身躯烤熟 哦 混沌发出了怒吼 将全身的灵能汇聚在了大嘴里面 喷出一道宽达千米的黑色光波 却也只是徒劳的挣扎 火箭可以斩碎天地虚空 岂会畏惧面前一头小兽 无尽的锋芒直接将黑色光注意分为二 同时继续斩下 终于无情地斩到了混沌的肉身之上 卡擦一声 那声音就像锋利的西瓜刀一刀炸开了熟透了的西瓜 声音爆响 枝叶横流 长达千米的混沌身躯 竟是从中直接被一斩两断 曾经被认为无敌的强壮凶魔 直接成了在地上翻滚惨叫的了两团烂肉 整片大地都在这剧烈的翻腾下瑟瑟战斗 无数黑色的磨烟腾空而起 仿佛有一万曾经被吞噬的怨铃从混沌的体内冲了出来 发出了令人心寒的凄厉惨叫 成了 他们成了 远处 林浩渊重重的一挥拳头 兴奋地瞪大了眼睛 同时另一只手狠狠地握住了下雨为满是汗水的手掌 咱们的儿子成了 哈哈 下雨为 更是无比欣慰地看着远方空中那一座灰红的九天大阵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洋人 好样的 可是 令人窝火的是 这时队伍里面又听到了清玄那老狗丧气的声音 还没到得意的时候 混沌本体可以无限次地再生愈合 不过才展开了对方一次 有什么好得意的 老东西 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 林浩渊夫妇狠狠地瞪了一眼这辣眼睛找抽的老货 目光却是再次担忧地看向了远方的战场 果然 一分为二的混沌在剧痛的惨叫与挣扎中竟是再次合在了一起 俨然是要再次融成绝世的凶兽 但是 空中却是已经再次看到展天的火焰长剑轰然而下 林阳 神色如红 细域九天 无上火箭 再斩凶魔 给我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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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百九十七张朦胧地镜 扑齿 哗啦啦 天地间 不断地回响着大刀切豆腐般的爽快声音 混沌 绝代的凶兽 心欲毁灭的天灾 在林阳等人全力催动的九天诸仙大阵之下 俨然真的只能当一块不甘的豆腐 当一只悲催的西瓜 斩 我斩 此时此刻的林阳 便是主宰一切的霸王 手中的火箭嚣张疯狂 把一切对手的希望都抹杀消光 一剑竖斩 混沌好容易融合起来的身躯 再次在地上瘫软成了两半 一剑横切 二变四 惨叫起 曾经荼毒无数生灵的凶兽 终于尝到了被别人肆意折磨的悲惨味道 再斩 再斩再斩 林阳无情地挥着挥剑 人们只看到他手中那贯穿天地的诸仙神兵 简直就像一柄菜刀一样 抬起 落下 再抬起 再落下 画面震动浩瀚 频率更是快到心颤 光 光光光 那边 林阳一下下斩着绝代凶兽 这边 林浩渊等一众先王强者 则是全都被这逆天宏伟的架势震呆了 夫人 这小子不会那天帮你剁饺子现剁上瘾了吧 林浩渊喃喃地看着天空那可怕的火焰神剑 怎么看怎么像一柄带血的菜刀 卡卡威猛 刀刀霸气 而清玄等人的脸色则是越来越阴沉难看 太恐怖了 九天诸仙镇的威能比想象的环要恐怖 他们无法想象若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剑在于天庭的至高天庭来上这么几下子 还有谁能够从这蔑视的神剑狂斩下逃出生机 必须毁了他们 天玄三人彼此对视 眼中没有半点混沌将灭的兴奋 唯有冷冷的记恨杀鸡 必须毁了灵阳 毁了那些先帝传承者 彻底毁了这九天诸仙大阵 天玄仙尊 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一块漆黑色的小型玉牌 里面闪动着难以形容的黑色幽光 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那座玉天庭的禁地神殿得到的指示 只要在混沌结束后捏碎这块玉牌 自会有来自无上天狱的强者来催动隐藏在阵盘里面的可怕静置 彻底地将那些该死的先帝传人们抹杀殆尽 来吧 林阳 你们斩吧 杀吧 嚣张吧 很快 就轮到你们去品尝自己的末日了 因为战斗 因为疯狂 天玄仙尊的脸色都呈现出了一抹病态的烟红 他苍白的手掌由于紧紧地捏着玉牌而显得有些苍白 但却没有人发现这三位包藏火星的仙尊即将拉开今天真正的阴谋大幕 林阳 疯狂地挥霍着九天大阵里激增的浩瀚天威 这种感觉太他妈的爽了 在这一刻 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超越了仙尊 甚至达到了准地巅峰的境界 面前的凶兽根本不值一提 而在他巅峰畅快的誓海之中 更是隐隐看到了一扇光芒无限的灰红大门 命与天河 仙树声 我命开天 成帝尊 一个古老沧桑的声音似乎在这一刻若有若无地飘入了林阳的脑中 那就像是上天给予他的灵机移动 开启了从仙境走向地境的那一丝无上的玄机 我命开天 成帝尊 这一句话 仅是一瞬 却如同闪电一般的狠狠地砸中了林阳的神魂 让他仿佛魂飞九天 历经轮回 过去所有的舞蹈经验在头脑中飞快地旋转 自己新创立的武士本命剑术 更是好像五条长龙一般地在空中无尽翻腾 将林阳全身的细胞都刺激的兴奋雀跃了起来 啪 林阳在这种奇妙的状态上 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火箭 一股奇异的力量从体内蔓延到了火箭之上 更是蔓延到了维持大阵的另外八道先帝神像之上 这时 众人只觉得自己体内的仙能一下子如潮水般的疯狂被吸了出去 速度比现在快了十倍不止 若是按照这个速度下去 只怕不出一分钟所有人都会被吸干全部的仙能 立节而亡 林小阳 你干什么 林阳 你疯了 快助手 林阳 林阳 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一瞬发生了什么 而与此同时 却看到一缕熟悉的火光从林阳的市海中一闪而过 一声冷酷的呵斥无情地将林阳唤醒 给我醒来 啊 林阳感觉脑海仿佛有千万根针扎过一样 头痛欲裂 连手中的神剑都险些把握不住 幸好这时火地的力量已经有冷力变得温和起来 帮助他一起重新维持了九天大阵的平衡 前辈 我刚才怎么了 林阳清醒后一阵后怕 方才的那个境界太过疯狂 若是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你 活地从未在林阳面前露出国这般惊讶的表情 仿佛连他都不敢相信林阳现在能够触碰到那个至高无上的境界 你 无妨 只是提前触碰到了一些你该碰到的境界罢了 稳固心神 斩杀混沌为先 是 前辈 林阳知道现在的药物乃是混沌 立刻收敛杂念 不去多想 而是再次挥动了手中神剑 向混沌已经奄奄一息的身躯上展了下去 而这小小的意外只是瞬息之间的插曲 外人并没有察觉 唯有火地站在林阳的湿海之内 久久不能平静 仅仅在先进就可以触碰到地境之力 这个家伙 说不定真的可以达到超越我们及格的那终极境界啊 小小的插曲并没有能够影响到涂抹大战的局势 混沌在九天大阵的斩杀之下已经丝毫没有抵抗之力 成为了待宰的侏罗 在整整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林阳 终于横见长空 止住了自己凶残的攻势 地上 漫天飘散的黑烟代表着无尽的邪能正在离开混沌的本体消散 而等到一切平静之后 地上只余下了一头不足十来米的黑色妖兽在奄奄一息的扭曲匍匐 原本那盖世的凶兽已经彻底溃败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纷纷围了过来 赢了 大伙心中浮现了同一个声音 混沌败了 我们赢了 万岁 轰了一下 那猝以百万的盟军部队在林阳身后千米的高空中彻底的炸了锅 无数人欢喜的要将自己的胸膛吼抱 赢了 终于赢了 那头该死的凶兽终于在地上躺尸了 只有真正经历过混沌灾结的人才能够体会到这些铁血战士们心中的狂喜 太多太多的生灵悦孽终于得到了安息的起击 太多人激动地留下了欢喜的泪水 更多的人在仰天长笑告慰着自己曾经战死的兄弟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 等待着最后的一刻 等待着林阳亲手彻底结果那该死的混沌的生命 刷 空中 九尊先帝神像缓缓地消失 今天的火箭也在林阳的手中飘散无形 此刻混沌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 就算是一位仙尊都可以将他斩杀 已经无需再催动九天大阵的力量 呼呼 十一位天骄 满脸汗水 但嘴角却全都挂着欣慰的笑 鬼才知道他们在玄机塔里的三万多年经历了什么 但只能够迎来最终的胜利 一切便都是值得 嘿嘿 林阳 还等什么 下去弄死那玩意儿吧 任逍遥 虚弱地俯着自己的膝盖 但看向林阳的目光却是充满无限的骄傲自豪 这中将斩杀混沌的仙域英雄 他娘的是他的哥们儿 林小阳 记得给我留点热乎的混沌肉啊 呵呵 小小 过来让哥哥抱抱 火人笑得嘴都歪了 那边坤小小却是直接飞过来一个白眼 没正经的 阳人 臭小子 下雨为雨林浩渊 远远地看着林阳 更是骄傲无限 自豪满满 哈哈 看到没有 那是我徒弟 我徒弟啊 咳咳咳 轩辕光笑地前仰后合 用力太猛 结果被自己的口水呛得一阵咳嗽 统帅大人 几十万天火炎君 注视着林阳 穷大哥哥 数千亿云天神情 注视着林阳 林阳英雄 百万盟军将士 更是没有一人不紧紧地盯着林阳 这一刻 林阳 是整个仙欲无上的焦点 是所有人心中的英雄天王 来吧 终结这一切吧 林阳深深的一口气 目光一凝 另一边飞仙应手而来 飞入了他的掌中 嘿嘿 这种万种膜拜的感觉 是不是很爽啊 林阳 只要你想 你也可以 林阳对着影子微微一笑 且 我才对拯救世界没兴趣 我要的是他们全都臣服在我的脚下 敬我如天 嘿嘿 你不会的 少废话 赶紧杀了混沌 我还要吞噬他的精元 记得给火人留点 林阳一边与影子 林阳嬉笑 一边缓缓地迈出了脚步 所有人都将祝福的目光凝聚在他的身上 等待着他了结所有的一切 可就在这万众期待的时刻 却有一个冷冷的身影站了出来 挡在了林阳的面前 挡在了天地名义的面前 等等 天玄先尊 这位统于整个先遇的无上先尊 养着他冷酷的面旁 横着他闭尼的眉眼 开口道 这头混沌凶兽 当由我们遇天庭来斩杀 死后失身更是归遇天庭所有 一句话 震惊天地 第898章是天天地 天玄 你他妈的放什么狗屁 轩元光直接开骂 你们那些猛脑子被驴踢了吧 今天你们是哪根葱哪颗算 轮到你们来收混沌了 赶紧给我滚蛋 哼 天玄冷冷地看了一眼轩元光 不仅没有任何的回应 反而挥了挥手 对着整个盟军说道 所有御天庭的将士听令 从此刻起 御天庭正式接管混沌凶兽 来人将此凶兽给我严加勘管 靠近者死 这说实话 御天庭的将士们心里面都有点泛嘀咕 不过身为一名御天庭卫 第一要务就是服从 其中更有数万忠于三大仙尊的铁血死士 在听到命令的第一时间就迅速地冲了过来 在空中团团地将混沌包围了起来 你们这帮家伙也太无耻了吧 就算要过河拆桥也不能这么没节操吧 剩下的人群纷纷暴怒 然而对于早已经没有了脸皮的御天庭来说 今天过分的事情还远远不止于此 哼 林阳 一直被吐槽挖苦的清玄仙尊终于找到了扬眉吐气的机会 他看着对面已经缓缓降落下来的一众先帝传人 恨不得直接把手指指到林阳的鼻子肩上 现在混沌一战已经结束 而等速速将九天诸仙大阵的阵盘交回 另外 玄机塔 六道轮回盘 五帝天兵都是御天庭的宝物 现一并交回 不得延误 我尼玛了葛去 做人真的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吗 就算六道轮回盘是你御天庭找回来的 但玄机塔 五帝天兵什么时候也成了你们的宝贝了 这种无耻简直人神共愤 林阳冷冷地落下了身形 逆先蒙的大军缓缓地在他身后集合 不过这里令人疑惑的是 属于摩门的二十多万大军 此刻竟是也主动地从蒙军中分离了出来 他们的人马在那位摩尊的带领下 远远地离开了双方对峙的战场 以附作闭上关的姿态 那但 摩门的这帮猫种 圈圆光咒骂了一声 不过那些人本来就无足轻重 而就在这一时刻 远处的天边划过了几道掌红 是那些与混沌兽王纠缠的先尊强者到了 天玄 你当真愚蠢地超出了老夫的想象 立先盟主 神威万丈 之前与混沌兽王的战斗 他已经展现出了超越先尊的准地实力 而明明知道这一切的天玄先尊 还敢在这个时候出来作死 要么就是脑子进水 要么就是有所倚仗了 凤十一 金九等人齐齐站到了林阳的身旁 都是一脸冷力 而林阳则是在几位大佬的力挺下缓缓地走了出来 直面对面那令人恶心的三张老脸 我本以为 一起度过了仙玉打劫 与天庭会有所改变 但现在看来只要你们这些冷血的老狗不死 与天庭终究会是仙玉的祸患 闭嘴 林阳 你有何资格在此教训老夫 清玄先尊看见林阳便是火气上涌 今日无等根本不屑于你 这等你先蒙叛逆讲任何道理 老夫现在便命令而等交出阵盘与神兵 否则 格杀勿论 哈哈哈哈 任逍遥在后面笑得邪气冲天 好一个格杀勿论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是打算怎么杀了我们啊 天玄先尊同样已经不复之前高高在上的凛然模样 撕破了脸皮的他就像是一头叫嚣的疯狗 一只手紧紧地捏着那黑色玉牌 恶狠狠地吼道 你们真以为玉天庭面前百万载的岁月 会连你们几个小杂种都收拾不了吧 哼 猖狂的小辈 今日便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天外有天 他高高地将那黑色玉牌举起 啪得一下在空中捏得粉碎 同时嘴里面充满无尽的千功崇敬 大声叫道 有请至高天的帝尊大人将士林凡 唰 旁边清玄道玄同时弯下了身子 嘴里跟着大叫 有请帝尊大人林凡 哗啦啦 所有玉天庭的将士们似乎对帝尊两个字 都有着严格的训练反应 听到这句话便是几百万人 奇奇地在空中跪了一地 同样高呼 有请帝尊大人林凡 这气场 盛大浩瀚 整个玉天庭 都跪在了那片被捏碎的玉牌之下 与此同时 随着黑玉的爆裂 那一片片的玉碎残片不仅没有散落飘飞 反而是在空中来回盘旋起来 竟是形成了一道漆黑色的虚空门户 从这道虚空之门里面 缓缓地涌出了一道道肉眼可见的鲜能光束 它们呈现螺旋的形状弥漫九天 不仅覆盖了众人的头顶大地 更是蔓延向了无边宇宙虚空 一股完全超越了这个世界 宏大威能随之激荡出来 一下子把对面百万逆先蒙大军吹得东倒西歪 这种先威 林浩渊等一众先王都感到浑身冰凉 那门背后的存在根本是 他们无法抵御的神灵主宰 就连凤十一等先尊都觉得气息翻涌 能够造成如此可怕威势的可能只有一个 来的是准地强者 众人死死地将身子定在空中 看着那黑色门户里面缓缓地浮现了一道身影 大火仙看到了一双淡金色的眼眸 被这双眼睛一扫 只觉得自己在他脚下便如卑微的蝼蚁 紧接着 一件雪白色的宫装华服映入眼帘 便是最纯净的白雪 最透亮的玉髓也无法与这身奇异的华服媲美神光 这已经完全超越了仙玉的物产等级 而顺着这件白道耀眼的华服向上看去 一张威严如神像般的脸庞终究浮现 一股轻而易举便能镇压天地的威严 终于浩浩荡荡地释放开来 席卷了万里时空 准地 果然是准地强者 立先蒙一方的人马皆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随后恶狠狠地看向了天玄等三老狗 这三个混蛋 绝对不得好死 而天玄等人则是完全没有在意 像谋仆一样恭敬摩到了这位将凡准地的脚下 弯腰恭敬道 立尊大人 便是这些逆先蒙的余孽妄图对天庭大业不轨 请立尊大显神威 诛杀奸邪 该死啊 大伙听这话气得咬碎了牙 要是现在能够出手砍人 只怕早已经将这混账玩意而剁成肉泥 退下吧 那位帝尊根本没有看天玄一眼 那双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的淡金色眼眸冷冷地扫过面前 不带一丝焦距 他开口 声音是那么的冷淡自然 仿佛他说什么便是天地益智 从来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 无奈至高天是天先帝 而等奉无之意 将先帝神兵与阵盘交于天玄吧 平平淡淡的话语 就像是在诉说颠扑不破的真理一般 但这声音竟是有着难以形容的魅惑之力 听在耳里如同圣道泛音一般 让人忍不住的就想要听命行事 这便是准地境界的天威 一道声音便让除了仙尊之外的所有人都神魂受创 即遇迷失了心神 嗨 幸好 这边有逆仙盟主 危急时刻 就听到老盟主一声长笑 当敌魔鹰 将众人从那可怕魔鹰中解放出来 本身更如一头发为了老狮子一般 虚发飘扬地站到了所有人的前面 好似一座铁壁铜墙 直面那尊来自至高天的准地 恩 那为是天仙帝显然没有想到 在仙域中竟然还有准地的存在 但他一双筋谋扫过逆仙盟主 顿时发出了一声冷嘲 不过刚刚迈入地境的后背 在无眼中不过是大一些的蝼蚁罢了 无知法子以下 但儿等既然是这般的冥顽不灵 那便感受一下无知仙帝真物吧 啪 这位准地竟是伸出了右手轻轻的 打了一个直响 那臭皮的样子令人想要抽他 但一道声响之后 可怕的事情确实发生了 林阳 人群中 琉璃率先发出了一声惊呼 随后一道冰蓝色的光芒 从他体内猛地窜出 竟是化成了一道可怕的寒冰禁锢 直接将琉璃的身子死死地缠绕了起来 李一仁 林阳猛地纵身要去营救 却感到自己体内同样有一道 不受控制的红光爆出 直接化成了一道禁锢一切的灵力束缚 将自己紧紧地缠绕起来 这是 那阵盘 林阳一直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 难怪他检查不出这阵盘里面的秘密 原来这是准地境界才能够催发出来的机关 可该死的是为何逆仙盟主都没有看出里面的危机 林阳心思急转 却根本无法对抗这阵盘里面的可怕力量 一身的仙能禁术被封印在了体内 根本无法再动半步 大火 不仅是他与流离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每一位先帝传人的身上 一瞬息的功夫 所有人都成了被死死绑住的粽子 随着那时天仙帝手指一抬 便化成了流光向着对面阵营飞了过去 该死 林阳拼命地挣扎反抗 奈何此刻战斗升级的层次远远超过了他的极限 根本无法抗衡 不过他心中却始终在疑惑 以逆仙盟主那未卜先知的神通 怎么可能对眼前的状况不做任何准备 下一秒 他猜中了 却也没猜中 局势 果然不会这么简单地被于天庭逆转过去 但让林阳意外的是 这次出来逆转翻天的人并不是在旁冷眼旁观的逆仙盟主 竟然是 离火天地 第899章火地之威 哼 一道火地标志性的冷恒声响起 飞在半空中的林阳等人竟是直接停了下来 不再受那位是天仙帝的纤维牵引 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准地都敢自称仙帝了 张士天 你还真是够不要脸 啪啪啪 一连串青脆的爆碎声响起 林阳他们身上的灵能束缚尽数碎成了漫天喳喳 而那位之前藐视整片天地的事天仙帝在听到张士天三个字之后 整个人好像被鞭子狠狠抽了一记似的 猛地一抖 不可思议的看向了林阳所在的位置 你 你 你 他一连说了三个你字 却根本无法把后面的话说完 而离火天地欲火冲天的霸道身影 却是缓缓地从林阳的体内飘了出来 离浩天 是天仙帝的眼睛瞪得像是冰死的鲸鱼 整个人更是像打摆子一样疯狂地战斗起来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所见的一切 而其他人更是惊了 没有人知道在林阳的体内 竟是还隐藏着如此神秘的一位大佬 且不说火地的实力如何 单凭那位刚才牛逼乍天的准地 此刻的反应就可以知道 这位也肯定是吊爆了级别的存在 哼 怎么 竟是感知乎本帝名讳了 你好大的胆子啊 火地俯视着这位张士天 嘴角的冷意如同万年寒川 不 不可能 你明明已经神魂尽毁 怎么会 张士天诺诺地晃着嘴唇 整个人已经彻底蒙逼 而火地看着面前的这位故人 脑海中翻腾的 竟是当年惨烈的滔天决战 若不是此人通风报信 想必那人也不会做好完全地准备 将自己一行人尽数击杀 恨 火地的恨毫不客气地倾泻出来 化为滔天的红色烈焰 正是他本命的天焰真火 不 不要 张士天看到这当年 烧遍整个仙玉的恐怖烈焰 这才回过神来 接受了火地重生的事实 但却为时已晚 那天焰真火直接化成了一只巨大的火焰手掌 静止向对方伸去 之前还轻易能够镇压整片天地的张士天 在火地面前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力量 直接像马蚱一样被握在了掌中 稍稍韵力 便是口喷老血 扑 张士天只觉得身子都要被捏爆 连忙放声几呼 火 火地毕下 小人知错了 都是小人的错 您高抬贵手 我并能帮你向那英浩天报仇血恨 不要杀我 不要杀我啊 他的惨叫想遍天地 犀利的声音刺的人浑身发麻 但火地看着当年的小人 眼中哪里有半点的人词 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吗 火地的大手越握越紧 随着格拉拉的声响 张士天的准地肉身竟是直接被捏成了一摊烂泥 五脏六腑都从碎裂的身躯中挤压出来 那惨烈的模样令人作呕 不 不要 离 离浩天 你放了我 我还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那就留到黄泉去说吧 离火天地杀气已经沸腾到了极点 一身的霸气哪会再有丝毫有欲 轰了一下 滔天的天焰真火从手中冒起 直接将那悲催的石天仙地包裹在了里面 人们只听到杀猪寺的惨叫响彻九天 足足维持了一炷香的时间才终于消失不见 花 火地大手一张 漫天飘散黑色的粉末 小风一吹 嗖嗖作响 全场观众 惊得已经实话 我刚才看到了什么 一尊准地 直接被瞬间烧成飞灰了 还有刚才那家伙在叫什么 离火天地 九大远古先帝之一的离火天地 我的苍天啊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啊 除了见过火地的先帝传人们 其他所有人的大脑陷入了集体短路的状况之中 看不懂 想不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事情一步步地继续发展 林扬 则是在心里默默地叹了一声 牛逼 这是真的牛逼 这才是真正的先帝之力 除了无敌二字 根本想不到别的任何词汇可以形容 不过林扬心中却是生起一股莫名的紧张感觉 到底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竟是会引发火地这位万年隐身的至强者亲自出场 不是说这位要一直隐藏到最后的复仇决战吗 还是说 林扬猛地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惊人结论 前辈 莫非 他连忙向火地发出神念 但这位轻易灭杀了张世天的大佬 林扬却是没有理会林扬 而是就这么傲然地立于天地之间 不说话 闭着眼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的出现 呵呵 林扬 放心吧 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还天狱的一片清明 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身后 想起了一个平庸苍老的声音 林扬回头一看 竟是看到了逆先盟主那淡淡的笑脸 盟主前辈 您莫非 林扬头脑再好 只觉得此刻的事情也完全超出了自己想象的极限 下一秒 冰地冰离更是从林扬的体内飞离出来 给了林扬与琉璃一个欣慰的眼神 灿然一笑 林扬 妹妹 你们做得真的很好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吧 冰离前辈 林扬喃喃的呼唤 只觉得心头有一块万斤巨石压了下来 今天真正的惨烈战斗似乎才要开始 姐姐 琉璃更是感受到了同胞姐姐心中的那份决然 眼中已经渗出了不忍的分离泪水 走吧 离火天地高居长空 背对着林扬一挥手 都走吧 前辈 林扬没料到火帝最后竟会用这样的方式与自己告别 林扬愿意留下陪你一战 火帝对他 名为要夺赦的死仇 实则如师如赋 一路陪伴着林扬走到今天 怎么最后突然就要赶走自己 呵呵 火帝听到林扬的话 嘴角难以抑制地勾了一下 这小子 终不负我 但是今天一战 实则难以避免 若是连我们都无法成功 林扬你又能做什么呢 都给我走 火帝终是没有回头 大手一挥 烈烈火焰长袍掀起了万里巨浪 直接将所有人尽数吹飞万里 除了逆先盟主与兵离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留下 呼呼 林扬第一次被人强行吹飞了如此遥远的距离 只觉得耳旁风声呼呼 瞬息之后 便是来到了遥远的天边 林扬 他好容易稳住了身形 旁边已经围过来了大队人马 所有人的问题 好像潮水般的铺天盖地的涌了过来 林小阳 火地英雄这是要搞什么飞机啊 他要跟谁干仗连咱们都帮不上忙 洋人 那位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 真的是传说中的离火天地吗 林扬 为何盟主大人也会留在那里啊 他难道与离火天地早就认识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事情会怎样啊 所有人的疑问围绕在林扬的耳旁 快要将他吵昏 不过就在这会人 另一边却是响起了任逍遥那邪气森森的声音 我说你们三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恩 对了 他娘的这里还有三条老狗呢 林扬等人齐齐地一转身 就看到那边天玄仙尊等三人正准备破开虚空 溜之大吉 当被任逍遥揭穿了以后 三张老脸顿时惨白地跟死鬼一样 快走 天玄此刻哪里还是高高在上的仙玉主宰 就是一条慌不择路的丧家之犬 想走 开玩笑吧 今天要是让你们走了 爷爷的脑袋割下来给你当球踢 任逍遥有仇必报 冷力如魔 直接凌空踢下白骨长笛 顿时有一道可怕的神光轰然落下 直接砸到了三人身上 扑 三人之中 实力最弱的清玄当场被任逍遥一笛子抽中老脸 顿时半张脸直接呼得爆裂 眼珠牙齿齐齐地飞向天空 整个人打着转的就倒飞了出去 如今的任逍遥实力仅次于林扬 先尊中称王 收拾一个清玄简直不要太过简单 吃地 一旁倒旋连忙闪开那可怕的攻击 看着清玄的惨样大声惊呼 老狗 还有心情管别人 看拳 霸着武道 一拳无常灭苍穹 吕凤天同样不会放过与他有血海深仇的天平仙尊 精光璀璨的武帝天兵已经在他的拳头上化成了一只轰破一切的拳套 两大惊天神力融合在一起 便是屠灭先尊的至强杀招 轰 一拳 报仇血恨的一拳 大快人心的一拳 道玄先尊直接被这一拳揭揭实实地轰在了小腹之上 下半个身子直接炸裂宝开 无尽的血肉残渣飞得漫天遍野 整个人更是像被砸扁了形的娃娃一样倒飞出去 惨叫得一塌糊涂 师兄 这个时候 无论是道玄还是清玄 能够指望的唯有那位实力最强的天玄先尊 他手中毕竟还有排名第四的三玄精伦 但是 让他们两人绝望的是 到了这个时候那位天玄先尊却是早已经闷头狂奔 威风凛凛的三玄精伦只成了他逃命护身的法宝 哪里还会管自己两位尸弟的死活 天玄 以 不得好死 两位被抛弃的先尊发出了怨毒的诅咒 而天玄却是充耳不闻 只想尽快离开这见鬼的地方 怎么可能 连来自至高天的先帝都被烧成灰了 这怎么可能 他到现在都有些无法接受自己的一败涂地 但就在他身形催骨道急速的瞬间 一道斩天剑芒却是轰然而下 直接要砍这最狠辣阴毒的老狗狗头 天玄 还是乖乖留下来陪你的两位尸弟吧 你 天玄抬头 金黄如鼠 羚羊 飞仙在手 要斩九天 必九百张死 没那么可怕 羚羊 你给我滚开 天玄先尊看到羚羊如神一般的降临 拼命地催动三玄精伦 绽放出耀眼的神光 可惜 这光却不是男人的战役奔勇 只是懦夫的苟延残喘 在仙玉几乎至强的三玄精伦仿佛都为自己的主人感到羞耻 尽管三轮太阳同时绽放出了可怕神威但却根本难以对羚羊造成半点威胁 羚羊看着天玄 看着这位自己曾经需要仰望的仙玉至尊 眼中只有不屑 心中唯有冷嘲 你这人渣 不配活在世上 看剑 刷 飞仙斩下 众剑如山 正是本命剑术之一剑斩天 沉重的剑锋轰然压下 仿佛带着亿万仙玉生灵的控诉与怨恨 剑身上的黑龙似乎挣扎着冲上了天空 与剑锋一起化成了让世界都昏暗深沉的恐怖剑芒 光 飞仙穿过了三玄精伦的攻击 重重砸在了那银色的圆盘之上 剧想震天 荡人神魂 若是平日 天玄仙尊只怕还能与凌羊对抗促个回合 但今天的他已经是战役全无的桑家老狗 今天一集之下竟是被凌羊硬生生的劈飞了保命的三玄精伦 整个人更是狼狈喷血的倒飞了回去 不 天玄嘶吼 声音确实凄凉至极 他的双手直接被凌羊一箭斩爆 惨叫着倒飞 但却不愿意放弃生存的机会 竟是再次从事海里召唤出了一件强大的护体神盾 天 天元盾 给我挡住 一件礼反 羚羊回应他的 只有今天的一记刺激 无声无息的剑光就像是完全没有感受到盾牌的存在 毫不费力地从中穿透了过去 直直地刺入了天玄的胸口 哦 老狗捂着心脏再次惨叫 同时一股可怕的毒性伴随着分离剑气开始在他的体内肆虐冲击 羚羊 你放过老夫一回 砰 他刚想开口求饶 那张剑嘴直接不受控制的炸裂开来 半张脸顿时成了一片漆黑的烂肉 呜呜他像野兽一般的悲鸣 砰 又是一声闷响 剑气爆裂 一条右腿在漆黑腐烂后炸裂在了半空之中 惨 太惨了 但却是罪有应得 林阳没有半点仁慈 他知道如果今天是遇天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只怕自己等人的下场只会比现在惨上千倍万倍 天玄主宰仙玉的这些岁月 不知道下界有多少生灵被化成了万灵血 但被他们吞入了腹中 这所有的孽债计算起来这三只老狗就算死上一万次也难比他们的罪过 杀 林阳无情的一次次的挥出飞仙 天玄一次次的在惨叫声中化成一句漆黑干瘪的残躯 甚至到了最后 连影子林阳都懒得再去吞噬这家伙的惊元 用他的话说 连我都怕脏了嘴啊 短短一炷香的时间过去之后 随着三声问响响起 已经被虐的没有人样的三位仙尊被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一个狗都已经没了动静人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人在苟延残喘 仙尊大人 远处 是百万玉天亭位 其中还有人喊出了声 似乎想要出手相救 傻逼 火人直接一巴掌拍飞了那个二货 刚才这三只老狗有谁想要带着你们一起离开的吗 这会人还去救他们 你上辈子是蠢死的吧 是啊 众玉天亭位心如死灰 面前的三位仙尊 实在是人面受心的处生 去救他们根本是脑子进水 妈的 老子不干了 一名玉天亭位恨恨地扔下了手中长枪 顿时引发了所有人心中的情绪 不干了 爱他妈咋咋地 不干了 超过八成的人在这一刻选择彻底与玉天亭这腐朽的势力告别 而那些在死中的战士在这个时候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选择旁观到最后一刻 林阳则是冷冷地看着地上的三个贱人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从此以后 仙玉再也没有玉天亭 杀 杀 任逍遥 吕凤天 火人 齐齐地放出了冰冷杀招 直接将地上三人的脑袋轰碎 誓还毁灭 永远灭杀了三人的生机 自此 玉天亭算是彻底被林阳杀至崩溃败亡 天帝 在这一瞬显得异常的安静 林阳肃清的墙敌 但却没有一丝的兴奋 他凝重的目光还是看向了天边 那里是火地宿命的战场 林小阳 你不会又要去玩命吧 火人作为最了解林阳的兄弟 林阳屁股一掘 就知道要拉什么屎 这种眼神 他最熟悉不过 洋人 另一边 作为母亲的下雨围已经飞了过来 看着自己的儿子 何尝感受不到里面那汹涌的战役 母亲 林阳看着好容易相聚的亲人 脑海中闪过那天那一顿吃到土的绝美饺子咽 嘴角一扯 想说话却又说不出来 哈哈 臭小子 你去吧 你娘由我照顾 要是你出了啥幺蛾子 大不了我们再生一个救世了 没正经的老爹啊 林阳看着林浩渊那哈哈大笑的脸庞 但这位老爷子虽然在笑 眼角却分明有着一抹晶莹 那种苦涩的豪迈 唯有男人能懂 要知道 这可是先帝战场啊 林阳去了 十死无生 林阳 林阳 温青青来了 想冲过来狠狠地抱住自己的爱人 却是在百米外停住了脚步 明星来了 西门整梦也来了 他们都太想太想拉住这个总喜欢成英雄的男子 但却没有一人真的过来给林阳哪怕一点点的负担 天火炎君 五十万将士 奇奇地在天空中跪下 墨天等四人热泪银眶的带头高呼 属下在此等候统帅大人归来 等候统帅大人归来 无边嘹亮地呼喊在天边久久地回荡 林阳的心在这一刻忽然觉得很满 很满 有你们这些亲爱的人在 林阳此生 足以 哈哈哈哈 他再次深深地看了大火一眼 随即毅然决然地转身离去 化成了一道流光飞快地冲向了离火天地所在的方向 在他的心中此刻只剩下了一个唯一的声音 师父 图人来帮你了 而林阳万万想不到的是 就在他前脚离开消失在天边之后 安静的天空中突然浮现了两道冲天而起的灵光 随后两个声音响起 两道目光对视 哈哈已乐 靠 任逍遥 你他妈的怎么跟本王想到一起去了 伙人看着对面同样已经准备动身的邪地传人 笑得眼睛里面都泛起了泪光 嘿嘿 我怕你这颇鸟到了下面还缠着羚羊要吃的 多我一个 你们不会寂寞啦 任逍遥 从来心中只有自己的青年邪地 笑得那般的悲壮动人 哼 两个蠢货 谁说我们去就一定会死了 老子会用我的先帝的血来向你们证明 我才是能够超越林阳那混蛋的第一强者 吕奉天重重的一挥无敌天兵 长发飘扬 霸气的让人想哭 奉天 左丘依然轻轻地挽上了爱郎坚硬的手臂 嘴角的笑是那般的坚决骄傲 刷 琉璃早已经冰能冲天 她的身后 温清清 西门枕梦 明星 司徒婉仁 甚至还有在天火炎君中的许瑶 肖香等角色家人全都傲然而立 已经准备奔赴死亡的战场 帅熟 木木 华千玄 轩辕光 一个个熟悉的身影 一道道坚毅的目光 都在这一刻照亮了整片天空 死亡 仿佛变得那么的唯不足道 林阳 对不起 我们食言了 今日决战 你若生 我们便与你携手共享万载辉煌 你若死 这片天地怕是终将毁灭 那便让我们与你一同走个轰轰烈烈吧 天火炎君 众人听令 诺天 崔敬 逢柱 月如 四位热血冲天的严军将军代表着所有人发出了心声怒吼 追随林阳统帅的身影 致死方休 致死方休 唰唰唰 随着火人与刃逍逍遥率先飞去的身影 超过五十万的铁血男儿冲向了林阳离去的方向 他们知道 这一去 或是风平浪静皆大欢喜 但凡开战 自己当真是不如楼椅 但他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 这片亘古绵延的仙域世界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人的存在 才能够生机淋漓地繁衍到现在吧 最后 林浩渊与夏宇维相勇而立 早已经感动得气不成声 洋人他 真的有一群好朋友啊 夏宇维的眼泪早已经打湿了林浩渊的肩膀 哈哈 开玩笑 那可是我儿子 林浩渊重重地搂了搂爱妻的肩膀 夫人 准备好了吗 咱们可要去陪儿子最后一战了 你可不要给洋人拖后腿啊 靠 怎么可能啊 哈哈 悲壮的笑声中 林浩渊与夏宇维画成了最后两道流光追随林阳而去 而剩下的那百万盟军战士 虽然没有这份勇气去面对生死 但他们也在自己的心中高呼着最后的声音 林阳 你务必要带着大伙平平安安地回来啊 就不vent的 茶 insan 里噢 使用 刀 再 你们 黄 猪 使用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